没事 她的筋脉恢复了 南宫领淡淡说道 既无旧也绝口不提刚才那些 笑眯眯看着叶木熙 好香啊 这是什么糕 海上也就鱼虾多 刚蒸的淡花鱼糕 辛苦了 叶木熙将盘子摆在了南宫领面前的茶几上 白嫩鱼糕 金黄色的淡花 热气腾腾 令人食指大动 我试试 既无旧拿起筷子 就要落在盘子上 但是还没等筷子落盘 南宫领已经一手端起盘子拿远 看着既无旧眸光冷冽 其实自从和叶木熙成亲 大前醋亡的性子收敛了很多 偶尔朋友之一 叶木熙送些好吃的给灵衣贤等人 萧子药也有份 世子没介意 世子大人还是很大度的 但是偏偏既无旧嘴欠 在南宫领面前炫耀小笼包 喂 你都护肚子护了半个月了 我就吃一块 你至于吗你 既无旧眼巴巴看着碟子 好气 南宫领淡定扫了他一眼 只有两个字 我的 既无旧无言以对 突然猛的一窜 一个恶火扑石冲上来 刚刚恢复了武城内功 他既无旧也不是只能干巴巴看他吃的弱男子了 但是南宫领似乎早有预料 就在他冲过来的瞬间 身形一闪 时时然侧身避开 既无旧好好一个恶火扑石 直接就从踏上栽到地上 用力过猛 摔得那就一个惨 既无旧闷哼一声 捂着撞在地上的额头 英俊的脸上薄怒微然 南宫领 有本事打一架 南宫领只是高冷扫了他一眼 唇角勾起一抹嘲笑 蠢 叶木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 笑得肚子疼 我说 你们再这么打情骂俏 没来眼去 我可要吃醋了 叶木熙故意绷着脸说道 既无旧咬牙切齿 叶木熙 你瞎了吗 吃哪门的醋 撞得太狠了 真疼 所以夫人 你要离情地远点 以免给他坑啊 南宫领望向叶木熙 认真说道 叶木熙勉强憋笑 同样认真点点头 嗯 我会小心的 南宫领 不就是一个小笼包吗 你为了这个 连情敌都认 你要不要脸 既无旧快被这两口子搞疯了 还有你 叶木熙 我什么时候坑过你啊 只有你坑我好不好 南宫领理都不理他 一手端着淡花鱼糕 一手搂着叶木熙 失失然出了门 只剩下从地上爬起来的 既无旧 揉着额头 看着这两口子的背影 只想一个人静静 当天中午 一行人抵达悟患岛 虽然海天泽说 南宫预霄被他藏在无名荒岛 但是南宫领依旧把王宫翻了个底朝天 确实没有发现南宫预霄的身影 只找到一瓶宁心丹 和海天泽一同寻南宫预霄 势在必行 木熙 我怀疑玉霄可能还在误患岛上 等我们走了之后 你再找一找 南宫领看着叶木熙 说道 叶木熙有些担心道 等到了地方 如果有什么危险 你就先把海天泽扔岛上 放心 南宫领给他一个安慰的眼神 旁边的纪无就吃了一声 他们也真是厉害 走哪儿 哪儿都能结仇 这个海天泽到底怎么回事啊 要说是南宫领的情敌 怎么反而杀的是叶木熙 难道 他看上南宫领了 他就什么都不说 我跟他连面都没见过 也不知道他怎么非要杀我 叶木熙摊开手 肯定和木熙的仇人有关 杀他之前 我会审 南宫领眼中闪过一抹冷光 等找到南宫预消 海天泽就死定了 叶木熙没说话 其实心底已经有答案 他一直在想 兰若仙对付他的杀招在哪儿 最开始 叶宛柔出现 他以为是叶宛柔 后来沐北陵 既无旧 七二连三出现 每一个人 叶木熙都怀疑过 也都排除了 直到这一次 海天泽出现 很多接不上的零碎线索 拼凑成一条完整的线 梦醒草是诱饵 悟患海是陷阱 海物会使人出现幻觉 这就是兰若仙的杀招 之前叶木熙有些怀疑海物 但没确定 是因为海物只有南宫里没事 兰若仙这么害自己 他也会中招 但这次海天泽出现 叶木熙猜测 兰若仙和他是旧时 他也有宁心丹 不用拒海物 他把自己推下海 假装陷入幻觉 故意被世子所救 特意和海天泽装成互不相识 最开始 他打算用海物把自己弄死 但没想到自己没死 所以他又怂恿海天泽来动手 只是一切的一切 都只是猜测 没有证据 就连那缕鹰鹿 也不能证明 兰若仙那时候是清醒的 把他推入海 所以叶木熙什么都没说 他清楚 兰若仙在南宫岭心目中的地位 就好像 如果南宫岭告诉自己 叶红又杀了他 自己能相信吗 倒不是不信任南宫岭 但如果他这么说 自己肯定以为 他对叶红产生了误会 一样的 如果自己这么告诉南宫岭 南宫岭也会觉得 自己误会了兰若仙 只会打草惊蛇 需要证据 王宫 海天则一个人在密室里 收拾自己的金银珠宝 这些是南宫岭答应 让他自己收的 倒也没人阻止 国主 你为什么要去追杀表嫂 你怎么能这样 如果表嫂真的有什么 三长两短 我 你让我怎么跟表哥交代 兰若仙泪光连连 现在表哥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你怎么办啊 海天则看着他 眼神有些安慰 你在担心我啊 我们相交一场 要不是国主 我可能早就死了 你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如今 怎么办 国主 我有什么办法能救你吗 收拾再多金银珠宝 到时候你也逃不掉的 兰若仙焦急说道 他找了个帮忙审问的借口 来见海天则 难恭喜怕海天则对他动手 还特意守在门口 海天则笑了笑 我收拾这些 只是迷惑他们 以为我真的要走 仙儿 我很快就会回来 国主 你和表哥一起去找玉霄 以表哥的性子 找到玉霄 肯定不会给你活命的机会 你 你 你这样吧 你就把一切 推到黄府城的头上 你就说 你是被他威胁的 到时候 我再帮你求情 你 你也不至于死 兰若仙连忙说道 黄府城 他是谁 海天则皱眉 兰若仙说道 他是大前尘王 和叶木熙有仇 他曾经来过东海 假装来过乌幻海 也不引人怀疑 你就说 自己救了他 结果他得救后 胁迫你 控制你 你是被逼无奈的 看似 在给海天则寻找活命的机会 但实际 是送给海天则一个要杀叶木熙的借口 为什么要杀叶木熙 哪怕海天则不招供 但是表哥的心中 也已经怀疑了 需要一个完美的没有破绽的借口 黄府城 就是最好的黑锅 海天则果然记住了这个名字 望向兰若仙的眼神温柔 贤儿 谢谢你这个时候 还问我说想 这次要做的事情 有些危险 但我一定要你幸福 说着 海天则突然上前 一把拥住兰若仙 他从小就是国主继承人 要什么有什么 顺风顺水 也曾娶妻纳妾 王公粉带三千 唯独 没有遇到一见钟情的女人 直到兰若仙出现 第一眼 他惊为天人 想要将他占为己有 可是他的善解人意 体贴善良 温柔可人 让他无法强迫 他的一颦一笑 都牵动他的思绪 他太喜欢他了 愿意放他走 想要成全他 哪怕是牺牲一切 也想要他能幸福 要是没有遇见他 就这么浑浑噩噩过一辈子 永远也不会明白 深爱一个人是什么滋味 那就算一世平安无忧 又有什么意思 既然爱了 那就痛快爱了 所作随心 他高兴就好 他高兴 自己也高兴 所以 我高兴就好 不分对错 无论成败 兰若仙轻声道 国主 你不要做傻事 我现在就很幸福 过了一会儿 兰若仙从屋里出来 早就在门口按耐不住 差点冲进去的南宫喜说道 他说什么了 还是什么都没说 兰若仙轻声 兰若仙叹了口气 国主一直对我们很照顾 没想到 他是这样的人 真是 哎 仙儿 别不高兴了 走 我请你吃烤鱼 南宫喜连忙说道 兰若仙嗡了一声 跟着他走了 他已经知道 海天泽想做什么 当初流落乌幻海 海天泽曾经带着他 去各个荒岛三星 希望他能喜欢这里 有个地方 海天泽还特意提醒过他 乱走就是死 就是他 也只是仗着祖辈一些笔迹 知道怎么走出来 但也无法深入 他不知道玉霄在不在哪 那已经不重要 海天泽是想将表哥困在那里 自己回来 对付叶木熙 但是 现在叶木熙身边有冷寻 难攻喜 还有已经恢复了一半的姬无旧 他再带一批杀手回来 就真的能得手吗 兰若仙觉得 海天泽嘀咕了叶木熙 也嘀咕了世子 但是 他不会嘀咕 第一眉看了一眼怀中的宁心丹 兰若仙的眼中闪过一丝深沉 次日 南宫岭和海天泽一起走了 海天泽把悟患岛的国主令牌给了他们 普通百姓和侍卫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 这一群外来者成为了最尊贵的客人 有了令牌 在整座王宫畅通无阻 国主令牌就如同海天泽亲临 玉霄可能在南宫岭去的荒岛 也可能还留在悟患岛 那如果他在悟患岛 那会藏在哪呢 悟患岛的王宫 南宫岛翻过一遍 再加上叶木熙和纪乌旧这两个绝顶天才 依旧没发现可疑之处 一晃 已过去了十来天 悟患岛 我们都一寸寸翻个遍了 我看你别下飞功夫了 几乎就斜斜跨跨坐在海边的藤椅上 眯着眼睛远眺着蔚蓝色的海水 南宫玉霄应该是在南宫林所去的荒岛 哪有那么多灯下飞啊 叶木熙揉了揉眉心 你说的没错 把玉霄藏在乌幻岛 万一被世子发现 那可就麻烦了 乌幻海广大雾边 荒岛不胜枚举 藏在别的地方 反倒是安全 说不准再过几天 南宫里就带着南宫玉霄回来了 几乎就懒懒说道 被叶木熙拉着找南宫玉霄 他也是累得够呛 嗯 嗯 那边怎么有那么大的一艘海船 叶木熙伸了个懒腰 眼角的余光贴到远处礁石处 那里有一艘楼船 南宫莫出随口道 乌幻岛附近停了很多这样的船 看船的大小 样式华丽 应该是王宫里的船 去叫个人来问问 叶木熙说道 南宫莫出立即去叫侍卫 几乎就不有好笑 叶木熙 你是找人找的走火入魔了吧 乌幻岛翻个遍 现在连船都不翻过 没多久 南宫莫出带着一个王宫侍卫走了过来 因国主令牌的缘故 所有人对他们非常尊敬 知无不言 那船是怎么回事 似乎没见人用过 叶木熙指着海船说道 王宫侍卫恭敬打道 这是污换岛最大的海船 王室所住 速度极快 偶尔王室出海追吊 便会用到此船 王室的船 上去查查 叶木熙拍板 几乎就觉得自己头又疼了 叶木熙发现一个什么东西 就上去查查 之前这种情况 没有一百 也有八九十次了 但他也只是皱了皱眉头 跟着他一起去了海船 荒岛 灵一闲去采果子了 山洞里只有举着烤鱼的穆北灵 他微微眯着眼 哼着草原小调 悠然自得 细碎的脚步声传来 这么快就回来了 难道你出门 就撞果树上了 穆北灵随口说着 抬起头 但眼神落在对方身上 顿时一愣 出现在眼帘的 不是灵一闲 而是一袭长裙 温柔款款的女子 兰若仙 你怎么来了 看来离开乌幻海的方法 还真让你们找到了 穆北灵很是惊讶 随即脸色恢复寻常 南宫领的 他以为 是南宫领带着兰若仙等人 一起过来的 叶木熙倒是想用宁心丹 把灵一闲换回来 但是因世子不在 穆北灵的武功太高 无人能克制 所以就暂时延缓了 打算等世子回来 再来交换灵一闲 现在灵一闲 虽然和他在一起 但二人都被困在荒岛 相对安全 表哥去找玉霄了 我一个人来的 兰若仙看着他 勉强绷着一脸平静说道 穆北灵很意外 眉峰挑起 看着兰若仙的眼神 就像是将他的衣服 剥光了一般 毫不客气地在他身上 扫来扫去 看来我很让你满意啊 竟让你魂牵梦绕 偷偷来和我私会 说着 穆北灵一把攥住 兰若仙的手腕 用力一扯 兰若仙就摔进了 他的怀中 穆北灵 你放尊重点 我有办法让你离开乌幻海 我是来和你谈条件的 兰若仙板着脸 冷若冰霜 穆北灵牢牢将 兰若仙禁锢在怀中 修长的手指 顺着脖梗处的衣领 滑入进去 肆无忌惮地 在他如雪的身体上 蔓延柔挫 我有人质 用不着跟你谈条件 你最好 是让我离不开误幻海 正好 我就天天在这里 让你 穆北灵的薄唇 贴上兰若仙的耳垂 弯起一抹邪恶的弧度 爽个够 兰若仙气得满脸通红 但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你难道不想入住中原了 我有办法帮你 穆北灵随口应了一声 并没有停止侵犯 兰若仙有点慌 连忙急切说道 现在皇帝健在 不管陈王和英王怎么闹 京城局势都相对平稳 大部分中立派大臣 也只是隔岸观火 只有皇帝突然驾崩 又没有定下继承人 两个皇子才会最快 最狠地斗在一起 京城所有的世家 也才能无法避免地参与进来 就是南宫家 也不能幸免 一旦皇帝驾崩 京城一团乱举 皇子互不相让 大前必然一片混乱 穆北灵的动作一顿 你有办法杀了皇帝 我有 我可以帮你杀了皇帝 兰若仙望着穆北灵 语气肯定 一字一句 但我有个交换条件 你去乌幻道 杀了叶木兮 听起来似乎不错 用皇帝老儿的命 换叶木兮一条命 穆北灵没风轻调 看着她的眼神深邃 仙儿 你还真不愧是我挑中的女人 穆北灵不担心她做不到 这个女人深不可测 更不担心她反悔 如果她出尔反尔 那她就把一切告诉南宫里 让兰若仙在京城再无立足之地 只能来墨北找她 怎么样 只要皇帝死 皇位后继无人 大前分裂内乱 就是你入主中原最好的时机 统一天下 统一天下 只日可待 太好了 除掉叶木兮这个心腹大患 有南宫领在 就是大前内乱 穆北灵也没那么容易得偿所愿 这是宁心丹 吃了可以不去海屋 兰若仙拿出瓷瓶 倒出一枚宁心丹 递给穆北灵 穆北灵 接过宁心丹 却没有吃 而是挑了挑眉 再来一枚 干什么 兰若仙不明 所以 穆北灵你一眼 找个人嗜毒 万一 你在这里面下了药 我的小宝贝 你的心机 本寒 可不敢掉以轻心 我要你对付叶木兮 怎么可能下药 兰若仙醋眉 虽然他确实很想 在宁心丹里插点东西 但无奈 这药丸已经成形 他也不懂配药 不知道怎么加料 治我于死地 你肯定舍不得 但是加点控制的药 谁也说不准 穆北灵野眸一眯 伸出一只手 拿来 兰若仙无语 但还是在给了他 一枚宁心丹 穆北灵两颗宁心丹落手 突然向着洞口扬声叫道 偷听了这么久 还不进来 要我亲手抓你吗 兰若仙脸色一变 谁在外面 沉默半晌 洞口响起一阵 嬉嬉嬉嬉嬉声 一个抱着草篓子的素衣女子 走了进来 她穿着一袭浅蓝色的长裙 闲响安静的模样 墨发上只有一只树发的木簪 犹如一朵小野花 开在风雪里 冬月的天气很冷 她抱着一个草篓子 双手动得通红 正是去采果子的灵衣衔 她刚刚回来 就听见里面的说话声 连忙躲在外面偷听 没想到 穆北凌的耳聪慕明 早就发现了她在外面 是你 兰若仙看着灵衣衔 柳眉粗气 她不希望任何人 看见她的这一面 穆北凌 你要是告密 我就无法把你杀皇帝 兰若仙淡淡说道 穆北凌扯了扯唇角 放心 她没机会告密 女医 过来 她似乎不屑于 记住她的名字 自从流落荒岛 没正儿八经 叫过她几次 灵衣衔警惕地 看着兰若仙 但知道 自己在穆北凌面前 压根没有逃生的希望 还是老老实实 走到了她的面前 心中快速想着 活命的法子 没想到兰若仙 带着能克制海物的 宁心丹来了 更没想到 她竟然要利用穆北凌 暗害叶母西 她肯定要杀自己灭口 吃了 穆北凌将一枚宁心丹 递给灵衣衔 顿了顿 又说道 迟着先检查一下 嫌疾有没有下毒 说不出 兰若仙简直不想跟她说话 但灵衣衔还是接过 宁心丹 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 说道 没有毒 这宁心丹的主料 应该是类似香山树的东西 吃了 穆北凌不耐烦打断她 她才没兴趣知道 这玩意儿怎么做的 灵衣衔看了一眼 兰若仙 将宁心丹吃了下去 穆北凌掐住她的手腕 真气在她体内走了一早 灵衣衔也又给自己检查了一遍 确实没毒 可以放心了吧 兰若仙柳眉扭成疙瘩 穆北凌这才吃下自己那一枚 杨手一砍 就将灵衣衔打晕在地 你稍等 我去处理一下 穆北凌割下这句话 一手扛起灵衣衔 向着洞外走去 没过一会儿 穆北凌就回来了 兰若仙已经整理好了 被她弄乱的衣衫 递给她一份地图 嗯 这里就是乌幻岛 你要尽快 还不知道表哥那边 是什么情况 说不准 她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好 穆北凌接过地图 突然一把搂住她的腰 将她按在墙上 你干什么 兰若仙猪不及防 吓了一跳 穆北凌薄 穆北凌薄唇微条 公事办完了 该说点私事了 小宝贝 谁给你那么大胆子 在我面前和南宫里 没来眼去 你 你 你别太过分了 我只是跟你合作 又不是你的谁 兰若仙心底咯噔一下 脸上的震惊快要崩塌 她一向伪装的完美 就是骗人送死 都笑得优雅自若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但每次遇上她 都落在下方 她看清了她的一切阴暗 很清楚 她不是那个 别人所爱慕的白莲花 她的城府 她的阴谋 她的狡猾 她的狠辣 她都看在眼里 她当然不是好人 像她这样的人 喜欢一个白莲花 才叫好笑 她压根看不上 那些温柔善良的女子 偏就看中了这么一个 跟她一样 坏得不择手段的女人 她们才是同类 南宫领跟她太不合适了 看来你这么快就忘了 当初在漠北草原 你是怎么在我身下 叫我夫君的日子了 没关系 现在认识到错误 也不晚 沐北凌眼中闪过一抹 蠢蠢欲动的情欲 封住她的唇 兰若欣拼命挣扎 拳打脚踢 却只是徒劳无功 为了让她顺从地叫一声夫君 这一夜 格外漫长 清早阳光洒落 兰若欣的嗓子哑了 脸上满是泪痕 赤身裸体瘫在她的怀中 裸露出的肌肤上满是伤痕 手中握着金钗 恨不得刺死她 想到叶木曦 才生生忍了下去 就在这种怨毒的目光中 慕北凌缓缓睁开眼睛 这么期待地看着我 继续 兰若欣连忙垂下眼眸 语气勉强平静 我是借口和南宫喜 出来找玉霄 才跑出来的 我再不走 她醒了发现我不在 又发现船停到了 这个荒岛边 那就麻烦了 好 我准许你回去 但是你记住了 离其他男人远一点 不然 慕北凌的眼神 在她身上扫了扫 威胁不言而喻 兰若仙此时非常乖巧 我知道 那我先走了 说完 勉强维持着雍容的作风 捡起地上的衣衫 一件件穿起来 上次是被慕北凌抓了 她毫无反抗之力 这一次 明明是来谈条件 有筹码 却依旧不是她的对手 从今以后 若无必要 兰若仙真的不想和慕北凌 有一丝一毫的牵扯 倒是慕北凌眯着眼睛 欣赏着她穿衣服的优雅姿态 舔了舔唇脚 意犹未尽 仙姿 你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没门 兰若仙一离开山洞 就向着海滩边跑去 心中的屈辱 几乎要把她淹没了 到了海滩边 船上的南宫喜依旧熟睡 她在路上就被兰若仙迷晕 压根不知道来到了这里 兰若仙上船 将船划走 直到隐没海雾之中 彻底看不见海岛的痕迹 兰若仙才忍不住 扶在桌上痛哭 可恶 慕北凌 太可恨了 除掉夜幕熙 下一个 就是你 那刀怎么没把你捅死 可恨 仙儿 你哭什么呀 怎么了 迷迷糊糊醒来的南宫喜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药效时间到了 兰若仙擦了擦眼泪 哑着嗓子说道 我 我想到找不到玉霄 心底难过 一时难以自持 没想到把你吵醒了 刚才也不知道怎么 就是犯困 我睡了多久啊 怎么天都亮了 南宫喜看着天色 虽然大雾弥漫 但白天黑夜 还是能分辨 你睡了一晚上 我也刚醒 兰若仙脸上只剩下淡淡的愁思 南宫喜关切说道 你声音怎么变成这样了 嗓子都哭哑了 别哭别哭 我们肯定能找到玉霄的 你别哭坏了身子啊 喜三哥 我有点头晕 先回房休息了 兰若仙咬唇说道 南宫喜点点头 好好休息 船上有我呢 别担心 我们一定会找到玉霄 海岛上 慕北陵站在高处山峰 看着兰若仙上了船 看着海船渐渐远去 进入乌幻海 失去踪影 久违的感觉 这女人还是一样的绝 但怎么把她弄哭 她就这么兴奋呢 慕北陵想了想 觉得自己是一个变态 轻挑地吹了一声口哨 慢悠悠下山 一棵大槐树下 灵依贤昏迷不醒 慕北陵食指在她眉心 狠狠一点 灵依贤疼得啊的一声 醒了过来 你你你 我 灵依贤有点懵 昨天眼前一黑 她以为自己死了 你想死还是想活 慕北陵挑了挑眉 灵依贤看着她 缓了一下反应过来 连忙说道 你想干什么 你真的要杀慕西 慕北陵 你这么做 世子也不会放过你的 你不要想不开 还是趁世子不在 赶紧回你的墨北吧 慕西有个三长两短 世子跟你拼命 你何必呢 慕北陵眉头一皱 这女人 有没有听她说话 我看出来了 你喜欢兰若贤 那你就更不能杀了慕西 我跟你说 现在世子也有慕西 兰若贤没机会 这要是慕西没了 兰若贤说不准 马上就上位 到时候她嫁给世子 成了世子妃 你就开心了 你真的不能答应她 兰若贤没注意到 慕北陵的表情 小之以情 动之以理 她真的慌了 世子不在 慕北陵去误患道 谁能挡 话还没说完 慕北陵已经一手 捂住了兰若贤的嘴 憋得她满脸通红 只能呜呜挣扎 你是不是想死 这么多废话 慕北陵警告地 瞪了她一眼 这才松开手 灵依贤咬唇 我也是为了你好 对不对 你要是想和兰若贤在一起 不如我帮你啊 你不要对付慕西 开口闭口都是叶慕西 她是谁啊 对她这么好 幸亏不是一个男人 不然本寒 还以为是你的老相好 慕北陵吃了一声 灵依贤默默说道 慕西帮过我 没有她 就没有现在的我 现在是没有本安 就没有你 要不是我 就你这水性 早死了起回了 慕北陵斜了她一眼 拉着她的手 就往外走 这个倒不能住了 你去一个荒岛等我 啊 等你 干什么 慕北陵懒的解释 罪话那么多 跟我走 哦 灵依贤应了一声 突然又想起来 对了 我刚跟你说的 你考虑一下 不要对付慕西 我帮你追兰若贤好不好 我真的 绝对帮你追到她 说得你好像 都有经验一样 自己都没嫁出去 给我闭嘴 可是 还有 本汉从来不追女人 看中的女人 本汉直接想 岛上有一艘船 是之前闲着没事 他们二人坐的 已被离开之虚 把灵依贤 扔在一个荒芜人烟的 陌生荒岛后 慕北陵记下位置 去了雾幻岛 就灵依贤一个人 想离开荒岛 起码得花半个月时间 坐船 那时候 她已经办完事回来了 不能放任 灵依贤回到京城 否则 就暴露了 兰肉仙的计划 慕北陵还不太 想杀了她 有一个她 做人质也不错 慕北陵给自己 找了个借口 一路去雾幻岛 乌幻岛的另一片海域 荒岛 这里暗礁丛生 天然有一个八卦阵法 做掩护 这是山岛 整座岛都是一座山 南宫玉霄就在这座山里 海天泽说道 南宫里没封一条 来路 之前说好了 我带你来这儿 我不进去 海天泽立即到 你看见那条道了吗 你顺着道进去就是 南宫里二话不说 提起海天泽 直接往那条路上一扔 海天泽腾空而起 重重摔在地上 而就在此时 不知哪里飞出来的暗箭 四面八方飞射而出 海天泽一个打滚 躲在了一角 堪堪避过 而他原来所在的那块地 已经被一堆暗箭 插成了刺猬 你骗我 南宫里挑了挑眉 语气淡漠 海天泽吓得后背一身冷汗 还好他对这里熟悉 不是 这里有一个手传阵法 但是南宫玉霄 真的在这里 海天泽颤颤巍巍说道 南宫领看着眼前的阵法 眸光深沉 生沙大阵 有死无生 你 带路 生沙大阵 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阵法 四面八方都是死 只有中间是生 若说南宫玉霄被藏在了 这生沙大阵的中心 唯一的生门 倒也有可能 海天泽心里咯噔一下 他仗着祖背笔记 对这个阵法也只是略有所知 没想到南宫领一眼就认出了 知道这地方大凶还敢进来 但此时 骑虎南下 海天泽只能带着南宫领在外围绕圈子 才刚走完一圈 南宫领的匕首 搁在了他的脖梗上 进去 海天泽勉强说道 我 我们是在里面啊 生沙大阵 七七四十九层沙阵 生门 在沙阵中心 现在还是第一层 根本没进去 南宫领冷冷说道 眼中杀金凛然 海天泽彻底认栽了 南宫领竟然连这都知道 没法糊弄 那就只好来点狠的 死了也只能算他运气不好 想到这儿 海天泽虚假笑道 是这样的 这阵法很难 我有点忘记了 走了一圈 想起来了 往这边走 依旧是海天泽带路 南宫领其后 在其中一个分岔路口 海天泽突然一脚踢在旁边的一块石头上 自己一个驴打滚 落到一边的岔路上 下一刻 南宫领所踩的这块地 整个陷落 变成了一个毒烟弥漫的深坑 这还不算完 两边无数的飞镖 嗖嗖射入毒坑 我本来还想留你一命 但你非要逼我 那我只能 海天泽冷笑一声 走到陷阱边 正想看一下南宫领是死透了 还是重伤 突然坑里一条银色铁链甩出 一把捆住海天泽的腰 将它扯住了毒坑 而就在海天泽落坑的时候 一袭红衣的身影 飞升而出 轻飘飘落在坑边 红衣未染尘埃 衣角未算分毫 他发现 这是伤杀大阵 就算到了 海天泽会利用对这里的熟悉 坑害他 早有防备 而且这个陷阱 毒烟对他无用 有心之下 飞镖也闭得开 海天泽先是一阵晕眩 随即哈哈大笑 含笑九泉烟 会令中毒者一直大笑 直到笑死为止 你 竟然没事 该死的 还读不起 海天泽笑得 上气不接下气 南宫灵 只是居高 灵下看着他 玉霞在哪 交出来 我让你死得痛快 南宫玉霞 就在这个阵法的中心 你进去啊 我就是笑死 也不告诉你 出去的办法 海天泽一边笑 一边说道 他其实根本进不去 但是自己被南宫领 害成这样 自然也要坑南宫领一把 南宫领却没轻易上当 是吗 生沙大阵 越是靠近生门 又危险 你要是真的能进入生门 就不会在第二层对我下毒手 而是会选最后一层 第四十九层的机关暗器 比第二层凶险数百倍 顿了顿 南宫领的眼神中 寒光如冰 玉霞 在哪儿 这都被你发现了 是 我确实进不去 南宫玉霞 当然就在乌幻岛了 海天泽笑得肚子疼 肠子都感觉打结在一起了 他现在只想一死了之 太痛苦了 颤颤巍巍捡起地上一柄飞镖 就要自尽 你为什么要对付我夫人和玉霞 南宫领盯着他 手中一柄荧光闪过 银叶子打掉他的飞镖 不给他自杀的机会 海天泽还要再剪飞镖 但又是两抹荧光闪过 他的两只手的手巾都被钉断了 无力垂落 连剪把刀自杀都做不到 哇 是皇妇臣之事 杀了我 你杀了我 海天泽笑得痛苦不堪 一心求死 皇妇臣 皇妇臣竟然和悟患还有关系 玉霞在悟患打哪里 南宫领问道 话音刚落 突然一阵地动山摇般的晃动 滚滚石头落下 怎么回事 只见整座山似乎要炸掉了一般 颤动得十分厉害 海天泽还在狂笑 笑得说不上话 一个身影从山里急匆匆跑了出来 一边跑一边大呼小叫 天哪 唐叔子前辈太坑了 都不提醒一下你在世上的唯一传人 这里竟然是做沉睡的火火山啊 娘啊 要命了 要死了要死了 本公子英俊潇洒 玉树临风 尚未成亲取心 怎么能死在这里啊 救命啊 这里鬼都没有一个 只要能救我 奔上一身相许 八娘啊 岩浆来了 只见在这个人影身后 滚滚红色岩浆 就像是缓缓流动的羊奶 凡是他所路过的地方 全部被岩浆吞没 南宫岭通过这个声音 认出了这人是萧子耀 只见他手中捧着一盆花 屁股后面跟着滚滚岩浆 以他的轻功 已经快要被追上了 有人 南宫岭 落天开眼 救命啊 萧子耀大喊 以南宫岭这么冷傲的性子 听见了他之前那段话 也是一脸黑线 听了你的话 并不想救你 喂 我可是你夫人的好友 你解死不救 你还是人吗 萧子耀都快哭了 岩浆已经有几滴 溅落在他的后背 但此时他顾不上腾 再慢一点点 就要被岩浆吞噬 话虽如此 其实南宫岭在看见他的瞬间 已经足渐一点 速度飙到极致 整个人如离弦的剑 快到只能看见残影 面对滚滚而下的岩浆 冲上去 直面岩浆 可比背对着的萧子耀 恐怖多了 但他英俊的脸 依旧面无表情 泰山崩于顶 而面不改色 在几乎要撞到岩浆上的时候 南宫岭一把提起萧子耀 声声拐了个弯 往回飞 岩浆追着他们二人而下 绝世轻功运行到了旗帜 几个瞬息二人到了海边 落在船上 岩浆的热浪 一直覆盖到了海滩边缘 总算活过来了 萧子耀喘了口气 有气无力说道 谢谢你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对了 我找到了梦醒草 休然有救了 南宫岭的视线 落在那盆花上 和笔记里描述的梦醒草 一模一样 这一下 他们来悟患海的目的 终于达到了 接下来 只需要找到御霄 就可以回京 绝无患道 南宫岭说道 萧子要一愣 什么悟患道 那是什么地方 对了 沐昕呢 他怎么没跟你在一起 海天泽狂笑不止 直到岩浆覆盖而下 将他掩埋 瞬间吞噬了他的身体 尸骨无存 但好歹死了个痛快 贤儿 最后还是没能做到 但我尽力了 生来痛快 死也痛快 爱你痛快 走也痛快 来世 再见 悟患道 楼船反起 高有三层 标凉化洞 美轮美奂 豪华精致 叶木熙沿着船走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叶木熙醋眉 整个悟患道 都被我们找了一遍 还能在哪呢 难道玉霄 真的不在这里 也许不是邓夏黑 几乎就懒懒的 叶木熙也有些泄气 看来只能寄希望 世子那边了 等会儿 灯夏黑 似乎漏了一个 关键的地方 他们现在在的 这艘海船上 岂不是就有个灯夏黑 船板下舱 这下面 叶木熙的眼神 落在甲板上 立即到 下去茶 一般船板下舱 都是用来存放一些货物的 也有客船 为了多拉几个客 会夹带坐船之人 刚刚撬开船板 走下去 两边都愣住了 里面两个岸位 立即举刀冲了上来 他们也没想到 竟然会有外人 找到这个地方 纪乌旧和冷寻 一人一个 当场几个回合 就将人收拾了 而这个船舱 比叶木熙想象中的 还要大 里面整整齐齐摆放着 无数的千年 香山树原料 还有一些明星单 而在这些东西 最里面有个牢房 一个女子 被绳子绑着 昏倒在地 玉霄 叶木熙失声 三两步冲到她的面前 手指比在她的鼻翼间 有呼吸 还好只是昏迷 四日早晨 南宫玉霄 行转过来 映入眼帘的 不再是暗无天室的牢房 而是一间陌生的 装饰华丽的宫殿 海天泽 你这个混蛋 有本事 你就杀了姑奶奶 南宫玉霄虚弱骂道 叶木熙端着一碗 山汤走了进来 玉霄 你醒了 嫂子 怎么 是你 南宫玉霄很惊讶 叶木熙便把事情大致和她说了一遍 南宫玉霄急到 海天泽是骗哥哥的 完了完了 哥哥肯定有危险 鬼知道她把哥哥骗到哪里去 嫂子 我哥他们走了多久 半个月 叶木熙顿了顿 又说道 不过你放心 我相信世子 海天泽不怀好意 但是 他肯定能发现的 其实他心底也担心南宫玲 但是面对玉霄的担心 反而要装成没事人一样安慰 再过一段时间 南宫玲还不回来 他也要想办法去找了 嗯 也是啊 我哥哥那么厉害 他肯定不会有事的 南宫玉霄气势满满说道 这才捧起身汤 咕噜噜喝了一大口 嫂子 谢谢你救了我 对了 你有没有事啊 我看那海天泽 好像是在找你 他审问我的时候 还说 可惜不是你 叶木熙笑着摇摇头 没事 有你哥哥在 我怎么会有事 哦 也对啊 南宫玉霄挠挠头 继续咕噜把身汤喝了 南宫玉霄被关了一段时间 身上有被审问时 殴打的伤痕 不过那海天泽很看重这个筹码 也没下狠手 不算太严重 就是身体虚弱 需要好好休养 安置好了南宫玉霄 叶木熙也微微松了口气 现在玉霄找到了 就希望世子能平安回来 此时 这乌幻岛上 只有叶木熙和 既无旧冷寻三人 南宫莫出去 接叶霄白他们 而南宫玉和兰若仙 寻找玉霄未归 夜色更深了 屋中的烛火熄灭 一道黑色的身影 悄无声息 出现在了窗户边 看着屋中的人陷入沉睡 又看了一眼宫殿上的牌匾 梅 确定是叶木熙所住的宫殿 无误 穆北陵 悄无声息地潜入房间 烟织色的床蜊 只映照出一个睡着的人影 穆北陵一手掀开床蜊 手中的匕首 闪烁着冰冷的寒光 冷冽 嗖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匕首刚刚落下的瞬间 突然一抹荧光闪烁 同样一柄匕首 可挡住了赐下来的利刃 这速度 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能有的 而也就在这一瞬间 穆北陵终于看清了床上睡着的人的脸 桃花眼 面容英俊 喜无救 中计了 不过 穆北陵听兰若仙说过 既无救现在只恢复了五成的功力 也不拒 但跟他纠缠起来 必然会惊动叶母系 打草惊蛇 所以 当场就往外走 而就在他刚刚跑出门的时候 一把白色粉末扑灭而来 这是 不好 穆北陵含毛乍气 猛然察觉到了这把白色粉末的厉害 身体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 声声一扭 暴退数米 那白色粉末给他一种沾之必死的感觉 他的感觉没有错 因为这白色粉末就是萧子药解开机关锁之后 获得的唐门毒药 销魂散 虽然避开了销魂散 但他暴退数米 直接就退到了姬乌旧面前 姬乌旧岂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在他退过来的时候 手中锋利的匕首 对准他的后心窝 狠狠一通 刀刃抵着血肉 穆北陵察觉到了身后的杀机 再次闪身一躲 但是他刚刚躲开销魂散 此时是旧力用尽 而心力未生之时 来不及躲开 匕首只能微微偏移 咔嚓一声 斜插而没 贴着心脏插入胸腔 刺了个通透 鲜血四剑 穆北陵当场重伤 哼 冷寻在第一时间炸开烟花 瞬间吸引了众多的王公守卫 起来护驾 无数的守卫围拢过来 灯笼将宫殿照得恍如白昼 姬乌舅和冷寻二人 一前一后围攻 没想到竟然是你 穆北陵 谁给你的宁心丹 姬乌舅挑了挑眉 桃花眼微眯 自从南宫临走后 姬乌舅就悄悄和叶木戏换了房间 就是为了以防有人行刺叶木戏 前两天把御霄救出来 确定海天泽是故意骗走南宫临后 叶木戏更是把冷寻都派到门口巡逻 就是怕海天泽的后手 但是没想到来的这个人 让姬乌舅很意外 穆北陵狼一般锋利的眼神 落在他的脸上 冷冷说道 看见你 本寒也很吃惊 什么时候圣火教主 变成叶木戏了 他虽然重伤 但几乎就只剩下五成功力 加上冷寻 穆北陵还是稳战上风 不过只要继续拖延下去 伤势越来越严重 那就是局势逆转之时 不需要多说 姬乌舅和冷寻都是高手 已经打定主意 拖延穆北陵 可穆北陵又岂是蠢人 这次伤得极狠 继续拖延下去 伤势越来越重 到时候就不是他们的对手了 必须要速战速决 没必要跟他们浪费时间 穆北陵一边打一边跑 纪乌舅和冷寻紧追不舍 从宫殿里打到宫殿外 越来越多的王宫侍卫冲过来 但都不是穆北陵的一和之敌 绝世高手的厉害 非同一般 穆北陵狠狠一脚踹过去 冷寻倒飞落地 再一掌拍过去 纪乌舅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只恢复了五成 轻不够用 纪乌舅暗骂了一句 又迎了上去 两人轮次受伤 才生生牵制住了穆北陵 剩下那些守卫 压根起不了作用 弓箭手怕误伤 也不敢乱放箭 小心 你们小心啊 叶母席担心喊道 穆北陵一下就看到了赶过来的叶母席 一袭白裙的女子 在一众守卫中非常醒目 立即舍了纪乌舅和冷寻 向着她冲过去 她的轻功提到了极致 快得冷寻和纪乌舅都拦不住 只能看见一个影子 仿佛顺移一般 瞬间就出现在了叶母席面前 叶母席一双水汪汪的眼眸满是惊慌 仿佛是吓懵了 穆北陵唇边勾起一抹嘲讽 让南宫里魂牵梦绕的女子 不过如此 将死之人都是这副表情 但是下一刻 铺天盖地的荧光向着她射过来 犹如一场急风暴雨那般迅猛 又好像是春日微风拂过 速速而落的梨花 快到了极致 竟然给人一种优雅缓慢的感觉 那是暴雨梨花针 穆北陵关键时刻 只剩下拼命护住要害 但无数的银针默体而入 生生被扎成了刺猬 叶木熙脸上的惊慌 只是昙花一现 瞬间就恢复了一如既往的冷静 往后退了一步 面无表情看着她 穆北陵此时也明白过来 刚才叶木熙是故意吸引她的注意 以自己为诱饵 她身受重伤 再看见她的第一眼 就会冲上来取她的性命 速战速决 她以为自己没有给叶木熙准备的机会 但其实叶木熙已经准备好 就等她冲过来的时候 动手 纪无旧和冷寻 几乎同时赶到了叶木熙身边 将她挡在身后 穆北陵感觉自己身体里 不少穴道和筋脉都被银针伤了 也就是她 换成一般的高手 此时已经丧命 穆北陵深深看了叶木熙一眼 知道此时的她已经无法取叶木熙的命 足间一点 转身就往外跑 追 不能放过她 以前还在她手上 不能让她回去 叶木熙连忙喊道 姬无旧看着她点点头 我去 冷寻留下来保护叶木熙 王公守卫在姬无旧的率领下 浩浩荡荡追了上去 弓箭手这时候发挥了作用 一片剑雨 从王公一路追杀到了海边 终究是失去了穆北陵的踪影 像穆北陵这种级别的高手 就算是重伤 要留下她的命也很难 姬无旧说的 叶木熙急了 赶紧去接遗贤 穆北陵有了宁心丹 遗贤可能已经出事了 但是少一个人保护 你就危险了 姬无旧皱眉 此时南宫喜不在 这里只有他们两个高手 万一海天泽还有什么其他后手 叶木熙就太危险了 我跟你们一起去 就算危险 我也要接遗贤 叶木熙道 姬无旧思存了一下 说道 好 反正在乌幻海上 谁都看不见谁 说不准还能安全一些 当天 带上玉霄 一行人离开乌幻岛 一起去找灵雨显 但是 那座荒岛已经人去楼空 没有灵雨显的踪迹 叶木熙他们沿途寻找 未过 无名荒岛上 沐北陵给灵雨显留了很多物资 倒是不至于饿死 只是她一个弱女子 坐一艘船太难 这么多天才砍了几根木头 像往常一样去海边换衣的时候 灵雨显突然发现 海边多了一艘船 而沙滩上 有一个人影 走进了一看 一袭黑衣的人浑身是血 沐北陵 沐北陵 你怎么了 灵雨显吓了一跳 连忙拿出一根银针 扎在她的眉心 沐北陵刷的一下睁开眼 看见是她之后 艰难说道 给我治伤 你 你是不是去刺杀沐西了 沐西呢 你 你告诉我沐西怎么了 灵雨显一边给她把脉 一边着急问道 突然 灵雨显看着她的伤势 脸色一变 这是 暴雨梨花针 你身上的针 是暴雨梨花针 你对沐西出手了 你会告诉我 沐西怎么了 给我走 给我治伤 否则 我杀了你 沐北陵勉强移动 还能用的右手 一柄匕首 横在灵雨显搏梗上 灵雨显见她如此 以为叶沐西已经被她杀了 眼眶通红 泪如雨下 你杀了我吧 我不救你 你杀了沐西 我就是死 也不救你 曾经被她那么对待 都没掉一滴眼泪 为了活下去 可以忍受被她各种折磨 但是此时 她死都不救她 这傻女人 不是很惜命的吗 怎么现在这么不要命了 滚烫的眼泪 一滴滴砸在她的脸上 有一滴落在她的唇盼 贤色的 等她死了 会有人为她掉眼泪吗 兰若仙那个女人 肯定不会 回过神 慕北凌觉得自己和这个女人待在一起 精神都受影响了 以前的慕北凌 可从来不需要想这些东西 别哭了 吵死了 慕北凌皱起眉头 没好气说道 叶沐西没死 灵依贤恨恨恨看着她 你骗我 暴雨梨花针是慕西保命的暗器 不到生死关头 她不会用 你看你身上的伤 她都用暴雨梨花针了 肯定是你杀了慕西 我要为慕西报仇 蠢死了 本还用不着骗你 我没杀她 到时你 再不给我治伤 我就杀了你 慕北凌很不喜欢 她这种眼神 怨恨地看着她 让人格外不舒服 真的 灵依贤梨花带雨 睫毛上还沾着泪珠 很是殷切地看着她 慕西真的没事吗 那她伤得重不重 要不要紧啊 你发誓 你说的都是真的 慕北凌快要被她气死了 牙齿咬得咯之响 要不是看在这女人 是个女医的份上 自己就掐死她 啰嗦 还敢要她发誓 她没事 我发誓 我要是说谎 你就架不出去 慕北凌横眉冷对 灵依贤猝不及防地无辜 我嫁不出去 简单包扎后 没有停留 慕北凌就带灵依贤走了 还物遮掩了一切 成了天然的屏障 慕北凌 你为什么要带着我一起走啊 灵依贤猝眉 有点好奇 你怎么不杀我灭口 兰若仙那时候也是要你杀我 对不对 慕北凌冷漠说的 我受伤了 需要一个大夫 不是啊 我说的是你受伤之前 最简单就是杀我灭口 免得我被慕西找到 现在又要带我去漠北 那就更麻烦了 万一 我跟慕西通风报信呢 灵依贤问道 他百思不得其解 慕北凌锋利的眼神盯着他 你的意思是 你想死 不是啊 不是不是 灵依贤连忙摆摆手 慕北凌冷哼了一声 那就给我闭嘴 灵依贤满肚子疑惑 没敢继续再问 他当时就做好了准备 刺杀叶木熙后 带他去漠北 为了以防中途 被叶木熙他们找到 才把他另外安置一个荒岛 去了漠北 住在本寒的王宫 你没有机会给任何人报信 慕北凌冷冷说道 灵依贤有些惊讶 啊 让我住王宫啊 不是牢房 如果你想 我可以满足你 慕北凌横了他一眼 灵依贤连忙摇头 不想不想 你给本寒记住了 现在你是本寒的俘虏 就有点做俘虏的觉悟 闭嘴 否则 本寒就杀了你 慕北凌冷冷说道 灵依贤呜了一声 原来俘虏的待遇这么好 还能住王宫 正在此时 突然前方出现了一艘船 因海雾的困扰 两船离得极近 才发现了彼此 对方船上是南宫喜和兰若仙 慕北凌 灵依贤 你们怎么在这 南宫喜满是惊讶 兰若仙也很惊讶 他算算日子 慕北凌应该已经完成任务了 但是 本该被灭口的灵依贤 怎么还活着 兰若仙是 灵依贤一看见南宫喜 连忙抓紧机会大声说道 但是才说了几个字 就被旁边的慕北凌 一把捂住嘴巴 灵依贤用力挣扎 手指着兰若仙 一脸急切 南宫喜看得莫名其妙 慕北凌一手搂着他 反捂着他的嘴 另一手攥着他的双手 薄唇靠近灵依贤的耳边 慢条丝里说道 蠢女人 你再多说一个字 我就只能杀你灭口 灵依贤缩了缩脖子 没敢异动 只能用眼神一直凶狠的邓兰若仙 希望南宫喜能看懂他的眼神 但南宫喜显然没明白 怒喝道 慕北凌 你住手 你放开灵依贤 回去 给南宫里带一句话 大前江山 我要定了 慕北凌冷冷说道 南宫喜倒是有几分少年热血 说道 你放了灵依贤 我大人质 跟你交换 你 慕北凌挑眉 南宫喜毫不犹豫 别碾头 对 就是我 我是南宫家三少爷 身份尊贵 比他有用多了 以后你想跟我兄长谈条件 也更有分量 灵依贤懵了 没想到南宫喜这个小霸王 竟然这么一波云天 虽然一路同行 其实一路上都没说过几句话 但南宫喜 竟然可以对一个不熟的女子 如此善良 为什么 你跟他 有什么关系 慕北凌扫了一眼灵依贤 很不爽 南宫喜说道 不熟 但一个弱女子 落在你手中 我不能见死不救 喜三哥 你 兰若仙扯了扯他的衣角 有些担心看着他 南宫喜看着兰若仙 冲着他安慰一笑 仙儿就是落在慕北凌手中 却被他玷污了 慕北凌就是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不能让灵依贤再被他糟蹋 看见被带走的灵依贤 就想起仙儿 南宫里心底狠狠一痛 换了自己当人质 说不准还有机会 替仙儿报仇 仙儿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南宫喜看着他说道 他们二人都是压低了声音说话 对面船上的慕北凌没听见 但是看他们耳边撕磨 刚才的不爽又不爽了几分 不换 这么娇滴滴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 换你干啥 我又不耗这一口 慕北凌轻蔑说道 南宫喜怒道 你 现在 他是我的俘虏 想英雄就美啊 来啊 墨北等你 慕北凌痴笑一声 慕北凌有伤在身 没有直接对南宫喜动手 而南宫喜忌惮他手中的人质 也无法动手 双方没有打起来 最终 只能眼睁睁看着慕北凌离开 等走了 慕北凌才松开手 还看 怎么 刚才那小子为你出头 你就看上人家了 慕北凌眼神危险 灵依贤收回自己的视线 他是在想 以现在这个距离 自己大吼一声 对方能听见了吗 看起来 不能 算了 谁 你说南宫喜 他可是静安侯府的少爷 什么看上不看上的 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灵依贤不有好笑 慕北凌哼了一声 你知道就好 你这种什么都比不上 先机的蠢女人 是不会有男人看上的 行行行 你的先机最好 我祝你们早日成婚 早生贵子 灵依贤嘀咕了一声 不打算跟他计较 自言自语道 不过还真的没想到 脾气这么坏的小霸王 竟然会救我 其实他心里不坏 对我这个萍水相逢的人 都能援手 欣赏之情 油然而生 慕北凌不爽道 给我还药 早上才患过了 灵依贤不明所以 慕北凌皱眉 伤口崩开了 刚才面对南宫戏 提起内境提防 伤口裂开 你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别动 坐着别动 我来 灵依贤的手指 探入他的衣领里 发现确实有 湿漉漉的鲜血溢出来 连忙跳起来 却拿伤药 慕北凌看着 为了他忙前忙后的 灵依贤 唇角微微挑起 心情好多了 叶木熙回到了 悟患岛 没有找到灵依贤 心情跌落到谷底 满是自责 如果 我能早点把一线接回来 他就不会出事了 看着慕北凌孤身出现 又没有找到灵依贤 叶木熙还以为 灵依贤被灭口了 好在次日 南宫喜和兰若仙回来 带回了灵依贤的消息 又两日 南宫岭和萧子耀也回来了 一行人踏上了返程之路 雾幻海 大年三十 这里没有雪 天气比京城暖和一些 倒是下了一场冬雨 叶木熙和南宫领围炉而坐 旁边的南宫玉霄 一如既往地和南宫洗豆嘴 沸腾的热酒 溢出丝丝香味 萧子耀抱着梦行草走了进来 俊朗的脸上扬起一抹担忧 这么冷的天 他不会冻死吧 不要给他烤火 别闹 你是怕热不死他吗 我看人家长得好好的 你就让他老老实实在一边就好了 南宫玉霄上前一步 夺走他手中的梦行草 轻轻放在了叶木熙身边 南宫洗好戏说道 听说生沙大阵有七七四十九层 梦行草就在最里面的生门 看不出来 你竟然能闯过四十九层阵法 本少可是天下第一级官术 唐门唯一的传人 闯不过生沙大阵 那才叫丢人呢 萧子耀一副骄傲的样子 找到梦行草 他的心情好多了 身上被岩浆剑上的伤 已经敷了药膏 还没好全 子耀 真是多亏有你 叶木熙看着梦行草 眼中也多出一丝暖意 萧子耀在他面前倒是谦虚 挠挠头说道 最后取下梦行草 没想到救火山爆发了 幸好遇上了南宫里 他也帮了不少忙 还有梦熙 要不是你们找到宁心丹 我就算拿到梦行草 也出不去 我到现在都想不通 穆北凌怎么会有宁心丹呢 南宫玉霄一脸疑惑 叶木熙带眉轻调 没说话 天知道 南宫玺也是一脸不爽 眼睁睁看着他掳走女子 扬长而去 可惜 要是他没人质 我就跟他盖一家 叶木熙想到宜贤 心情也暗淡了 好消息是林一贤没有死 而坏消息是他被穆北凌掳走了 当初兰若仙也是被穆北凌抓走了 然后 不过 世子有穆北凌最完整的情报 他是一个骄傲又自负的人 没有强迫奸淫女子的喜好 要说他杀一个女人很正常 但非了一个女人 还真的耸人听闻 就连他对兰若仙会做出这种事 也是众人都没想到的 和他的性格完全不符 他应该是真的看上兰若仙 相对硬的 宜贤倒是还算安全 世子说过 穆北凌的腹部有伤 是刀伤 是谁伤了他 如果排除自残 倒是有一个人 能在那种情况下伤到他 且有这个理由对付他 兰若仙 兰若仙要自杀之前 匕首上有血 他又还没有伤到自己 那血是谁的 穆北凌喜欢兰若仙 不知道背后里 二人达成了什么协议 穆北凌才会来对付自己 有这么一个强力外援 兰若仙很麻烦 要断了他的外援 也要让他露出马脚 在世子面前 献出原形 只不过这女人太谨慎了 从乌幻岛离开后 他就再也没有出手 依旧是一副温柔善良的样子 南宫喜围着他团团转 谁都没有怀疑他 不能被动地等他频频出招 但要是设计圈套 兰若仙又不是轻易上当的人 等回到京城 是该和他明火执掌地干一把了 年饭备好了 表哥 表嫂 大家快来吃饭吧 兰若仙笑盈盈走过来 丫鬟们将一盘盘精致的菜肴摆到桌上 南宫领牵着叶木熙走到餐桌前 众人围拢了一圈 倒也有团圆的气氛 叶木熙想到了京城 想到了爹娘 想到了红儿和青瑶 想到了很多人 此时天各一方 又想到了南宫领 想起了在云生别院和他过的第一个年关 第二个年关是在漠北 第三年在这里 年岁一轮轮转过 地方也是变了又变 身边的人来来回回 唯一不变的是 他们在一起 世子 第三年了 叶木熙看向他 肃静的脸上多出一丝感慨 南宫领也看着他 修长宽厚的手掌 攥着他的柔衣 我们以后 还有很多个三年 叶木熙认真点点头 我不会让任何人 阻碍我们到下一个三年 下下个三年 掌心温热 默契而静好 兰若先看着这一幕 拿着悲斩的手指 不自觉握紧 孤帆 独调 浓雾弥漫 呼啸而过的海风闲尸 一袭黑袍的男子 独自坐在船边 南宫领回归后 季无旧就和叶木熙等人分道扬镳了 圣火教里团年既是大日子 每一年的这天都很热闹 歌舞升平 功仇交错 但是对季无旧来说 那时候兮兮攘攘的人群 和此时天地之间 唯有他一人独自垂吊 没有区别 置身于千万人之中 还是只有一个人 都是孤寂 而这条路走下去 还会更孤寂 没有朋友 没有亲人 好在还有敌人 也算不太寂寞 生而为敌 重若千军 既无旧随手一扯鱼竿 瞬间钓上了一尾 活泼泼的青色大鱼 邪眉微挑 不错 刚好饿了 小笼包不常有 而人活着 还是要先填饱肚子 等回到京城 这一滩死水 也该闹起来了 穆北陵 黄斧陈 还有南宫林 叶母西 谁也不能阻他 林一贤看着面前的饺子 眼眶微热 中原团年饭吃饺子是习俗 往年日子再难过 他都会给燕川做一碗饺子 姐弟俩吃一顿团年饭 但是今年 见不到了 以后 也不知会如何 怎么了 对面的穆北陵正啃着饺子 含糊不清说道 皮薄现大 味道鲜美 草原没有这玩意儿 今天一大早 林一贤爆了一锅饺子 他见者有份 倒是比他吃的还多 我们中原 吃饺子是习俗 往年这个时候 一家人 林一贤咬唇 声音低落 话还没说完 穆北陵已经不屑地打断他 你就知足吧 按照末北的习俗 今晚还要吃烤全羊 这鬼地方 宛寒去哪儿弄羊 只能吃你们中原的饺子凑合 林一贤差点泛滥的眼泪 就被扑斥一下笑回去了 这家伙 吃什么才不是重点 不过他这么一说 好像也是他比较可怜 我们过年吃饺子 我好歹吃上了 他过年要吃烤全羊 这还是洗洗睡吧 穆北陵吃着饺子 眼角的余光 贴到他破涕为笑 嘴角弯了弯 又很快恢复成冷漠的样子 我再去给你盛一碗 林一贤见他那一碗都吃完了 连忙站起身 穆北陵高傲地仰着下巴 也不说话 眯着眼睛 不知道想些什么 只是余光不时瞟他一眼 又是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 摆在了穆北陵面前 以前过年 燕川也是吃了一碗又一碗 林一贤笑道 自顾自说道 燕川是我唯一的弟弟 我们姐弟相应为命 今年我不在 不过我想 伯父他们不会忘记他 会叫他去叶家团年 其实我很放心 叶家会帮我好好照顾他 就是有点想他了 林一贤从情绪中缓过来 看着穆北陵好奇道 你呢 你以前过年跟谁一起 被我杀了 穆北陵冷漠说道 林一贤瞬间反应过来 差点忘了 眼前这人 可是师父杀地的贵子手 你怕了 穆北陵挑了挑眉 眼神可不 林一贤默默捧着半碗饺子 往后挪了挪 我 我饺子做的 应该没难吃到 你要灭口的地步吧 蠢女人 穆北陵看着她这样子 不知怎么心情就好了 招招手 过来 躲什么躲 在我的船上 躲哪儿我都能杀了你 林一贤小步往前挪挪 没躲 我就是 好吧 我躲了 看着她灵力的眼神 林一贤还真不会说谎 你躲就躲 捧着半碗饺子干什么 穆北陵扬了扬下巴 眯一眼 林一贤默默将半碗饺子 举在面前 老老实实说道 送你吃 说不准 你心情好就不杀我了 要实在不行 我正好吃饱了上路 包了一上午呢 都让你吃了 我才吃了两个 才吃了两个 这才是重点 穆北陵揉了揉眉心 我很能吃吗 我不让你吃吗 是你自己盯着饺子发呆 都快灵魂出窍了 蠢死了 过来 我看你吃 穆北陵盯着她 冷冰冰说道 林一贤眨巴眨巴眼 不明所以看着她 吃饱了上路 如果你想 我可以成全你 穆北陵扯了扯唇角 林一贤连忙头摇得 跟波浪谷似的 不想 都 都给你吃 蠢死了 让你吃就吃 哪那么多废话 大前王朝 京城 宫宴一如既往的热闹 皇帝如今身体 大不如从前 也紧紧出面 讲了几句 就让大家 各自热闹 自己回宫 休息了 一直被关在 昆宁宫 禁足的皇后 倒是有了个 名正言顺的机会 和神殿圣女 见面 宫中皇后娘娘 新年安康 屈灵莎 微微欠身 说道 皇后拉着她的手 满脸和爱 说道 本宫的烦心事 太多了 实在是安康不了 圣女 你一心为了承儿 本宫是知道的 如今本宫被困昆宁宫 外面的事 都插不上手 也幸亏有你 都为殿下周全 娘娘过誉了 这不过是 分内之事 屈灵莎说道 皇后笑道 你是个好孩子 等到将来 成儿登上大宝 本宫倒是希望 她能娶你 瘦女殿下 你觉得呢 娘娘 神殿瘦女 终身不得婚嫁 您说笑了 屈灵莎眸光一宁 缓了缓说道 皇后微微摇头 圣女 等到了 成儿登上大位的 那一日 你尽管可以把神殿 交给一个 放心的人接手 然后再换一个身份 光明正大的出现 就许继子金 有个双胞胎妹妹 不许圣女殿下 有个双胞胎姐姐吗 到时候 大前都是 成儿说了算 就算别人有意义 谁敢多说半句 娘娘 屈灵莎满脸震惊 没想到皇后 竟然有这种打算 皇后和爱说道 本宫早就有这个打算 不为别的 就为了这世上 除了本宫之外 你是对成儿最好的人 只有你会不遗余力地帮她 本宫很承你的情 也知道 你对她一片痴心 更愿意成全你们 只有你 才是本宫心目中 最好的陈王妃 能成为皇后的女人 岂是善差 她觉得靠屈灵莎 对皇府尘的感情 太不牢靠了 只有让屈灵莎死心塌地 才能让神殿 彻底和陈王党 绑在一起 娘娘 殿下心中 一直记挂着紫禁姐姐 我从未想过和她在一起 也不想勉强她 还请娘娘 不要强迫陈王殿下 不论如何 我都会尽心尽力 辅佐陈王殿下登基 屈灵莎只是微微一正 就反应过来 皇后轻叹 唉 你这个傻孩子 继子金已经死了 她终归是要娶妻生子 不是你 也会是别人 但别的女人 会如你这么真心待她吗 本宫选你 也是为了陈王好 他是我的儿子 我能不为他打算吗 可是这也 陈王殿下怕是不会同意 一向运筹帷幄地去灵莎 此时却格外局促 皇后笑得胸有成竹 你放心 这些都交给本宫 唉 这都是尘儿登基以后的事了 现在倒还是有一桩麻烦事 要圣女帮忙 圣女该知道 以陶妖的身份 和尘儿搅和在一起 被人发现 尘儿就完了 殿下是个手里刻挤的人 想必不会做出一些违背礼法之事 只是因她的容颜 都有几分联系罢了 屈灵莎说道 皇后冷哼一声 哼 兽女 我也不怕告诉你 要不是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也不至于揭开家丑 虎媚祸主 居心不良 蛊惑尘儿和她如交似漆 尘儿怕我对那狐狸精下手 在桃妖宫外安排了高手 暗中保护 如今也只有你们神殿的刺客 能够除掉这个祸害 殿下 竟然如此执迷不悟 屈灵莎不自觉握紧拳头 只因那一张脸 就不顾一切地陷下去 诚哥哥你可知 被别人发现 你就一败涂地了 狐狸精是西域的和亲公主 宁面上不可煽动 圣女 不知你可愿意帮这个忙 你要是再不出手 诚儿就要被这个女儿毁了 皇后担忧说道 去灵莎深吸了一口气 娘娘 我明白 剩下的交给我吧 嗯 好孩子 有你这句话 本宫就放心了 大年初一的夜晚 桃妖宫里分外清冷 皇帝一向冷落桃妃 虽然封了个尊贵的妃位 但是自从入宫以来 还从未召见过她 只是当个物件一样 摆在后宫 季桃妖慵懒地趴在贵妃榻上 昨日她偷偷联络了圣火轿 但没想到 纪屋就还没回来 混蛋 把我一个人扔在宫里 自己跑去东海逍遥快活 还想不想要我帮你了 季桃妖的手中拿着一枝寒梅 微脑地扯着那一半半的花瓣 哼 再不回来 我可就罢工了 人家皇府尘又英俊又深情 还对我死心塌地 可比你好一万倍 你就这么放心 也不怕我叛变 混账哥哥 我想你了呀 季桃妖撅起的小嘴委屈极了 美人这般惹人恋爱的模样 却是无人得见 就在此时 季桃妖的耳阔微微一动 似乎是听到了什么不对劲的东西 不过 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依旧慢条丝里地撕着花瓣 势如疾风 快如闪电 刷的一道黑影 凭空出现在了季桃妖的身后 凭空声响 一道弩箭射向季桃妖的后心窝 几乎是本能的 季桃妖正要一个翻身避开 但是突然想起什么 没有躲避 只是一脸惊吓地回过头 侧身身子稍稍偏移 弩箭稳稳地插入他的后背 离心脉差一个手指宽的距离 计算得刚刚好 皇宫的敬畏孙严 一般刺客压根不可能潜伏进来 相行刺一定是光明正大能进宫的人 而桃妖宫外还有陈王安排的暗卫 暗中保护 想取自己的性命 皇后还是屈灵沙的人呢 不管是谁 自己受伤才是最合适 救命 季桃妖大喊一声 那黑影转身就跑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晚 桃妃在宫中遇刺 险些丧命的消息就传了出去 皇帝倒是没多在意 只是派了御医 反倒是皇府城找了个借口亲自探视 发现桃妖的伤势比想象中还要严重 当场气得暴跳如雷 神殿 圣女殿下属下办事不力 还请殿下责罚 青鸾护法一脸自责 去灵沙随意摆摆手 命传 无碍 能躲过你的破灭剑 倒是有些出乎意料 是我计算失误 原来桃妃 还是个武功高手 什么 他会武功 不会吧 要是高手 肯定不会受伤 那剑 差一点点就穿透心脉 就是他运气好 偏移了一点 青鸾不解说道 去灵沙谋光深邃 他不受伤 陈王怎么会生气 你下去吧 殿下 属下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那陈王就是找麻烦 也没道理来我们神殿撒破 青鸾底气十足说道 神殿低位超然 就是做了什么 只要没证据 谁又能怎么样 下去吧 屈灵沙只是白白手 青鸾只得退下 青鸾刚走 黄府尘就气势汹汹闯了进来 两个护卫一脸自责请罪 圣女殿下 我们拦不住陈王 圣女有命 任何时候不能伤陈王 我等无法强行阻拦 屈灵沙看着圣怒而来的黄府尘 倒是没有意外 对着护卫说道 不关你们的事 下去吧 两个护卫这才退了出去 关上门 屈灵沙 你派人刺杀逃妖 你不用狡辩 能躲过我的暗卫 还有那致命一击的剑 就是你们神殿 青鸾护法的成名绝技 破灭剑 对不对 黄府尘气势汹汹问道 屈灵沙不仅不慢说道 陈王如此质问 有何证据 又是以什么立场 你要是代表朝廷来问 本寿女只有四个字 无可奉告 如果你是以黄府尘的身份来问 那我就告诉你 是我派人去的 他该死 你竟敢动我的人 黄府尘眼神冰冷 屈灵沙抬眸看他 争锋相对 殿下很清楚 讨要是别人对付你的棋子 你和他的事 东窗事发 你还有机会当皇帝吗 殿下若是知道些许分寸 我也不至于出此下策 殿下可知自己的任性 让别人为你担心 我不需要你担心 为了我好 就是杀了我心爱的女人 黄府尘怒不可遏 屈灵沙心狠狠一痛 像是被他捅了一刀 但也只是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你心爱的女人 已经死了 现在皇宫里的那一个 不是她 紫禁姐姐不会害你 但逃妖会 所以她不是紫禁姐姐 也不是你心爱的人 你说的真有道理 那你以为 我爱着紫禁 会娶你吗 别做梦了 我知道母后跟你说了什么 但我不会答应 屈灵沙 你听清楚 我黄府尘这辈子 都不可能娶你 你死了这条心 黄府尘盯着屈灵沙 一字一句 冷漠无情 你们神殿厉害 我没有证据 算你狠 但没有下次了 屈灵沙 不可思议看着她 你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杀桃妖 是因为我想嫁给你 陈哥哥 是不是这样 你心里清楚 黄府尘冷偏了她一眼 我一直都拿你当妹妹 从未有过她想 屈灵沙 桃妖有个三长两短 我不会放过你 扔下这句话 黄府尘转身走了 屈灵沙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突然想起了那时候 叶木熙问她的话 为了这么个男人 背叛一切 值得吗 今年的冬天 还真是冷啊 屈灵沙抱紧了自己的胳膊 自嘲一笑 她可以为了黄府尘 背叛叶木熙 而黄府尘同样可以为了 另一个女人 拿她出气 算不算报应呢 这一年的冬天 似乎比往年都更冷 年初 叶木熙一行人抵达京城 他们不在的这段时间 京城明里暗里 发生了很多事 而随着这一行人返回 局势像是被投入了一颗巨石的湖水 荡起一圈圈连衣 回来的路上并不平静 至少遇到三波追杀 京城里不少人都希望他们永远留在东海 叶一秀静静沉睡了一个冬日 赛华佗拿到梦醒草 也是嘖嘖撑起 很快便煎了药 给叶一秀扶下 云生别怨 叶一秀缓缓睁开眼睛 沉睡太久 许不见光 陡然看见明亮的世界 眼睛不太适应 睫毛微颤 眨了眨 眼前的景象渐渐清晰 笛姐 萧大哥 赛神医 笛姐 我 我还活着吗 叶一秀声音微色 带着一丝酒睡后的沙哑 叶木熙眼眶一红 一把将她摟入怀中 秀儿 你醒了 醒了 真的醒了 梦醒草真的有用 三神医 你快看看 秀儿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萧子药 萧子药也是满脸惊喜 终于醒来 好在叶医秀没有一开口就问你们是谁 不然她真的只有往墙上撞一撞了 赛华托把脉 脸上都出一丝笑容 好了 梦醒草 药效很好 昏睡的这段时间 秀儿小姐的身体恢复得也很好 如今醒来 已经完全无恙 只是需要再开两副药 调理一下就好 赛神医 谢谢你 生妹的病 多亏你了 叶木熙感动说道 赛华托连连摆手 老夫愧不敢当 多亏了梦醒草 要是没有梦醒草 老夫也是巧妇难为无比之锤 一姐 你 我睡了很久了吗 叶医秀懵懵懂懂 名画道 萧儿小姐 你已经昏睡许久 小姐和萧公子他们为了找梦醒草 刚从东海回来 谢天谢地 您总算是醒了 叶医秀醒来 众人皆是高兴 一番续话 叶医秀才知道自己昏睡之后发生了事情 心底满满都是感动 为了找梦醒草 叶木熙他们可谓是险象丛生 明知山有虎 天象虎山行 秀儿 你刚刚醒来 不宜好神 你就好好躺着休息吧 我和世子先回去了 明日再来看你 叶木熙说道 刚刚回京 就往南宫家和叶家地了消息 如今叶医秀醒来 叶木熙也该和世子先回庆安侯府 明天再去陵武侯府 嫁了人 虽然心底记挂着爹娘 也要先回夫家 好在爹娘已经得知她平安归来的消息 想必也不用太忧心了 好 你姐 你们一路奔波辛苦了 秀儿过两日 为嫡姐接风洗尘 叶医秀说道 晚秋的伤也已经养好了 主仆久别重逢 也是一番激动 一起去了清安侯府 倒是萧子耀留下来了 萧大哥 如果不是你 我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萧大哥的大恩大德 秀儿牢记在心 无以为报 叶医秀诚恳说道 萧子耀被他夸得不好意思 干咳了一声 你可是答应过我 要替我卖东西 没有你 我又不会开店铺 饿死了怎么办 所以用不着谢我 咱们可是说好的 要把唐门商铺 开遍大钱每一个地方 叶医秀不又一笑 看着萧子耀眉眼弯弯 是 萧儿一定会和萧大哥一起 让唐门 闻名天下 萧子耀点点头 这还差不多 所以 你赶紧养好身体 我 我和你嫡姐 都等着你 快点好起来 嗯 叶医秀认真点点头 马车上 晚秋将一达厚厚的厕子 递给叶木熙 小姐 昨日您归京的消息 传回京城 便有很多达官贵人 送了请柬 为您接风洗尘 这些都是奴婢挑选出来的 晚秋说道 叶木熙翻开一看 最上面的是 凤凰宫的宴会 他们都是叶木熙 派系的自己人 直到叶木熙刚回来 这两天很忙 便没定时间 请叶木熙定个日子 第二份是黄婷的 以掌公许杰如为首 也是叶木熙的势力 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英王妃蒋蕊齐 叶木熙拿起这份情简 若有所思 回京的路上 叶木熙就通过吴颖阁 源源不断的情报网 知道了这段时间 京城发生的事 去年冬 英王皇府衍 迎娶丞相 姚氏女为侧妃 以姚丞相为首的 瑞王党旧部 尽数依附英王 英王势力大涨 如今在朝廷中 已有和陈王 分庭抗礼之事 小姐有所不知 昨日 姚侧妃有喜了 皇上龙颜大悦 大肆嘉奖英王府 而英王妃至今未孕 如今在王府的地位 有些尴尬 万秋说道 叶木熙挑了挑眉 这么快 已经有了身孕 可不是 英王妃嫁给英王近两年 未有子女 姚侧妃才刚嫁过去几个月 便怀上了 就是英王也对她格外亲厚 难免冷落王妃 万秋说道 顿了顿又道 再加上皇上还亲自过问 英王府也格外看重一些 叶木熙待眉轻条 今上虽然子嗣众多 也不乏皇孙 但是他最看重的几位亲王 却都没有子嗣 英王大婚两年后 才有第一个孩子 子嗣单薄 皇族难免看重 我和英王妃是旧事 打出来的交情 是该见见 是 那奴婢就回了英王妃那边 安排宴会 晚秋拂身 叶木熙问道 红颜上次传的信说 起双险下落水 是叶上书那边暗中设的局吧 是 那叶俊杰 就是故意撞上来 幸得陆大人聪明 抽身相救 不然还真不知道会怎样 晚秋答道 叶家想和谢家攀上殷亲 再搭上小姐的关系 叶木熙眼中闪过一丝厌恶 不嫌不淡说道 京城叶家和我们侯府一刀两断 恩断义绝 是他们自己说的话 现在觉得有利可图就靠上来 真当我的便宜这么好占 侯叶夫人都知道小姐的态度 对他们不理不睬 那叶熙威还亲自去找过永宁郡主 郡主也不喜他们 并未给叶熙威好脸色 晚秋说着 看了一眼旁边的南宫林 有些犹豫说道 不过那尚书府的人 也真是太屈言覆试 走不通侯府和郡主的门路 竟拐着弯 和静安侯府搭上关系 那叶熙威往南宫家去得很勤 大夫人似是很喜欢她 南宫林本是静静坐在一边 冷不丁听到南宫家 锋利的眉峰挑了挑 南宫家和叶家 向来没交情 叶熙威找了什么借口 竟然上了静安侯府的门 叶熙威风谋威蜜 这倒不知 只知叶熙威和大夫人相谈圣欢 她常去拜见大夫人 叶熙威 不仅没有跟着瑞王一起倒霉 还一个翻身如鱼得水 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这世上从来不缺聪明的女人 只要对方不跟她为敌 叶墨熙并不想管 可叶熙威已经惹上她了 先是想联姻谢家 现在又走南宫家的路子 她到底想做什么 只是想保持叶家仪式荣华 用不着这么上蹿下跳 明日我要回叶家 后日请青瑶起双他们聚一聚 其他的宴会 你看着安排吧 叶墨熙淡淡说道 晚秋领命退了出去 车厢里顿时只剩下夫妻二人 叶墨熙不知道想到了些什么 没再说话 只是这么静静坐着 京城阁局虽有变化 但英王党师大 对我们有利 神殿传来的也是好消息 怎么 夫人并不高兴 南宫领看向她 深醉的眸光清亮 那个背叛了叶墨熙的驱灵莎 因逃飞遇刺之事 和陈王大吵一架 险些反目成仇 当然这种隐秘的消息 只有少数人知道 明面上陈王还是那个陈王 神殿也还是那个神殿 我在想一王妃的事 叶墨熙脸上多出一丝怅然 当初阴王失事 先是在漠北失踪 后又被盖上通敌卖国的罪名 蒋瑞奇为了给他洗清罪名 跑前跑后 不离不弃 还上门求我帮忙 他们可谓是患男夫妻 但那又如何呢 因为没有子嗣 英王就冷落了他 未等南宫领说话 叶墨熙又说道 英王还算是个重情义的人 他未必就是喜心厌旧 但他肯定对怀有子嗣的侧妃 更疼爱几分 哪怕只是看在那个孩子的份上 当初英王妃多么强势的一个人 如今 怕也离世事不远 现在不过是因为要对付陈王 暂且能相安无事 一旦英王真的登基 我倒是好奇 谁才会是皇后 老人们说的母凭子贵 不是没有道理 难道女人就只是一个生养工具吗 叶墨熙看着蒋蕊齐 就想到自己 她也不知道 为什么和世子成亲以来 一直没有子嗣 是不是因为自己是已死之人 命中注定 不可能延续香火 又或者是三番五次的中毒 身有隐疾 已经无法生养 每一种可能都令人害怕 当初世子说了 和她在一起 不会纳妾 她不会誓言 可是自己呢 只顾着自己 让她从此断绝后代吗 但只要一想到 有朝一日 世子会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心就特别难受 一年有余 有些事情 也不得不考虑 如果世子真的要延续香火 自己不会阻止 但也没法 眼睁睁看着吧 你在胡思乱想什么 南宫领一手将她拥入怀中 修长的手指抚摸着她柔顺的墨发 清冷的声音透着些许好笑 我不是英王 你也不会是英王妃 叶木戏的头靠在她的肩膀 双手紧紧圈着她的腰 世子 要是我真的 不能生养怎么办 不就是一年没生孩子吗 我们还有漫长的几十年 我也不想这么早有孩子 都说 女人有了孩子忘了夫君 这么早 给我整出一个小家伙争种 本世子还想单独霸占你更长的时间 南宫领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慈性的嗓音温柔 叶木戏不由咬唇 跟自己孩子还吃醋呢 醋亡 那是 我夫人就是我的 小兔崽子 也想跟我讲 南宫领霸道说道 叶木戏失笑 话虽如此 但没有人不想要孩子 她也很想给她生孩子 她只是 不想她有压力 某种程度来说 叶木戏和蒋蕊奇的处境 是相似的 正妻无子 后宅不宁 这是千古不变的事 世子 我是说 假如 假如我真的不能生养 叶木戏不自觉攥紧了拳头 你要是想延续香火 我可以 可以 后面的话 却说得如此艰难 那肯定是我的问题 南宫领二话不说打断她 修长的手指 捧起她的脸 薄唇微眠 我会让赛神医准备好说辞 你不要担心 叶木戏呆呆看着她 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南宫领薄唇上跳 所以夫人 今晚床上等我 世子 跟你说正经的 说不准 我真的不行 叶木戏咬唇 他们如此恩爱 却一直没有身孕 叶木戏已经怀疑 是不是自己重生的缘故 南宫领附上她的英唇 除了你 我不想跟任何人生孩子 孩子 有也好 无也罢 听天由命 但是你 我白头偕老 生死同亲 我定了 你别想碰 情深不过南宫领 叶木戏正正看着她 眼眶通红 闭上眼睛 放肆身闻 世子 我怎么舍得跑 马车抵达静安侯府 侯府已准备了接封宴 大开中门 蓝桂童亲自相迎 倒是十足热情 蓝若仙也随他们一同回来了 唯独只有蓝戴儿不在 诶 怎么没看见戴儿 蓝桂童惊讶问道 蓝戴儿的所为 南宫领为了避免麻烦 压根就没跟蓝若仙提过她的踪迹 蓝若仙也不清楚 叶木戏早就和南宫莫出统一了口供 就当作没见到她 那日在乌幻海中了幻觉 又和沐北陵的人交手 死伤无数 表哥已经尽力派人寻找 一直没有她的踪迹 十有八九是遇害了 蓝若仙一脸伤感说道 朱雅真忍不住说风凉话 唉 早就说了 东海危险 还一个两个都要去 现在蓝戴儿出事了 兄长和长嫂 可怎么跟蓝家交代 这事 我们择无旁贷 改日必当去蓝将军府上致歉 叶木兴一脸诚恳说道 南宫预霄忍不住说道 这可不能怪哥嫂 本来就没打算带她去 是她自己非要跟着去的 半路跟上来 甩都甩不掉 那有什么办法 你呀 还好意思说 你自己不就是如此 蓝桂童责怪说道 又看向盛夏儿人 喜儿 莫初 你们都是当哥哥的人 玉霄不懂事 但而年纪轻 你们怎么也这么不知轻重 跟他们一起胡闹 南宫莫初躬身说道 此时确实是我们 给世子和世子妃添了麻烦 世子也是担心我们 擅作主张 自己去东海 才不得已带上我们 能平安回来 实属大幸 蓝小姐失踪之事 怪不得他人 什么时候 南宫家还轮得到你说话了 朱雅珍不屑说道 南宫莫出脸色一白 也没说什么 站在一边 雅珍 收收你的脾气 蓝桂童不轻不重地 说了一句 笑道 平安回来就好 家里已经备了接风宴 都处在门口干什么 进来吧 初次见面 第一回合 祝雅珍以蓝带而发难 但是大家都觉得 蓝带而旧游自取 倒是打了个平分秋色 接风宴的菜色很丰富 而且 屋里还多出一个人 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孩 祝雅珍之子 一行人坐下后 蓝桂童从奶娘手中 抱起小孩 笑道 今年过年 你们都不在 家里实在是冷清 就让婆婆把小轩人送来了 也算是让我们家里 多了一些欢声笑语 哎呀 小轩人都长这么大了 上次看见她的时候 她才那么小一点点 南宫玉霄满脸兴奋说道 大家一一给了见面礼 祝雅珍脸上的笑容 不知道有多自豪 虽然她现在被赶出黄庭 名声也不怎么好 但给南宫家 生了一个儿子 她在南宫家的地位 稳如泰山 本是接风宴 但有了这个小孩 似乎一切都以 这孩子为中心 蓝桂童轻叹 唉 我年纪大了 就想寒衣弄孙 享受天伦之乐 就满足了 婆婆 您说的哪里话 您还年轻着呢 叶木熙浅浅一笑 兰桂童白白手 就你嘴甜 廷儿的孩子都这么大了 凌儿身为南宫家 长方长子 却没有子嗣 不孝有三 吾厚为大 我真是愧对南宫家 列祖列宗 大娘 这可怪不得您 肚子不争气 旁人急也没用 祝亚真嘲讽说道 这话等于是在说 叶木熙不争气 生不出孩子 儿子未曾早成亲 让母亲担忧了 南宫领牵起 叶木熙的手 淡淡说道 叶木熙未说话 就被她挡了回去 正在此时 门房来报 叶家叶熙薇小姐来了 请她进来 兰桂童说道 一袭浅绿色长裙的 叶熙薇款款走了进来 她如若柳浮风 惹人怜惜 你的身子不大好 有什么事 差人来说一句便是 怎么还亲自来了 蓝桂童亲近说道 叶熙薇扶身行过礼 将一份大红色烫金 洗铁地上 今日却有要事 若是不亲自前来 岂能体现熙薇的诚意 这一份 是提英王辅送的情节 为庆贺姚册妃有喜 英王大宴宾客 贺三日 劳烦叶小姐亲自送请柬 英王府真是有心了 恭喜恭喜 朱雅真笑咪咪接过请柬 南宫玉霄心直口快 忍不住说道 不都是生了孩子才摆满月夜吗 这都还没生 只是怀孕就摆酒 也太招摇了吧 玉霄 慎言 兰桂童不悦道 叶细微浅浅一笑 无妨 不过是有孕 本不该如此大张旗鼓 但这是亲王的第一个孩子 皇上颇为看重 英王府自然也要看得娇贵一些 倒是让大家见笑了 你说的哪里的话 大家都知道 英王大婚后两年无子 皇上甚是关切 如今有了皇孙 自是龙颜大悦 百个酒席庆祝 也是应有之意 兰桂童说道 朱雅真仿佛无意一般接过话 听说是那英王妃的身子 不能生养 也幸亏是有了姚策妃 不然堂堂英王 岂不是断了后 雅真 你怎么如此口无遮拦 皇家隐私 岂能胡言 兰桂童呵斥 朱雅真连忙假惺惺眼住嘴 眼神却挑衅一般向叶木曦看去 雅真失言 雅真只是一时感慨 想到了兄长嫂嫂 可都是为了侯府好 还请大娘息怒 也是 领儿和沐西大婚 一年有余 至今未有子嗣 不如也效仿英王 那一个平起 兰桂童说道 朱雅真嘲讽说道 对呀 说不准嫂嫂也是不能生养的 难道要让兄长也断后吗 二嫂 话不要乱说 我相信 表哥和表嫂 都是有福之人 自是会多子多福 兰若先连忙维护说道 叶西威刚好这个时机来送请柬 兰桂童又恰好借机发挥 还有朱雅真的儿子 这些加起来 看来兰桂童给南宫里纳妾 早有心思 趁着自己不在京城的时候 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自己回来 逼世子纳妾 想必连纳妾的人选 都已经安排了吧 要是此时他拒绝 就是南宫家的罪人 娘 我不会纳妾 此事无须多说 南宫领冷冷说道 脸色冰冷 兄长 我们都知道 你和嫂嫂夫妻情深 但是 这静安侯府的香火 总不能在你这儿断了吧 嫂嫂确实是千好万好 但七出之条 她就犯了无子之罪 已是罪孽深重 还不许兄长纳妾 那可真是杜妇 朱雅真很有些吃味说道 自家男人可没拒绝过那妾 南宫领却拒绝了 令儿 你这些年未曾婚娶 娘都由着你 但是 你年纪也不小了 是该考虑为我们南宫家 传承香火的大事 否则你叫我死后 怎么去面见南宫家的列祖列宗 兰桂童叹气 南宫领语气冷硬 儿子未娶妻之前 就没有妻妾 如今有了夫人 也不打算有妾侍 你就当我和梅娶卿之前一样 这怎么能一样 以前你是未成家 如今既已成家 自然要以子嗣为重 什么不纳妾 男人自古三妻四妾 你 你怎么这般不知轻重 兰桂童气得不轻 朱雅珍阴阳怪气说道 嫂嫂 兄长如此不明事理 你可得好好劝劝 为夫君纳妾 本该是你这个大夫之责 听见他们吵得嗡嗡的 叶木熙突然觉得头有些疼 神情恍惚 戴眉不自觉促气 闭嘴 南宫领冷冷喝倒 语气更冷漠了几分 我向来不计女色 不惜与人亲近 叶木熙是个例外 也只会有一个例外 你们别以为 能让叶木熙答应那妾 就是她想给我那几房女人 我也不会同意 一句话 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 兄长 你这话也太不笑了 怎么能和大娘如此说话 南宫停沉下脸道 其实心底对这种冲突 喜闻乐见 叶木熙扯了扯南宫领的袖子 想让她收敛一下脾气 但头却更晕了 身子一晃 倒在她的怀中 不就是让兄长纳妾 嫂嫂就直接被气晕了 这度量也真是 唉 一言难尽 朱雅真讽刺说道 住嘴 南宫领冷扫了她一眼 没空和她多费口舌 扬声道 传大夫 快去醒 是 晚秋和冷寻拔腿就跑 南宫领抱着叶木熙 手指附在她的额头上 狭长眼眸中满是担忧 怎么好端端就突然晕倒了 中毒了吗 生病了吗 谁干的 朱雅真被南宫领呵斥了一句 脸色不渝 但也没胆量和南宫领对着干 只能在一旁生闷气 兰桂童倒是一脸关切说道 木熙舟车劳顿 刚刚从东海回来 确实累了 快去请府里最好的大夫来看看 万万不能有失 两个婢女领命 也出去请大夫了 大娘说得对 嫂嫂确实操劳 刚从东海回来 黄亭和凤凰宫 还有一堆的事 我看嫂嫂就是操劳过度 这才泪晕的 朱雅真冷嘲热讽说道 就嫂嫂这身子骨 还是很难生养 大娘刚才纳妾的提议 真真是极好 南宫里眼神如冰 我纳不纳谢 轮得到你说话 你算什么东西 你 朱雅真一叶 气得脸都红了 这就是他刚才对南宫末出 说的话 辱人者 人恒辱之 南宫末出看着这一幕 心底有种舒爽的感觉 那心底深处 暗自滋生的欲望 越来越强烈 如果我拥有 像南宫里一样的权势 就不会再被人 轻视讽刺 权势 真是一个好东西 南宫末出的视线 又落在叶木熙身上 奇怪 如果是中毒 他怎么一点都没有察觉 世子妃该不会出了什么意外吧 行了 都少说两句 木熙都晕了 先看看病情 其他再说 兰桂童出面或悉泥 兰若仙和叶熙威 都在一旁没有说话 不过两人心底都在想 叶木熙到底是真晕 还是装病想躲过这一次的纳妾 南宫家就有自己的座堂大夫 都是经验丰富之辈 此时第一时间便赶到了 那白胡子大夫把了脉 立即满脸喜色说道 恭喜世子 恭喜夫人 世子妃有喜了 什么 什么 满屋震惊 沉稳如南宫林 也满是惊讶 木熙怀孕了 大夫 你是不是把错卖了 怀孕了 怎么突然就怀孕 朱雅珍一时情急 出言无状 不过这时候 也没人注意他在说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处于震惊之中 还没反应过来 包括南宫林 老夫行了一辈子的医 要是连这都把错卖 那老夫也没脸继续在侯府待了 那白胡子大夫不悦道 正在此时 赛华佗也被请来了 赛华佗请了卖 笑容满面道 恭喜世子 世子妃已有一个多月的身孕 卖相平稳 那穆夕怎么会晕倒 南宫林问道 赛华佗说道 世子妃一路奔波 过于疲惫 身体虚弱 老夫给世子妃 开启服药方调补一下就好 对了 世子妃一静养 多睡少思 此时让世子妃 好好安歇便是 好 南宫林一把将叶穆夕拦腰抱起 也不管这屋中还有其他人 大踏步就往外走 穆夕需要静养 儿子先告辞了 南宫林抱着叶穆夕离开 婢女侍卫们也都跟着走了 原来是穆夕怀孕了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领儿一直无后 我也心急 如今竟然已有身孕 这那妾之事 暂且不提了 玉霄准备一下 我要上香祭拜祖宗 告慰列祖列宗 兰桂童满脸笑容说道 兰若先端的是优雅 浅笑 姑妈 这确实是天大的好事 若是祖宗保佑 让婊嫂一举得难 那南宫家就后继有人了 嗯 不错不错 不止要祭拜祖宗 我也要去观音庙 拜拜菩萨 还愿 阿弥陀佛 兰桂童笑道 二人你一言我一语 其乐融融 倒是南宫廷夫妇 脸上的笑容都有些不得尽 告慰祖宗 叶木夕不过怀孕 南宫家就这么大动干戈 想当初 祝亚珍怀孕的时候 兰桂童可没这么激动 还没生出来呢 这就开始嚣张了 还请祖宗保佑生个儿子 叶木夕的肚子 还真是万重瞩目 明明自己膝下有一个轩儿 但是兰若先却说 叶木夕生了儿子 南宫家才是后继有人 什么意思 几个意思 本是接风 世子夫妇提前离开 便也不了了之 正好 众人要筹备送给叶木夕的贺礼 各自散了 雅峰院 祝亚珍气得将桌上的花瓶摆设 一扫落地 摔得稀里哗啦响 床上的小轩儿 被这动静吓得哇哇大叫 奶娘呢 还不把小少爷抱下去 朱雅珍不耐烦说道 门外的奶娘连忙抱着小轩儿 一脸慌张地退下了 南宫廷面臣如水走了进来 将门关上 外面都是奴婢 发这么大的脾气 传出去 别人怎么看你 南宫廷不悦说道 朱雅珍气道 我怎么沉得住气 夫君 你看老太婆那高兴劲 叶木夕怀孕 把他乐的 都要去告慰祖宗了 当初我怀孕的时候 怎么没这待遇 还要祖宗保佑生个儿子 哼 我诅咒他这孩子 根本生不下来 咱们的小轩儿 明明是南宫家 这一代的长子 但是 你听听兰若仙的话 叶木夕生儿子 南宫家后继有人 那我的小轩儿算什么 不是人吗 凭什么我的儿子 不能继承南宫家的家业 南宫廷脸色阴沉 南宫里是静安世子 他的儿子 其他人自然比不了 夫君 你也是南宫家的人 要是公公还在世 要是大伯早死了 如今谁是静安侯 还难说呢 凭什么风光都是他们的 万一叶木夕真的生个儿子 那我们就更没机会了 我今天是看出来了 南宫里一头栽在叶木夕身上 要是他生不了 长房一脉 估计是要绝后了 朱雅珍猙獰说的 南宫廷没风一跳 你的意思是 让叶木夕从此不能生呀 朱雅珍咬牙切齿 恶狠狠说的 他生不了 南宫里又不肯纳妾 长房无子 那我们的小轩儿 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继承南宫家了 夫君 你说对不对 南宫廷脸上多出一抹异动 他这些年 一直在想办法 将南宫林取而代之 至今没有十足的把握 风险太大了 而如果长房无子 就是另一种情况了 他的儿子 就是名正言顺的继承者 夫人说的对 这是一条捷径 也不知道叶木夕 给南宫里灌了什么迷魂汤 竟然让他不肯纳妾 这其实是一件好事 只要叶木夕生不了 长房无子 南宫家迟早是我们的 南宫廷冷笑一声 原本朱雅珍怂恿支持纳妾 是想看见南宫林 多取几房娇妾 气死叶木夕 让他们长房家宅不宁 但是这一次 不纳妾对他们来说 反而有利了 刚才听大娘说 要去观音庙还院 我要是没记错 这种事 是需要本人亲自去的 当初我怀孕 也去过观音庙还院 朱雅珍冷笑一声 叶木夕想躲在家里 安心养胎 门都没有 南宫廷微微汗手 不错 那你想好 怎么动手吧 夫君放心 我已经想好法子了 事关南宫家的继承人 我怎么也要为 我们的小轩儿 争一整 朱雅珍眼中 闪烁着愤恨的光芒 叶习微回到 自己的马车上 连续咳嗽了几声 脸色苍白的可怕 小姐 您这是 病又发了 大夫都说了 小姐您要清心寡欲 不能激动 不能过滤 丫鬟焦急地送上 几枚氧气丸 叶习微惨白着脸 清心寡欲 这样就算能长寿 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没想到 她竟然怀孕了 更没想到 南宫岭 从头到尾 都没有看她一眼 就像以前 很多次一样 南宫岭 很少待在京城 但只要 每次她回来 叶习微 都会偷偷看她 只是想亲眼看一看 她平安归来 心就安了 这么多年的习惯 就是想改 也改不了 她打了圣仗凯旋 她平脚魔教逆挡 她又被皇上封赏 每次她都只能 站在人群中 偷偷看着她 从她面前 打马而过 这一次 好不容易 站到她的面前 但她的眼中 自始至终 都没有她 要是从来 没有遇见她 是否就不会 有这样的执念 可如果没有遇见 她怕也早已经 不在人间了 她活着的意义 就是要走到 她的面前 走到她的身边 我是真的 好羡慕她呀 叶习微的拳头 不自觉攥紧 如果叶木曦 有了孩子 就是大夫人 也不会再勉强 给南宫里纳妾 叶习微从没想过 自己能独占她 但有叶木曦在 她似乎 连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你已经占了 天底下最好的位置 怎么就连一丝机会 都不肯让给旁人呢 叶木曦 你太贪心了 叶习微的眼神 渐渐冰冷 这个孩子 不能存在 兰若先没有回去 和南宫玉霄 南宫喜凑在一起 商量给叶木曦 送贺礼 端庄优雅的脸上 笑容真挚 看起来和玉霄 没什么两样 一不小心 我都要当姑姑了 送什么礼物好呢 哥哥府上 什么好东西都有 比我的小金库 里的东西都好 南宫玉霄 又是兴奋 又是苦恼 南宫喜得意说道 我想好了 就送银票 最识会 俗气 南宫玉霄 比仪说道 看向兰若先问道 表姐送什么呢 我参考参考 兰若先浅浅一笑 我这里正好有一把短刃 是表哥第一次 攻下一座王城的时候 皇上赏的 表哥又转赠给了我 这短刃 意义非凡 赠给小世子正好 相信他日后 也会和表哥一样 是个顶天立地的好男人 嗯 送刀呀 那万一是个女孩子呢 南宫玉霄 闹闹头 兰若先笑道 那也合适 正好防身 不过我由衷的希望 是个小世子 这样 表哥他们就少很多麻烦了 麻烦 哦 也对啊 免得娘亲 总是想给哥哥那气 南宫玉霄点点头 笑嘻嘻说道 显儿姐姐你真好 兰若先浅笑 表哥待我和亲妹妹一般 我自然也希望 她一切都好 显儿总是这么心地善良 为别人着想 不如想想 自己什么时候成亲 南宫玉霄眼 兰若先脸色暗淡 此事就不要再提了 显儿 我不介意 真的 可是我介意 我不想说这些事 我先回去了 兰若先低垂着眼帘 转身走了 南宫玉霄踢了南宫玺一脚 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想娶仙儿姐姐 先杀了穆北陵那个混蛋 这话倒是不错 那个家伙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南宫玺不知想到了什么 牙齿咬得鸽之响 兰若先转身往外走 低垂的眸光 掩盖了她心底最真实的想法 她比这世上任何人 都不希望夜母系的孩子出事 但她要沉得住气 因为她清楚知道 还有一些人跟自己一样 不想夜母系生孩子 她只需要坐山观虎斗 然后在合适的时机 推一把 完美隐藏自己 世子府 夜母系缓缓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 是南宫玺的盛世美颜 深醉的眸子 就这么一眨不眨地盯着她 我 我怎么了 夜母系醋眉 南宫玺展颜一笑 来人 把补汤端进来 早就厚在一边的晚秋 连忙端了 热气腾腾的参汤进来 十全大补汤 夜母系喝完满满一碗汤 才知道自己晕倒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 竟然怀孕了 手贴在腹部 一如既往光滑平坦的小腹 竟然有一个孩子 最近确实有些失睡 我还以为 是奔波太久 太疲累了 没想到 夜母系自言自语 眼中泛着璀璨的光芒 自己和世子 有孩子了 赛神医笑道 世子妃的身体 一向康健 但怀孕后 却格外的虚 所以世子妃 一定要万万小心 好好保胎 那 那孩子有什么不对吗 夜母系担忧问道 赛神医说道 太二很好 一切正常 只是世子妃 有些虚弱 每日服用大补汤就好 无需过于担心 一定要好好休息 不要操心 好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的 夜母系认真说道 这小家伙还没出生 你眼中就没我了 南宫里冷哼了一声 夜母系不有好笑 双手抱住她的脖梗 我的促王大人 我怕自己 让你后继无人 这孩子就是你送我的礼物 我能不欢喜吗 我也喜欢我们的孩子 但是 你不能喜欢我们的孩子 超过喜欢我 南宫里一脸傲娇 厉害了我的世子 以前和别人吃醋也就算了 连自己还没出生的孩子 也要争宠 别人都是母凭子贵 世子服好像有点神奇 世子希望是个小千金 还是小公子 夜母系笑道 南宫里说道 都可以 只要是你送的孩子 我都会喜欢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只要是你送我的孩子 我都喜欢 夜母系敏唇 眉梢眼角 都是甜蜜的风情 南宫里薄唇微条 那我们 再多生几个 言外之意 让夜母系微红了脸 但是 我愿意 四日 夜母系和南宫里回了娘家 静安侯府 夜家本就准备了接风宴 再加上夜母系怀孕的喜事 喜上加喜 夜灵霄已经率兵 去西域镇守 倒不在家 比起南宫家的唇枪舌剑 这里才更像一个家 是靠岸的地方 不止夜青瑶 谢起双 消子药 也都纷纷上门道贺 众人齐聚一堂 气氛格外热络 不过 夜母系并没有掉以轻心 她清楚 自己怀孕 被一些人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尤其是蓝若仙 若是平常 她未必会动手 但是自己怀孕 她绝不会让自己 安心生孩子 东海那边没接到人 墨北今早最新传出的消息 墨北陵已经回归 随身带着一个大前女子 夜小白禀报说道 当初墨北陵带陵一闲走后 夜母系等人 在乌幻海大肆搜查 但未能找到 便只能在东海 几个关键的入海口封锁 但一直没能发现 墨北陵的踪迹 墨北陵要是这么容易被截杀 那她也就不是墨北陵了 只要一闲还活着就好 夜母系说道 将一封信递给夜小白 这是我给一闲写的信 八百里加急 送到墨北 墨北陵封锁 林一闲私传信息 但夜母系写给她的信 还是能送到 当然 墨北陵应该会拆开看一下 以防阴谋 不过夜母系不介意 因为她在信里 除了关心林一贤 让她好好照顾自己 就是让林一贤 转告墨北陵两件事 第一 交换林一贤 不管墨北陵要什么 都可以谈 当然 那种背叛大钱的事 肯定不可能 墨北陵也清楚 这个筹码很重要 可以换一些 有价值的东西 第二 则是转告墨北陵 那一刀是谁捅的 墨北陵可以不相信 夜母系说的话 无所谓 反正夜母系 只是告诉她而已 信不信随便 好 叶小白收下信 下去安排了 夜母系微微叹了口气 不管墨北陵换不换 只要夜母系 表明了这种态度 墨北陵就知道 林一贤很重要 不会轻易杀了她 这样就够了 墨北寒庭 是墨北陵的地盘 滇长墨急 但夜母系不会放弃 一定要把遗贤换回来 安排好了林一贤的事 夜母系这才看向谢启霜 笑道 还没恭喜你定亲了 什么时候成亲 墨西 你别笑话我了 不都跟你说了吗 我们只是权益之气 谢启霜 微红着脸说道 叶墨西 敏唇一笑 皇上都赐了牌匾 你们难道还要毁约 来个欺君之罪 没想到事情会弄这么大 陆清明尴尬说道 这可是他出的馊主意 叶墨西笑眯眯说道 你们自己闹出来的事 自己想办法收拾 我可不管 凤凰宫那边 启霜你还是多看着点 叶墨西倒是不担心他们 他们以未婚夫妻的身份 相处得挺好 一丁点都看不出是在做戏 温水煮青蛙 水到渠成 静候佳音就好 好 墨西 你现在是怀孕的人了 要好好休息 谢启霜关心说道 叶清爻拉着叶墨西的手 说道 一姐 黄婷那边有我 你也不用操心 安心养胎 我听说你身子虚 又试睡 我当初怀孕的时候 还能放羊呢 一姐身子骨一向比我好 怎么反而如此不适 赛神医说 可能是周车劳顿 真的没别的问题 就是虚弱 叶墨西笑道 我多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叶墨西怀孕 叶府欢欣鼓舞 热闹了一天 回到世子府 因怀孕 叶墨西推掉了一切 无关紧要的宴会 倒是登门送礼的 踏破了世子府的门 休养了两日 整日待在世子府 难免有些闷 正好和英王妃 约了赏花 南宫领倒是许她自由 没有连出门都要涮在身边 只是侍卫又加了一倍 冷寻也留下保护 还有不知多少暗卫 蒋蕊奇亲自登门来接 十足的客气礼遇 听闻世子妃有喜了 恭喜恭喜 略备博礼 诸世子妃多子多福 蒋蕊奇笑道 两边的侍女连忙断了贺礼 叶墨西浅笑 王妃客气了 两人一起上了马车 蒋蕊奇忧思很重 叶墨西也不直问 只是剪歇东海的去世 有一搭没一搭说着 王妃比起上次所见 真是憔悴多了 叶墨西说道 蒋蕊奇微微叹了口气 我的处境 想必你也是知道 其实这次约世子妃一见 便是有一事相求 话音刚落 突然马车猛地停住 叶墨西差点摔倒 幸亏她早有提防 牢牢攥住车垫子 倒只是晃了一下 蒋蕊奇也吓了一跳 连忙护着叶墨西 世子妃要是在她车上摔一下 那可真是天降横祸 世子妃 你有没有怎么样 蒋蕊奇关切问道 叶墨西摇摇头 没事 竟然有人敢冲撞 叶王妃的马车 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蒋蕊奇气冲冲掀开车帘 怒道 是谁 只见对面也有一辆马车 同样是英王府的标志 不过比不上蒋蕊奇这一辆尊贵 皇家规矩大 马车也分三六九等 对方的马车 比英王妃这一辆低等 照理说 两车相遇 身份低得该让 但这次就是对方故意直冲过来 差点撞上了 哎呀 一不小心撞上王妃姐姐的车 王妃姐姐你没事吧 一个面容娇好的女子撩起车帘 笑得格外虚假 死奴才 还不快给王妃姐姐赔不试 她穿着一袭华贵的长裙 满头朱翠 极其招摇 正是英王如今正得宠的侧妃 姚芳怡 那驾车的车夫连忙告罪 王妃奶奶恕罪 小的眼镯 一时收手不及 哼 没眼色的东西 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 玩乎只手 王妃姐姐至家严格 绝对容不下你这种狗东西 拖下去打死算了 姚芳怡冷哼一声 责骂道 那车夫连忙扑通一声跪下 娘娘饶命啊 小的都是为了娘娘 您的身子不好 王爷再三交代了 不能有半点颠簸 小的就想 王妃娘娘以您的子嗣为重 肯定会让开的 那想到 没让 陷陷撞上了 都是奴才的不好 求姚妃娘娘饶小的一命 念在你是为了本妃和本妃黄色的份上 也算是你一片孝心 罢了 姚芳怡高拿轻放 看向蒋蕊奇说道 王妃姐姐 以黄色为重 就请您饶顾这狗奴才一命吧 蒋蕊奇脸色铁青 要不是姚芳怡背后指使 区区一个马夫 哪敢冲撞她的马车 哪敢说出这种话 分明就是姚芳怡仗着自己怀孕 在她面前耀武扬威 但她偏偏还发作不得 责骂车夫 对方是以黄色为重 到时候再到阴王面前告一状 反而是她的不适 想她当初刚来京城 多飞扬把护 但现在就因为无子 反而被这女人骑在自己头上 王妃姐姐 妹妹的肚子多有不适 就劳烦您帮帮忙 让一让 让我的马车先过去 姚芳怡得寸进尺说道 马车里的叶熙微咳嗽了一声 轻声道 表姐 你肚子里的黄色才是正经 何必争一时之气 她倒是不想惹麻烦 她仗着自己是正妃 压根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才刚入王府的时候 王爷也是去他屋里多一些 府里的下人都不把我当回树 好大的威风 我的家世又不比他差 不过是他新嫁而已 如今我怀孕了 我就是要狠狠措挫她的威风 也要让京城里的人都知道 如今 谁才是阴王府的女主子 姚芳怡怨恨说道 叶熙微也不好再劝 她这个表姐 姿色搁在美人扎堆的京城 只能算是尚课 又才疏学浅 没什么过人的记忆 更没什么城府头脑 故而当初姚叶两家 都没指望她 一直是以叶云商为首 如今实在是没法了 才让她嫁给英王 好在她虽然平庸 但肚子争气 也算是意外之喜 姚芳一样样比不过蒋瑞奇 初入王府 皇府眼对她也不上心 只是为了笼络姚叶两家 还算客气 姚芳怡对自己的冷遇 和蒋瑞奇在英王府里的地位 极恨已久 如今已有机会翻身 怎么可能沉得住气 你说什么 让我跟你让路 姚芳怡 你只是区区一个侧妃 你好大的胆子 蒋瑞奇气得不轻 今日她若是让路 岂不是就承认 她堂堂一个正妃 压不住测试 王妃姐姐 不是给我让路 妹妹不过一个测试 哪敢让您让路 是给妹妹肚子里的黄色让路 哎呀 妹妹身子实在不舒服 这要是马车再颠簸一下 出了什么事 王妃姐姐你也担当不起啊 姚芳怡虚情假意说道 眼中闪过一丝嘲讽 这可是黄嗣 黄嗣贵重 燕西威见此 心底无奈 这表姐还真是太能惹事了 但她本就打算让自家表姐 采蒋瑞奇上位 便浅笑说道 王妃之书达礼 想必会以王爷的黄嗣为重 真是谢谢王妃了 蒋瑞奇气得说不出话 如果她现在拒绝 就仿佛是无理取闹 仿佛不重视王爷的子嗣一般 可她就这么让了 从今以后 在薰贵夫人圈子里 抬不起头 原来政策不分 尊卑无序 就是殷王府的礼教 倒是让我大开眼界了 叶木熙撩起车帘 走了出来 蒋瑞奇苦笑 世子妃 让你见笑了 叶木熙冲着她笑了笑 看向对面马车的两姐妹 叶木熙 姚芳仪没想到 她也在马车上 脸色有些难看 但想到自己怀有黄色 便又底气十足 叶木熙扫了她一眼 说道 冲撞马车 我就算你们勉强 无心之失 但让王妃给你让路 姚侧妃是没有学女理训吗 妾是单给正式让路 这是规矩 可是我现在怀孕了 挪动马车不方便 姚芳一牛气冲天 说道 真觉得自己怀了孕 全天下都该让着她 蒋蕊鞋冷冷说道 世子妃有孕 我们也不方便 我这是黄四 姚芳一骄傲说道 叶木熙带眉轻条 别说她现在还没出声 就是蹦打出来了 在正妃面前 也要规规举举行礼 姚侧妃恃宠而骄 不知礼仪尊卑 可别把锅扔在黄四上 这是鹰王的孩子 想必和鹰王一般的 忠孝理智 不会如此不懂规矩 你 你不过一个世子妃而已 你竟敢说我不懂规矩 大胆 姚芳一怒了 眼珠子一转 身子就往后倒 哎呀 我头好晕 我喘不过气来了 我动了胎气 我要见王爷 快去找王爷 身边的婢女 连忙慌慌张张地 去鹰王府 有请御医的 有请王爷的 蒋蕊齐 歉意看向夜幕戏 没想到 约你出来赏花 却遇上这种麻烦事 你放心 我会和王爷说明情况 要是你以前的性子 早就冲上去 扇她凉耳光了 夜幕戏说道 婢女化眉忍不住道 还不是因为 她怀有子嗣 娘娘已经对她 一再忍让 但是她却蹬鼻子上脸 那姚侧妃 别看在娘娘面前 如此跋扈 可会装可怜了 蒋蕊齐没说话 眉眼间有几分疲惫 夜幕戏突然明白 蒋蕊齐还是当初的她 只不过 英王没给她 继续骄傲的嫡妻 姚芳一 哀忧叫唤了一会儿 王府里的御医 就匆匆赶来了 一同来的 还有黄府衍 这还是东海之行后 夜幕戏首次见的 黄府衍 她和以前 没什么变化 只是更沉稳一些 这是怎么回事 黄府眼看向姚芳仪 对着身边的御医问道 芳仪怎么样 那御医连忙说道 王爷放心 娘娘没有大碍 就是情绪有些激动 王爷 我好委屈啊 我肚子疼 就让王妃姐姐 让一让路 让我先过去 都是为了黄四 为了您的孩子 但是 那世子妃却说 我不懂规矩 不知尊卑 姚芳一说哭就哭 那叫一个梨花待遇 不知道的 还以为夜幕戏 把她怎么了 黄府衍着 才往对面的马车望去 就见蒋蕊奇 和夜幕戏 站在一起 蒋蕊奇素来娇艳 美得艳气十足 寻常女子 难免被她演去光环 而她旁边 一袭白裙的女子 却丝毫未受影响 青城之色 一如既往的惊艳 听闻东海一行 风险异常 世子妃平安归来 尚未来得及恭喜 黄府眼看向她 说道 夜幕戏淡淡一笑 我倒是要恭喜王爷 加油喜事 但 敌数有别 政策有分 便是宫里的贵妃娘娘 怀孕之时 也没有见到皇后 不省礼 不让路的 怎么到了英王府 却如此目无法计 难道王爷的一个侧妃 就比宫里的贵人们 还要特殊吗 测试骄纵 上世子妃看笑话了 本王回头 一定好好管教 皇府眼倒是没生气 格外和气 因为当初的交情 对她总是温和 夜幕戏敏传 这是王爷的家事 为界外人 本不敢多话 只是恰逢其会 正好遇上了 王爷不嫌我愉悦 是王爷大赌 王爷 姚妃妹妹 既然身体不适 还是赶紧回府休息吧 蒋蕊奇说道 皇府也摁了一声 转过身 对着姚芳仪说道 来人 送姚妃回府 可是王爷我 姚芳仪不甘心 她叫王爷过来 可是给自己撑腰的 皇府眼不悦道 这次是你的不适 怎么能让王妃 给你让路 下次别再这样了 王爷说的是 叶细威接过话 冲着姚芳仪摇摇头 示意她别再多说 皇府眼看向 蒋蕊奇说道 这是她不懂事 无论如何 你都是本王的正妃 蕊奇 下次遇上这种事 你也无需顾忌 自己处置 是 蒋蕊奇脸上 多出一丝笑容 本王就不打扰你们了 先回府了 皇府眼笑了笑说道 转身和姚芳仪一起走了 蒋蕊奇脸上的笑容 渐渐退散 皇府眼不是喜经望旧的人 她还是会站在 蒋蕊奇这边 维护她的地位 并未因她不能生养 就不拿她当正妃 但是 她也同样喜欢孩子 因皇寺 对姚芳仪格外纵容 她维护了蒋蕊奇 却和姚芳仪一同回去了 蒋蕊奇很快便收拾好了情绪 和叶木熙一同进了马车 叶木熙宽慰说道 我看王爷 还是很在意你 王爷对我的好 是因为我是蒋蕊奇 对姚芳仪的好 是因为皇寺 所以 我知 我在她心目中的位置 自是比旁人高 可姚芳仪用紫丝妖宠 日复一日 谁知道最后又会怎么样 蒋蕊奇自嘲一笑 看向叶木熙 真羡慕你啊 叶木熙敏唇 两人一同到了园子 春来百花香 正是灿灿之时 蒋蕊奇看向叶木熙说道 多谢世子妃出言相助 不瞒你说 情人是有一事相求 王妃但说无妨 蒋蕊奇说道 我想请赛华陀神医 为我看一看 两年未有子嗣 我也暗中寻了不少名医 什么法子都试过了 也没办法 说到最后 声如闻那 脸颊微红 原来是此事 放心 我回头就去找赛神医 但王妃 一直没有办法 赛神医也未必能有办法 你可别抱太大期望 叶木熙忍不住说道 蒋蕊奇叹气 我知道 我现在也是死马当活马医 还有另一事 便是 如果我实在是不行 蒋家打算安排几个远亲 嫁给王妍为妾室 一旦顺利淡子 便过急在我的命下 到时候 和那姚芳仪 怕是还有一番腥风血雨 只盼日后 还要世子妃多多帮忙 如果能说得上话的地方 一定尽力 叶木熙浅浅一笑 姚侧妃和叶熙为一派 是敌人 叶木熙自然要帮蒋蕊奇这边 万一日后英王当上皇帝 让姚芳仪的儿子当了太子 那叶家也就别想荣华一世了 你也别想太多 说不准 姚芳仪生的是个女儿呢 说不准 你能治好呢 放宽心 叶木熙安慰说道 蒋蕊奇倒是有底线 听她这安排 也没打算让姚芳仪流产 她要是打定主意 让姚芳仪的孩子胎死腹中 压根就不用这么麻烦 叶木熙也喜欢 跟有底线的人合作 回到世子府 叶木熙先找了赛华佗 让她悄悄给英王妃看病 这种事自然不能胜张 次日就是英王府办的庆功宴 叶木熙和南宫林都没打算去 但兰桂童后日去观音庙还愿 叶木熙也要一起 否则便是心不成 对菩萨不敬 上天眷顾 确实是该去还愿 劳烦婆婆和我一起了 叶木熙浅浅一笑 兰桂童笑道 你放心 都安排好了 后日会派兵倾道 不会让任何人冲撞你 只盼着这次菩萨保佑 能让你一举得难 老身就放心了 叶木熙只是陪笑 虽然她觉得都一样 但也不会拜夫人的兴致 只是倾道不够 冷循 你和商鹿 明日去观音庙一趟 把里面所有的东西 全部检查一遍 蛛丝马迹都不要放过 南宫里面无表情说道 还有寺庙里的女泥 全部盘查一遍 确保万无一失 冷循报权 是 朱雅珍在一旁听了心惊肉跳 叶木熙出去上个香还院 整得比皇帝出行还谨慎 清道 便是以师尾开道 外人无法靠近叶木熙三丈之内 连寺庙都清查一遍 想在寺庙里动手 也别指望了 表哥说的没错 何该这么谨慎 兰若先认真地点点头 看向叶木熙关切说道 听闻嫂嫂前日坐的马车 被摇侧飞冲撞了 万幸没事 嫂嫂可得小心一点 不能再有这样的意外了 叶木熙只是微笑 如果你不对我动手 我估计我能少出几个意外 无时无刻不在世子面前关心我 这演戏的本领 叶木熙救赴她 深夜 一道身影悄悄去了马厩 往那石草里添了一些东西 办成了吗 若亚珍焦急问道 贴身婢女兰儿点头 办成了 没有人发现 夫人尽管放心 那就好 你下去吧 朱亚珍脸色缓和了一些 马的草料里加了凝香草 这玩意儿没有毒 对马也没有害处 以侯府的谨慎小心 明日出门之前 马车都会再检查一遍 若是直接对马下药 一查便知 可是马儿吃了凝香草 并不会有什么异样 也不会被人发现 但凝香草 却和白玉兰相冲 吃了凝香草的马儿 闻到白玉兰的香味 就会发狂 发疯 观音山的路上 种了不少白玉兰 此时正是开得鲜艳 当马车驶入山上 马儿突然发疯狂奔 而马车里的夜幕熙 自然凶多吉少 如此精湛的计划 连祝亚珍都要佩服自己 明儿我约了几个夫人 一起听戏 马车在观音山出事 可跟我没有丝毫关系 祝亚珍想到这里 眼中闪过一抹宁笑 叶木熙 我绝不会让你的孩子 抢了我儿子的位置 次日一大早 叶木熙就来了 侯府已经备好马车 叶木熙和兰桂同意 同上了车 去观音庙还院 随行的还有商路大夫 和冷巡夜宵白两大护卫 更有一队清兵开路 要不是南宫领 被皇帝召入宫中议室 他也会陪同 朱雅珍亲眼看着 叶木熙和兰桂同 乘着马车离开侯府 心底满是快感 叶木熙 你也有今天 想不到我会在 马车上做手脚吧 任凭南宫领 安排得再仔细 这一次 你也完了 马车哒哒 还没走出一条街 叶木熙突然双眼一翻 晕了过去 木熙 木熙你怎么了 兰桂同吓了一跳 问道 叶木熙昏迷不醒 脸色惨白的可怕 随行的商路把脉 脸色一变 夫人 世子妃不大好 她迈向虚服 心律不起 似是动了胎气 不对啊 刚刚出门之前 都还好好的 世子妃是不是吃了什么 不该吃的东西 怎么会 她来侯府 连一杯茶水都没喝 蓝桂同脸色一僵 晚秋瞬间红了眼眶 少大夫 你快看看 怎么办啊 我得赶紧给世子妃保胎 幸好发现得早 这要是再迟些 可就难说了 商路从袖子里拿出一个瓷瓶 倒出一粒白色的丹药 喂给叶木熙 那赶紧送回去吧 蓝桂同脸色也变了 名画性子冲动 忍不住怒道 这是谁要害我们小姐 竟然下此毒手 小姐什么都没吃 竟也中了招 这下手之人也太歹毒了 不只是饮食 香料气味 处处都有可能 不过 这一次发现吉时 世子妃并无大碍 只是需要立即服用汤药休养 商路说道 叶木熙突然昏迷 自然也不可能去观音庙 好在世子府离侯府很近 只是过一条街就到了 婢女把叶木熙抬到了床上 商路开了方子 又派了人去宫里叫世子 世子府忙得一团乱 夫人 小姐这样 今日是不能去还愿了 但许了日子不去 是要被菩萨怪罪的 这可怎么办啊 晚秋忧心忡忡说道 蓝桂同说道 你们且安心照顾沐熙 我带她去便是 都一样 那真是麻烦夫人了 晚秋感动说道 蓝桂同看着昏迷的叶木熙 心底也在暗自私存 是谁 这么快就对叶木熙下毒手 小姐 夫人去观音庙了 晚秋近来禀报道 脸色再无刚才的悲戏 而原本昏迷不醒的叶木熙 也磨得睁开眼睛 看着面前的遗众 笑道 辛苦大家了 这是应该的 商路笑道 叶木熙刚才就是装的 她和兰桂同要去还愿的事 京中诛人都知道 哪怕安排得再仔细周全 但鸣枪易朵 案件难防 谁知道会不会有人暗中使坏 所以她早就打定主意 观音庙不能去 南宫林也不愿意她去 本要帮她直接回绝 但叶木熙觉得这样平白惹人说闲话 而且她也很想看一看 第一个动手的人会是谁 故而假意答应 就等着今天一早装病不去 南宫林收到消息 就从宫里回来了 这个计划 是她和叶木熙一起制定的 叶木熙本来还觉得 这样对自家婆婆似乎不太好 但她也不能排除蓝桂同 毕竟去观音庙 就是蓝桂同提出的 倒是南宫林支持这个计划 似乎她也不信任蓝桂同 这就有点奇怪了 没事吧 南宫林的视线 落在叶木熙身上 见她笑叶如花 眸光也缓和了些 叶木熙敏春一笑 不都跟你说好了吗 只是演戏 只是演戏我也不放心 南宫林在她床边坐下 攥住她的手 深邃的眸光眷宠 叶木熙脸颊微红 正在此时 很多侍卫搬着箱子进来 来来回回 不知道还以为搬家 这是什么 叶木熙一脸惊讶 南宫林说道 皇室赏给你的 这么多 叶木熙更加惊讶了 瑶芳已有孕的时候 皇上的赏赐 也没有这么多呀 虽然人家只是个侧氏 但好歹是皇寺 自己有孕 和皇帝又没关系 怎么送这么多东西 笼络南宫家和叶家吗 世子 世子妃 外面有个公公要宣旨 听说世子妃昏迷 让您出去代为接旨 晚秋进来禀报 南宫林嗡了一声 叶木熙乖乖躺在 踏上装睡 倒是听见了外面的宣旨 大意就是 因为英王侧妃和世子妃怀孕 皇帝很高兴 所以于七日后 在御花园办一场春宴 以庆贺此事 然后就是对叶木熙 一堆夸奖和家赏 赏赐的厚礼 都念了老半天 叶木熙听了一脸茫然 之前姚放银有孕 英王府特意办了一场庆宴 叶木熙就觉得 已经很夸张了 没想到皇帝更夸张 就因为这种事还办公宴 邀请文武百官 一起同乐 你当生太子呢 搞这么大阵仗 一个臣子的媳妇怀孕了 高兴得和文武百官同乐 除非是为了姚方仪 但这也太抬举她了吧 英王又不是太子 姚方仪又不是正式 无论如何 也不该有这种荣耀 这一世有点玄 一个时辰后 小姐 不好了 大夫人出事了 晚秋急匆匆进来禀报 叶木熙待眉一条 怎么了 马车在上山的路上 突然无辜发狂 载着大夫人一路狂奔 把夫人从马车里甩出来 摔舌了腿 晚秋禀报道 叶木熙微微一致 摔舌了腿 天哪 幸好小姐没去 要是小姐去了 那摔下马车的 岂不就是小姐 明化一脸后怕 南宫里面沉如水 马为什么会突然发狂 赛神医已经过去调查 属下保护不力 还请世子责罚 冷寻报全 虽然是为了作戏 但南宫里确实让冷寻 他们都检查了一遍 确定没什么纰漏 这才罢休 但检查过 竟然还出事了 半个时辰之内 我要知道 是怎么回事 南宫里冷冷说道 冷寻领命退下 叶木熙看向南宫里 说道 世子 婆婆摔伤 我们先回侯府去看看吧 两人赶到静安侯府 其他人也都纷纷回来了 大夫 我娘的伤如何 南宫里问道 面无表情的脸色 让所有人都知道 她很生气 女医已经为蓝桂桐 处理了伤势 客气说道 世子放心 大夫人的腿 已经重新正骨接起来 只需要卧床养一个月 就能恢复如初 病尾伤到根本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那真是万幸 麻烦您了 蓝若仙一脸担心 说道 众人一同进了礼屋 蓝桂桐躺在床上 右腿摔断 已经包扎过 身上还有多处擦伤 但是比起摔断腿 也不算什么 婆婆 都是木熙不好 木熙就不该让婆婆 替我去还愿 叶木熙低垂下眼眸 蓝桂桐脸色倒是平静 宽慰说道 你说的什么话 幸亏伤的是我 要是你在马车上 摔出一个好歹 那还不如老身摔伤 幸亏你今日没有去 摇天之幸 你怎么来了 早上才冻了胎气 要好好休息 凌儿也真是 怎么能让你媳妇下床 看着蓝桂桐如此 叶木熙不由绝的 是不是自己误会了 婆婆确实想给南宫里纳妾 但她也不会害自己的亲孙 自己怀孕 婆婆就再也没提纳妾之事 倒是自己做得有失妥当 还好蓝桂桐只是摔断了腿 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良心如何能安 其实她除了和世子不太亲近之外 也没做什么针对他们夫妻的事 纳妾倒是不算 这是常事 穆熙担心你的情况 一定要来 儿子也没办法 南宫林说道 蓝桂桐笑得一脸欣慰 娘 怎么好端端的 马儿会突然发狂 咱们侯府的马 不是专门有人养吗 叶然是那养马的马夫不对 赶紧抓来问问 南宫玉霄又急又怒道 兰若先点点头 玉霄说的事 一定要彻查到底 今日沐溪本是要上山 只是临时动了胎气才没有去 下手之人 就是冲着沐溪去的 我绝不放过 南宫林冷冽说道 朱雅珍本来一心等着好消息 没想到叶沐溪没事 反而是蓝桂桐摔断了腿 要是叶沐溪这么摔下来就好了 他孩子准摔没了 可惜 如此天赐良机 都没能让叶沐溪中招 朱雅珍心里暗恨不已 听见南宫林要彻查 不免有几分心虚 突然眼珠子一转说道 今日这事可真是有些奇怪 本来嫂嫂应该和大娘一起去 但嫂嫂没去 大娘就出事了 这时机还真是有些巧 南宫玉霄当场就火了 二嫂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是说 我嫂嫂知道要出事 故意不去了 玉霄 我可没这么说 我只是说 长嫂这胎气 动得太是时候了 朱雅珍音策策说道 叶沐溪脸色不变 为她说中了 自己就是故意不去 因为这话说得不错 看来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 这孩子 上苍眷顾 老天爷都保佑她 安然无恙 叶沐溪不紧不慢 清诚的脸上 看不出丝毫破绽 朱雅珍没想到 她还能找到 这么好的借口 很不甘心 免礼藏针说道 那按照嫂嫂的意思 大娘不是老天眷顾的人 没有福气 所以大娘才会出事了 僵了一句 弟妹怎么会如此想呢 婆婆当然是老天眷顾的人 有福之人 叶沐溪长袖善舞 轻描淡写 就推了回去 老天眷顾 保了孩子 但她命里该有一劫 自然要有人 帮她避过这一劫 恰好婆婆受伤了 思以为 这便是替她消灾了 婆婆 墨西真是谢谢你 兰桂童一向信服 听这种说法 倒是笑了 气韵之说 最是玄傲 但要是真这么说 也说得过去 这倒是让我觉得 这一摔 摔得直 只要我们家的小孙儿 没事就好 祝亚珍彻底被堵得 哑口无言 南宫玉霄都没反应过来 一轮唇枪舌剑结束了 只是隐约感觉 他们刀光剑影 一不留神 就被捅了几刀 可怕 正在此时 塞华佗匆匆走了进来 禀报说道 世子 大夫人 老朽已经查清 骏马误食凝香草 凝香草和白玉兰相冲 马儿吃了凝香草 再闻到白玉兰香味 便会发狂 观音山沿路种满了白玉兰 故儿 凝香草 马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马夫都查不出来吗 这是瞎子 南宫玉霄怒道 南宫家的马 出门之前 马夫都要检查一遍 以免马儿身体不适 影响贵人们出游的性质 塞华佗解释道 这 确实查不出来 凝香草无毒 马吃了凝香草 也不会有问题 看不出一场 只有闻到白玉兰的香味 才会发作 老夫 也是检查了马的粪便 才发现其中奥秘 这确实怪不得马夫 但南宫玉霄寒毛都炸了 下毒之人 真是阴险狡猾 竟然用了这种办法 传马夫 南宫领冷冷说道 不一会儿 马夫张阿三 就被带上来 世子饶命 大雪凉居 一向性情温顺 吃苦耐劳 小子也都是好料未养 从不敢懈怠 真不知道马儿 怎么会突然发狂 害起世子饶命 张阿三瑟瑟发抖 磕头就败 大夫人乘车摔断腿的事 已经传遍整个侯府 把她吓坏了 就怕贵人们一怒之下 砍了她的脑袋 你老实交代 怎么会喂骏马 吃凝香草 叶木熙挑眉 贺问 张阿三磕头如捣蒜 世子飞鸣茶 小人没咬 小人不知道 什么是凝香草 更不敢 给大雪凉居吃 大雪凉居 价值千金 小的都是拿 侯府最好的草料喂的 哪个让她胡乱吃东西啊 这大雪凉居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小的这一条命 也赔不起啊 这倒是实话 大雪凉居是千里马的一种 性情温顺 最适宜拉车 连皇帝出行的龙年 也是用这种马 整个京城 用得起大雪凉居 拉车的权贵 不多 大雪凉居 比普通人命还贵 马夫又怎敢懈怠 那最近几日 她吃了什么 你都清楚吗 叶木熙又问道 张阿三连忙说道 小的不敢谢她 这两日 大雪凉居 都待在马厩 哪儿也没去 每日吃的草料 都是侯府里的 绝对没有吃什么 不该吃的东西 看来是有人暗中 在石草里加了凝香草 你有没有发现 什么可疑之人 叶木熙又到 张阿三哭丧着脸 小人不知啊 你仔细想想 昨晚 有没有人靠近马厩 大雪凉居 勿施凝香草 你若是有线索 本世子 给你一个 将功赎罪的机会 南宫领冷冷问道 南宫领缩短了范围 张阿三为了自己的小命 拼了命的回忆 突然灵光一闪说道 我想起来了 昨日我出去小姐 无意间瞥了一眼马厩 看见一个身影出去 等我走进来就没了 那是一个内院丫鬟的背影 我想 马厩是外院 怎么可能有内院丫鬟过来 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这话一出 朱雅珍瞬间呼吸都紧张了 你胡说什么 大大夫至家严格 怎么可能有丫鬟大半夜去马厩 再说了 那院晚上都落了锁 那丫鬟怎么去外院 二少奶奶恕罪 小的 小的也不知道 是不是看错了 张阿三被这么一下 更没把握了 叶木熙差不多明白了 淡淡说道 弟妹别急 据我所知 家里有不少管事 都有钥匙 区区一个普通丫鬟 自然没办法去外院 但如果背后有人的话 你看见那丫鬟长什么样吗 是看见一个背影 就是寻常神亮 那衣服是桃粉色的 这个小的倒是记得 张阿三畏畏缩缩缩说道 南宫玉霄眉头一簇 这颜色 似乎是家里 一等丫鬟的衣服 侯府丫鬟们的服饰 颜色不一 区别很明显 静安侯府的 一等丫鬟可不多 朱雅珍更紧张了 但脸上还绷着 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叶木熙多看了她一眼 淡淡说道 悬赏目击者 说不准 昨晚还有人看见了 凡是提供线索者 赏银千两 传令下去 是 晚秋领命 南宫玉霄恶狠狠 挥了回拳套 家贼难防 要是让我查出是谁 我一定把他打死 哼 敢对娘亲和嫂嫂 下此毒手 可恶 朱雅珍吓出一身冷汗 悄悄避开叶木系的目光 幸亏这个马夫 只看见了一个背影 要是看见了脸 那可就真的完蛋了 不行 叶木熙已经怀疑了 该灭口吗 但那可是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丫鬟 应该不会背叛自己 才搏动人心 万一兰儿受不住诱惑呢 朱雅珍自己就是个看重利益 不相信感情的人 又怎么可能放得下心 还是找个借口 让兰儿消失吧 兰桂同静养 叶木系有孕 静安侯府的事情 倒是落在了朱雅珍手中 让他高兴不少 也算是没有白蛮活一场 就在他打算找个借口 让兰儿消失的时候 兰儿却不见了 这个该死的贱臂 竟然逃跑了 他发现我的杀鸡 不行 我要暗中追查 不能张扬 朱雅珍脸色阴沉 世子府 兰儿跪在地上 血迹斑斑 南宫领队敌人 绝不心情手软 哪怕对方是一个女子 直接就派九游名府的杀手 趁他上街买东西 把他掳了 张阿三含糊不清的证词 他自己都不清楚 那晚到底是谁去了马厩 但叶木熙和南宫领 却都有了一致的怀疑对象 朱雅珍 没有证人就没办法了 找不到证据 就不能确定凶手 南宫领不需要按照套路出牌 先抓过来 不管是不是 省过就知道 简单直接粗暴 兰儿只是一个普通的婢女 自然经不住九游名府的刑罚 倒是痛快招任 就是自己在石草里下毒 但却死都不肯招任 是朱雅珍之使 你是朱雅珍的贴身丫鬟 和她一起长大 即便你不承认是她之使 她就能撇清关系吗 叶木熙挑眉 兰儿奄奄一息 虚弱说道 跟我家夫人无关 都是我自己干的 你不能诬蔑我家夫人 你不能 那你为什么要下次毒手 叶木熙反问 没想到 朱雅珍竟然还有一个中仆 兰儿气声说道 世子妃 你杀了我吧 都是我干的 我有罪 你杀了我吧 世子妃 她已经求死 再审也审不出什么 冷寻压低了声音说道 叶木熙挑了挑眉 兰儿的忠心 叶木熙也欣赏 不过敌人就是敌人 她不会放过 想害死自己孩子的人 至于朱雅珍 不承认也行 以后有的是机会 但就让叶木熙这么算了 未免太浪费 你既然非要说 这事和朱雅珍无关 倒是说说 谁收买你 难道你一个小丫鬟 就能有管事钥匙 还能知道 冥香草和白玉兰相撞 叶木熙戴眉一条 话里有话 兰儿正正看着叶木熙 突然反应过来 她要帮朱雅珍撇清嫌疑 那这个黑锅 就必须有人背 她一介婢女 背不动这个罪名 一瞬间 有好几个名字 在她脑海中浮现 突然脱口而出 是仙姬郡主 都是她 是她收买我 叶木熙有些意外 兰若仙的形象 一直很好 就算是攀污 一般人也不会想到她 仙姬郡主 为什么要收买你 叶木熙挑了挑眉 兰儿说道 因为 因为兰代儿 兰代儿一心喜欢世子 仙姬郡主 也曾帮忙撮合 但最终 世子却娶了你 兰代儿对你怀恨在心 又不明不白 在东海消失 仙姬郡主 怀疑是你害死了兰代儿 所以要替她妹妹找你报仇 刚开始 兰代儿还说得磕磕碰碰 结果越说越顺 人在面对绝境的时候 潜力无限 叶木熙眸光恢复了平静 原来是因为兰代儿 喜欢南宫里 而兰若仙 又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这才攀污她 为妹报仇 就连这婢女 自己都没想到 兰若仙 其实也喜欢南宫里 这种借口 自然不会有人相信 但是叶木熙倒是很乐意 给兰若仙找点麻烦 让她处于被动局面 你的话 我不信 不过 我也不是官府 晚秋 把她送交行部 叶木熙淡淡说道 晚秋领命退下 兰儿压根不懂 叶木熙的打算 但为了给朱雅珍洗刷嫌疑 她已经决定 就把黑锅扔给兰若仙 兰儿被送官后 她的证词 一时激起千层浪 虽然众人都觉得 她在胡说 但兰若仙毕竟被指正了 闹得她一团乱 天天往行部跑 人在屋中坐 锅从天上落 兰若仙气得不轻 郡主 世子和世子妃 都特意派人传话 说那个兰儿 是往您身上泼脏水 他们都相信您 还有喜少爷 玉霄小姐 君公子 大家都信您 不会相信那 贱臂的鬼话 燕书说道 兰若仙冷若冰霜 面无表情 朱雅珍调教出来的丫鬟 还真是忠心耿耿 她已经去了刑部两趟 但那兰儿 为了不牵连住雅珍 攀咬她 宁死不松口 可把兰若仙气得 威逼利友都没用 罢了 表哥相信我就够了 剩下的 有劳末尘帮我慢慢澄清 兰若仙随意摆摆手 你下去吧 是啊郡主 有君公子在 士林中的声望 很快就会帮您 洗清冤去的 燕书硬喝了一声 扶身退下 等屋中空无一人后 兰若仙方才死死攥着拳头 漂亮的脸 猙獰的扭曲 祝雅珍 该死 她有种种手段 对付祝雅珍 让祝雅珍自暴其短 揭开真相 但是算了 暴露祝雅珍 只是为叶木熙 捡出一个对手 兰若仙可不想自己赤着胳膊上阵 为了借刀杀人 她只能容忍 祝雅珍 你就再好好活几天 等叶木熙流产的时候 你再为她的孩子 赔葬吧 兰若仙眼神深沉 扭曲的脸 渐渐渐恢复成以往的端庄温柔 借着旧驾之功和傍上英王 叶昕威渐愎 如今是皇帝面前的大红人 春焰也交给他承办 皇帝有令 文武百官 黄庭女官 朝皇帝秀 皆是纷纷来到了御花园 南宫家的人皆出席 即便是南宫领和叶木熙 也要给皇帝面子 听完宫里已经多年没有因子嗣而庆祝 皇上弄这一出 难道是有意将逃妃之子扶持为嫡子吗 那姚家必然是的 叶清瑶看着热闹非凡的御花园若有所思 君墨尘不知是想到了什么 微微摇头 难说 盛心难测 这两人一个清风济月 如切如搓 一个清澈如水 亭亭玉立 两人站在一起 正是一对才子佳人格外登对 正说话间便和兰若仙遇上了 兰若仙依旧美得果色天香 不负她美人之名 只是眉眼间有几分疲惫 为了解决兰儿的麻烦 她这段时间受累了 君大哥 嫂子 兰若仙看见两人浅浅一笑 君墨尘看着她 关切说道 室里那边 我已经安排人澄清 流言也遏制了不少 倒是那婢女 说话不尽不识 真该找朱雅真问一问 谢谢君大哥 找二嫂就不必了 她到底是南宫家的人 我也不想与她有什么冲突 兰若仙轻咬红唇 那样子就仿佛是因为 不想为了一个婢女 和祝亚真闹起来 以何为贵 你就是太为别人着想了 君墨尘说道 不过你放心 世子没有相信那婢女的话 兰若仙浅笑 这便够了 管旁人说我什么 只要表哥 还有你们相信我就够了 叶木熙和南宫岭 一起走进御花园 迎面就碰上了姚芳仪 她身边前呼后拥 比王妃还大的阵仗 世子妃还真是运气好 敢巧跟我一块怀孕 皇上为我准备的春宴 顺便帮你庆祝了 姚芳仪一看见叶木熙 就呛了起来 上次被叶木熙压了一筹 她记恨在心 皇帝的态度 让姚芳仪膨胀了 这一次春宴 就是为了自己腹中的孩子 皇帝肯定是打算 让英王继承皇位 到时候 这个孩子就是太子 自己就是未来的国母 到时候 叶木熙这些人 都要看自己的脸色形势 还需要忌惮他们吗 皇上的圣旨是 庆姚妃和世子妃有喜 可没说只庆祝姚妃一人 姚妃你怎么不说 是你运气好 搭上世子妃的春风 顺便帮你庆祝了 不等叶木熙说话 刚进来的谢喜霜 已经呛了回去 叶木熙一出现 凤凰公和皇庭夜党的 闺秀女官 纷纷围拢过来 恭喜世子妃 皇上如此重视 真是极致荣宠 掌公夫人许杰如笑道 凤凰公掌使 沈和一温生笑道 自皇上登记以来 大前还没有哪个 外朝夫人 由此殊荣 可见皇上对世子妃 世子 对两个侯爷的看重 世子妃本就是百年以来 唯一的朝皇夫人 如今再多出几个例外 我也不觉得奇怪 只觉得世子妃担得起 江叔爽朗笑道 对啊 恭喜恭喜 以几人为首 众女纷纷祝贺 倒是把叶木熙为的严饰 比姚芳怡那边 还要声势浩荡 可恶 明明就是沾了我的光 台上却摆得比我还大 姚芳怡恨恨咬牙 看见叶木熙身边 围的人比她的多 心里就不舒坦 她可是未来的国母 身份比叶木熙尊贵多了 这些人 就是目光短浅 皇上驾到 太监医生畅怒 圣驾出现 众人齐齐跪拜行礼 皇帝今日心情似乎不错 脸上禽着淡淡的笑意 众人依次入座后 歌舞升平 功仇交错 宫宴开始了 庆安侯和领武侯 都是朕的功骨大臣 如今 一个为朕北征草原 一个为朕镇守西域 与我大前的江山设计 立有不适之功 庆安世子 亦是朕的心腹大臣 以左都御使之职 监察天下 为我大前立志清明 可剿匪平逆 鞠躬尽瘁 庆安世子妃 身居朝皇夫人之职 抚贵妃主持皇庭 可谓是满门中烈 皇帝看着文武大臣 先是表公了一番 随即看向南宫领夫妇 笑道 朕闻世子府有喜 甚是欣慰 若是不表示一番 岂不是朕 活情寡义 叶母戏有点懵 虽然叶家和南宫家 确实为大前尽忠 但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对两位长辈来说 这不过是应该做的事 绝不会因此而邀功 皇上过奖了 家父和夫君身居要职 再其位 自该谋其政 不过是分内之事 叶母戏扶身说道 皇帝哈哈一笑 有功不自傲 不愧是朝皇夫人 不过朕惊口欲言 该上 传朕旨意 若世子妃生子 赐封为世子 籍贯赐绝 若生女赐封为郡主 同皇族郡主规格一致 并不是侯爷之子 都是世子 世子是一个爵位 表示他未来是侯爷 无需任何功勋 大前上一个 被赐封的世子 只有南宫领一人 叶灵萧封侯 乃是八年南疆之功 而叶母戏肚子里这个 还什么都没做 就已经预定了 众朝臣倒吸了一口气 不得不感慨 皇帝对南宫家 还真是得天独厚的恩宠 南宫领上前一步 臣谢皇上隆恩 一旁的姚方仪 看得羡慕得牙痒痒 接下来 该赏赐自己了吧 是不是要把自己 肚子里这个 立为嫡子 令刺世子妃 金铜茶一杯 皇帝轻描淡写说道 这话一落 满朝哗然 连刚才赐封 世子郡主 众人都没说什么 但是一听金铜茶 顿时议论纷纷 叶母戏也是惊讶 金铜茶的来历 可就大了 传言 观音坐前的金铜玉女 落入凡间 其金铜 变成了金铜草 以金铜草所主之茶 名为金铜茶 有观音送子之寓意 喝金铜茶 必生金铜 整个大前 也就不过几株金铜草 上一株 还是皇后娘娘 当年怀臣旺的时候用的 上上株 则是太后怀孕 生皇帝的时候 这金铜茶 几乎成了皇族皇后专享 便是再得宠的贵妃也分不到 因此 茶有规矩 许妻不许妾 传言在叶木熙看来 是无稽之谈 但是这玩意儿 历经当朝太后 皇后 确实很灵验 已经成了皇族 绝不外流的秘宝 怎么今日 却赐给一个臣子 父皇 这怕是不妥吧 叶木熙不过是一个世子妃 哪有资格喝金铜茶 姚芳仪实在是忍不住了 说道 眼睛都极度红了 他想生儿子 他才是最需要金铜茶的人 皇帝淡淡说道 皇族子嗣不兴 没有用的机会 南宫家和叶家 功继卓越 正是当用之人 皇上说的是 姚丞相立即站起身 横了自家女儿一眼 皇帝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刺出去了 你还反驳 有用吗 不如抓紧机会 给自己谋点利益 皇族子嗣不兴 两位亲王 只有小女友孕 老臣厚着脸皮 还请皇上刺查 姚丞相接过话说道 叶灵伯立即紧跟其上 丞相言之有理 若是姚侧妃 能一举得难 实乃皇族之心 姚放仪的脸色 这才好了一些 你喝金铜茶 我也要喝 诅咒你生个女儿 生不出儿子 皇族侧氏未有资格 难道几位老臣还不知道 等阴王妃有喜 这自会赐下 皇帝不悦说道 蒋蕊奇的心里 稍稍安慰了一些 姚放仪对蒋蕊奇 恨得牙痒痒 可是 她一直没有身孕 给她也是浪费 她根本生不出 姚放仪 进院 皇府烟打断她 脸色难看 当着皇帝和文武百官的面 说这种话 殷王府的脸都要丢光了 叶细微笑 盈盈走上前 启奏皇上 御膳房正在准备金铜茶 尚需要半个时辰 皇帝嗡了一声 没再理会姚方仪 和其他大臣说了些闲话 便先走了 留下一众大臣龟秀 在御花园赏玩 皇帝走后 众人也就放松了一些 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皇帝如此重视世子妃 就是和叶木心 没什么交情的龟秀 也纷纷上来祝贺 细微 皇上不公 这么维护世子府 我可是阴王的侧妃 我都不能喝金铜茶 凭什么给她喝 你 你等会儿送金铜茶的时候 故意打翻好不好 姚方仪气的 叶细微无难一笑 表姐 御赐之物 请能儿戏 若是打翻了 即便是我 也是大罪 那你偷偷换一杯 表姐 你就别异想天开了 这怎么行 这可是欺君之罪 好了 那叶木心生男生女 和表姐你又没什么关系 只要蒋瑞奇生不出来就行了 叶细微劝慰了一句 便去御膳防忙了 摇放一急恨得牙痒痒 看着被人围着的叶木心 突然觉得 难道这次春宴 其实就是为了她 自己才是沾光 凭什么呀 可恶 摇放一气不过 想找皇甫眼吐苦水 没想到转头一看 皇甫眼竟然和蒋瑞奇 连妹 去给叶木心贺喜 摇放一更憋屈了 半个时辰后 叶细微端着金铜茶 款款走向御花园 这杯茶 端来之前 寓意咽了一遍 这也是皇上交代的 世子妃的饮食 万万不可马虎 叶细微也不敢马虎 金铜茶要是在自己手上出事 那她则无旁贷 搬着茶 刚刚走到御花园外围 就看见朱雅珍 一个人站在一丛月季前赏花 兰儿被抓 好在没有土路跟自己有关 朱雅珍得以保全 但是 她在南宫家 也开始引人怀疑 南宫玉霄他们 把叶木心保护得严严实实 压根不让她靠近 她端着打胎药 却没有用武之地 这个孩子绝对不能生下来 皇帝如此恩赐 以后这孩子 就是第二个南宫林 南宫家 哪还有他们二房说话的份 只有叶木心不能生养 才能挽救二房 在南宫家的地位 为了小轩儿 为了爵位 哪怕是铤而走险 哎呀 谁啊 冷不丁被人撞了一下 朱雅珍怒道 回头一看 正是端着茶盏的叶熙威 抱歉 朱姐姐 熙威一时不慎 叶熙威客气说道 朱雅珍看见她 倒是变成了笑脸 叶熙威是皇帝面前的红人 又在大夫人面前很得脸 而且还对南宫林有些想法 是叶木心的敌人 就是自己的朋友 熙威小姐客气了 原来是你啊 你这是 给叶木心送金桶茶 朱雅珍看着她手中的茶盏 眼中满是极恨 自己当初怀孕的时候 可没这种待遇 连皇帝都希望她生儿子 当初自己生小轩儿以后 朝廷可什么表示都没有 都是南宫家的少奶奶 凭什么如此不公 可恨 嫉妒 憎恶 是啊 叶熙威应了一声 身子摇摇晃晃 脚下一个亮枪 差点摔在地上 朱雅珍一把扶住她 细微 你这是怎么了 我身子向来不好 刚才撞得住姐姐 头好晕 叶熙威脸色惨白 端着茶盘子的手 已经颤抖不稳 朱雅珍连忙一把 接住她手中的茶盘 你先坐着休息一下 你身子不好 今日操劳公宴 累坏了吧 皇上说 要趁热端过去 刻不容缓 我不要紧 有劳姐姐帮我端一下 我吃一下药 叶熙威虚弱说道 朱雅珍笑道 赶紧吃药吧 你这身子骨 可真是令人担心 叶熙威低下头 解开腰间的锦囊 从里面拿出一个瓷瓶 倒出一粒药丸 浮下 闭上眼睛调息 朱雅珍看着面前的金铜茶 又看了看 四下无人 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这茶是叶熙威安排的 到时候 叶木熙流产 也是叶熙威的责任 和自己没关系 就算她事后知道 是自己陷害她 但她也没证据 想到这儿 朱雅珍立即从怀中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打胎药 这是她特意找人配置的 药性非常烈 不仅能让叶木熙流产 还能伤了她的根基 让她以后都无法怀孕 只不过 朱雅珍一直找不到机会 给叶木熙下药 这下好了 太好了 黑锅叶熙威悲了 而自己完美避过 哼 我怎么这么聪明呢 这一刻 朱雅珍不由佩服起自己 也就是几个瞬息的功夫 朱雅珍手脚麻利地下了药 刚刚下完 叶熙威就刷得睁开眼睛 朱姐姐 怎么脸上这么多汗 叶熙威惊讶问道 吃了药后 她的脸色好了一些 从朱雅珍手中接过茶盘子 似是已经缓和过来 朱雅珍掩饰着紧张说道 我热呀 今天穿的衣衫有点多 好热好热 我 我去吃点水果 先走了 朱姐姐再见 叶熙威浅浅一笑 微微汗手 看着朱雅珍不太自然离开的背影 叶熙威低头看了一眼 手中的茶盘子 又仿佛不经一般 瞟了旁边的草丛一眼 脸上的笑容更深了 朱雅珍果然没有让她失望 这下看来 穆熙真的要生一个小柿子了 我听说那金铜茶可灵验了 太后皇后都喝过 谢喜双笑嘻嘻说道 叶穆熙倒是不稀罕金铜茶 金铜玉女她都喜欢 反正她和世子来日方长 刚才那咬侧妃还耀武扬威 这下好了 打脸了吧 哼 南宫玉霄嘲笑说道 叶穆熙淡淡一笑 随她 恭喜世子妃 玉膳房备好了金铜茶 皇上特命我送来 叶穆微笑盈盈端着茶盘子走来 叶穆熙看着她 她端来的东西 自己当然不敢下毒 但是还有一个兰若仙 即便是遇刺之物 也不敢赌 正在叶穆熙打算 故意打翻茶盏的时候 突然身子一晃 脸色白了几分 爹姐 你怎么了 叶清瑶吓了一跳 关心说道 叶穆熙淡眉微醋 有点难受 快就碎神医 众人急了 当下一片兵荒马乱 叶其微压根 没机会靠上前 心想 难道叶穆熙故意装病 随手将茶盘 搁在旁边的石桌上 三两步走上前 关切说道 传御医 快传御医 如果是装病 那御医在这儿 一下就识破了 万众瞩目的世子妃 突然身体不适 御花园顿时乱了 南宫领第一时间 赶到叶穆熙身边 握住她的手 穆熙 眼中难得地出现了一丝慌张 叶穆熙靠在她的怀中 别担心 我 我只是感觉有点虚弱 不是那种滑胎的感觉 你别担心 她特意问过赛华陀 滑胎流产的征兆 都是腹部疼 可是 她肚子好好的 就是有点疲累过度的感觉 很虚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赛华陀呢 快过来 南宫领急到 赛华陀早就在一旁待命 急匆匆赶了过来 把脉 脸色有些古怪 穆熙你怎么样 你倒是说话呀 南宫领如此淡定之人 今天却着急了 赛华陀又仔细把脉了一番 似乎不能做决定 又给叶穆熙扎了几针 细细检查 众人都目不转睛盯着赛华陀 气氛凝重 叶细微眼中也多了一丝疑惑 看起来不像是装的 姚芳仪看着这一幕 心底大呼过瘾 活该 让你嘚瑟 这下倒霉了吧 该不会是中了谁的暗招 孩子没了吧 那真是大快人心 不经意间 姚芳仪的眼神 落在了一旁的金铜茶上 此时 大家都关注着叶穆熙的情况 这茶孤零零搁在一边 无人问津 如果趁现在自己喝了 然后伪装成 他被人撞倒坡了的假象 没人会注意 想到这儿 姚芳仪一颗心地活落了 不作不经意地走到石桌边 姚芳仪见没人注意这里 立即端起那茶杯 一饮而尽 然后悄悄地 将茶杯扔在石桌边的花树下 看起来就像是不慎落地一般 喝完金铜茶 姚芳仪整个人都觉得不一样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先说 南宫领催促道 塞化陀辅了辅胡须 说道 世子妃没有什么大碍 胎儿很稳 其脉象比一般人要更强盛些 这孩子日后一定是个健康的娃娃 只不过世子妃却格外虚弱 老夫仔细查过了 世子妃并无隐疾 身体健康 这虚弱似乎是母体不足 这不对吧 地间每日都喝十全大补汤 那已经是大补了 怎么还不足 叶青瑶惊讶问道 塞化陀苦笑一声 如果我没判断错 是这孩子的问题 他需要的太多 世子妃的身体跟不上 所以才会虚弱至此 这难道是遗传 叶家没这种事 难道是 叶青瑶看向南宫领 当年大夫人怀孕 也是如此辛苦吗 兰桂童一正 随即笑道 没有 世子当初很听话 确定孩子没事吗 叶木熙忍不住问道 塞化陀点点头 是 老夫保证 世子妃无需担心 那就好 叶木熙松了一口气 只要孩子没事 什么都好 南宫领的眉头 却拧在了一起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没有直说 问道 对木熙的身体 有损害吗 就是身子虚弱 需要多补补 并无其他病症 老夫会重新调配补汤 给世子妃加大滋补 塞化陀说道 几个御医依次上来把脉 和塞化陀的结论一样 连已经离开的皇帝 都被惊动的 重新回来 听闻此事 大手一挥 来人 给世子府 送五车不要 是 谢皇上隆恩 叶木熙看向南宫领 握住他的手 世子 我很好 我不会让你有事 南宫领也看向他 语气坚定 叶木熙冲着他点点头 微微一笑 正在此时 突然一声惨叫 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好疼 好疼啊 姚芳仪捂着肚子 倒在地上 众人看过去 就见姚芳仪疼的脸 已经扭曲了 身下一滩血迹 染红了衣裙 凤衣 你怎么了 皇甫眼冲了过去 抱住他 但却抱了一手血 姚芳仪痛苦不堪 王爷 我肚子好疼 玉衣 快传 玉衣 皇甫眼怒道 玉衣急急忙忙赶到姚芳仪面前 一把脉 脸色都是惨白 跪在地上 微臣死罪 姚瑟妃 流产了 怎么会这样 刚才倒好端端的 怎么会流产 皇帝愤怒道 他虽然不太在乎一个侧妃之子 但好歹这也是皇嗣 还是英王的第一个孩子 那玉衣说道 姚妃服用了大量堕胎之物 不仅流产 此时还有生命之忧 便是勉强救下 怕是 怕是 也不能再生养了 皇甫眼怒道 赶紧救人哪 玉衣慌慌张张 把姚芳仪抬进内殿 叶木熙有点奇怪 照理说 不应该啊 宫宴最是严格 下药最难 姚芳仪刚才吃了什么 不该吃的 叶木熙四处看了看 视线落在花树下的空杯 这 是金通茶的茶杯 里面的茶水呢 难道 启奏皇上 姚策妃性命已经保住 微臣死罪 未能保住皇室 玉衣出来请罪 皇帝面臣如水 竟有人敢谋害皇寺 在朕的眼皮子底下 朕 绝不轻柔 父皇 方姨说 她刚才喝了金通茶 皇甫眼脸色严峻地走了出来 她再三逼问 姚方姨为了查出害自己的凶手 总算是坦白了 金通茶 皇帝看向叶熙威 叶熙威看向一旁的茶盘子 和地上的一个空茶杯 脸色一变 姚方姨竟然喝了金通茶 这个蠢货 御医捡起茶杯 食指沾了卑鄙残留的茶水 一见一闻 说道 皇上 这金通茶里 被人下了极重分量的打他药 好大的胆子 朕遇死的金通茶 竟然被人下药 把御膳房的人都给我叫过来 适渡的御医呢 你们都是瞎子吗 皇帝怒不可遏 竟然有人在他赏赐的东西里动手脚 朱雅珍看见这一幕 脸色惨白 完了完了 竟然被姚方姨喝了 不过没关系 没有证据 自己没事的 朱雅珍在心底默默安慰自己 顿时 厨子 侍卫 丫鬟 御医 跪了一地 叶细微跪在最前面 皇上明鉴 微臣约望啊 金通茶事关重大 端出运膳房的时候 我和两位御医 一起检查 确定真的没问题 以我们三人的医术 愿意人头担保 若是被人下了这种药 一定能发现 那御医激动说的 另一个御医接过话 皇上 微臣愿自裁一证清白 微臣当时检查的时候 金通茶真的没问题 事关谋害皇寺 谁也不敢沾上这种罪名 皇上 金通茶事臣女一手操持 臣女一直盯着 确定大家都没有玩忽职守 三位大人也是反复检查 来的路上 我更是自己亲自送来 如果臣女有意下毒 一旦事发 臣女则无旁贷 臣女岂会自绝坟墓 还请皇上明察 叶细微不亢不卑 义正言辞说道 皇帝问道 还有谁碰过金通茶 没有人了 臣女怕出意外 都是自己亲自端着 难道是 叶细微突然震惊看向朱雅珍 而顺着她的视线 大家也都看向朱雅珍 朱雅珍连忙说道 我什么都没干 叶细微 你可不能冤枉我 你喜欢世子很久 这金通茶 本来是要给叶木熙喝的 你绝对有理由这么干 朱姐姐 我视你为友 你怎能如此说我 细微感激世子的相救之恩 对世子和世子妃 心怀感恩 我又喜欢害世子的孩子 你怎么能如此诬蔑我 叶细微说到这里 险些喘不过气来 脸色又白了几分 皇甫眼盯着他们二人 到底怎么回事 叶细微便把当时的情况 说了一遍 只有那个时候 金通茶离了我的手 再无第三个人碰过 这只是你一面之词 我看是你下毒了 怕冬创事发 就故意拉我背锅 朱雅珍心底一片慌乱 但是脸上还是硬绷着 正在此时 一个长相寻常的女子 若若说道 皇上 臣女有要事起奏 当时臣女刚好就在附近 恰好看见这一幕 当时 叶小姐撞在了朱夫人身上 差点摔倒 就坐下来吃药 闭眼恢复了 大约几个呼吸的时间 就在此时 朱夫人往金通茶里 倒了白色粉末 这话一出 满座皆惊 没人想到 竟然还有目击者 朱雅珍如遭雷击 双腿一软 差点摔倒在地 一个亮呛才勉强 稳住身形 指着那女子怒道 你胡说 你和叶玺文是一伙的 你说谎 那女子旁边 另一个女子也出列说道 臣女也看见了 当时我们二人 就在附近一个花树下 说提解话 和叶小姐 朱夫人 隔着一撮芭蕉树 下药之前 朱夫人还四处看了一遍 我们二人 刚好被芭蕉叶挡住了 没被她看见 但我们二人 确实看见了她们 这两个女子 都只是寻常家事的千金 和叶西威 朱雅珍都没交情 叶西威惊讶道 你们既然早看见 为何不告诉我 叶小姐恕罪 当时离得有点远 我等只看见 朱夫人往里面夹东西 没想到会是打胎药 朱夫人乃是 世子妃的弟妹 我们万万没想到 她会害世子妃 更没想到 有人敢在 玉次金铜茶里下毒 顶多只以为是 是朱夫人 怕金铜茶太苦 加了点糖而已 那最先说话的女子 惶恐说道 旁边的女子跟着说道 我等没有及时奏鸣 还请皇上恕罪 我们真不是故意的 其实他们当时看着 也想过 是不是会发生不好的事 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确实没想到 朱雅珍赶下打胎药 直到事情闹这么大 万一到时候被查出来 他们就在附近 说他们知情不报 加个包庇之罪 就完蛋了 这才赶紧说明一切 来人 给朕搜查 皇帝沉下脸说道 几个太监冲上前 一把按住朱雅珍 很快便在他身上 搜到了一个刺盆 瓶子已经空了 但内壁还沾有一些粉末 玉衣一查 果真就是金铜茶里的打胎药 人证物证确凿 你还想抵赖 皇帝龙颜大怒 我 皇上恕罪 我 我就是一时糊涂 我真的没想害姚侧妃 朱雅珍扑通一声跪下 满脸仓皇 人赃病祸 他已经无可抵赖 怪之怪自己运气不好 竟然被人发现了 不然这个黑锅 盖在叶细微头上 那就好了 南宫领深邃的眸光 锋利得犹如利刃 你是想让我夫人流产 我 我 朱雅珍支支吾吾 说不下去 皇帝狠狠一排暗桌 大胆 好大的狗胆 如此狠毒妇人 竟敢在朕的遇刺之物中下毒 谋害黄寺 可恶 来人 把朱雅珍给我拖出五门 斩力绝 江东不证使教女无方 即日起 除去不证使一只 仗则武师 江东朱家再职为官者 皆免之 朱家之女 皆废除朝皇品阶 以敬孝友 皇上 皇上 让命啊 皇上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干了 皇上 朱雅珍吓得魂飞魄散 连忙跪下求情 皇帝冷哼一声 满脸怒容 夫君 你救救我 帮我求情啊 夫君求你了 朱雅珍连忙看向南宫廷 哀求道 南宫廷冷漠说道 你敢做出如此以下犯上之事 不配为南宫父 即日起 你就不是我南宫家的人 不要 夫君不要 我都是为了咱们的孩子 我都是为了你 你怎么可以翻脸不认人 夫君求你了 大娘 大娘你最疼我了 朱雅珍替此横流 悔不当初 南宫玉霄怒道 我娘确实疼你 但是 我娘的腿 现在还残了一只 不都是你害的吗 哼 你指使你的婢女 给马喂药 现在还不承认 兰桂童今日是带伤出席 坐在一边 淡淡看了朱雅珍一眼 什么话都没说 朱雅珍一言 最后只得看向南宫廷 夫君 我自从嫁给你 一心一意 都是为你打算 你不能这么对我 夫君 朱雅珍 你意图谋害嫂子的孩子 谋害我未来的侄儿 你还有脸说是为了我 嫂子有孕 我高兴都来不及 断然容不下你这种 心思歹毒的女人 南宫廷冷冷说道 朱雅珍心如死灰 没想到自己竟然落到了这一步 一切都太快了 不甘心 我不甘心 拖下去 皇帝一摆手 几个侍卫就冲了上来 朱雅珍死死抱着南宫廷的大腿 不要 我不想死 夫君 你救救我呀 不要 南宫廷 你这个没良心的 我都是为了你 你却这么狠心绝情 救我 南宫廷 南宫廷 鬼哭狼嚎的朱雅珍 最终还是被人拖下去了 场面一度很难看 不少人看南宫廷的眼神都怪怪的 让南宫廷恨不得现在就一刀砍了他 一刻钟后 两个侍卫捧着一个盒子走了过来 皇上 遗处行 皇帝愚怒未消 看了南宫廷一眼 说道 南宫将军 你自己看看 你的夫人做出如此歹毒之事 你有何话好说 那两个侍卫 将盒子递给了南宫廷 一个血淋淋的人头 死不瞑目 南宫廷面不改色 说道 末将未能及时发现这恶父的歹毒 末将失察 还请皇上降罪 朕相信你不会和他同流合污 如今他既已不是你的夫人 就和南宫家无关 你们都免了 皇帝只是警告了一句 淡淡说道 谢皇上恩典 一场风波 自此落下帷幕 女子间的争斗凶狠 刚才还风光无限的姚芳怡 如今只能并艳艳躺在床上 刚才还活生生的朱雅珍 已经人头搬家 连累亲族 胜者才配拥有一切 叶熙威因只是失察之罪 不轻不重地被罚了俸禄 看着朱雅珍的人头 神色淡然 那两个无辜女子 似是被他的人故意引到那处 不找到目击者 他又怎么敢让朱雅珍动手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本该是顺利的 但出了一个姚芳怡 倒是把他好端端一盘棋 搅乱了 真是个蠢货 他也只能再另想办法了 鹰王府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姚芳怡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大哭大喊 床边伺候的婢女 只得纷纷安慰 蒋瑞奇率人走了进来 姚策飞 王爷让你好好休息 不要想太多 你还是王爷的策飞 蒋瑞奇看着他 语气平淡 来人 补汤重上来 这些王爷特意命人熬制 专为你补气养缘 姚芳怡恨恨看着蒋瑞奇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孩子没了 你肯定很高兴吧 高兴还不至于 但你的所为 确实让我很难同情你 蒋瑞奇本就是个 嚣张跋扈的性格 随意说道 姚芳怡一把打翻补汤 我不喝 你不用假惺惺 不就是想在王爷面前 表现一下吗 你走 热汤淋了画门一手 当下就烫伤了一片 姚芳怡 蒋瑞奇怒了 深深压下怒气 说道 画门 下去包扎 我们走 此时 姚芳怡刚刚流产 自己要是跟他起了冲突 难免会让王爷觉得 自己在欺负他 姚芳怡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怨恨得牙痒痒 蒋瑞奇要是跟他闹起来就好了 可惜 叶木熙 都是叶木熙的错 本该喝金铜茶的人是他 本该流产的人是他 自己都是待他受过 他才该流产 姚芳怡的脸色渐渐扭曲 祝亚珍一死 倒是把兰儿那个案子弄清了 给兰若仙洗刷了冤屈 叶木熙仿佛看戏一般 从头到尾都没说一句话 不过是在宣纸上写了两个字 朱砂笔画了圈 交给红烟 兰若仙 叶熙威 红烟看着宣纸上的名字 脸色慎重 主子放心 切身一定盯紧他们 听闻春宴上 连皇帝赏赐的金铜茶 都有人敢下药 万幸主子没事 叶木熙随意说道 今日之事 不过是些开胃菜 心思最深的那个人 还没出手 就是已经出手之人 也没尽全力 死了一个祝亚珍 没了一个黄寺 竟然还不算真正的杀招 红烟顿时觉得头皮发麻 主子 这太危险了 要不 您和世子找地方避一避 等小主子顺利出声再说吧 红烟关心说道 叶木熙微微摇头 别人真想害你 想避 是避不开的 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唯有主动出击 才能掌握局势 主子有何事下 红烟宫紧道 叶木熙手指俯上腹部 薄唇微条 先过几天安生日子 他们都不是蠢人 刚刚没了一个祝亚珍 在没找到合适的时机之前 不会贸然出手了 对了 打探一下姚芳怡的近况 要时刻掌握她的动向 就她还想害主子 切身都能收拾她 红烟说道 叶木熙淡笑 不是 我是觉得 这么好的一把刀 总会有人想借一借 我倒是想看看 这次 刀会杀谁 清冷的声音 却透着杀机凛然 成交 神秘而残破的地底迷宫 南宫领穿过复杂的迷阵 一个全身都笼罩在黑袍中的男子 带着一个斗笠 坐在椅子上 旁边的桌上 还摆着一个酒坛 自饮自啄 等你很久 你终于来了 云书看了南宫领一眼 割下手中的酒杯 南宫领看着她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太清楚 其实 你那位妻子能怀孕 我已经觉得很奇怪了 她不过一个普通人 怎么会怀上你的孩子 我还怀疑不是你的 不过 照现在来看 是你的孩子 云书吃了一声 南宫领脸色一黑 这老不休说的什么话呀 能不是自己的孩子吗 你那位妻子 怕是称不到孩子出生那天 云书淡淡说道 南宫领盯着她 脸色冰冷 在话头说过 只是身体虚弱 需要进步 她没说错 但人身灵芝 不过是杯水车心 她就算是天下第一的神医 也不会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云书看向南宫领 语气笃定 你不也正是知道这一点 才过来找我 你想要我做什么 交换条件 云书哈哈一笑 痛快 老子辛辛苦苦培养你这么多年 你翻脸就不认人 倒是为了一个女人 就什么事都能谈 真跟当年的她太像了 一样的性子 条件很简单 和既无就合作 做一件事 听完云书的安排 南宫领二话没说 成交 这是百宝剑上卷 你拿去 上面的东西 能找到多少算多少 给你夫人补补身子 云书扔给她一个卷轴 那卷轴几场 上好的颈部 匿密麻麻 画着各种植物 等到那件事办成 我再给你下去 放心 我也很想看看 你的小娃娃 会是什么样 所以 我肯定不会食言的 咱们 还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云书说的 南宫领间的卷轴上 有好些东西 就是四海商行有的 当下放心 说道 好 看见南宫领离开的背影 云书端起酒杯 喝了一口 莲儿 我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 你不杀皇帝 不赴大前江山 不为他报仇 这些 我都可以自己做 但那件事 我一定要做到 这是我答应他 也是答应我 做所有人的承诺 这里在锦绣繁华 你也只是个过客 自从桃殷遇刺后 黄斧尘再也没有 见过去灵莎 但是 今日却是意外地来了 而他过来的原因 只有一个 他要神殿的那卷竹锦 桃殷的任务 就是骗到竹锦 他一直被人 用毒药控制 如果拿不到竹锦 对方 不会给他剪药 黄斧尘看着 屈灵莎说道 这里有简单直接 屈灵莎眼神中 闪过一丝淡淡的嘲讽 看来他的任务 完成得很顺利 这就骗到了 我打算用这个竹锦 跟他背后的人 谈条件 让他脱离控制 黄斧尘语气笃定 扫欠你一个人情 屈灵莎不有好笑 黄斧尘这是 唱的哪一出 难道以为这样 就能把别人的棋子 变成自己人不成 你要的东西 我自然给你 屈灵莎并未 跟他多做辩解 只是吩咐身边的 护法去取 一个陷入感情之中的人 跟他说什么都是废话 就如自己 他要什么 他自然只能双手奉上 竹锦如此 其他也是如此 深夜 静安世子府 世子妃 屈灵莎说 有要事和您商议 您见还是不见 晚秋禀报道 叶木熙有些意外 自己的态度 屈灵莎已经很清楚 她竟然还会找上门 看来是真的有事 请她进来 叶木熙戴眉挑了挑 顿了顿又说道 请商路先检查一下 万一屈灵莎自带毒药 就是冲着自己的孩子 她谁都要防 是 屈灵莎倒是并没有摆 圣女的架子 商路暗中检查了一下 确定她身上 没有什么古怪的气味 叶木熙这才和她正式 见了一面 这是自从两人闹翻之后 他们第一次单独会见 数月未见 屈灵莎没有穿她那身 圣女礼服 只是一席烟霞长裙 寻常装扮 倒像是当初 在江上出狱那时 但背叛就是背叛 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我知道 陶飞是你送进宫的 你到底要怎么 才肯让她收手 我可以跟你谈笔买卖 屈灵莎并未多做叙旧 开门见山说道 她是个聪明的女人 知道与他们如今的关系 说什么都是旧日交情 不过是火上浇油 她的人是我送入宫 但是 你买卖找错人了 叶木熙扫了她一眼 平淡说道 陈王难道连这都没告诉你 她姓季 叫做季陶妖 是陈王的王妻 季子金的孪生姐妹 而她这个人 也跟我没关系 她是既无旧的人 屈灵莎脸上 却没什么意外 果真是她 她早就猜到 虽然陶飞是以 西域公主的名义送入宫 叶木熙搭桥 但叶木熙不可能那么快 找到一个和 季子金一模一样的人 只有早有筹备的人 才能有如此充分的打算 只是屈灵莎没有想到 这个陶妃 应该说是季陶妖 竟然是季子金的妹妹 但也并不奇怪 两人长得如此相似 孪生姐妹 倒是很有可能 我相信你的决定 能够影响季无旧 只要你答应和我合作 你能说服季无旧 屈灵莎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叶木熙说道 陈王是明面上的敌人 就是季无旧 不用这种法子陷害 我相信 你也不会担心 但是 兰若仙不一样 这个名字 让叶木熙的眸光 微微闪了一下 当初 就是兰若仙 把水月连给陈王 让他娶你 这件事 除了你 也就只有我和陈王知道 我跟你样清楚 兰若仙是个可怕的敌人 可是 南宫岭不知道 南宫玉霄不知道 南宫喜不知道 君墨尘也不知道 屈灵莎看着叶木熙 一字一顿 兰若仙当了南宫岭 十几年的妹妹 你才认识她多久 孤立无缘 有几分胜算 叶木熙没说话 屈灵莎说的是事实 整个南宫家族 包括世子身边的好友 没人怀疑兰若仙 没人觉得她是坏人 只有她 和她的敌人清楚 但我可以帮你 我们联手 拆穿兰若仙的真面目 我是陈王的人 我有机会和兰若仙合作 然后再出卖她 屈灵莎认真说道 我只希望 你让季吾舅罢手 她用其他法子 对付陈王也就算了 我不想逃飞欺骗她的感情 利用她对王妻的情谊 太过分了 屈灵莎的条件很诱人 叶木熙一直到现在都没想好 怎么对付兰若仙 她就像一朵完美的白莲花 令人无从下手 这或者是一个突破口 你找错人了 我没法决定季桃妖做什么 更没法决定季吾舅做什么 叶木熙淡淡说道 你说季桃妖欺骗了陈王的感情 说她过分 但是感情的事 一向都是一个怨打 一个怨癌 就是既桃妖骗黄府尘 也是她自己愿意被骗 心存一丝奢望 顿了顿 叶木熙又说道 你走吧 我和你 无话可谈 你再考虑一下 屈灵莎放低了态度 她当初背叛叶木熙的时候 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 也许冥冥之中 一饮一酌 自有定数 没什么可考虑 你走吧 叶木熙并没有恶语相向 但是语气淡默的 没有丝毫情绪 屈灵莎叹了口气 如果你改变主意 随时可以来找我 墨北的冬日格外寒冷 灵莎贤也曾去过北江 但这墨北草原 比北江冷了数十倍 自从来到寒庭 她就只窝在帐篷里 哪儿都不去 上好的御用银炭 烧得整间帐篷都暖洋洋的 她穿着一席貂皮凹裙 绣口用金银丝 绣着火焰的图腾 帆领上镶嵌着几枚 玛瑙宝石 滑贵又暖和 灵姨贤还没穿过 这么贵的衣衫 墨北灵特意命裁缝 按照她的尺寸感知 大小正合适 她向来速简 不爱这么华丽的东西 但是架不住冷啊 这衣衫很是保暖 厚厚的簪子被人掀开 一脸冷漠的墨北灵 走了进来 墨北的冬日比中原漫长 小半年都下着雪 她的帽子肩上都落了雪花 灵姨贤习惯了 她有空就过来骚扰 伸手拍了拍她肩上的落雪 你染上风寒 又要我给你配药 灵姨咕弄了一句 墨北灵倒是认着她所为 一路从东海到墨北 虽然她是她的俘虏 但这一路上 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她还从没跟一个女人 单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以至于回到墨北 总是觉得少了点什么 时不时往她帐篷跑 灵姨贤也是一样 被胁迫跟墨北灵 在一起这么久 莫名其妙竟然习以为常 墨北灵不是她的朋友 她是敌人 可自己这俘虏的待遇 又好得过分 除了被禁足 她的小日子 过得比草原贵族还好 灵姨贤默默告诫自己 坚决抵制敌人的糖衣炮弹 叶木戏给你的信 墨北灵阴沉着脸 将一封书信递给她 灵姨贤顿时满脸兴奋 几乎是抢过信封 墨西给我的信 太好了 我好想她 是信封被拆过了 你已经看过了 你竟然偷看我的信 算了算了 你不节流 肯给我 我就很高兴了 见她眉开眼笑 阴云密布的墨北灵 心情似乎好了一些 信上不出意外 是关心她的内容 絮絮叨叨 占了一叶纸 灵姨贤看着 指尖上清秀的自己 满心高兴 墨西他们平安返京了 墨西又喜了 太好了 看到最后 便是两件正事 其一是交换她 其二则是 原来那一刀 是拦入仙筒的 灵依贤的视线 不自觉落在了 沐北灵身上 目光复杂 难怪沐北灵 今天看起来 心情不太好 她看过这封信 叶木熙 想挑拨 我和仙姬的关系 以为本还会信 沐北灵冷冷说道 灵依贤摊开手 我又没说让你相信 反正我信了 沐西是不会骗我的 宁信丹全在沐西手中 兰若仙能有宁信丹给你 本来就很可疑 倒是那国主 本就和他是一伙的 那就不足为奇了 要不是沐北灵内宫身后 及时封住穴道 又有灵依贤 沐北灵那次就死了 他差一点 就被兰若仙捅死了 辈子 沐北灵冷冷扫了他一眼 如此简单的挑拨离间 本汉岂会上当 灵依贤也不跟他争辩 点点头说道 是是是 我们挑拨离间 你不信就不信嘛 反正差点被捅死的是你 又不是我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沐西要把我换回去 你可别提太过分的要求 我告诉你 我是绝不会让沐西 为我做出牺牲的 看着他一心恨不得飞回京城 沐北灵没来由的怒火中烧 你这么好的筹码 本还会轻易放你回去 等什么时候用得着 我一定会把你卖个好价钱 就怕到时候 叶沐西为了他的荣华富贵 压根不管你 沐北灵不愣不热说道 灵一贤信心满满 才不会呢 沐西才不是这种人 都是你 你敢太过分 乱提条件 我就 我就 你就什么 你能如何 沐北灵痴笑一声 灵一贤四处看了看 打又打不过他 跑又跑不掉 我就不走了 你要是敢提过分的条件 就是沐西答应交换 我也不答应 我不走 灵一贤一把抱住旁边的木头桩子 斩钉截铁说道 沐北灵抽了抽嘴角 差点笑出来 我要把你换了 你就是不走 也绑着把你送过去 但是 他死赖着不走 却让他有点高兴 怎么 你还赖上本案了 沐北灵挑了挑眉 冰冷的脸色也缓了些 灵一贤有点怕他 但还是硬气说道 谁让你掳走我的 你敢和沐西乱提条件 我就赖在这了 要不 你现在就把我放了 沐北灵 不有好笑 你在本寒这儿白吃白喝这么久 把你放了 本寒多亏呀 就你身上穿这件 把你卖了 你也还不起 你就老是在这儿待着 等什么时候 本寒想到一个好价钱 再把你卖了 灵一贤看了看华贵的傲群 一脸懵呆 我现在换衣衫还来得及吗 沐北灵忍俊不禁 严肃着脸 来不及了 逗完灵一贤 沐北灵整个人心情都好多了 慢悠悠走出帐篷 迎面的风雪 让他又想起了信里的内容 他在灵一贤面前信誓旦旦说 那只是叶木曦的挑拨离间 但既然不信 又为何如此生气 其实他知道 叶木曦说的八成就是真的 只不过不愿意相信 最开始只是因他的容颜 多看了一眼 因他是南宫岭的青梅竹马 再看了一眼 最后 因他们是同类人 又看了一眼 便悟了深情 他不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 在这个地方 他只学会了弱肉强食 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就去抢 哪怕不择手段 也要占为己有 他喜欢兰若仙 所以他要得到它 哪怕他恨它 可是 等到他要杀了她的时候 这心情 也还真是 想喝酒 收到了木曦的信 林一贤一整日都很高兴 开心地给他回信 哎 穆北林肯定不会帮我把信送出去 虽然我写得很正常 但他那样的人 难道不会担心我的信中 暗藏玄机吗 林一贤看着面前的信纸 揉成一团扔了 烛火摇曳 林一贤怅然若失 自己是无法给木曦回信的 不过 一切尽在不言中 木曦应该能懂 只希望 自己不会成为他的牵制 回过神 才发现夜色已经极深了 林一贤正要吹灭烛火睡觉 帐篷冷不定被人撩起来 一身酒味的穆北林 醉醺醺走了进来 这么晚了 穆北林你怎么来了 嗯 好大的酒味 林一贤捂着口鼻 柳眉青醋 穆北林一张冷漠的脸上 泛着最后的红韵 双手抓住他的肩膀 狼一般的眼神锋利 你是不是也想杀了我 那 你说什么呀 什么杀不杀的 林一贤被他捏得两肩生疼 挣扎了一下 反而更紧了 只得默默吸了一口凉气 穆北林看着他 嘲弄说道 兰若先想杀了我 你也想杀了我 是不是 林一贤一正 渐渐明白过来 原来如此 他其实还是信了 他这是 再难过吗 林一贤看向他 那一双锋利的眼睛 其实有时候 也没那么冷漠 在他面前 孤傲地不肯承认 兰若先害自己 那么骄傲 那么不可一世 但一个人喝得烂醉 伤口都怕让外人看到 要不是醉成这样 他也绝不会这副样子 出现在自己面前 他还真的很像狼 孤狼 我 没想过 我又打不过你 林一贤想了想 老实说道 穆北林似乎没想过 他会这么回答 带着几分醉意 不依不饶说道 那要是打得过我呢 那我肯定逃跑呀 我马上就逃回京城 林一贤想也不想说道 穆北林哈哈一笑 怂火 你都打得过我了 还跑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是想跑 林一贤弱弱说道 我还没杀过人 要不 你先让我练习一下 穆北林 沐北林 没得凑近 几乎是贴着他的脸 四目相对 不准跑 你别想跑 林一贤还没说话 下一刻 他已经醉倒在他身上 两人砰了一下摔在床上 喂 穆北林 你起来 你好重啊 林一贤推了推他 但是对方睡沉沉的 一动不动 尤其是他双臂 估紧了他 让他逃脱不开 抱这么紧 套我逃跑啊 你外面亲兵 手都跟铁桶一般 我又跑不掉 林一贤暗自负匪 他英俊而冷漠的脸庞 就靠在他的肩上 棱角分明 无可挑剔 难得如此安静 老天爷还真不公平 让你这种坏人 白长得这么好看一张脸 林一贤眨巴眨巴眼 看着他好看的脸 颓然叹了口气 真是重啊 可能一路上早就习惯了有他 丝毫没有影响他的睡意 直到天光乍亮 林一贤悠悠悠醒来 就看见旁边的穆北灵 盯着他 眼神不善 你趁我喝醉 对我做了什么 穆北灵恶人先告状 林一贤兴隐引原瞪 差点一脚把他踹下去 我对你做了什么 你是黄花大闺女吗 你强我的台词 不过喝个酒 你就失忆了 你自己来我帐篷的 林一贤整个人都不好了 穆北灵干咳了一声 这我当然记得 但是我睡后 谁知道你对我做了什么 真是喝多了 竟然会喝得烂醉 跑到他的帐篷 丢人 所以先顾左右而言 他试探了一下 林一贤的态度 似乎没觉得他丢脸 还好 林一贤压根辨不赢他 也就不提这事 忍不住道 我能不能给穆西回句话 你帮我捎带个口信就成 我觉得没有暗示他什么 穆北灵没风一跳 你想跟他说什么 我就想让他不用担心 我在这儿过得很好 你没虐待我 还有你很黑心 不要随便跟你谈条件 反正我白吃白喝的 咱们没吃亏 对了 还有 我会想办法逃跑的 林一贤认真说道 穆北灵抽了抽嘴角 不错 有志气 那你的意思是 帮我传话了 林一贤眨巴掩 穆北灵哼了一声 没说话 从榻上爬起来 静止向外走去 我走了 你记得把我传话呀 穆北灵 女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穆北灵撩起帐篷走了出去 唇角弯了弯 依旧是纷纷扬扬的大雪 但却透着一种生气 穆北灵突然想到 她的床上从不缺女人 但还从没有跟哪个女人同床共振 却什么都没干 就她那样 要凶没凶 要吞没吞 本寒才没那么重口味呢 穆北灵择了一声 给自己的行为找了个借口 不过说起来 上次摸过 其实还挺大的 韩皇 北疆够急 侍卫匆匆过来禀报 穆北灵随手拆开奏报 静安侯宝刀未老 趁本安不在 竟然给大前抢回了一座城 但我穆北灵吃下去的东西 哪有吐出来的 来人 背马 顿了顿 又说道 对了 给静安世子妃传个口信 就说 竟然是把灵衣贤的话 附述了一遍 那侍卫听得满头大汗 灵姑娘竟然要含皇转告 她会想办法逃跑 真的不会被打吗 灵衣贤没想到 穆北灵去北疆 把她也带走了 不应该是 关在寒庭更安全吗 到了军帐 她便忙碌了起来 有时候 两三日才会来看她一次 这个时候的她 才更像那个 一世枭雄穆北灵 墨北的军队和大前 也没什么区别 灵衣贤被允许 能小范围的散步 国家之争 没有对错 只有强弱 墨北攻打大前 灵衣贤作为一个大前人 觉得他们是坏人 但大前雄聚中原 如此庞大的领地 难道不是攻打 其他国家兼并的吗 看吧 我就说没错 那女人 就是你侄女 我昨天就看到了 她和墨北灵的狗贼 在一起 对面的城墙上 传来一阵喧闹声 灵衣贤疑惑地看过去 那是一群大前的将领 其中有一个看着 还有几分眼熟 那是灵衣炎 华夫人的儿子 他爹的树地 名义上还要叫一声树书 墨北之战 大前调集了不少军队助阵 灵衣炎就是其中一支军队中的校尾 靠着华家的裙带关系 才弄上了这个位置 灵衣贤 竟然真的是你 你真不要脸 给我们灵家丢脸 竟然投靠墨北 通敌卖国 可耻 灵衣炎大喝一声 中气失足骂道 灵衣贤脸色一僵 你胡说 我是被抓走的 那你怎么没自杀呀 你一个清白女子 被沐北灵这种狗贼掳走 竟然不自杀 以保全清白 臭不要脸的婊子 灵衣炎继续喝马道 周围那几个校尾 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狐朋狗友纷纷起哄 对呀 还有脸活着 轩宁侯府的千金 竟然尾身四敌 真是丢人 就是 灵衣炎 快让这贱女人自杀 真是不要脸 灵衣炎听见这些话 更加底气满满 怒骂道 灵衣炎 我们轩宁侯府 没有你这种贪生怕死之徒 你都落在沐北灵手中 竟然还不自杀 如此不要脸的臭婊子 压根不配姓灵 还有你那个弟弟 你都成了狗贼沐北灵的女人 你弟弟也是个乱臣贼子 贱妇 你 跟叶川无关 灵衣炎钻进拳头 指甲深深掐入肉里 脸色苍白 站在他身后不远处的沐北灵 看见这一幕 冷冷说道 谁让你们 让他离城墙这么近 属下该死 两个侍卫贵地请罪 穆北灵挑眉 以后 不准他靠近城墙 带他来见我 是 穆北灵转身 又进了帐篷 对面城墙上的人 见灵衣炎不死 说得更难听了 灵衣炎压根没想到 好不容易见到同胞 迎面就是这么一通 侮辱臭骂 还没等他回过神 侍卫已经过来 穆北灵要见他 灵衣闲来到帐篷 穆北灵指着桌上 一堆奏折说道 白吃白喝 你也得干点事 去 分类整理好 哦 灵衣炎走到暗桌前 这些奏折 都是从寒庭那边 发过来的 他这才后知后觉 反应过来 原来穆北灵 其实还是挺勤政 他以前没在他面前 披过奏折 灵衣炎还以为 这家伙是个 不理朝政的昏君 但能成为 寒庭之主 跑去东海几个月 墨北都没出什么乱子 他本来就是个 很强大的人 不愧和南宫林 既无就齐名 你也不怕 我看到军事机密 灵衣贤随手 翻开奏折 摆在一边 穆北灵淡淡说道 你有本事传消息 算我输 你赢你赢 灵衣贤默默低下头 穆北灵 装作不经意地 打量了他一眼 发现他脸色 倒是平静 并没有因为 刚才那些谩骂 和恶语相向生气 只是眉宇间 有一丝低落 他在侯府 为了保护弟弟 活下去 再难听的 也听过 就算是扎刀子的话 他也不会在意 既然选择活下去 那就不要在意 别人说什么 命是自己的 这里的折子 今晚分好了 分不好 不准出门 穆北灵 扔下这句话 出了门 帐篷里 只剩下 灵衣贤一个人 灵衣贤也没在意 今晚本就 没睡觉的心情 那就整理奏折吧 虽然他应该逃不出去 但万一有机会回去呢 万一有什么 对付木系的蛛丝马迹 自己能及时发现就好了 半夜三更 更漏声声寒 灵衣贤依旧在 挑灯整理奏折 今晚 他明显感觉 外面的守卫变多了 看来 穆北灵是有什么动作 半夜的时候 厮杀声震天 两军交战 经常双方半夜西营 也不算什么特别 但就在此时 突然哗啦一声 帐篷帘子掀开 巨星会神整理奏折的 灵衣贤吓了一跳 抬头就看见 浑身浴血的 穆北灵走了进来 你身上怎么这么多血 灵衣贤震惊说道 两家厮杀 但身为寒黄的穆北灵 可是重点保护对象 没道理会伤成这样 保护他的清兵 都死光了吗 我去杀了几个人 穆北灵冷冷一笑 灵衣贤这才注意到 他手中牵了根绳子 穆北灵扯了扯绳子 一个双手被绑着的 威胖中年人 就连滚带爬的进来了 灵衣贤 灵衣贤不可思议 他怎么会在这儿 怎么被抓了 不要杀我 赫黄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不是故意骂你的 我就是嘴贱 你饶了我吧 求求你 不要杀我 灵衣炎吓得替死横流 刚才墨北军席营 这不算什么 很正常 但不正常的是 穆北灵竟然亲自杀入营地 把今天那几个在城墙上 谩骂的都宰了 还把他活捉了 穆北灵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语气是一贯的嘲讽 你不是很有骨气吗 你不是说 被本寒抓的人 就该自尽吗 你现在 自杀一个看看 小的胡说 小的嘴见 汉黄大人 你就当我是个屁 把我放了吧 灵溪炎磕头 磕得砰砰响 之前还让灵衣贤自尽 但是自己被抓 却跪地求饶 果然是言于待人 宽于滤脊 你今天在城门上 不是骂得很欢吗 什么时候 本寒的俘虏 也轮得到你来决定生死了 穆北灵冷笑 灵溪炎虽然绑着手腕 也狠狠地删了自己一巴掌 汉黄大人 小的嘴见 小的永远不知泰山 灵溪能策喉黄 那是他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汉黄不要杀我 我 我是他叔叔 他要是策喉您不好 您跟我说 我教训他 不准让您高兴 为了活命 就开始卖侄女了 需要你教训 穆北灵对他的厌恶 更深了一层 灵溪炎吓得一哆嗦 小的誓言 汉黄大人 怎么调笑他 自然是您的事 小的 小的 由衷地感到捧毙生辉 对了 您问我什么 我都可以告诉您 大前军队那边的情况 我知道 我知道 您别杀我 你怎么能出卖军情 闭嘴 灵溪炎忍不住了 怒道 灵溪炎很想骂他 但又怕得罪穆北灵 只好说道 我现在被韩黄抓了 那自然是韩黄的人 小的对韩黄忠心耿耿 韩黄为什么 我说什么 从今以后 效忠韩黄 绝无二心 本寒这里不缺人 倒是缺一条狗 沐北灵讽刺说道 灵溪炎兴高采烈说道 我愿意跟韩黄当狗 灵溪炎 你好歹是灵家的人 祖杯赫赫为名 灵溪贤都觉得羞愧 灵溪炎恬不知耻说道 这叫责量木儿妻 你这条狗 确实比这蠢女人听话多了 只要你现在杀了她 我就给你一条做狗的机会 沐北灵随手一挥匕首 划断了她的绳子 将手中的匕首扔给她 此时 沐北灵有伤在身 而灵溪炎有些武功底子 又拿着刀 完全可以尝试挟持沐北灵离开 但是她却毫不犹豫 看向灵溪贤 虎视眈眈说道 看我 这您不是为了她 才杀了那些人 又抓了我 怎么 害我杀了她 谁说本寒是为了她 沐北灵冷哼一声 慢悠悠说道 她不听话 不肯侍奉本寒 本寒很不高兴 灵溪炎觉得 这是自己表现的机会 立即说道 灵溪炎这么不知好歹 我没有这样的侄女 今日就跟她一刀两断 她惹韩黄不高兴 那就是惹我不高兴 小的这就杀了她 不过 韩黄若是真看上她的美色 小的倒是多有手段 小的混迹青楼 是这方面的行家 韩黄喜欢什么样的 小的都能给你交出来 别看她现在不乐意 保证到时候比大雾海 话还没说完 慕北凌突然一脚踢来 狠狠地踢在了灵溪炎的嘴上 让她后面更龌龊的话 说不出来 下一刻 灵溪炎手中的刀 已经回到了慕北凌手中 手起刀落 韩黄 你 为什么 灵溪炎瞪着双眼 气绝身亡 死不瞑目 来人 拖出去 慕北凌厌恶说道 她要让灵溪炎 看清楚她的真面目 才故意说那句话 至于那些情报 一个小小的校尉 知道的还没她多 两个侍卫上前 将灵溪炎的尸体 拖了下去 这种人敢骂本寒 死不足惜 慕北凌随意说道 似乎今晚这一出 是因为被骂了不爽 但实际上 大前骂她的将领 可以绕城墙一圈了 也没见她一个个杀 下一刻 软香在怀 灵溪炎扑进她的怀中 眼眶通红 眼泪趴搭落下 除了弟弟和慕西之外 还没有人对她这么好 她活着不易 早习惯了忍让 可这个男人却告诉她 什么叫做 别人骂她一句 她就去宰了对方 不准哭 我最不喜欢女人哭了 谁让你靠近本寒的 滚开 慕北凌毫不客气说道 其实整个人都僵硬了 手都不知道放哪儿好 她也没欺负她呀 她怎么就哭了 灵溪炎紧紧抱着她不放 哭得更凶了 憋了一天的难过 一下子都爆发出来 慕北凌绷着一张脸 这辈子都没哄过女人 也没女人敢抱着她 哭成这傻样 就是故意在她面前 哭哭啼啼的 被她一凶 都吓得不敢哭了 哪有越哭越凶的 你再哭我揍你啊 你信不信 你怎么还哭 行了行了 不揍你 不揍你可以了吧 慕北凌只觉得 面对一个哭唧唧的 凌鱼贤 比全盛时期的 南宫岭还难搞定 京城 静安世子府 紫藤花下的秋仙架上 一份图册铺在石桌上 众人围坐一圈 上卷中的四十五种草药 四海商行有近一半 其中二十种就在京城 剩下三四种在外地 半月之内也能运送入京 君墨尘指着百宝剑说道 不过这些东西 自然越多越好 世子请诸位看一看 严格保密 不能流传出去 南宫岭也没想到 会发生这种事情 如果早知道 会让夜木戏有生命危险 他不会让她怀孕 当初 云叔曾经告诉她 她和这些人不一样 普通人不可能和她在一起 不会有子嗣 即便有 也不可能生下来 但她不信 除了与生俱来的白发 和百毒不侵 她没发现自己和其他人 有什么不一样 她的命 由她不由天 所谓的命中注定 见鬼去吧 可是这一次 连南宫岭也不得不信 她真的和他们不一样 那其他的 也是真的吗 夜木戏鲜鲜欲指 只在其中一处 说道 这不是化岩草吗 预言房就有 不过这种草很少见 京城的化岩草 都用来做枝粉了 存货 大概只有江中才有 一种草要需要多少 有一株就行 能有几株更好 赛华托说道 夜木戏点点头 嗯 我给江中那边传个信 我觉得这种花很眼熟啊 真的是草药吗 我怎么感觉 在哪儿见过 南宫玉霄指着 另一株说道 赛华托苦笑 其实 这上面的一些花草 未必就是草药 但既然是能用药的 姑且叫做草药吧 我就说嘛 这花我印象中不是草药 好像是在天楚郡 在河边看过这种野花 南宫玉霄终于回忆起来 楚郡王带我玩的地方太多了 我不太记得到底在哪儿 还是得一块块地方找 反正就在天楚郡 哥哥 我去一次天楚郡 哥哥 你发呆啊 南宫领回过神 看着他说道 我派人护送你去 注意安全 哥哥放心 南宫玉霄甜甜一笑 叶木熙也发现了 南宫领的不对劲 自从拿回百宝剑 他似乎心事重重 这么一说 我也想起来了 这种叶子 我也在哪儿看过 好像是一本书里 陆清明指着 另一株草药说道 谢起双皱眉 书上画的又不能抠下来用 不是 是他夹在一本书里 好像就是 在骨子间的一座藏书楼 陆清明不太确定说道 赛神医 风干的能用药吗 赛华佗肯定说道 能 那就好 我回头去藏书楼找找 陆清明说道 谢起双说道 我跟你一起 那么多书 还不知道要找到 猴年马月 众人为了 集齐图上的药材 集思广益 而兰若仙 看着这些图案 隐约想起了什么 但那记忆太模糊了 一时半会儿 又想不起来 算了 回去再仔细想想 四海商行 已经有的草药 动不了手脚 但是 除此之外 不能再让叶木熙 找到更多的草药了 南宫领虽然没说 叶木熙有性命之忧 但 兰若仙却能知道 这一批药 对叶木熙很重要 所以 不能让她得到 江州预言坊 江东天楚郡 还有 国子建藏书楼 众人又细细探讨了一番 各自去忙了 院子里只剩下 叶木熙和南宫领二人 你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叶木熙带眉轻条 凑近了她的脸 带着一丝笑意 赛神医都说了 只是有些虚弱 不要紧 你这眼神 至于这么凝重吗 南宫领伸手将她 搂入怀中 抱得极紧 雌性清冷的声音 不容置会 我不会让你有事 当然了 我相信你 叶木熙微微偏头 笑得眉眼弯弯 小女子 巧笑倩兮的模样 令人怦然心动 南宫领俯身 稳住她的唇 叶木熙 猝不及防 翘脸浮上一抹红韵 牧牧 如果万不得已 我只能保你 你不要怪我 牧牧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 夜深人静 南宫领看着白宝剑 突然想到了什么 似乎记忆中 曾经出现过一大片花草 有很多 都和白宝剑上的重合 甚至 说不准还有下卷上的草药 那个地方是 想起来了 南宫领一大早就出门了 叶木熙总觉得 她最近有些怪怪的 但是哪里不对劲 又说不上来 红燕 你安排一下 暗中保护他们几人的安全 我想 有些人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叶木熙吩咐说道 红烟浮身 主子放心 妾神会小心安排 秀儿姑娘和萧公子 早前去了江南 如今就在江州预言坊 白宝剑如此机密钥匙 交给旁人 未免不放心 妾神已传信给秀儿小姐 嗯 都派遣人保护他们的安全 叶木熙忍不住叮嘱 南宫领对蓝若仙没有防备 所以让大家暗中去找药草 把蓝若仙也叫来了 叶木熙就是想阻止 也没有合适的理由 只能听之认之 但蓝若仙频频出手 南宫领迟早要怀疑身边 有内奸 对了 还有一件事 你去查查 叶木熙迟疑了一下 还是说道 帮我查查当年 大夫人怀孕的时候 南宫家有什么特别之处 红烟惊讶 主子您是怀疑 世子有自己的秘密 我也不便相问 但 我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而且是和我怀孕有关 叶木熙轻忽了一口气 凤某闪过一丝暖色 她总是不想让我担心 可我担心她 红烟俯身 是 红烟退下后 叶青瑶夫妇便来了 自从叶木熙怀孕后 青瑶常来作陪 有时候带着小安仪 给世子府增添了不少欢声笑语 我们家小安仪又长大了一点点 来 给一抱吧 叶木熙笑弯了眼 叶青瑶笑道 狄姐 你现在有孕在身 世子特意交代了 不能让你操劳 不过是抱抱小安仪 没事 叶木熙逗弄着君安仪 心里就不自觉想起了 以后他们的孩子会是什么样 叶木熙抱了一会儿 君墨晨就接过去了 她每次过来作陪 主要就是抱孩子 清风济月的公子 抱着个哇哇大哭的小女鹰 画面倒是格外和谐 可惜了白宝剑上的花草 我都没见过 还真是见识浅薄 叶青瑶无奈一笑 叶木熙说道 青瑶博学多时 没见过 只不过是那些东西太过古怪 天才地宝也就罢了 连不知名的野花都在其中 白宝剑里 著名的草药 都已经被四海商行收集 剩下那些 连书籍里都没什么记载的花草 也不知是做什么用的 我好像听谁说过 这种不常见的花草 君墨晨若有所思 叶青瑶连忙催促道 夫君 你快想想 在哪儿见过 我没见过 但我感觉 听谁说过 似乎是 君墨晨努力回忆了一下 突然灵光一闪 想起来了 是世子和仙儿说过 叶木熙惊讶 什么 小时候 我和世子仙儿 在城郊的一座荒山玩 不知道仙儿踩了什么陷阱机关 一下掉进山崖里了 世子追着他跳下去 然后他们 发现了一片百草原 里面种着 各种没见过的花草 那百草原 有毒蜂保护 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世子百毒不侵 仙儿还为世子挡了一下 种了蜂王毒 虽然后来毒解了 但留下了头疾 不能饮酒 不能刺激 否则 就会头疼难耐 这些年 寻遍名医 也未曾治好 居墨尘说道 原来 还有这么一段过去 看来小时候 他们感情真的很好 想要让世子 看清他的真面目 没那么简单 后来呢 叶青瑶听得入神了 问道 居墨尘说道 那时候 世子也少年幼 并不是毒蜂的对手 不过 出来一个白虚老者 那毒蜂就是他养的 他把世子和仙儿送了出去 那时候仙儿中毒 我们急着出去 等下次再来的时候 就已经找不到他们 跳下去的那个入口了 似乎是被那老蜂封了 那时 我也是年少新兴 问了世子很多次 白草原的情况 以期能弄明白 那毒蜂之毒 到底要怎样才能解 我觉得 毒蜂的毒如此难缠 说不准 是因为采花的花蜜不一般 但后来 没见过那样的花草 也没见过那种毒蜂 叶墨西问道 那地方在哪儿 墨尘 你带路 我们去找找 啊 世子妃 你怀孕了 还是在家待着 我们去找就行了 君墨尘阻止道 叶墨西笑了一下 发现了山崖 我也不会跳 放心 只是去找一找 白草原的入口 要是能找到 自然告诉世子 那毒蜂的威力如此大 怕是只有他这样 百毒不侵的人 才能进去 也对 这倒是没什么危险 那黄山安全得很 只要不碰上毒蜂 君墨尘点点头 又补充一句 那 要多带一些侍卫 叶墨西点点头 于是让奶娘 把君安仪抱回去了 三人当下 就去了无名荒山 春来绿意盎然 兰若仙漫步在山径小道 儿时的记忆大多已经模糊 但是这一次 他印象极深 因那次受伤后 世子对他真的很好 兰若仙甚至有些感谢毒王峰 可是 这么多年的青梅竹马 也抵不过那个新认识的叶墨西 他不服 如果这个女人死了 一切恢复从前 他们才是全天下最登对的人 多好 如果 没有叶墨西 到了那处山崖 却发现 那祸口早就被堵死了 他早知道如此 不过 兰若仙来此的目的 不是为了找到百草原 而是 他知道 南宫林也一定会想起这件事 他会过来的 那他就会看到自己 想到了百草原 告诉他 那是下策 自己前来寻找 却被他意外碰见 这才是上策 先机 一道清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兰若仙一脸惊讶回过头 表哥 你怎么来了 也是 我都能想到 你肯定也能想到 你也是来找百草原 南宫林顿了顿 辛苦你了 兰若仙浅浅一笑 表哥这话就太客气了 我本来是想告诉你百草原 但那祸口早就被堵住了 说了也是白说 不如我自己来看看 如果能够想办法再进去 就去找你 要是进不去 也就不麻烦表哥再来跑这一趟了 他一言一行 都是为了叶木兮 为了南宫林 只可惜 还是白来了 这祸口 这么多年了 还是堵得严严实实 兰若仙无奈说道 南宫林查探了一下 确实进不去 但没有气馁 说道 百草原里有守原人 这山上 肯定有人 你先回去 我去找找 表哥 我跟你一起 兰若仙立即说道 就算是找到地方了 我也可以帮忙采药 好 两人沿着荒山一路前行 南宫林看着地脉山势 突然停下脚步 若有所思 表哥也发现了 以前没注意 今天才发现这里的地势 有点像凤凰归巢 兰若仙轻声说道 寻常百姓去世 都要找个风水宝地埋了 而凤凰归巢 就是风水宝地中 最顶级的一种 越是顶级的宝地 越是难被发现 但他们二人 都涉猎极广 对风水 也有不小的造诣 南宫林指着 其中一个方位说道 这是声门 如果有活人 必在此方向 我们走 以凤凰归巢 布八卦大阵 推演吉凶 此时 叶木熙一行人 也来到了深山 此处生机 你说的那白絮老者 应该就是在这个方向 叶木熙指着这一片青葱 带走得近了 听见一阵打斗声 叶木熙几人对视一眼 加快了脚步 就看见一处简陋的竹屋前 南宫林正和一个白胡子老者打斗 兰若仙站在一边 世子 仙儿 君墨尘亚然 兰若仙也注意到了他们 有些奇怪 叶木熙怎么找到这里了 但还是养起一抹笑说道 我和表哥一起找草药 没想到你们也来了 我和表哥一起 这是重点 叶木熙微不可查地 弯了弯唇角 她当然听得出 兰若仙的弦外之音 这荒山野岭的 孤男寡女 约在一起寻找草药 怎么不令人响如飞飞 有南宫林这样妖孽的夫君 确实令人没有安全感 要是叶木熙小心眼 斤斤计较 再好的感情 也经不起互相伤害 慢慢消磨 瓦解一段感情 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 真正深爱的人 不会因为一件不合心意的事 就闹到分手 而是生活点滴的小事 慢慢累积到了一个临界点 一旦爆发出来 说走就走 都不带回头的那种 兰若仙还真是 无时无刻都在搞破坏 可惜没用 因为她是全世界最好的南宫林 叶木熙才不信 她对兰若仙有一丝一毫的想法 南宫林也注意到了叶木熙 当下便分了心 和那白须老者对了一掌后 倒飞回来 落在叶木熙身边 连退了几步 才稳住身形 你怎么来了 南宫林语代责怪之意 她可不想她的宝贝娇妻 出什么意外 只有圈在屋里 才能放心 叶木熙先打量了一下 确定她没受伤 这才娇哼一声 怎么 你约了表妹来荒山野岭找药 怕被我看见吗 兰若仙你不是想看我吃醋吗 那我就让你看看 我是来这里才发现仙迹也在 夫人 你这是吃醋了 南宫林不有好笑 兰若仙连忙上前解释 表嫂 你别误会 我和表哥不是约好的 只是我们都刚好想到 来这里找百草原 表哥是为了给你找草药 你可不要误会表哥的一片真心 表嫂 一定要相信表哥 又上眼要睡 说得像叶木熙不信任南宫林一般 言语间透着我们不约而同的默契 郡主说的哪里话 我没误会啊 我当然知道世子是来办正事的 但我就不高兴 南宫林 你说怎么办 叶木熙只是弯了弯唇角 就是如此霸道蛮横 恃宠而娇 南宫林伸手攥着他的柔衣 冷傲的脸上却只有轻视眷宠 我的错 夫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一点都没介意 甚至叶木熙吃醋 南宫林还挺高兴的 兰若仙一正 吃醋这种东西 还真跟信任无关 我知道你不喜欢别人 可我就是看你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不开心 南宫林也是一样 我走累了 叶木熙醋眉 南宫林将他揽在怀中 狭眸透着一丝温情 我帮你回去 当作赔罪 夫人难以逢 勉勉强强 叶木熙傲娇别过头 耳根微红 本来只是想弃一下兰若仙 但怎么看见他深邃的眼眸 就不争气的小鹿乱撞 那我只能再努力一点 走一步亲一口 夫人 能满一封 南宫林薄唇微条 似笑非笑 叶木熙瞬间怒瞪 你你你 灯徒子 谁让你亲了 我已经满意了 满意了 旁边还有这么多人呢 还是这么臭不要脸 夫人满意就好 南宫林唇角上扬 就喜欢逗弄他的小娇妻 满满都是宠溺 叶青阳无嘴低笑 你姐和世子 都已经成婚一年了 还是和当初一样 感觉他们会这么恩恩爱爱 年年糊糊过一辈子 有些人在一起 真的只是看着 都让人觉得美好甜蜜 怎么 羡慕了 菊墨尘微微偏头看他 温柔眸光浅笑 叶青阳敏唇 也不是 就是看着他们 就觉得很高兴 至于自己 不攀不睦 每个人的日子 都不可能过得跟别人一样 硬不敢奢望 如迪姐他们那般相爱 只是陪伴在你身边 与你相守漫长岁月 已经足够 菊墨尘温柔看着他 兰若仙看着这一幕 眸光威廉 大家都是为了白草园来的 也都找到了守园人 但是 这白须老者 却说什么 也不让他们进去采药 高官厚禄 金银珠宝都不换 好话说尽 事关性命 对方还是不松口 又臭又硬 无奈之下 南宫领只好强取 结果 这老者的武功 却高得惊人 南宫领的武功 在当时已经绝顶 没想到 和这老者对上 竟然还稍落下风 你这个年纪 能有这样的武功 已经是天才 但想要打赢我 再磨练五年再说 老夫一大把年纪 总不至于 活到狗身上去 那白须老者说道 叶木熙客切说道 老丈 我们真的很需要 白草园的药 不知你要怎么样 才肯拿出来 我们都可以交换 你们说什么 我也不可能换的 我听这后辈说了 那草药 是关未出生的孩子 本夫本不该造杀逆 但是 白草园不是我的 我只是替人看管 无权把东西给你们 那白须老者 慈眉善目 一派隐世高人的做派 叶木熙又道 那不知这白草园的 主人是谁 我们和他商量 那没办法 主人已经先是 白须老者白白手 你们都走吧 我不可能让你们去白草园 叶青瑶忍不住说道 老丈 您通融一下 救人一命 胜到七级浮屠 还请您发发善心 我们一定铭记您的大恩大德 相救之恩 百倍相报 说了不行 就是不行 多说无意 几位请吧 我看 你们衣着华丽 别想着派兵围攻 否则 就是于死往后 我也不会让你们得逞 赶紧走 白居老者直接赶人了 兰若仙皱眉说道 老丈 你说不能做主 又说 做主之人已经过去 这岂不是故意不让我们进去 你要这么理解也没问题 这里不欢迎生人 你们要是再不走 我就动手了 白居老者冷冷说道 南宫岭荡人不让 挡在叶木心面前 手中的龙铃笔寒光闪烁 冲突一触即发 他就是强取豪夺 也要保他心爱之人 等等 叶木心一把攥住南宫岭的手 冲着他摇摇头 世子 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那白居老者的视线 落在叶木心食指的戒指上 一枚古朴的戒指 镶嵌着水晶般透彻的宝石 你的戒指怎么来的 白居老者诧异道 叶木心一愣 朝皇书院给的 我抵解是一品闺秀 按照朝皇娘娘的规矩 一品闺秀 可获得朝皇娘娘的朝皇戒 叶青瑶解释说道 白居老者的视线 落在那朝皇戒上 又看向叶木心 眼神没刚才那么疏离 原来是朝皇娘娘的传人 这么多年 朝皇戒又有了主人 你既是他选的人 那这地方 倒也不是不能让你进去 但我有一个要求 你要通过十方旗阵 才能进去 那白居老者说道 叶木心一正 十方旗阵 那是什么 你既是朝皇娘娘的传人 老夫也不隐瞒 这里 就是朝皇娘娘的买骨之地 你们要进去的百草园 就在朝皇陵 朝皇陵禁止活人进入 更狂论 更狂论在白草园取东西 老夫是守牧人 遵先祖一命 世代镇守陵墓 祖上有言 朝皇娘娘曾留下十方旗阵 若有传人 若有传人来此 破袭阵者 可入陵 白血老者 缓缓说道 若破阵 除了娘娘的主牧室 一切黄金珠宝 其真一草 皆可取之 君墨臣惊讶说道 原来这里 就是传说中的朝皇陵 距离朝皇娘娘的时代 已有千年 无人知晓她的买骨之地 皆以为 在千年战乱中毁坏了 但是没想到 朝皇陵就在这儿 而且世代有人镇守 老张放心 若我能闯过十方旗阵 除了百草园 灵墨其他东西 分文不取 绝不饶朝皇娘娘尝眠 叶墨夕郑重说道 不知老张如何称呼 这齐阵又在哪 白血老者 很满意叶墨夕的回答 说道 老夫 不过是个山野村夫 无名之辈 你 叫我守牧人就可 十方旗阵 以天地为棋盘 以阵法为棋限 以棋阵为魂 十举棋何为一 顾名十方棋阵 若是走错一步 便有危险 老夫 管你一介弱女子 恐走错其路 遭到反噬 倒是 可以让他陪你 他的武功 抵挡十方旗阵的反噬 勉勉强强 白血老者随手指向南宫里 叶墨夕立即道谢 还没想到 成为了正义品闺秀 朝皇传人竟然有如此待遇 老者之间对他们毫不客气 看到朝皇界 态度变得友好多了 无需谢我 你们来这儿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老夫也不想看见朝皇年段的传人 陨落在此 守木人随口说道 指着前方的乱石堆说道 这里就是十方棋阵 只有你们二人可进去 我再提醒一句 十方棋阵 稍有差池 轻则重伤 重则殉命 你们要闯阵 可得考虑好了 叶墨夕看着那一堆胡乱摆着的石头 但却隐约觉得不简单 但为了百草原 别无选择 能领略朝皇娘娘的起阵 是我的运气 不论如何 都该试一试 叶墨夕毫不犹豫说道 看向南宫里 她的眼神坚定 南宫里不想她去冒险 但却又知道 这女人有些时候 格外固执 就是她 也阻止不了她的决定 有我在 安心 南宫里牵起她的手 薄唇微眯 她绝对不会让她受伤 一姐 小心啊 叶强瑶忍不住说道 叶墨夕给了她一个安慰的笑 南宫里足间一点 抱着叶墨夕飞入乱石堆 刚刚还静止不动的乱石堆 一有人闯入 有些石头 诡异地飞了起来 按照千年以前设定的阵法和机关运转 外面的人看不懂里面的门道 只能看见他们一步步惊险 有好几次都直接撞在了石头上 而石头却又在撞上的那一刻 飞走了 一刻钟后 突然一块巨石狠狠地向着叶墨夕撞过去 南宫里早有准备 一箭狠劈 巨石未遂 撞在南宫里身上 南宫里以一己之身抗住巨石 站在他身后的叶墨夕 毫发无损 世子 你怎么样 叶墨夕惊呼一声 愧疚道 走错一步 石方其震太厉害 紧破了第一局 南宫里抵着那块巨石 遭受重击 闷哼了一声 但脸色未有丝毫变化 你先沿路退回去 好 叶墨夕点点头 你小心 叶墨夕退出石方骑阵 倒是没遇到任何危险 南宫里一个闪身 错开巨石 那巨石轰隆隆砸在地上 又几块巨石向着南宫里飞去 南宫里一边打 一边沿着骑阵的规律退后 不错 这么快就能破第一局 老夫钻研了大半辈子 也才敢破第一局 你们两个还真是长江后浪推前了 白须老者很惊讶 叶墨夕关切看着南宫里 世子 你伤得严不严重 无妨 南宫里随手在自己身上点了两下 封住内伤 白须老者说道 这些石头 看起来灰不溜秋 乃天外陨石 坚不可摧 繁铁 怎么可能劈开 没想到 你也懂棋针 否则退出的时候 没那么容易 我还能再试试吗 虽然没有闯过第二局 但刚才 我有眉目了 叶墨夕说道 白须老者笑道 可以 你是朝皇传人 是多少次都可以 这是规矩 但 仅有他可以和你一同进去 禁止外人进入 我知道 你们对白草原势在必得 但除非你们闯过十方骑阵 否则 就是兵为灵山 老夫也不会让你们进入朝皇陵一步 大不了玉石俱焚 鱼死网破 说到最后一句 脸色又变了 显然 如果他们敢强闯 白须老者就真的敢封死朝皇陵 皇陵都有断龙石 一旦落下断龙石 就是彻底封死 外人不得进 里面不得出 强行炸开 只会启动里面的自毁装置 炸它一切 就像唐门山庄的地宫一样 若想要白草原 只能闯十方骑阵 谢谢老张 白草原对我很重要 但我会自己闯进去 不会强攻 惊扰亡陵 叶木熙肯定说道 从灵山回来 南宫岭暗中派人盯着朝皇陵 以防有人找茬 也以防那白须老者 有什么阴谋 听完古旗里的旗阵 就是从朝皇娘娘这里 流传出来的 朝皇娘娘 不愧是此道大师 叶木熙怠眉轻醋 十方骑阵叠加 单个是十局棋 又能合而为一 变成一个棋局 一时半会儿 还真想不到破解之法 南宫岭陈生说道 不急 我把十局棋记下来了 我们先一一破解 再去试 我也记下了 叶木熙不由敏唇 两人想到一块儿了 四海商行 一有的药材 用药后 叶木熙当下就恢复精神 整日和南宫岭一起研究 那十方骑阵 想要集齐白草剑 大部分草药 总不可能满天下到处找 直接拿到白草原 是最好的法子 陆清明他们找草药 也不顺利 多日未有进展 叶木熙倒是不在意 多一煮草药 只是担心他们的安危 于岩坊表面上 派了两支伤队 又暗中派了一支 三支伤队 便是有人要下手 也拿不准主意 花岩草到底在哪 我还派了新娘接应 笑儿他们应该算是安全 叶木熙看向谢启霜 说道 倒是你们在藏金阁 找草药 懒若先是知道的 你们还是别找了 少一煮也不碍事 南宫玉霄那边还好 毕竟他没找到 那野花之前 就是抓了他也没用 怎么也得找到 以后再动手 楚郡王还有一支军队护送 再加上南宫家 本来的军队 倒是最安全的一个 木熙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我和清明会注意安全 谢启霜笑嘻嘻说道 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其实他明白 叶木熙的担忧 从东海归来 叶木熙就告诉他和清瑶 提防兰若先 俨然是把对方 当生平打敌 可是连他这个 和兰若先 没什么交情的人 都觉得木熙说得 太匪夷所思了 仙姬郡主那么好 竟然是这种人 要不是这话是 叶木熙说的 谢启霜 压根不信 但就算信了 还是觉得怪怪的 如果兰若先 真的搞破坏 那就试试看吧 也正好让大家 包括他自己看看 兰若先是怎样的人 而且就算兰若先 真的要动手 但藏金阁的草药 还是要找的 闯不过十方齐阵 就拿不到剩下的草药 而这些散落在外的草药 能找一株是一株 多一株 木熙就多一份保障 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 知道百宝剑的 就咱们几个 仙姬不想暴露 应该不敢轻举妄动吧 再说 还有那么多会呢 安心 谢启霜笑了笑 叶木熙微微叹气 也只能让红烟 再多派点人手保护 她就是这种 自己可以冒险 但不愿意 让朋友冒险的人 可能被她认可的朋友 又岂是那种 置身事外之辈 醉风楼 姚芳仪看着面前的人 一脸怀疑 你到底是谁 藏头鹿尾 想干什么 我只是告诉你一个消息 叶木熙这一胎 怀得不容易 为了保胎 他们正在收集一些草药 那女子一袭黑衣 戴着斗笠 彻底笼罩了身形 声音也是特意乔装过的 嘶哑地听不出来历 姚芳仪脸色一变 你到底想说什么 保胎踩到了她的痛处 她的孩子没保住 虽然赛神医的口风严密 并没有说 没药保不住胎 但我断定 这一批草药 至关重要 不然 南宫里不会花这么多力气 尤其是那十方齐阵 如果白草园 只是无关紧要的东西 他们二人 为什么还要冒险闯 那黑衣女子 不急不缓说道 姚芳仪听得一脸茫然 你到底在说什么 叶木熙想得到的东西 你想不想 让她得不到 黑衣女子看向姚芳仪 道 姚芳仪脸色扭曲 我当然想 我还想她死 让她死倒是有点难度 但如果 你能毁了白草园 她的孩子能不能保住 那就得两说了 那黑衣女子慢悠悠说道 一听到这个 姚芳仪顿时来劲了 什么白草园 能让她流产吗 黑衣女子 大致把朝皇陵 和白宝剑的事情 说了一下 姚芳仪听得两眼发光 叶木熙活该 本来就该她流产 结果她害我 害得我流产 活该她怀孕 这么不容易 看来 没有这些草药 叶木熙就麻烦了 好呀 我现在就回了白草园 还有那些 帮她收集草药的 一个也不放过 绝对不让 叶木熙再多得到益助 其他的 你可以抓紧去办了 倒是对白草园 动手 很有些难度 南宫林早就 暗中派人保护 你大张旗鼓地 派兵过去 半路就被拦下了 要想对白草园动手 只能出其不意 黑衣女子 慢慢说了一个计划 顿了顿又说道 那老头子武功高强 你们只需装成 替叶木熙抢白草园 就行了 那老头子 自己就会打碎断龙石 到时候 整座皇陵彻底封死 谁也进不去 你们也别和他硬拼 让他逃出一条生路 去找叶木熙报仇 这种信守承诺 世代守墓的人 最痛恨背信弃义之人 绝不会给叶木熙留活口 姚芳一听得满是震惊 这女人的计划 还真是时机把握得 恰到好处 还把方方面面都算进去了 本来她还只以为 是毁掉白草园 现在才发现 说不准 叶木熙还真的会被杀掉 太好了 你这个计划 太完美了 姚芳一两眼发光 毁了白草园 让叶木熙保不住胎 再给她拉了一个仇家 让她保不住命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为什么不自己动手 你又怎么知道这些消息 姚芳一疑惑说道 黑衣女子淡淡说道 南宫玉霄口无遮拦 有心之下 还怕不知道 计划已经告诉你了 动不动手 你自己看着办 反正流产的是你 又不是我 原来是从南宫玉霄那里 偷听到的消息 姚芳一半信半疑 狠狠咬牙 流产两个字 刺激得她决定要干一票 姚芳一走后 黑衣女子又点了一壶茶 过了半刻钟 一袭长裙的驱灵沙 走了进来 你是谁 约我何事 黑衣女子柳梅一跳 和瘦女谈笔买卖 什么买卖 你帮我杀一个人 我帮你的陈王 除去半个英王 到时候 大前太子之位 非陈王莫属 黑衣女子缓缓说道 驱灵沙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突然问道 杀叶木熙 不错 原来是你 能够跟她谈这笔买卖的女人 又能如此优雅自若的人 只有一个 黑衣女子随手揭开自己的斗篷 露出那一张漂亮的脸蛋 早知道 瘦女是个聪明人 今上身体每况愈下 皇位就在 英王和陈王之间选择 如果英王势力损败 朝中又还有谁能和陈王 争夺至尊之位 你的条件很诱人 但杀叶木熙没那么容易 计划呢 江南行省 萧紫耀和叶仪秀轻车从简 扮成一对父亲探亲的兄妹 一路往北 御言坊刚传来的消息 派去京城的三支伤队 两名一案 都被人抢劫了 叶仪秀看着信哥传来的讯息 脸色慎重 萧紫耀眉风一扬 看来百宝剑的消息 已经传出去了 这件事本没有外人知道消息 只能说明我们出了内奸 叶仪秀醒来后 为了唐门在南方的生意 就和萧紫耀一同去了江南 御言坊派的三支伤队 暗处的那一支里面 确实藏有一株化岩草 被抢就算了 叶木熙早有准备 但其实叶仪秀和萧紫耀 也带着一盒化岩草 足有五株 这才是明修战岛 半堵陈仓 不过 好在嫡姐早有准备 化岩草在我们手中的消息 无人得知 那些人抢了伤队里的化岩草 想必也就罢手了 可惜 白白浪费了一株 叶仪秀有些肉疼说的 萧紫耀问道 预言坊那边 有没有查到是谁动手 还没有 对方收买的江湖杀手 那些杀手 也不知道谁雇佣他们 也只能等敌姐那边慢慢查了 叶仪秀说的 正在二人说话间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有刷戏 萧紫耀脸色一变 一把将叶仪秀拉在自己身后 拔出长剑 严阵以待 哗啦一声 房门被人一脚踹开 一群蒙面黑衣人冲了进来 二话不说 拔到就砍 萧紫耀一手拉着叶仪秀 一边打 带着一个空档 抱着叶仪秀从窗户里跳了出去 正好跳到马厩里 保护小姐 厮杀声惊动了随行的护卫 顿时和那些黑衣杀手打了起来 这些人 不是江湖杀手 是死士 萧紫耀冷静说的 他们没有江湖杀手的草莽之气 太和默契 只有经过长时间训练的死士 才能做到这样 叶仪秀细心说的 和截杀伤队的不是同一批人 不是 萧紫耀肯定说的 护卫拦不住他们 秀儿 你先走 我断号 叶仪秀一把解下自己腰间的锦囊 递给他 不行 萧大哥 你走 这个交给你 你听我说 你有武功在身 我们拖住那些死士 你逃出去的希望比我大 而且你是萧家唯一的嫡子 将来要做出一番大事业 所以你不能死 你走 锦囊里装着一个巴掌大的盒子 里面就是化岩草 说什么鬼话 哪有让女人断后 自己先跑的道理 我留下断后 你走 萧紫耀又把锦囊 硬是塞在了他的手中 你别磨磨叽叽了 快点走 保护他们的护卫首领 是叶家商行的人 名为叶虎 说道 秀儿小姐 您和萧公子一起走 这里有我们 我不会武功 一起走只会拖累他 而且我们两个一起跑 那些死士 穷追不舍 根本跑不掉 这里需要一个拖住他们 你们保护我撤退 他们以为化岩草在我手中 萧大哥就有机会离开了 叶一秀果断说道 纵横生一场数年 他遇事已经不像以前那样 只知道哭 而是第一时间就拿出最好的办法 小子明白 一定誓死保护秀卫小姐 为萧公子拖延时间 叶虎卫忠心耿耿说道 叶一秀看向萧紫耀 认真说道 萧大哥 趁现在你先走 这是预言坊最后的化岩草 一定要送到嫡姐面前 还有 谢谢你 你这小丫头 胡说八道什么 你这是乱安排啊 萧紫耀怒道 就要走一起走 你不走 我萧紫耀 岂是贪生怕死之呗 话音刚落 突然叶一秀 从旁边的护卫手中 接过一个赶面杖 砰的一下 敲在他头上 萧紫耀脑门一疼 眼前一黑 晕了过去 叶一秀扔下赶面杖 一把接住他 他沉甸甸的身躯 压在他的肩膀上 这大概是他们这一世 靠得最近的时候吧 叶一秀忍不住 伸手抱了他一下 死事比护卫厉害 如果两人一起走 他拖累他的速度 而且死事也会全部向着二人追去 根本没有逃生的机会 唯一的办法就是 一个人跑 一个人假装拿着化颜草吸引注意 他是这么打算 让他先走 他断后 可是 他早就欠他一条命了 再也欠不起第二条 萧大哥 我相信 总有一天 你会明动天下 出人头地 你会让萧家看到你的荣耀 会让你的家人 以你为荣 我相信 会有那么一天 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厉害的绝世奇才 最近我们常常在一起 可是我知道 你跟我 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是萧家少爷 你迟早要回到萧家 而我 只是一个连九品闺秀都不是的商女 谢谢你的梦醒草 谢谢你从不曾看清我 谢谢你让我觉得 自己很重要 能遇见你 已经是我最大的幸运 萧大哥 我只希望 你不会忘了我 叶衣秀用力地抱了他一下 眼眶通红 足够了 这一辈子 遇见他 爱上他 抱着他 送他走 知足 阿福 还不快带着萧大哥走 叶衣秀喊道 阿福一脸为难 可是 这 哪有什么可是 还不快走 叶衣秀怒道 再不走 来不及了 阿福 阿福无奈地看了看叶衣秀 又看了看萧子药 只好扶着他悄悄钻进一辆马车 叶衣秀目送着他离开 对着叶护卫说道 现在保护我撤退 吸引那些死士的注意 是 叶护卫顿时大喊一声 来人哪 快保护小姐 适色保护小姐撤退 这句话就跟黑夜里的萤火虫 顿时吸引了死士的注意 纷纷向着叶衣秀围剿而来 马车摇摇晃晃冲出城门 烟波之下 萧子药醒了 这是哪 怎么回事 萧子药掀开车帘 就看见正拼命赶车的阿福 怒道 萧子药呢 阿福难过说道 萧少爷 萧儿小姐 萧儿小姐 回去 赶紧给我回去 阿福无奈之下 只好用驾车回去 但是才刚刚返回 就被一群黑衣死士包围了 大人说你们狡诈 果然如此 其中一个黑衣人冷笑一声 大手一挥 杀了他 其他黑衣人纷纷围了上来 萧子药临危不惧 拔剑和他们打了起来 这么多黑衣人拦着 别说去找叶衣秀 就是活命都不可能 对方早有准备 现在萧子药倒是有些庆幸 跑出来的是自己 萧儿那边好歹还有这么多护卫 说不准还能有一线生机 阴差阳错倒是合了他的心意 他们分散了这么多人追过来 说不准萧儿反而能活下来 那就决一死战吧 刀光剑影 血肉横飞 萧子药双拳难敌四手 渐渐不知 也不知道萧儿那边情况如何 但愿他能安全 本少爹这么英俊潇洒 玉树临风 还没成亲就要死了 实在是太亏了 萧子药一边上蹿下跳 挡着刀刀致命的杀鸡 一边可惜叹气 追杀他的那个黑衣人一噎 差点一不小心 从天空上摔了下去 这家伙还真是活宝呀 都要死了还这么自恋 少爷你都要死了 害地址成亲呢 躲在一边 吓得瑟瑟发抖的阿福说道 他不会武功 那些黑衣人直接无视了他 萧子药常见异等 说道 反正都是死 说不准老天爷看不过去 给我送个女侠 英雄就美 本少一定以时相许 重要的是女侠 千万不像上次那么 哎呀 挡不住了 实在不行 少侠也行啊 对面的黑衣人 实在是没绷住笑了 这么严肃的时候 他也不想呀 又是一刀砍向萧子药 就在此时 突然后脑生风 那黑衣人闪身一挡 恰恰避开了 扔过来的一块大石头 回头一看 一个娇滴滴的大家闺秀 正紧张看着他们 而在他身后 护卫犹如潮水一般涌来 其中还有几个带着 猙獰鬼面的人 江湖顶级一流杀手 九游冥府 为首的黑衣人看着越来越多的护卫 脸色一变 这 西娘冷声说道 想走 哪那么容易 杀 那些护卫和鬼面杀手 纷纷冲了上去 局势彻底逆转 萧大哥 你没事吧 没想到 他们在这里还埋伏了人手 我失策了 万秀你没事 不然我岂不是要害死你了 叶衣秀快步冲了上去 担心看着他 上下打量 一把钻住他的右手 你胳膊流血了 萧大哥 你受伤了 萧紫耀没想到 竟然会看到叶衣秀 还有点没反应过来 没事 不过是皮外伤 你怎么在这 还有这位 不是西娘吗 萧公子好 主子让我前来建议你们 西娘行了一个礼 笑道 萧儿姑娘不必担心 萧公子身上的伤 包扎一下就好 血是正常的 没有毒 刚才我好像远远就听见 萧公子说 要以身相许 吓得我这边几个高手 都没敢直接冲上去救你 一句玩笑话 让萧紫耀老脸一红 她就是没事口哗哗一下 真没想到 每次许愿 都有人相救 看来老天爷也是觉得 她还没成亲 命不该绝 还是秀儿姑娘 一泊云天 舍己为人 西娘无嘴笑着 补上后半句 叶衣秀刚才着急了 压根没注意萧紫要说什么 此时被打去 红着脸说道 新娘姐姐 萧大哥已经不是第一次说这种话 哪能当真 她上次这么说的时候 还是世子救的她呢 西娘笑得不能自已 强忍着笑说道 萧公子 你有这种想法 主子可是不会放过你的 萧紫耀一脸尴尬 我发誓 我再也不随便许愿了 萧大哥 你伤口还在流血 先去包扎一下 叶衣秀关切说道 这里有新娘 主持大局 不需要萧紫耀继续厮杀 等会儿 萧紫耀突然震了脸色 盯着叶衣秀说道 先不急 我还有笔账要跟你算 你刚才 打晕我 叶衣秀手足无措 我刚才 刚才不是故意的 少爷 秀儿小姐不知打晕你 还说了很多话呢 阿福凑上来 几眉弄眼说道 萧紫耀疑惑看着她 你说了什么 叶衣秀的脸顿时红成苹果 她刚才真没想到 自己还有命 再见到萧紫耀 顿时急了 连忙说道 叶狐卫 香草 堵住阿福的嘴 是 叶狐和香草 顿时连忙冲上来 阿福一边躲一边挣扎 少爷 秀儿小姐说 你一定会出人头地 还说让你不要忘了她 憋死我了 你们捂住鼻子了 救命 三人乱成一团 叶衣秀修脑的 手都不知道放哪儿好了 还有 说遇见你 是她最大的幸运 阿福刚开了个口 又被叶虎和香草堵住 萧紫耀应挺的 她跨了一大步 几乎就贴着她的人站着 可我刚才许愿 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啊 叶衣秀不明所以 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下一刻 萧子要一把将她拥入怀中 秀儿 谢谢你 谢谢你在我最低落的时候陪着我 谢谢你永远支持我 相信我 谢谢你宁肯自己危险 也要让我离开 谢谢你 让我遇见你 叶衣秀整个人都僵硬了 男女瘦瘦不亲 萧公子虽然顽固 但从不对梁家女子如此轻浮 那这个拥抱的意思是 她真的打算以身相许吗 可是我哪里配得上她啊 难道是 那妾 她的娘亲是妾 在叶府毫无身份地位 所以她改变自己的命运 成为嫡女 掌握叶家的生意 就是要让自己以后 不至于再给人当妾 以她如今的身份 便是普通点的官宦世家 也能当得起竹母 可在国舅萧家 却不够看 她不愿为妾 这是她一直以来 如此努力的信念 但直到这一刻 叶衣秀才发现 如果夫君是她 原来当个妾室 也会心甘情愿 若能陪在她左右 为奴为婢 为妻为妾为友 亦或是其他 都好 她想把她放在哪个位置 她都愿意 只要她高兴就好 京城 国子剑 藏书阁 陆清明和谢喜霜 已经在藏书阁 翻了大半个月 依旧一无所获 这里是清贵之地 也不可能让他们 带太多人进来 听说秀儿遇刺了 幸好嫡姐早有准备 让新娘去接应 不然还真是悬了 谢喜霜一边翻着一本藏书 一边说道 我听沐溪说 动手的有两批人 其中一批 是收买的江湖高手 另一批 竟然是一群死士 虽然被新娘他们 抓了大半 但无疑活口 陆清明翻着藏书说道 对方对我们的处境 了如指掌 白宝剑的消息 肯定是传了出去 当时在场的 就只有我们几个 你我 沐溪和世子 青瑶夫妇 再就是玉霄和仙姬郡主 谢启霜掰着指头数了一下 心想 沐溪说得果然不错 陆清明嗡了一声 看了我们应该 也是对方的目标 为了安全起见 启霜 这里就交给我了 找了大半个月 几乎把书都翻了一遍 我再找两日 如果找不到就算了 那不行 我肯定和你同进退 谢启霜说道 再说 这里是果子剑 又不是荒山野岭 想到这里动手 也没那么容易 两人一直找到晚上 谢启霜几乎是麻木般的 随手拿起一本书 突然一片叶子 从里面飘飘荡荡晃了出来 就是它 陆清明一下认了出来 谢启霜高兴地 差点跳起来 太好了 总算是找到了 启霜 你这是福星 陆清明将那一片叶子 小心翼翼捡起来 重新加回书里 以免折损 拿起书说道 走吧 我们去找赛神医 好呀 谢启霜笑眯眯说道 两人从三楼往下走 却看见一阵浓烟 从下面冒上来 怎么回事 啊 熄火了 婢女们失声惊叫 楼下一片哭喊慌乱之声 陆清明和谢启霜对视一眼 两人连忙往楼下走 原来整座藏经阁 已经陷入熊熊烈火之中 里面的人拼命地砸门砸窗 但是门窗都是封死的 藏经阁为了防盗 门窗的防守和宝库是一个级别的 哪能被人轻易砸开 浓烟弥漫 火势滔天 救命啊 救命啊 我不想死 来人啊 救命啊 众人哭喊 一片慌乱 谢启霜和陆清明 一一检查着门窗 还真的全部被封死了 藏经阁外面有侍卫巡逻 但是到现在都还没人来开锁 外面的人出问题了 陆清明脸色严峻 一手拉着谢启霜 一边躲避不断烧断落下的火焰 谢启霜怒道 连国子剑都敢放火 真是胆大包天 我好像听到外面有砸门的声音 应该是沐西安排的人 我们先找个地方避一避 是该如此 走 去那一边 火势小一点 陆清明牵着谢启霜往里走 大伙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藏经阁 他们要坚持到外面的人来救 而此时 藏经阁外 本该巡逻的侍卫已经不见了 正在救火的是红烟等人 夫人 小的妈暗中盯着 那些巡逻侍卫刚刚还在 不知道怎么就突然不见了 然后藏经阁就烧起来了 我们发现的时候 已经进不去了 红烟面沉如水 一个个眼睛都是瞎的吗 该死 钥匙找到没 还在找 已经派人在打门了 夫人恕罪 实在是这大碗上的 藏经阁每碗都是要锁门窗的 我们也没在意 没想到 红烟脸上闪过一抹狠色 交代你们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给我立即进去救人 一定要保证陆大人和谢姑娘的安全 他们要是出了事 你们这些办事不劣的家伙 我一个都不轻饶 是 下属门被吓得一脸冷汗 无人敢偷奸耍滑 就是面对熊熊烈火 也不要命一样的汪里闯 藏经阁里空气越来越稀薄 呛人的浓烟熏倒了大部分人 陆清明和谢启霜也渐渐不知 但这么危急的时刻 两人都没忘记那本书 随身带着 一声脆响 两人头顶一块烧断的横梁落下 陆清明正在四处群寻 哪里能避难 一时不察 旁边的谢启霜先一步反应过来 一把推开它 小心 哐当一声 燃烧的横梁重重砸落下来 谢启霜当场昏迷 启霜 陆清明牙子欲裂 顾不得双手被烫得火了 一把挪开那燃烧的横梁 连忙扑灭他衣服上的火焰 衣裙被烧得破破烂烂 但那半边脸颊上 却被大火了了几个水泡 鲜血模糊 大门终于被人撞开 救援的人冲了进来 陆大人 谢姑娘 你们在哪儿 陆清明抱着谢启霜 快来人 救大夫 快请大夫 云生别怨 叶木戏站在长廊外 拳头紧紧攥着 陆清明脸上 再也看不见温文尔雅 面沉如水 放心 谢姑娘没有生命危险 好在初春衣衫穿的后世 火并没有烧到她 塞华佗走了出来 顿了顿说道 不过 她的脸被烫伤了 药我已经用了 但难免留下痕迹 叶木戏急切问道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治好她 任何代价我都可以 世子妃 你也该清楚 烫伤留下的痕迹 要是无依 塞华佗叹了口气 叶木戏前世 就是被火烧毁容的 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当初爹爹为了治好她的脸 什么法子都试过了 可是她没法接受这种事实 启霜是那么好的姑娘 就这么毁容了 三十一 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陆清明官妾问道 塞华佗摇摇头 办法真的没有 不过好消息是 谢姑娘的烫伤不严重 有自愈的可能 你们也知道 有些烫伤不严重的人 渐渐地疤痕就消失了 这也是有的 不过这种可能性比较低 所以你们也别太抱希望 启霜醒了吗 我进去看看她 叶木戏心里难受 塞华佗点点头 谢姑娘已经醒了 不过她情绪有点不太对劲 刚才醒来就发现脸上的异常 要老夫给她镜子 老夫没忍心呢 叶木戏迈入房间 脚步沉重 谢启霜呆呆躺在床上 她被撞伤的肩膀 已经上了药 原本俏丽的脸 但现在左边的脸颊 却有一块鸡蛋大小的 模糊血肉 涂上了厚厚一层白色药膏 启霜 叶木戏走到床边 突然发现言语是那么匮乏 她不知道说什么安慰她 谢启霜清晰地感觉到 脸颊上火烂烂的疼 呆呆看着叶木戏 木戏 把镜子拿来我看看 启霜 叶木戏眼眶一酸 一把将她抱住 赛神医说了 你的脸有自愈的可能 就算是花一辈子的时间 我也会找药 我绝不会放弃 你也不要放弃 谢谢双眼眶含泪 你不要骗我了 如果烧伤治得好 叶宛柔就不会变成那样 我知道我毁容了 我就是想看看 我现在长什么样 你把镜子给我 启霜 你还是很好看 真的 叶木戏心疼得快要窒息 比自己在东海 被人推下海头更深的愤怒 别人害她 她还可以云淡风轻 慢慢布局 一点都不急 但若是伤害到了她身边的人 她忍无可忍 我要镜子 木戏 你把镜子给我看看 我要镜子 谢启霜挨碗说道 叶木戏只得说道 晚秋 把镜子拿来 是 晚秋不忍将铜镜拿了过来 递给谢启霜 谢启霜颤抖着手 拿起铜镜 看着镜子中的影像 眼神渐渐绝望 竟然变成这样了 哐当一声 镜子从她手中无力跌落 摔成碎片 门外的陆清明听见这个声响 一着急就冲了起来 启霜 谢启霜看见她 却连忙被转过身 情绪有些失控 激动喊道 你出去 你出去 启霜 在我心中 你变成什么样都好看 陆清明诚挚说道 谢启霜眼泪刷刷落下 你出去 我不想吓到你 你出去啊 启霜 我 我让你出去 叶木熙对着她摇摇头 清明 你先出去 这里有我 陆清明默默看着谢启霜的背影 他当然不会介意 他现在变成什么样 可是 对于女子来说 这种时候 确实不想被外人看见吧 我就在门外等着 你什么时候愿意见我 喊一声 我就在外面 陆清明轻声说道 默默走了出去 等到他离开 晚秋关上门 谢启霜才缓缓转过身 无声地哭了起来 叶木熙能明白他的心情 任何女子都不想这样被自己心爱的男人看到 启霜 你放心 咱们还有恢复的希望 不要气馁 你难道还不知道清明的为人吗 他不是那种以貌取人的人 他不会嫌弃你的 叶木熙 安慰说道 谢启霜 死死咬着唇 我知道 可是我建议 我变成了这种丑样子 还有什么资格跟他在一起 我自己都嫌弃我自己 他那么好的人 不该跟我在一起 木熙 你帮我跟他说 解除婚约 什么 启霜 你在想什么 清明要是敢毁婚 我第一个揍他 叶木熙惊讶 谢启霜死死攥着拳头 清明是个好人 我变成这样 他肯定对我愧疚 不会毁婚 原本没打算娶我 如今 只怕都打算 接受我这个烂摊子了 可是我 不希望他是因为这样 才娶我 没等叶木熙开口 谢起庄打断他 继续说道 我很喜欢他 变成现在这样 我也不觉得后悔 衡量砸下来的时候 我保护了我喜欢的男人 我很高兴 可是我毁容了 我不想他因为责任 愧疚 报恩 这些东西 跟我在一起 我配不上他 以前 他以为他们还有很多时间 他可以让陆清明 喜欢上他 但是现在 毁了容的谢喜霜 不再抱有这种期望 齐霜 叶木熙攥紧拳头 指甲都掐入肉里了 心底一阵难受 却连一句安慰的话 都说不出来 语言太苍白 木熙 你也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谢起双抱住双膝 蜷缩成一团 叶木熙留下晚秋 照顾他 走了出去 世子妃 起床怎么样 陆清明 关切问道 叶木熙摇摇头 不太好 让他先冷静两天吧 他这回说的话 也不能当真 他说了什么 陆清明追问 叶木熙看着他 犹豫了一下 没开口 他相信 陆清明不是那种 以貌取人的人 但是谢起双 说的也没错 因愧疚而成亲 对他们两人来说 都是不公平 至于其他 那就是他们 二人的事了 叶木熙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 是什么感情 你先让他冷静一下 起双 麻烦你多照顾 叶木熙说道 陆清明点点头 担心了看了一眼 紧闭的大门 默默坐在台阶前守着 主子 属下办事不力 让谢姑娘受伤 还请主子责罚 红烟浮身请罪 叶木熙摆摆手 怪不得你们 大家已经做得够好了 是有些人 太咄咄逼人 国子剑那边结果怎么样 刚传来消息 国子剑 袁外郎说 那些巡逻的侍卫 被人骗走了 至于动手的两个侍卫 已经畏罪自杀 说什么 查不到指使之人 红烟气愤说道 主子 这个国子剑 袁外郎 就是姚丞相的门生 他能当上这个官 都是姚家一手提拔 叶木熙的眼神中 寒芒闪烁 姚家 姚芳仪还真是 太有当道的觉悟了 半个月前 和她见面的那个人 查出来历了吗 已经排出叶熙威 十之八九 就是兰若仙 在姚芳仪走后 那人又见过驱灵莎 红烟禀报道 叶木熙薄唇勾起 一抹冷色 狠利得眼神可怖 明化 约驱灵莎见一面 就说 她上次跟我提出的条件 我答应了 是 明化浮身 叶木熙本不想 和驱灵莎合作 这种为了成王 毫无底线的人 随时都有被她反噬的可能 但是这一次 哪怕是不择手段 她也要揭开 兰若仙的真面目 也要为启霜报仇 可是主子 即便是你开口 既无就未必会同意 让桃妖收手 红烟提醒说道 叶木熙眼神中 寒光如冰 那就把桃妖掳走 皇后 神殿的势力 再加上我们 足够了 对付成王 还有别的法子 但是对付来若仙 我一刻都不想等了 伤她亲友 处她逆临 醉风楼 叶木熙和驱灵莎 相对而作 桌前相名鸟鸟 还以为 你不会跟我合作 没想到 这么快就改了主意 是因为谢启霜 驱灵莎眼神中 多出一丝好奇 叶木熙并没有接她的话查 开门见山说道 我帮你解决桃妖 上次兰若仙找你 所为何事 哎 这都被你发现了 看来兰若仙 还真是大意了 驱灵莎顿了顿 没有否认他们见面 说道 你准备怎么解决 桃妖只听 季无旧的话 我确实无法影响她 我会和季无旧 谈一谈 她是个利益 至上的人 只要有足够的利益 足以让她收手 我向你保证 如果我无法 让季无旧停止 我也让季桃妖 从今以后 在京城消失 叶木熙说道 驱灵莎微微汗手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如果季无旧不答应 你可以在皇上面前 揭露桃妖和季无旧的关系 那桃妖自然会被皇上处置 我和你合作 不等于我要谋害他人 怎么决定是我的事 叶木熙说道 这也行 只要你确定 从今以后 季桃妖不可能再害陈王 驱灵莎只是皱了皱眉 没有强制要求 强调道 季桃妖是你和季无旧 联手送入宫 意图谋害陈王 这个事实 你要让陈王清楚 他所做的一切 都只是为了他 没问题 叶木熙肯定说道 驱灵莎放下一桩心事 说道 既然咱们合作 那就先送你一个消息 兰若仙确实找过我 马上就是一年一度的 祭天大礼 今年的祭礼 由神殿主持 兰若仙打算和我联手 在祭天大礼上 杀了你 二月二的祭天大礼 仅剩几日 不过 我还没有答应他 虽然他的条件丰厚 但是祭陶妖 才是心腹大患 驱灵莎缓缓说道 原来 兰若仙上次找驱灵莎 就是打算在祭天大礼 对叶木熙动手 因叶木熙怀孕 皇帝特意要神殿 为他单独弄个祈福仪式 不过 南宫陵始终陪伴在叶木熙身边 这是一个难点 其次就是 到时候事情泄露 驱灵莎担心兰若仙 会留什么后手 让他当替罪羊 毕竟 按照兰若仙的计划 都是驱灵莎在行动 从头到尾 没他什么事 万一兰若仙来个一石二鸟 驱灵莎自己就倒霉了 基于这些考虑 这才没有当时就同意 不过 兰若仙的条件丰厚 驱灵莎确实动心了 正在考虑中 如果不是叶木熙来找她 也许过几天 她就真的和兰若仙合作了 看来我怀孕 确实让她处之后快 一个接一个的阴谋 片刻都等不及 叶木熙凤魔微眯 眼神冰冷 她的计划不错 少女可以假意 答应和她合作 不过她想置身事外 却不可能 驱灵莎柳梅轻条 你的意思是 将兰若仙脱下水 叶木熙缓缓说道 有一个办法 可以引走世子 兰若仙又年受伤 而患头疾 发作起来疼痛难忍 唯有内功及其身后之辈 才能镇压 当事寥寥无几 其中之一 便是南宫里 每次兰若仙头疾发作 世子都会运功替她调息 驱灵莎点头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 调虎离山之计 但以兰若仙的聪明 她刚好在你遇刺的时候 投疾发作 太巧合了 容易引起南宫里的怀疑 她怎么会让自己 暴露得如此明显 如果这个投疾 是被人暗害呢 据我所知 江湖上有一种毒药 蜜麦粉 对普通人无害 但患投疾之人时之 如同遭遇刺激 足以诱使她的投疾发作 叶木熙薄唇 挑起一抹糊涂 我连借口都帮她想好了 到时候只需要说 暗害之人 算准了世子会贴她疗伤 这才对她下毒 调走世子 再对我动手 这不是从头到尾 都能把她撇得干净 屈灵莎不由一阵头皮发麻 如果她不知情 真的发生这种事 就连她都要怀疑 是不是真的有人 对蓝若仙下了毒手 害得她投疾发作 要走了南宫里 蓝若仙肯定也不会知道 这计划有什么不妥 屈灵莎没看出来 这么完美的计划 如何让蓝若仙暴露 但叶木熙既然这么说了 那她肯定是布好了套子 就等蓝若仙往下跳 如此体贴入位的计划 屈灵莎有种预感 这次蓝若仙要掉坑里了 被黑锅的人选 我也算好了 姚芳仪 叶木熙随口说道 但话语里 却透出了三燃杀计 谢喜双毁容 就是姚芳仪亲自动手安排 蓝若仙奸诈 无法一下就将她弄死 但是姚芳仪这一次必死 对了 国子剑有个原外郎 是姚丞相的门生 我要他的命 给起双赎罪 叶木熙冷冷说道 屈灵莎柳梅轻条 嫁货给姚芳仪没问题 但 此事这么轻易就出卖姚芳仪 反倒是引人怀疑 我在想想 怎么嫁货的不露痕迹 水到渠成 很简单 只需要一个小技巧 叶木熙细细说了一段 屈灵莎听了叹为观止 如此这般 连栽赃嫁货都天衣无缝 屈灵莎本来觉得自己很聪明 但此时莫名觉得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你如此嫁货姚芳仪 怎么不这么嫁货蓝若仙 更省事 屈灵莎听得有点飘飘然了 真有种杀人如杀鸡的感觉 你和兰若仙 联手做的计划 嫁货给她 她难道不会反嫁货给你 到时候 你再拖我下水 咱们仨一起完蛋 叶木熙带眉轻条 有点疑惑 以屈灵莎的聪慧 怎么问出这么白痴的问题 屈灵莎反应过来 也对啊 如果嫁货给兰若仙 那他们一个都跑不掉 实在是叶木熙安排的 这个嫁货的手段太漂亮 姚芳仪 你完蛋了 还有那个圆外郎 惨 该 我明天就去找兰若仙 屈灵莎点点头 看着她轻轻一笑 我相信 世子妃说到做到 不会反悔 如若反悔 我自然也有些反制手段 宣扬出去 那可就一起完蛋了 自然 叶木熙淡淡说到 她就没打算反悔 定下计划后 叶木熙安心等着 二月二的祭天大礼 屈灵莎没有跟叶木熙通气 也无需通气 这样更安全 只要当日 兰若仙引走南宫里 那就证明 一切都按照计划行事 若是兰若仙 没有投机发作 那就说明 他们没谈拢 仙皇山上戒备森严 经过去年的锐王行刺事件 整个仙皇山 五步一哨 十步一岗 到处都是巡逻的清兵 钟声响起 众人随着祭礼 一同参拜 皇帝让神殿 给叶木熙单独 加了一个祈福仪式 以诱她腹中胎儿 这是只有皇后 才有的待遇 让一个臣子夫人 破格享有 引来不少羡慕 南宫里一向都 寸步不离地 跟着叶木熙 自然该和她 一起上祭坛 但就在距离祈福开始 还有一刻钟的时候 燕淑匆匆跑过来说道 世子 郡主的头疾又发作了 求您去帮忙忙 兰若仙因今日身体不适 并没有来仙皇山 就在京城的郡主府 若是此时回去给兰若仙调息 自然是无法陪叶木熙祈福 什么 头疾发作 怎么回事 南宫禧紧张问道 燕淑说道 好像是吃了什么不对的东西 郡主说 这次投机来的古怪 像是被什么人下了毒手 也不知道 是谁如此性自歹毒 谋害我们郡主 兄长 这非你出马不可 我们这里只有你的功力 能够给仙儿调息 南宫禧连忙说道 南宫离脸色冰冷 看向叶木熙 叶木熙也看着她 四目相对 一切尽在不言中 世子 听闻郡主是为了救你才染上头疾 你理应为她调息阵痛 叶木熙说道 我这里没事 不需要你做陪 南宫离嗡了一声 说道 冷徐 你留下 寸步不离 保护世子妃的安全 是 冷徐领命 南宫离深深看了叶木熙一眼 转身跟着燕淑走了 临走之际 燕淑看着叶木熙的眼中 多了一丝得意 这个女人 总是和我们家郡主争世子 这一次 可算是让我们郡主赢了一次 而此时 先击郡主腹 蓝若仙强忍着投机之痛 双手死死攥着桌脚 牙齿咬得鸽之响 作戏要全套 当然 必须要真的投机 才能骗过南宫离 驱灵莎的计划 虽然让她牵涉其中 有了一丝风险 但 只需要把黑锅 扔给那个莫须有的 下毒之人就可以了 从头到尾 她拦若仙都是无辜的 别人要对付叶木熙 引开南宫离 而对她下了黑手 到时候 委屈的反而还是她 想必此时 先黄山那边 已经动手了 真是可惜 不能亲眼目睹 叶木熙怎么死 不过 她也并没有把全部希望 都寄托在驱灵莎身上 毕竟祭天大礼 有那么多的侍卫 万一让叶木熙运气好 没死 她也做了两手准备 姚芳仪也没有参加 祭天仪式 因为今日 就是兰若仙 帮她选定了 对白草原动手的日子 等到南宫离和叶木熙 反应过来的时候 白草原已经毁了 不知道驱灵莎 和姚芳仪两边 哪边能更顺利呢 兰若仙疼得脸色惨白 浑身直哆嗦 但是想到正在进行的两个计划 猙獰的脸上露出一抹扭曲的笑 叶木熙 你该死 南宫离走后 积天大礼 按部就班进行 很快就到了祈福仪式 叶木熙坐在天坛中心 叶霄白和冷寻就像两个门神 一左一右站在她的身边 寸步不离 围拢叶木熙而坐的 除了神殿的巫师 还有些从朝廷调派的左官 这些左官的挑选 都是历年以来 科举的进士和武学堂的勋贵 比如 陆清明就在此列 他是前几年的状元 国子剑园外郎赵四光也在列 他是十几年前的进士 有文武双全之意 赵四光有些紧张 因为他无意间听到了不该听的 还差点被对方撞了个正着 司主李悦开始 围着叶木熙的一圈巫师 开始洒落香火 按照兰若仙的计划 就是在香火中下毒 保护世子妃 消灰有益 冷寻蹚的一下抽出长剑 叶木熙拿出帕子 捂住口鼻 帕子上有塞华陀 事先配好的解毒伞 下一刻 这些围拢叶木熙而坐的人 有文官 有武将 还有巫师 大约七八个 纷纷向着叶木熙 拔刀杀去 一时间刀光剑影 血肉横飞 保护世子妃 众人惊了 四周的巡位 连忙上去相救 叶木熙在冷寻和叶小白 寸步不离的保护下 一路退到台下 并没有出什么事 这场骚乱来得快 去得也快 不过一刻钟的功夫 那动手的七八个人 就纷纷被抓 御医 快请御医 皇帝怒道 御医连忙上前 给叶木熙把了脉 说道 皇上放心 世子妃的胎儿脉象 一切正常 只是刚才受到惊吓 情绪有些波动 刚才那些有毒的消灰呢 皇帝又问道 没造成什么损害 叶木熙说道 皇上放心 臣女即使捂住口鼻 并没有吸入 当然 仅仅是这还不够 主要是那手帕上 事先备好了解药 这就不用细说了 那就好 皇帝松了口气 转而愤怒 看着那些人 说道 你们受何人指使 为何要对世子妃 下死杀手 为首的一个巫师说道 我们都是此事 宁死不招 皇上 这是臣女的失察 驱灵莎上前一步 说道 让这么多歹人 混入寄天大理 臣女罪该万死 臣女以为 这里面 肯定还有他们的同党 不然 他们怎么会 如此轻而易举 进入仙皇山 半个时辰前 臣女发现 这位大臣 和那几个动手的人 走得很近 一是同党 应该一起抓起来 这一指 就指在了国子剑 袁外郎 赵四光身上 赵四光脸色一变 连忙扑通一声跪下 皇上恕罪 魏臣是无辜的呀 魏臣和这些歹徒 真的不是一伙的 不是一伙的 那你怎么眼神 总往他们几个身上飘 还一脸不正常 本兽女早发现 你不对劲了 他们这些人行动失败 而你是不是还等着 等会儿再对世子妃动手 给本兽女抓起来 屈灵莎冷冷说道 众人向着赵四光望去 发现赵四光的眼神 还真的不太对劲 冤枉 魏臣冤枉 赵四光急了 连忙叫去 陆清明出列说道 挤奏皇上 陈刚才就坐在赵大人旁边 也发现赵大人 总是偷偷观察这几个歹徒 眼神飘忽 臣以为赵大人 和他们是一伙的 众人都有了 你还想抵赖 屈灵莎冷道 皇帝冷冰冰看着赵四光 他们几个 罪该万死 你这个前夫幕后的更可恶 还不给朕老实交代 受何人指使 你们要是敌死不从 朕就灭了你九族 皇上 冤枉啊 魏臣冤枉啊 赵四光被吓得 普通一声跪在地上 也顾不上其他了 说道 伙伤 魏臣跟他们 真的不是一伙的 魏臣之所以看他们 其实是因为 因为什么 皇帝冷冷追问 此时自己的命都快要保不住了 赵四光只好实话实说 一魏臣无意间 听见他们要对世子飞下手 魏臣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魏臣只是奇怪啊 才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魏臣真的跟他们 不是一伙的 他就是不小心 听到了他们的秘密 这才神思不数 是吗 那你还不早点禀报 执情不报 罪家一等 皇帝眼神冰冷 赵四光连忙说道 魏臣知道 他们的幕后指使 魏臣请求将功赎罪 这事情的进展 快得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什么 他知道是谁指使 您要是指出幕后真凶 朕就饶你一命 否则 你如此鬼鬼祟祟 一面之词 无法证明 你和他们没有勾结 皇帝冷冷说道 赵四光没想到 稀里糊涂 自己就被拖下水了 哪里还管得了别人的命 急忙说道 魏臣知道 是姚芳仪 姚测妃指使的 魏臣亲耳听见一个女子 跟他们发号施令 让他们对世子妃下毒手 就是因为姚测妃觉得 上次金铜茶 本该夜幕西喝的 但是却被她喝了 她对世子妃怀恨在心 话还没说完 突然旁边的一个巫师 冲上来 一刀把赵四光捅死了 该死的 皇帝怒道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们竟敢灭口 那巫师冷笑一声 我们不是姚测妃指使 说完 当场自尽 剩下那些动手的人 早就在牙齿间藏了毒药 纷纷毒发身亡 无疑活口 如果是这些死士招供 是姚芳怡之使 皇帝反而不会相信 既然是死士 又怎么会出卖自己的主子 但赵四光就不一样了 贪生怕死 虽然是姚家派系 但一到自己性命 攸关的时候 就毫不犹豫把对方卖了 当时赵四光 确实亲耳听到这些 而这些 是驱灵沙 故意让他听到的 让他误以为 今日这一局 都是姚芳怡下手 皇上明见哪 这个赵四光 胡说八道 芳怡绝对不会做出 这种猫害世子妃的事 那个死士不也说了吗 不是芳怡指使 姚丞相连忙出力 直呼冤枉 皇帝冷冷看着他 你是说 赵四光这等贪生怕死之徒 刚才竟然敢骗朕 姚丞相 众所周知 死士不会轻易出卖 自己背后的主子 这些人谋害世子妃 抱着必死的决心 自然更不会出卖 他们竟然选择死 临死之前 还杀了赵四光 分明是在灭口 去灵沙尘生说道 皇帝眉头一皱 姚芳怡呢 让她出来说话 姚侧妃近日身体不适 没有前来 鹰王妃蒋蕊旗上前一步说道 皇帝看着面前几具尸体 心底已经认定 就是姚芳怡所为 燕吾说道 来人 给朕把姚芳怡抓来 好好审问 无名荒山 朝皇陵 姚芳怡坐在暖觉里 看着将朝皇陵包围的密密麻麻的士兵 唇边勾起一抹得意之色 你们是什么人 白须老者 面沉如水 姚芳怡从轿子里 慢悠悠走出来 只要你现在把百草原交出来 我们就撤走 你这个老家伙 难道不知道 百草原里的东西 是咱们静安世子妃 是在必得之物吗 竟然还敢不给 谁给你的胆子 你们是叶木熙派来的 白须老者愤怒道 姚芳怡轻蔑说道 那是自然 我和叶木熙是至交好友 你不肯把草药交出来 误了世子妃的胎儿 死一万次都不够 老家伙 我知道这里是朝皇陵 但是 如果你不把百草原交出来 我就让朝皇娘娘抱师荒语 我倒是要看看 你这个守墓人守的什么墓 亲人太甚 老夫就是死 也绝不让你们得到百草原 白须老者头冒清烟 如其朝皇娘娘触到她的底线了 姚芳怡听见这句话 就差拍手称快了 但还是故意说道 那你今天就死吧 老不死的东西 白草原 世子妃要定了 你现在肯乖乖交出来 本非放你一条生路 不然 等下就是你死了 我也要撬了朝皇的棺木 鞭尸泄愤 该死 白须老者气得牙子欲裂 当下就向着姚芳怡冲过来 姚芳怡吓了一跳 失声惊叫 来人 快来人保护我 密密麻麻的士兵 围拢了白须老者 无数的弩箭向着他发射而去 即便他是一个绝顶高手 也挡不住这么多军队 吓死我了 还好我带的人多 没想到 这老头子这么经不住激将 差点弄巧成拙 把自己害了 姚芳怡吓出一声 冷汗 躲在一群士兵身后 这老头子的武功 很高啊 说不准 还真的能给叶木熙 数一个不错的敌人 哼 姚芳怡冷笑一声 正在此时 一个将领来报 姚妃娘娘 朝皇陵暗中留守的侍卫 发现不对劲 正要杀进来 不过他们人少 一时半会儿也杀不进来 领头的是世子府的校尉 质问姚妃娘娘为何调军为神 小小一个校尉 也配质问本妃 不用理他 理由 本妃早就准备好了 先逼得那老头子 放下断龙石再说 姚芳怡冷哼一声 说道 全力围杀那个老头 是 白须老者且战且退 但士兵如潮水一般汹涌 杀不尽 不行 再这么下去 他就要被耗死了 先去放下断龙石 白须老者想到这个 闪身一转往山里飞去 姚芳一剑子 让士兵们跟在身后 慢慢追 给他一个封死 朝皇陵的机会 白须老者轻功高超 不过一会儿 就飞到了一个墓碑处 为了掩人耳目 朝皇陵并没有坟堆 皇陵都建在地底 只立了一处无自卑 而这个碑下就是断龙石的机关 荒山 朝皇陵 白须老者已经被士兵包围 姚芳一脸猫抓老鼠的戏耍表情 想着自己不仅毁了 叶木熙需要的百草原 还给他塑造了这么一个敌人 心情甚好 老头子 你还是乖乖受死吧 姚芳一冷笑 白须老者看着无自卑 眼神怅然 竟然要用这种办法 封死陵墓 愧对仙人 这些人实在是欺人太甚 还有叶木熙 两面三刀 明明说要靠本事闯过十方其阵 没想到竟然出尔反尔 派人来抢 若是此番不死 必要诛杀此女 一位朝皇娘娘在天之灵 可恨 老夫就是玉石俱碎 也不让你们得逞 白须老者 抬手就往无自卑拍去 但就在此时 一道身影犹如惊鸿 凌空而来 快若闪电 瞬间就出现在了白须老者面前 一条银色锁链 一把拴住了白须老者拍下的手掌 红衣银发 俊美如妖孽 南宫领 南宫领 你们欺人太甚 老夫今日就和你决意死战 白须老者一看见他 顿时气得虚张发狂 拔刀相向 南宫领说道 且慢 这些人跟我们没关系 你什么意思 白须老者怒问 南宫领转过身 冷冷看向姚芳怡 谁给你的胆子 要兵杀人 姚芳怡心底咯噔一下 那黑衣女子不是说 南宫领今天 绝对没时间来抄荒铃 自顾不暇吗 怎么现在 他却在这里出现了 他要是再迟来一点点就好了 可惜啊 这里窝藏魔教逆党 这个老者 就是魔教的长老 我是为了剿灭逆党 才率兵前来 姚芳一用早就准备好的借口说道 南宫领侠谋里 掺杂着怒气 冷道 这里没有魔教逆党 滚 你 你竟敢对本妃如此不敬 你说没逆党就没逆党 南宫领 你这是包庇魔教 早就听说你和那逆党头子 私交甚厚 我看你是诚信包庇他 姚芳怡指着那白须老者 咄咄逼人 白须老者 此时也差不多回过未来了 这女人 现在说的 和刚才说的可不一样 你刚才明明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让我交出百草园 白须老者怒的 姚芳一和和一笑 朱杀你这个逆党之前 百草园那种好东西 可不能浪费 你就是魔教逆党 人证物证本妃都有 静安世子要和本妃 成堂制队吗 找两个死士当人证 再栽赃一点物证 扔在白须老者的竹屋 他既然过来 自然是想好了怎么善后 无缘无故围杀一个普通百姓 站不住脚 但围剿魔教逆党 皇帝也会站在他这边 南宫领懒得和他废话 冷漠护着无自卑 暗藏在朝皇陵的护卫 和英王军对峙起来 还有更多的侯府清卫 正从京城赶过来 南宫领 你这是铁了心 要包庇魔教逆党 仗着皇上对你的信任 如此无法无天 本妃实在是看不下去 来人 给我抓了这个老头 对了 可别伤了静安世子 咱们可伤不起 姚放音阴阳怪气说道 瞟了一眼无自卑 对几个轻卫使了个眼色 那几个轻卫心领神会点点头 一众士兵呼拉一下冲了上去 明面上是要抓白须老者 实际上是要打碎无自卑 这老头子跑到这里来 叫嚣着要拍碎无自卑 这肯定是关键 南宫领和白须老者 一前一后 顾着无自比 刀光剑影 血肉横飞 两个绝顶高手联手 众士兵 亚军无法靠近他们 一仗之内 范童 他不赶紧给我抓了 那个老家伙 姚放音气的不轻 大声怒骂 南宫领突然出现 打乱了他的计划 想必静安清兵也快到了 到时候就更没办法 毁了白草原 姚放音内心忐忑 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就在此时只听见 身后一声号角响起 无数的士兵 犹如潮水般涌来 世子府的清兵 还有领武侯府的清兵 反将姚放音等人包围了 一袭白群的叶木熙 在冷寻和叶霄白的护送下 出现在了姚放音身后 你怎么会来这里 姚放音不可思议 叶木熙先看向南宫里 见他没事 看向姚放音 皇上有令 抓姚放音审问 皇上为什么要抓我 我 我是为了平脚逆党 我有证据 叶木熙 你别以为花言巧语 就能让皇上治我的罪 皇上不会相信你们的污蔑 姚放音又急又慌 色力内忍说道 叶木熙淡淡说道 姚侧妃 你指使刺客 在寄天大理谋害我 已经败露 还不认罪 什么寄天大理 叶木熙你污蔑我 你胡说 你栽赃陷害 我没有 姚放音怒道 这是真的没有 但叶木熙只是看着他扯了扯唇角 带走 下一刻 两个校尉冲上来 那些英王府清兵还要阻拦 叶木熙冷道 怎么 你们还要抗旨不遵 捉拿姚放音是皇上的命令 这一下 众清兵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姚放音被抓走了 叶木熙 你这是诬陷 你栽赃陷害 我没有 我要告诉皇上 我是冤枉的 姚放音叫驱着被拖走 叶木熙走到白须老者面前 歉意地微微鞠躬 老丈 给您添麻烦了 今日前来这人是我的仇家 知道我需要白草原 所以想先将白草原毁掉 你也是受了无望之灾 还请见谅 白草原是朝皇陵的东西 任何人想要强取豪夺 我都不会允许 白须老者义正言辞说道 你们无需戒怀 怀必其罪 老夫不是不懂 但是 除非能破十方齐阵 否则任何人 想要白草原 哪怕是当今天子 我也不会同意 叶木熙点点头 朝皇娘娘 既有规矩力在此 晚辈礼当遵循 并未有强取豪夺之心 白须老者受了点轻伤 自己会去上药了 无字杯前 顿时只剩下叶木熙和南宫林两人 世子该去给仙姬郡主疗伤了 不然郡主怕是疼得满地打滚 叶木熙挑了挑眉 清冷的声音里透着一丝噎语 下一刻却被人一把拥入怀中 对不起 依成儿雌性的声音 在她耳边响起 叶木熙没有隐瞒 她和驱灵莎的合作 把从头到尾的计划 完完整整告诉了南宫林 兰若仙果然投机犯了 果然要把南宫林调走 南宫林顺水推舟离开仙皇山 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 让兰若仙以为 一切尽在她的掌握之中 她并没有去郡主府 而是直接去了百草园 姚芳仪连国子剑的 一株草药都要动手 又岂会放着百草园 这一园子不动 叶木熙料定了 她的杀招还没有出 自然也早有提防 这么快就相信我了 其实 你该再听听仙机的话 她的说辞 肯定是天衣无缝 说不准 还是我联合了驱灵沙 对她下毒 故意陷害她呢 叶木熙凉凉说道 南宫里没封一条 理所当然的语气 有必要吗 为何陷害她 叶木熙一时雨夜 也对 如果兰若仙真的和自己没仇 自己没事 陷害她干什么 南宫里是个聪明人 也相信叶木熙 她相信 叶木熙不会在 无仇无怨的前提下 对她的朋友 亲人下手 木暮刚才还很聪明 怎么突然 就脑子不灵光了 南宫里撩起她的刘海 薄唇微弯 叶木熙清瞪了她一眼 还有脸说我呢 到底是谁 看起来很聪明 但却被人 骗了这么久都不知道 兰若仙喜欢你 喜欢你很久了 如此情深 你却这么多年 都没看出来 南宫里刚才 还微弯的唇角 渐渐恢复冷漠 深邃的眼眸里 看不出丝毫怒涩 但却忧深地令人心计 那是一种愤怒 到了极致 反而看起来 平静的情绪 叶木熙看着 她顺变的脸色 轻咬红唇 其实 这也不能怪你 我听墨尘说过 你不喜欢女子 喜欢你 对喜欢你的女子 向来都是褪比三射 拒之千里 先机她自幼 和你一起长大 熟知你的脾性 为了避免被你疏远 自然就很好地 隐藏了她的这种心思 再说 你以前又没有 喜欢过一个人 压根也不会知道 喜欢一个人 是什么感觉 亲情 爱情 友情的界限 有时候不摊开 确实模糊 何况 一方有心隐藏 我知道 你对先机的关心 都是出于表兄妹的亲情 也把先机对你的好 当成妹妹对哥哥 并没有多想 这真不是你的问题 就说我自己吧 要是你跟我说 叶红喜欢我 要害你 我肯定觉得 你走火入魔了 话音还未落 红唇就被人封了起来 身吻缠绵 叶莫西猝不及防 只能双手抱住她的腰 被她深深的狂风 暴雨席卷 她霸道的 仿佛要将她吃下去一样 没能发现先机的问题 没有怀疑水月莲的事 害得她险些出事 她自责 对不起 可是这小女子 却丝毫没有因为 她曾经太信任先机 就心生怪罪 一段又一段的话 全是在安慰她 被自己从小到大 一起长大的亲人 背叛欺骗 是什么感觉 她先想到的是这个 想到的是 她的难受和自责 想到的是 她被人背叛的痛苦 而不是她自己 一直受害的 被动局面 这小女子 向来含蓄内敛 柔情款款的话 从未说过一句 两人在一起 也从未表现的 有多么喜欢南宫领 但此时此刻 南宫领知道 她有多爱她 因为深爱 所以不会在 没有证据的前提下 让她在两个 信任的人中 二选一 让她为难 因为深爱 所以先机对付她 她不怪她 没看清 敌人的真面目 反而心疼 她被背叛的伤痛 这就是她的木木 全天下最好的 叶木熙 过了很久很久 这一吻方才结束 叶木熙被她 吻得满脸通红 喘息不过 秋水般的眼眸 汪汪地溢出涟漪 举其如此 复复何求 我确实从未想过 先机竟然会喜欢我 她也从未有过 任何表示 南宫领看着她 冰冷的脸庞便解冻了 叶木熙敏唇 就你那被人喜欢 就居然千里的性子 先机敢表现出来吗 世子不济女色 想来 从未揣摩过女子的心思 你长得如此俊 人又那么好 一般女子 哪能抵抗你的诱惑 先机她喜欢你多正常 不喜欢你 那才是她没眼光 有吗 那你刚认识我的时候 也不喜欢我 还对我避之不及 南宫领挑了挑眉 不太开心 叶木熙不有好笑 我避开 是因为我怕我会喜欢你 真不喜欢 何必害怕喜欢 那么多人喜欢你 跟你在一起 我压力很大的好不好 不要别人喜欢 我只要夫人喜欢我 南宫领看着她 深邃的眸光清澈 霸道的一如既往 叶木熙耳根微红 那你已经得偿所愿了 那你干嘛 下一刻 叶木熙已经被她拦腰抱起 南宫领抱着叶木熙 足坚一点 慢慢往外飞 抱着夫人回家 两人在一起 除了深爱 还需要太多东西 理解 宽容 尊重 以对方为念 而也只有相爱 才能互相做到这些 不觉委屈 单之如疑 南宫领最终也没去 先机郡主府 塞华陀和南宫喜 倒是去了 经过把脉 兰若先误实了逆脉粉 因而又发投机 南宫领不在 南宫喜又没法为她调息 气得上蹿下跳 兄长不是早就来了吗 太人了 南宫喜看着兰若先 又是心疼 又是生气 兰若先此时 已经疼得无法自治 在地上滚来滚去 浑身抽搐 西少爷 半路上 世子突然说有急事 就走了 他清光好 奴婢也追不上 只能再找你想办法了 燕淑抹着眼泪 这可怎么办啊 世子不在 郡主真要疼死了 南宫喜不忍他如此难受 上前一把抱住 仙儿 你忍着点 我已经派人道死皇上了 凶长不在 皇上逼人 会派高手来帮忙 表哥呢 表哥为什么 为什么不来救我 兰若先挨婉说的 虚弱的断断续续 南宫喜对南宫领 也多了几分怒意 真不知道这种时候 他有什么急事 非走不可 显然是头疼的毛病 还是因为他 他竟如此亡恩负义 正在此时 皇帝派的内宫高手 终于到了 这种绝顶高手很少 皇帝身边也就两个 专门暗中保护皇帝安全 等闲不会离开皇帝周围 也就是因为先机特殊 这才前来相救 一番救治后 兰若先终于恢复平常 只是脸色比平时白了几分 仙儿是你如何 文讯赶来的君墨尘问道 兰若先微微摇头 我没事 心底却在想 南宫领到底去哪儿了 他怎么没有过来 君墨尘 大哥呢 他怎么没来啊 南宫喜不愿问道 君墨尘苦笑一声 赶巧 出了点事 姚芳怡带人去毁白草原 狮子赶到那边去阻止了 这才一时没顾上 仙儿 你还好吧 原来是白草原出事了 难怪表哥如此着急 姚芳怡怎么如此胆大妄为 白草原他是怎么知道的 连喜三哥都不知道呢 兰若先一脸困惑问道 君墨尘摇摇头 不知道 姚芳怡不知毁白草原 还在寄天大理安排刺客行刺 还好没出什么事 现在姚芳怡已经被带到皇宫 此时应该已经在审问了 竟然没事 姚芳怡和驱灵沙都是蠢货 这么好的机会都没能把握 我们也去看看吧 承蒙皇上特意命护卫为我疗伤 你该去谢恩 兰若先说道 南宫喜不乐意说道 但是你的身体 没事 现在已经恢复了 一行人到了皇宫 姚芳怡跪在地上 哭得替似横流 活像受了多大委屈 众臣站在两侧 世子夫妇也在 皇上 先击郡主前来叩谢皇恩 太监禀报说道 皇帝官妾说道 宣他进来 这头疾之症 多年寻衣问药不见好 今日又烦 难道是病情恶化了 兰若先等人行礼后 听闻皇帝的官妾询问 兰若先说道 启奏皇上 臣女的头疾 素来很少发作 今日赛神医已经查过 是有人在茶中下了匿麦粉 匿麦粉对普通人无用 唯独对武功高手 和身患头疾之人有用 故而家里的丫鬟们都没发现异常 这才不慎重招 什么人这么大胆 竟然敢在郡主的茶中下药 查出是谁了吗 皇帝怒道 兰若先微微摇头 尚未发现 不过 臣女一向与人无忧 想来 也不会有人特意害我 见闻今日表哥走后 表嫂就遇刺了 臣女大胆猜测 歹人对臣女下药 其实是想引开表哥 好对表嫂下手 仙人一向擒闪 在京中也没有敌人 甚得众人喜欢 好端端的 谁会去下药害她呢 而且这种药也不致命 再加上时机这么巧 末将也以为 这是歹人的调虎离山之计 南宫喜点点头 君墨城微微汗手 臣负义 皇帝愤怒一拍桌子 刘芳怡 你还不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对仙姬郡主下毒 调走京安世子 以方便你对世子肥下毒手 冤枉啊 皇上 妾身冤枉啊 妾身没有对仙姬下毒 都没有对世子肥下毒手 姚芳怡哭道 皇帝冷哼一声 你要是对世子肥没有歹心 那你调兵去白草园 又是要干什么 妾身 妾身是要剿匪 世子已经跟朕说了 那人是朝皇陵的守墓人 什么圣火叫逆荡 姚芳怡 你还想狡辩 你就是想置世子妃于死地 何其代毒的夫人 不过是因为你自己误饮了一杯金铜茶 就怪罪在世子妃身上 可憎 皇帝冷漠说道 姚芳怡百口莫辩 这一盆脏水 叶木溪设计 驱灵沙执行 兰若仙添油加醋 可谓是这大前王朝 最难缠的三个女人 一起栽赃她 她们一个人就能玩死她 三个加在一起 姚芳怡就是有一百张嘴 也说不清 姚芳怡 事已至此 你没必要再垂死挣扎 我只有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会知道 百草园的事 叶木溪问道 姚芳怡冷哼一声 哼 我凭什么告诉你 你要是老实交代 朕让你死个痛快 但你不知好歹 那就把大前十大酷刑 都尝一遍 皇帝冷冷道 姚芳怡一听 这个脸色就变了 我说 一个黑衣女子找到我 她告诉了我 百草园的事情 连我动手的计划 也都是她说的 我只是觉得 她计划还不错 就照办 但我真的没有行刺啊 那个黑衣女子是谁 叶木溪追问 姚芳怡努力回想了一下 不知道 反正我不认识 不过 她提到了南宫玉霄 好像是南宫玉霄说了嘴 叶木溪的眸光一冷 兰若仙还真是泼得好一盆脏水 你派人拦截预言房的商队 有没有兰萧紫耀和秀儿 叶木溪又问道 你怎么会知道 姚芳怡许是怕了十大酷刑 直接说道 我兰他们干什么呀 花颜草不是已经被我抢到了吗 果然 动手的 不是一批人 那应该是兰若仙直接出手了 只不过 她从头到尾 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除了世子早知道 叶木溪所说的计划 其他人 全然没有怀疑她 拖下去 此罪大恶极之父 是夺侧妃之位 斩立决 皇帝冷酷说道 姚芳怡急了 皇上恕罪啊 饶命 皇上饶命 皇爷救我 西威 帮我求求情啊 爹 爹救我 叶西威站在一边 没有说话 皇府眼对姚芳怡的所作所为 深恶痛绝 自然不会替她求情 就连她亲生父亲 姚丞相 也像是没听见一样 这结局 是兰若仙预料之中的 她倒是淡然 只是看着南宫林 心有点慌 表哥没有来救我 是不是叶木溪 花言巧语 说了些什么 让表哥怀疑了 以往 表哥会询问她的病情 可是这一次 却连看都没看她一眼 视如草芥 兰若仙敏锐地 察觉到了不对劲 从皇宫出来后 南宫喜抱怨说道 兄长 你可真是有了 媳妇忘了妹妹 虽然世子妃很重要 但仙儿的投机 你也不能置之不理 幸好皇上派人来了 不然 你的投机 发作得很巧 南宫林看着兰若仙 冷漠说道 南宫喜说道 姚芳一算计的时间 陷害仙儿 当然巧了 世子这话 是何用意 道士君莫尘聪明 一下就听出了言外之意 兰若仙 服用匿脉粉 诱发投机这个法子 你还满意吧 叶木熙看向兰若仙 眸光冰冷 兰若仙心底 已经预料到了什么 但脸上的表情 没有丝毫破绽 表嫂 你在说什么呀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你和去灵莎的计划 当真以为 无人得知吗 姚芳一不过是一个替罪羊 真正动手的人是你 叶木熙凤眸微眯 兰若仙茫然说道 我和屈灵莎 我跟她宿媚平生 而且她是表嫂的敌人 就是我们的敌人 我怎么会跟她有关系 对呀 嫂子你到底在说什么 有什么就直说 男公喜不解道 叶木熙看着兰若仙 其实她已经猜到 自己就算说清楚一切 还是有人会相信兰若仙 溺脉粉 不是摇放一下毒 而是兰若仙自己吃的 喂的 就是引开柿子 给刺客制造动手的机会 叶木熙说道 兰若仙还没说话 男公喜已经怒道 怎么可能 仙儿头疼难耐 无法自持 我亲眼所见 她何故要这么糟惊自己啊 嫂子 你可不能随便乱说 你凭什么说 腻脉粉 就是仙儿自己吃的 不是别人下毒 我可以把屈灵莎叫过来 跟她对质 叶木熙沉声道 兰若仙柳眉青条 是去灵莎告诉表嫂的 表嫂 去灵莎是什么人 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当初她可以背叛你 欺骗你 如今为了挑拨我们的关系 又污蔑我 世子妃 仙儿绝不是这种人 她若是早知道 茶里有毒 她不会喝的 君墨尘思寸了一下 说道 会不会是屈灵莎一边 对仙儿下毒 一边又故意告诉世子妃 仙儿是自己服毒 一次挑拨离间 离间她家的感情 难恭喜说道 对啊 我觉得君墨尘说的有道理 嫂子 你肯定是被屈灵莎骗了 中了她的奸计啊 仙儿为什么要害你啊 根本说不通 因为兰若仙喜欢世子 叶木熙淡淡说道 她倒是早猜到了君墨尘和南公喜的反应 只要世子相信她就够了 开什么玩笑 仙儿怎么可能喜欢兄长呢 以前皇上可没少说 要把仙人许配给兄长 但仙儿都拒绝了 南公喜不可思议说道 君墨尘看了兰若仙一眼 说道 就算仙儿喜欢世子 她也不是不择手段之人 世子妃 你对仙儿的误会太深了 拒绝 是因为她知道世子不喜欢她 就算她答应 世子也不会答应 还不如先拒绝 让大家都以为 她不喜欢世子 叶木喜风轻云淡说道 兰若仙心里一沉 叶木喜的眼神太毒辣了 一下就看透了她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为何这么多年 几乎无人知道兰若仙喜欢南公里 因为她伪装得太好了 就是别人提起将她许给世子 连世子都还没说话 她就先拒绝 正是因此 兰大尔那些人 和爱慕南公里的人 才没有敌视她 像君依离这种看明白的人 又压根得不到南公里的信任 就是直说南公里也不会信 表嫂 我尊敬你是世子妃 但你不要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我承认 我确实对表哥很有好感 但我一直以来的拒绝 是因为我更在乎表哥的想法 她若是喜欢我 我很愿意嫁给她 她若是不喜欢我 我便祝福她 自从你们成亲后 我从没有打扰你们 身心是一位表哥感到高兴 敬你如扫 兰若仙看着叶母西 脸上一片受伤之色 但没想到 你竟然如此想我 君墨尘点点头 不错 之前好几次 你和世子有矛盾 仙儿都为你说话 为你辩解 让世子多考虑你的想法 从来没有趁机挑拨离剑 对啊 仙儿从没干过害你的事 你怎么能这么想她呢 嫂子 你把仙儿想得太坏了 南宫喜不悦说道 兰若仙无辜看着南宫里 表哥 表嫂肯定是被去灵莎欺骗了 我相信 她对我没有恶意 这都是去灵莎的诡计 墨尘和喜三哥 你们也不要怪表嫂 实在是敌人狡猾 南宫里英俊冷傲的脸庞 没有丝毫变化 就这么淡漠看着她 不瞒你说 逆脉粉诱发投机的法子 就是我告诉去灵莎的 你说 我被她骗了 叶木熙挑了挑眉 眼神闪过一丝可笑 兰若仙说道 可是 我真的不知道啊 去灵莎没有告诉我 更没有找过我 我真的是意外之下才中毒的 嫂子 你太过分了 你竟然挑唆去灵莎 用这种办法害仙儿 我算是听明白了 是你让去灵莎动手 害了仙儿 然后又反过来说 仙儿自己害自己 你这不是倒打一谈吗 真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种人 南宫喜怒气冲冲说道 原来 幕后只是是你 兰若仙正正看着叶木熙 眼眶寒泪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想让表哥觉得 我故意引开她 姚嫂 我没有丝毫对不住你的地方 你却这么离间我们兄妹感情 仙儿自幼没了父母 在静安侯府长大 表哥就和我的亲哥哥一样 是我在世上最亲的人 我真的没有自己服毒 君莫尘想了想说道 我想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世子妃不是这种人 仙儿也不是这种人 咱们从小一块长大 仙儿是什么人 大家还不清楚吗 南宫喜恼怒道 兄长 你都是说句话呀 你是不是也怀疑仙儿 一边是十几年的情谊 青梅竹马 另一边是叶木熙 各执一词 各说各有理 南宫领淡默说道 我姓叶木熙 世子 也许是期间有什么误会 世子妃是不是被驱灵莎利用了 君莫尘中肯说道 南宫领扫了一眼几人 视线最终落在叶木熙身上 中毒之事 按照仙记的说法 有理有据 似乎更真实可信 我也不想怀疑 从小一块长大的亲人 十几年的感情 信任 全部推翻 我比任何人都不希望 木熙说的是事实 谁都不想怀疑自己 深信不疑的人 谁都不希望被信任的人背叛 南宫领相信的人很少 但凡是被他信任的人 信任不疑 木熙不会挑拨离间 如果不是他认定了 兰若仙的敌意 我会布置这么大一出局 我家夫人 没这么容易被骗 她的怀疑 不是一朝一夕 她的判断 也不是空口白牙 她不问我信不信 只是不辞辛劳布局 像我夫人这么聪明 又爱我的女子 我没理由相信她笨 更没理由不相信 她的判断 她的视线 从头到尾 在她的脸上 夫妻之间 确实该互相信任 但难道人家兄妹之间 就不该彼此信任了 亲情爱情都重要 两相冲突的时候 做一些事情 让对方相信你的判断 这才是正确地 维护信任的办法 而不是幼稚地 拿身份当做 一定要相信 自己的上方宝剑 叶木熙看着她 敏春一笑 兰若仙还真是 巧舌如簧 黑的都让她 说成白的了 倒好像是叶木熙 故意害她一样 不过 南宫领相信自己 够了 表哥 我知道你喜欢叶木熙 她说什么你都 愿意相信 但是 我呢 我们这么多年前的感情 你我之间的信任 难道比不上她吗 从小到大 我何曾骗过你 我现在说什么 你都不会相信 我的清白 那我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 我已经没了父母 现在连表哥也没了 我什么都没了 兰若仙泪流满面 哭红了双眼 突然一下冲到 南宫喜面前 南宫喜还没反应过来 兰若仙已经拔出了 她腰间的佩剑 横在自己搏梗间 反正这世上 我也没有亲人 没有值得留恋的东西 那我干脆彻底消失 再也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一袭蓝群的女子 举刀抑郁自吻 泪如梨花带雨 不要 仙儿你不要想不开 我们都相信你的 君墨尘急切说道 南宫喜就差扑上去了 紧张地看着她 仙儿 兄长不是这个意思 她也相信你的 我们都相信你 这事肯定有误会 你那么好 肯定不会做出这种事 嫂子 你非要逼死仙儿吗 叶木熙看着兰若仙 刀锋已经割开 她白皙的肌肤 鲜血哗啦落下 搜的一枚银钉 打在兰若仙手上 长剑哐当一声落下 南宫喜趁此机会 一把冲上去 抱住她的双手 激动说道 仙儿你干嘛 你吓死我了 辽哥 兰若仙泪眼朦胧看着南宫林 刚才那一枚银钉 是南宫林打落的 如果他现在自尽 那就变成叶木熙逼死他 南宫喜军墨尘等人 都会怪叶木熙 就连靖安侯等人 也会对他心有隔阂 南宫里没风微咒 没有说话 倒是叶木熙看着他说道 何必寻死 日久见人心 就当是去灵沙说错了 有军墨尘和南宫喜在 兰若仙肯定不可能死 哪怕南宫林不出手 他也不会真的自尽 兄长 嫂子 仙儿都以死自证清白了 你们还不信他吗 南宫喜怒道 叶木熙扯了扯唇角 眼神闪过一丝嘲讽 这又何尝不是以死相逼 不过 其他人的想法不重要 叶木熙看向南宫林 他也在看他 眸光一如既往的深邃眷宠 就是兰若仙要自尽 他也没有相信他 够了 这世上清醒的人没几个 可是只要这个人信他 站在他的身边 哪管别人怎么看自己 南宫喜和君墨尘 一同回了仙基郡主府 柏耿的伤势并不严重 御医包扎后上了药 兰若仙的眼泪 如断线的珠子 仙儿 你别难过 兄长他太喜欢嫂子 嫂子说什么他信什么 他也不是故意不信你 你可别难过啊 你看兄长他借你自尽 不也没有袖手旁观吗 南宫喜安慰说道 兄长 还是信你的 君墨尘轻叹一声 世子妃不是是非不分之人 肯定是由歹人从中作岗 你不要担心 我们大家都站在你这边 我真的没有害叶木熙 真的没有 我是真心祝福他们的 兰若仙抽气说道 南宫喜心疼得不得了 别哭别哭 我知道 贤儿 你可不能做这种轻生的事 这世上 还有很多关心你的人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岂不是让大家都为你伤心吗 对了 百草原的事情 玉霄知道 君墨尘突然想到什么 问道 那日去百草原的 可只有他们几个 但姚芳仪却说 消息是从南宫玉霄那边泄露的 兰若仙点点头 嗯 先聊之机 告诉玉霄了 他离京去天主郡 身边带的人不少 不知是怎么走漏了风声 既然要栽在南宫玉霄身上 自然是早做了准备 兰若仙不会给自己弄个漏洞 那我回头问问玉霄 看能不能找出这个奸细 说不准 就能查出那个黑衣女子 到时候你的冤屈 也可以洗刷了 君墨尘不宜有她 点点头说道 这二人都很担心她的安慰 直到天黑之后 才离开郡主府 等人都离开后 兰若仙的脸色沉了下来 一时不慎 竟然中了叶木熙的歹毒奸计 她没想到 屈灵莎竟然放弃那么好的条件 和叶木熙合作 更没想到 叶木熙明明如此厌恶屈灵莎 还能和她谈条件 这真不是她一贯的作风 其实 这都是兰若仙自食恶果 要不是藏金阁失火 谢喜双出世 叶木熙还真的未必 和屈灵莎合作 好在 南宫喜和君墨尘都很相信她 她准备的借口 也顺理成章 她多年以来的经营布局 总算是起了作用 没人怀疑她 可南宫领怀疑她 其他人再信她 又有什么意义 叶木熙毁了她的一切 可恨 不过 叶木熙 你以为表哥相信你 你就赢定我了吗 你说的一切都没有证据 除了表哥 谁还会信你 南宫喜 君墨尘不会信 皇帝侯爷更不会信 天下的人都不会信你 我一定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我还没有输 哐当 正在此时 窗户一阵响动 兰若仙诧一望去 就见面前多了一个 一席华府的男子 冷酷英俊的脸 修长挺拔的身躯 一席深紫色的胡求华贵 狼一般极具侵略性的眼眸 腰间一把镶嵌着宝石的墨北弯刀 揭露了其人尊贵的身份 穆北灵 你怎么会在这儿 兰若仙吓了一跳 穆北灵微微歪头 眯一眼 怎么看见本寒惊喜交加 听说你今日差点自杀 本寒不信 你这种贪生怕死的女人 怎么可能会自杀 所以来看看你 他在北疆打了几仗 拉平了战线 就带着凌云贤悄悄潜入京城 圣火叫在京城有自己的势力 穆北灵也有他的门路 你 你来这干什么 兰若仙往后缩了缩 这个男人简直是他的克星 他那些对付其他男人的手段 在他面前统统没用 怎么 难道你忘了 你在乌幻海和本寒的约定 穆北灵挑眉 兰若仙咬唇 我当然记得 但是你没能杀了叶木熙 我们的约定自然作废 是吗 我掌握了你这么多秘密 听说南宫里已经怀疑你了 要不要我把一切公至于众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仙鸡郡主 是个什么样的人 穆北灵恶劣一笑 兰若仙气得不轻 你 你别以为这样就能威胁我 大前虽然内斗的厉害 但还没有彻底乱起来 本何要大前 真正的乱起来 穆北灵盯着兰若仙 语气坚决 杀了皇帝 谈及国家大事的时候 他露出了狼的獠牙 可以啊 兰若仙脸色都没变一下 但你要先杀了叶木熙 穆北灵似乎早料到 他会提出这个条件 一步步走到他的床边 居高临下看着他 一旦皇帝死了 皇府尘和皇府岩 为皇位大打出手 大前内乱 到时候 南宫里要上战场平乱 而本寒占领京城 到时候 叶木熙就是我的阶下囚 要他的命 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 我才不信你有这个本事 兰若仙冷哼一声 不过 世子府的守卫严密 经过金铜茶和祈福事件 就是皇上都意识到了危险 只怕不会再弄什么宫宴 让叶木熙一定参加 叶木熙不出门 就是暗杀也无法 大前内乱 穆北灵未必能占领京城 但趁着世子出征 趁机偷袭京城 杀了叶木熙 似乎有可行之处 这一步棋 倒是可以考虑 怎么 你要试试本寒的本事 穆北灵挑眉 眼神里的情欲炙热 兰若仙脸色一白 我 我受伤了 为了一个男人就自杀 你该 穆北灵脸色一冷 一手掐住她的下巴 捏得兰若仙的下颌生疼 穆北灵解开缠绕的纱布 看着她脖梗上那一条刀痕 从怀中拿出一个白玉瓷盒 白玉瓷盒里是乳白色的糊糊 穆北灵食指沾染了白色的药膏 涂在她的伤痕上 御医给我上过药了 兰若仙说道 穆北灵冷哼一声 这个不会留吧 兰若仙没再说话 穆北灵细细给她涂抹了药膏 又重新缠上绷带 这个时候的她没那么凶 倒是格外安静 穆北灵将瓷盒搁在她床边 一把将她拥入怀中 你要是敢为别的男人自杀 我就先杀了你 我是装的 兰若仙身子一僵 却没推开她 世子已经不再相信她 哪怕她弄死叶木兮 也无法和世子在一起 她需要一条退路 我知道 所以你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弄死了皇帝 我来接你 你的把戏都被叶木兮拆穿了 留在这儿 南宫岭不会保护你 你的处境很危险 穆北灵很满意她的柔顺 兰若仙敏春 这么担心我 没事 这局棋 我肯定要跟叶木兮下完 嗯 穆北灵迟疑了一下 剩下的话 却没问出来 那一刀 是你捅的吗 她来京城 是要问她这个问题 但到最后 却发现 不如不问 不管结果如何 这女人 她要定了 萧子耀和叶衣秀 回到京城 顺利带回化岩草 幸亏西娘接应 不然这次 还真是危险了 穆夕 没想到 伤队那边的虚晃一招 都没能骗到对方 萧子耀感慨说道 叶木兮深以为然 蓝若仙确实不好骗 好在你们没事 只要你们平安归来 那就好了 对了 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萧子要拿出一个 玲珑宝寒 笑道 还记得这个宝盒吗 当初 你进封一品归秀索特 一直没能破开 从乌宦海回来后 我对机关术的了解 更深一步 闲来没事 就鼓到这盒子 可算是弄开了 叶木兮惊讶 打开了 萧子耀已解开了玲珑锁 只是轻轻一翻 那盖子就开了 那设计精巧 层层玲珑锁镇的宝盒里 只放了两样事物 一圈竹简 一枚梅花令 这是 梅花令 叶木兮惊讶拿起梅花令 不可思议 这玩意儿 是南宫岭的贴身之物 也是四海商行的信物 但 除了南宫岭身上那一枚 叶木兮还没见到过第二枚 宝盒是朝皇娘娘的遗物 自朝皇娘娘过去后 已有千年未有人打开 可是朝皇娘娘无缘无故 把这个留下干什么 叶木兮感觉很不可思议 朝皇戒和宝盒 都是朝皇书院 传承了千年的东西 对盒子里的东西 不知多少人有过猜测 不是金银珠宝 也该是天才地宝 怎么就装着一个令牌 和一卷竹简 这竹简 怎么有点眼熟 叶木兮拿起竹简 突然想起来了 既无旧药的竹简 看似普通的竹片 但摸上去 又格外地坚固温润 和神殿的那卷竹简 一模一样 造假都不可能 因为这竹简的材质 一摸便知 奇怪了 朝皇娘娘怎么会 也有一卷竹简 叶木兮打开竹简 发现上面 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线条 横七竖八 全然没有规律可言 犹如鬼话符 要不是从宝盒中拿出来 还以为是哪个孩童顽猎 随手用刀刻下的划痕 这是什么 叶木兮的手指 在竹简上磨缩 却不得解 朝皇娘娘也真是奇怪了 宝盒里就一卷竹简 一个令牌 这令牌 很像四海上行的梅花令 但这竹简 是干什么的 萧子要看着竹简 也是很奇怪 手指按了一下 说道 这玩意儿千年不符 绝对不是寻常之物 按理说竹简上 都是为了记载重要的信息 难道这些线条 是以前的一种文字 或者暗码 暗码 就是用暗语写的密码 这些线条 看起来不像是文字 也不太像暗码 算了 叶木兮将竹简 重新卷了起来 顿了顿笑道 我还在想 怎么和纪无旧谈条件 有了这卷竹简 讨要的事 就不用担心了 南宫领说过 这种来历神秘的竹简 对纪无旧 比刘月珠还重要 用这个跟纪无旧提条件 倒是省了一桩麻烦 至于这枚梅花令 叶木兮直觉 应该和竹简有关系 四海商行有言 凡是拿梅花令 去四海商行之人 皆可用此 换任何一个要求 前世 叶木兮就知道此事 并没有多想 对于梅花令 江湖传说 四海商行 曾经为了感谢一些人 以梅花令作为信物 相送 所以 凡是拿梅花令 前来的人 都可以换一个要求 但 四海商行的存在 不过数十年 可这梅花令 却千年以前就存在了 所谓的梅花令的来历 不过是在掩人耳目 叶木兮倒觉得 四海商行 是在以这种方式 收集梅花令 四海商行 和世子关系 莫拟 也许 世子知道些什么 叶木兮想了想 决定把梅花令 给南宫里 晚秋 给圣火叫传个口气 约既无旧一叙 叶木兮说道 晚秋领命 叶木兮将梅花令 贴身收藏了 正在此时 一个太监 带着一支御灵军 抬着大箱子来了 奴才参见世子妃 那太监笑盈盈说道 叶木兮道 公公免礼 不知公公这是 咱家奉皇上之命 送这些箱子过来 这里面都是国库残存的 朝皇娘娘的遗物 朝皇娘娘先世千年 中原江山几经易主 现存的朝皇遗物不多 皇上听闻世子妃 要闯过十方齐阵 才能得到百草原 甚是为您担忧 故而特命内务府 收集了朝皇娘娘的遗物 赠与世子妃 但愿世子妃 能在这些遗物书籍里 找到破阵之法 那太监恭敬说道 叶木兮一愣 皇上对他腹中的孩子 还真是格外上心 知道百草原一事 连朝皇遗物都送过来了 臣女叩谢圣恩 叶木兮扶身行礼 箱子里装的全是书籍 倒也正常 想必那些值钱之物 早在战乱中被人顺走 叶木兮随手翻了几本 有秦谱 有棋谱 还有一两本 朝皇娘娘手写的笔记 说不准还真的能找到 破解十方歧阵的法子 叶一秀见此起身说道 你姐 我就不打扰你看书 先走了 嗯 叶木兮点点头 本该和她一起离开的 萧紫耀咳嗽了一声 脸色不太正常说道 秀儿 你先去吧 我和木兮有话要说 怎么 有何要事 叶木兮抬眸 诧异问道 萧紫耀有些尴尬 那什么 我 我来提亲 啊 叶木兮一脸茫然 提亲 萧紫耀英俊的脸 破天荒的泛红 听闻秀儿的娘亲早王 她虽是二房的人 但亲事 是你做主 长姐如母 我找你提亲 没找错人吧 没 叶木兮是真惊讶了 虽然看得出 这两人有点苗头 但没想到 萧紫耀这么快就提亲 这是我家的祖传玉镯 传习不传男 我现在一无所有 也就只有这个玉镯 能表明我的决心了 萧紫耀将一个造型古朴 玉色清凉的玉镯 递给叶木兮 说道 我想 先和秀儿定亲 一年后 再风风光光 娶她过门 叶木兮一眼就认出了 这个玉镯 这就是当初 萧家给兰黛儿下片礼 又被萧紫耀冲上门 抢走的那一枚 萧紫耀对这东西 非常看重 绝不会轻易拿出来 定亲 你真打算娶秀儿 叶木兮正色问道 纳妾是不需要定亲的 只有明媒正娶才需要 当然了 萧紫耀理所当然说道 我现在没钱 不过 他们的势头很好 我估计等到明年的现在 我已经是大富豪了 是明玉镯 是定亲之礼 一年后 我保证至少弄石车聘礼 八台大轿 绝对不会委屈秀儿 木兮 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 你可不能把秀儿 许配给别人 我要先定下来 秀儿的年纪不小 到了该说婆家的时候 萧紫耀可不想 自己挣攒钱呢 叶家就把叶衣秀 许配给别人 她说得认真 叶木兮和她私交甚后 自然明白她的真心 心底很欣慰 你就是现在娶她 我也不会嫌聘礼不够丰盛 只要你是真心对秀儿好 我们叶家 多添些嫁妆又何妨 只是 你们可以共患难 未必能共富贵 叶木兮代霉微咒 虽然你现在被赶出家门 但毕竟是萧家唯一的嫡子 你爹娘祖母 其实都希望你回到萧家 有朝一日 你向萧家证明了自己 难道就不想光明正大的回去吗 于情于理 你都该回家 可是 秀儿的身份 萧家很难接受 以萧紫耀的身份 便是迎娶公主 也算门当户对 秀儿虽然已经过季 但无法改变 她是妾室所生的事实 又并非上品归秀 京城豪门 向来非上品归秀不娶 到时候 必然阻碍重重 萧家是我的家 我希望 我能风风光光地回去 但 我要回去 就是我们两人一起回去 如果萧家只能接受我 不能接受秀儿 我一个人回家 又还有什么意义 萧紫耀毫不犹豫说道 这句话 让叶木戏安心了 萧紫耀 你记住你今日说的话 若是胎日反悔 我绝不放过你 叶木戏将玉镯递给她 行为说道 你的提亲 叶家答应了 萧儿虽然出生普通 但她在我心中 比公主都重要 我希望 你不要看清她 这枚玉镯 还是你亲手 带在她手上吧 小子要笑的 喂喂喂 明明是我现在 比较落魄 应该是你们 不要看清我好不好 本少以后 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这玩笑话 让叶木戏不由一笑 当然 我相信你 你一直都很好 把萧儿托付给你 我放心 得到了叶家的首肯 小子要就拿着玉镯 乐颠颠去找叶衣秀了 来到叶家别院 叶衣秀正翻着账本 手中的算盘 打得啪啪响 旁边站着两个管事 都是一脸紧张 怎么我不在的 这段时间 青城这边的生意 就突然不好了 叶衣秀头也不抬说道 声音微冷 左边那个管事 连忙说道 二姑娘明察 主要是 如今的天气寒冷 唐门的风扇 卖不出去 故而 别跟我打马虎眼 唐门的声音我清楚 贴开风扇不说 这账目 对不上 叶衣秀板着脸的样子 有点凶 明天早上 账目再不对 你们两个都可以走人了 那两个管事连忙说道 肯定是 帐王先生算得不对 我们这就回去重算 叶衣秀嗡了一声 算是放过了 商行里多的是这种事 如果一时不查 就会被底下的人蒙骗 哪有那么多 忠心耿耿的人 很多人都见利妄议 而叶家商行的生意 足以让人眼红 他刚做生意的时候 也犯了不少错 但他心系 又汲取教训 短短几年 已经成了 叶家商行的掌控者 和新娘二人 是叶沐夕 必不可少的前串子 叶衣秀抬头 就看见门口 多了一个人 萧子要抱胸而立 斜斜半椅在门框上 笑眯眯看着他 萧大哥 你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在门口处着 快进来上座 叶衣秀 我一看见他 刚才面对那些管事的沉稳淡定 统统没了 一下就变成了个小姑娘 萧子要走进来说道 刚来 看见你在算账 就没打扰 以前沐夕老夸你 是做生意的料 今天一看 亏斑见豹 确实不错 哪有 什么都干不好 是迪姐肯栽培我 叶衣秀被他夸得 微红了脸 要是哥在几年前 面对这些管事 我可是半点办法也没有 萧子要一把 拉住他的手 所以这些年 秀儿已经学到了 很多东西 但是你啊 让我觉得 还是当初遇见的 那个小丫头 那个蒙着面纱 满脸疙瘩的小姑娘 未旺初心 说起来简单的四个字 但多少人 拥有了财富权势后 就变了样 秀儿没变 她只是个普通的女子 但在她的身上 萧子要看到了 太多的不普通 她的勇敢 她的宁死不屈 她的舍身报恩 她的重情重义 她的工签善良 她的恪守本分 她的未旺初心 还有她的温柔和深情 叶依秀害羞低头 被她记住了 自己最丑的一面 还真是不好意思 萧子要将玉拙 戴在叶依秀手上 这是 叶依秀惊讶 萧子要敏唇一笑 定情信物 聘礼 我已经跟你姐说过了 和你定心 一年后 许你过门 许我 不行啊 我身份卑微 太给你丢脸了 叶依秀受宠若惊 连忙拒绝 就要退下镯子 但萧子要攥着她的手 让她无法取下来 一本正经看着她说道 我可是向老天许过愿的 要是违背誓言 遭天前怎么办 叶依秀极了 你没事乱许什么愿啊 应该不会遭天谴吧 你上次许愿 不也没和狮子在一起 不是没事吗 萧子要继续一脸严肃说道 谁说没遭天谴啊 这不是在江南 就差点死了吗 幸亏又被你救了 我这次再不遵守誓言 我看上天就该降下一道雷 劈死我了 那可怎么办啊 叶依秀慌了 他倒是信奉神灵 古人向来势不清许 举头三尺有神灵 只能说萧子要这家伙 就是个异类 萧子要郑重看着他 没办法了 现在也就只有你嫁给我 牺牲一下 才能救我一命 可是我 我不行啊 经常那么多贵女 你肯定会被人笑话的 萧家也不会同意 我 我不行 叶依秀连连摇头 手足无措 萧子要一脸委屈看着他 萧儿 咱们这么深厚的感情 已经见死不救 我太难过了 算了算了 你就把我收尸吧 不是 萧大哥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嫁 我不会让你遭天前 以后 你若是看上了京城贵女 就把我休了 再娶一个 我绝不介意 叶依秀顿时急了 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只要为了她好 她何止愿意嫁给她 便是死 她都不怕 萧子要不有好笑 一把将她拥入怀中 傻丫头 我骗你的 你真是傻 什么天前 要是那日救我的不是你 是个像世子一样的男人 难道我也会娶吗 好不容易骗到手 为什么要休啊 别再说什么卑微不卑微的话 明明我才是小白脸 萧儿小姐 收留我 好不好 可你迟早要回萧家的 叶依秀满心感动 眼眶微红 她天生贵不可言 高不可攀 在她永远都无法触及的位置 纵然此时她落难 但她还是会回到 她应该待的位置 待你一起回去 你不回去 我也不回去 萧子要微微偏头看 她笑容俊朗迷人 你已经答应我了 不想让我遭天浅吧 叶依秀看着她 这一切美好的太不真实了 谢谢上苍 也许善良的人 运气不会太差 叶依秀迟疑了一下 伸手回报萧子要 暖暖的 仿佛抱着自己整个世界 当年江州出狱 她是顽固贵公子 她是举步维艰的寒门庶女 七夕接头相遇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后来的日子还算是平坦 但也经历了很多 对萧子要来说 那日她拼凑得 丑丑的木头人 望着她坚定而崇拜的眼神 瓢泼大雨里 挡在她面前的身影 是她永远都不会 磨灭的记忆 在她都不相信自己 怀疑自我的时候 她坚信不已 有一个人 让你的生命里 亮起彩虹 私人若彩虹 遇上方之友 她从不卑微 何其珍贵 这么好的姑娘 如果错过 真该遭天前 她取定了 醉风楼 叶木熙和其无旧相对而坐 一壶清茶 茶香四溢 初春的日子微冷 叶木熙裹着厚厚的 胡秋披风 依旧光彩照人 绝世风华 听闻 你刚唱了一出好戏 让兰若先栽了一个跟头 真没想到 你会和曲灵莎联手 看来你我的合作 有调整的地方了 机屋就邪魔微眯 似笑非笑 她丝毫都不意外 叶木熙会找到她 送你一样东西 你让桃妖停手 叶木熙拿出一个锦盒 摆在桌前 机屋就责了一声 懒洋洋地翻开锦盒 你还真是吃定我了 什么东西 能让我放弃这步棋 话音一落 看见锦盒里的东西 几乎就眸光一凝 你怎么会有主见 叶木熙扯了扯唇角 来历你就别问了 我知道 这东西对你很重要 怎么样 成交吗 成交 机屋就压根没有思考 毫不拖泥带水 直接答应 拿起那卷竹简 打开看着上面 杂乱无章的线条 满意一笑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看来 你还真是我的贵人 叶木熙吃了一声 现在说是贵人了 谁以前总怀疑 自己上辈子 刨了我的祖坟 几乎就心情甚好 一点都不介意 笑道 既然你送我 这么大一份礼 我也要了表心意 说着 便从旁边的侍卫手中 拿起一个锦盒 递给叶木熙 叶木熙打开一看 竟然是三株草药 百宝剑上面的草药 你怎么会 叶木熙微微惊讶 他没想到 纪乌旧竟然要送 三株草药给他 纪乌旧邪没轻调 连姚芳仪 那个蠢货 都能知道的事情 你觉得本教主 能不知道 那你也太小觑 我们圣火教的情报网了 我不怀疑你会知道 我是说 你怎么会送草药给我 叶木熙疑惑 看着他 眼神犹如小狐狸般 狡黠又警惕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 说这是竹简的谢礼 压根不对 因为在叶木熙 拿出竹简之前 纪乌旧已经 备上了草药 你要是死了 那这世上 岂不是少了 很多乐趣 纪乌旧慵懒说道 随手摆弄着 手中的竹简 收到百宝剑的消息后 他就去找云书 知道了百宝剑 对他的重要性 还知道自己因此而 获得了一个重要的筹码 南宫林 必须帮他做一件事 那个老家伙 不知道隐瞒了什么秘密 但纪乌旧确定 没有百宝剑上的草药 叶木熙会死 至于需要多少 越多越好 不过他的齐真格 到底比不上 四海商行的财大气粗 也就只找到了三种 死 叶木熙端着茶盏的手指 微微一顿 纪乌旧透露出了一个 很重要的消息 那就是 自己会死 可是 为什么他不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没想到这么隐秘的消息 你们上火轿都能查出来 叶木熙不动声色说道 他在炸纪乌旧 纪乌旧压根没想到 南宫领并没有告诉叶木熙 毕竟 如今叶木熙意图闯十方骑阵 夺百草原 不是什么秘密 他还以为他什么都知道 这才如此拼命 还真不是查出来的 不过是把白宝剑 给南宫领的这个人 和我也有点关系 你闯十方骑阵 到底有没有把握 草药不够 你小命就没了 南宫领应该不会坐视不理的 我估计 你要是闯不过十方骑阵 他就是偷蒙拐骗 也要把白草原弄来 倒用不着担心 纪无旧嘖嘖嘖一笑 对南宫领的作风非常了解 叶木熙的一颗心沉了下去 原来真的性命攸关 南宫领没有告诉他 如纪无旧所说 叶木熙也很了解他 不管他闯不闯得过十方骑阵 他都会想尽办法夺百草原 但万一他没闯过 南宫领也没能夺来 朝皇陵被守木人彻底封死了 又会如何呢 他没告诉自己 是不是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一个人默默承受着一切 但在自己面前 却一句口风都没漏 对自己的虚弱 只是言说没事 不想让他担心 这个笨蛋还是那么的独断专刑 怎么了 脸色这么差 怕死 几乎就挑了挑眉 叶木熙深吸了一口气 对啊 谁不怕死 我一定要闯过十方骑阵 我不想死 我想活着 和世子厮守 给世子生孩子 不想死 那个给世子白宝剑的人 这么轻易就把白宝剑给了世子 你知道得这么清楚 没有从中谋利 还真不像你的作风 叶木熙很快就平复了情绪 敏锐地意识到了什么 几乎就随意说道 当然有条件 不过 我想南宫领也不会告诉你 别问我 我不会告诉你 倒是可以透露一点口风 白宝剑有上下两卷 单单上卷的草药 估计还不够 如果南宫领不做到那件事 他就拿不到下卷 很难的条件 叶木熙的眼神瞬间就变得凌厉了 几乎就看见他如此上心 心底有些酸酸的 但脸上的邪笑恶劣 故意说道 是很难 说不准会让他身败名裂 从此变成像我这样的反贼 那还好 不管他是静安世子 还是反贼 我都会跟着他 叶木熙微微松了口气 只要不是伤感情的事 其他都好说 叶木熙看着 姬无旧笑得那么可恶 但也没轻条 你别妄想了 就算我夫君变成了反贼 他也不会跟你在一起 你就死心吧 你 姬无旧再次被噎得无话可说 这熟悉的感觉 这女人果然是他的克星 现在我确定 本尊上辈子 绝对抛人家祖坟了 既无旧磨牙祸祸 叶木熙一脸胜利者的笑容 只是心底沉甸甸的 一定要闯过十方齐阵 为了我自己 为了孩子 也为了南宫里 桃夭收到姬无旧的消息 有些意外 不过也听从地 不再对陈王出手 已经计划着 假死离开皇宫 他本就不喜欢陈王 要不是为了姬无旧 并没兴趣跟他虚与威仪 须灵莎终于松了口气 但就在此时 毫无预兆地出大事了 静安世子府 小姐 刚从宫里传来的消息 桃妃被金贵妃抓了 晚秋匆匆走进来 说道 桃妃有孕了 叶木熙一正 听闻桃妃自从入宫 皇上并未宠幸她 是啊小姐 现在宫里已经传得 飞飞扬扬了 晚秋答道 叶木熙不用脑子想 就能猜到 肯定是黄府尘的孩子 只是没想到 他竟敢如此大胆 就算是再喜欢桃妖 对方的身份 好歹是皇妃 竟然如此不知收敛 闹出这样的事 桃妃已经招供了吗 那陈王那便如何 叶木熙醋眉 纪乌旧前两日 刚刚答应过她 收回桃妖这步棋 怎么发生了 这种变故 纪乌旧不是如此 出尔反尔之人 没招 桃妖咬死 没说孩子是谁的 靖贵妃请了 长公主殿下过去 三思会审 不知道桃妃 会不会供出城王 晚秋说道 没招 纪桃妖弄这一出 想干什么 叶木熙眉头皱得更深 这事情 好像有些 出乎大家的意料 没过多久 便有一个女使上门 说道 宫中出了大案 靖妃娘娘 有请世子妃入宫 更衣 入宫 若是寻常小事 叶木熙也就推脱了 让下面的长公夫人去办 但此事事关重大 去灵沙已经帮她 做到了她要做的事 她也不想食言而肥 到了后宫 皇庭四位长公 都已经到了 叶木熙这边的许杰如 英王党的邱丹菊 梅庭长公主 还有陈王党的令夫人 今日请诸位前来 只因后宫出了一件大事 和亲公主陶妃 迎会后宫 竟已有身孕 实在是胆大包天 靖妃面尘如水 怒意滔滔 她却不思悔改 包庇同党 至今不肯招供 孩子的父亲是谁 几位夫人 都是我皇庭的重臣 不知可有法子 让这不知羞耻的 罪妇开口 梅庭长公主脸色铁青 阴长慎行司 第一时间就赶来了 已经审问了桃妖一番 没能得到结果 那令夫人脸色苍白 没敢说话 倒是邱丹菊眼中 多了一丝幸灾乐祸 娘娘 此事已经查实 确实有孕吗 臣女听闻 有些丹药物时候 形如怀孕 古人有女 以此争宠而为之 桃妃自不是这样的人 不过 是否是被人陷害呢 叶木兮秉公问道 竟妃点点头 世子妃说的这种可能 本宫也考虑过 已经请太医院的 十位太医会诊 确认已有一个多月 身孕无误 桃妃自从入宫 皇上并未灵性过她 但本宫派嬷嬷查过 却非完毕之身 叶木兮没再说话 看来 此事已经板上钉钉了 娘娘 臣女试过了 桃妃极其刚烈 不肯招供相好之人 只怕是 他们情比金奸 叶细微款款走了进来 禀报说道 叶木兮眸光一闪 她怎么在这儿 可恶 桃妖身为皇上的妃嫔 却和别的男人偷情怀孕 又如此不知好歹 罪该万死 静妃气得不轻 怒道 立即把她给我痛打五十大板 叶细微连忙说道 娘娘且慢 这五十大板下去 桃妃的孩子 怕是没了 这种孽种 岂能留她存在 就是要打没了 处死逃妖 才能挽回皇家颜面 静妃怒道 叶细微不急不缓说道 可若是孩子没了 桃妖也死了 那就更不可能知道 这个胆敢赢灰后妃之人 是谁 臣女以为 桃妃既然宁死不屈 拼死都要保护那个男人 想必 他们的感情很深 不如 娘娘就去刑场 事以火刑 那男子若是真喜欢桃妃 说不准 会来劫法场 宫里的规矩 不会让后妃死在外面 一杯毒酒了事 但此事 牵涉到了另外一个人 桃妖不肯招 也只能闹大一点了 你这个主意不错 就按照你说的办 世子妃和几位掌公 意下如何呢 静贵妃看向几人问道 叶木曦等人自然无话反对 此事便这么定下来了 娘娘 不知可否让我见一面桃妖 她是西域的和亲公主 当初和亲之事 亦有叶家搭桥 出了此等事 臣女则无旁贷 叶木曦说道 静妃点点头 若是你能让她招供 本宫也不想把此事 闹得天下皆知 叶木曦去慎行寺的牢房 见到了季桃妖 她一身囚服 横头垢面 叶曦威和长公主 先后审问过她 为了避免流产 并未对她施加重刑 但看起来也很不好 想必受了不少折磨 别废话了 我说了 我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季桃妖听见脚步声 头也不太说道 叶木曦站在牢房前 看着她 与其平静 季无旧不是已经让你收手吗 怎么 你们圣伙叫 出尔反尔 是你 季桃妖哑然看着她 随即不太高兴说道 我们圣伙叫 言出必行 答应过的事 又岂会毁约 你以为 我故意害黄复尘 要是害她 我直接招供她就行了 叶木曦挑眉 那这是 英王党动手了 当初 我确实打算怀孕后 再故意被发现 托尘汪下水 但既然教主说了 我也没打算这么干 这次怀孕 我自己都还没发现 先被他们的人察觉不对 那个叶熙威 趁着我在御花园游玩 不宜从楼上 把花盆扔下来 季桃妖提起这个名字 就憋了一肚子火 说道 我被砸得头破血流 还请了御医 结果一查就完蛋了 可恶 竟敢如此算计我 要是让我活着出去 她就完了 原来如此 是叶熙威动手了 叶木曦和驱灵莎的约定 只是让季桃妖 不再对承王下毒手 现在 也确实和季桃妖无关 是叶熙威动手了 圣火教没有毁约 叶木曦也没有失信 接下来 也就和叶木曦没关系了 只能说 承王自己作死 拦都拦不住 你和既无旧的约定我知道 所以我不会供出承王 但那个叶熙威 不是什么蠢人 他们打定了主意 托承王下水 反正我不会招 但其他的 我可管不了 桃妖率直说道 叶木曦嗡了一声 嗯 他打算烧死你 因承王出手 承王会不会救你 自暴其短 难说 不过 如果圣火教打算 救你出去 竟非不会没有准备 能在后宫里 混这么多年的女人 还真没一个简单的 竟想出这么歹毒的诡计 桃妖眸光闪了闪 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 她被选中 作为一颗最重要的棋子 学会的第一件事 就是看淡生死 生亦何欢 死亦何惧 只是 她期待既无旧来救她 怕是永远也等不到吧 叶木熙回到了世子府 如果这是祭桃妖出手 故意陷害承王 那她肯定要插手 但叶木熙和圣火教都没失信 是英王动手 这就跟她没什么关系了 承王本就是她的敌人 她不落井下石 已经是对驱灵沙人至意尽 叶木熙埋头研究着 皇帝送来的那些书籍 有不少棋谱 还记载了一些心得体会 虽然没有十方棋镇的破解之法 但融会贯通 却也有了诸多感悟 又有世子这般妖孽的 不是奇才 两人在家对异 破开一局 便去十方棋镇试试 如此反复七日 荒山 朝皇陵 两个小娃娃又来了 怎么今天又来试试 白絮老者和矮笑道 扶了扶胡须 叶木熙和南宫林日日都来闯阵 每一次都比前一次走得更远 最好的一次 闯过了九镇 但最后一镇 却是和前九镇 变幻莫测 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奇镇和路数 无迹可寻 是 有劳 叶木熙浅浅一笑 客气说道 白絮老者叹气说道 老夫虽奇异不惊 但关你们破局 前九镇 都还有声门 唯独最后一局 处处都是死地 没有生机 朝皇娘娘布下的局 只怕误解 这是谦虚的说法 其实这老者是此道高手 但 总要试一试才知道 叶木熙闻唇一笑 这一次 她也没有实权的把握 正如老者所说 朝皇娘娘留下的最后一局 无解 可为了腹中的孩子 她要一试 红衣白裙一道入阵 两人都是不识奇才 一路破阵 很快便到了最后一局 棋盘上所有的生路 已经被堵死 无处可生 叶木熙站在棋盘中央 突然坚定地指着其中一个点说道 去那里 这是必死之地 南宫领看向叶木熙 叶木熙闽唇 点点头 如果走错了 齐阵的机关铺天盖地射过来 说不准 世子还有一线生机 但是他自己 但是他自己 与其因草药不足 让世子在自己和孩子间为难 不如 赌一把 好 南宫领一把揽住他的腰 足尖一点 落入死门 如果真的走错了 他就是拼死 也会护他周全 而这一步棋 就是他们这几日商量后 觉得最有可能是生机的棋 这一刻 世界仿佛都静止了 风很轻 阳光很暖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破局了 是只死地而后生 叶木熙喃喃自语 满脸欢喜 世子 我们赌对了 这一招就是向死而生 淡定如叶木熙 也是忍不住激动 他破局了 百草原拿到了 恭喜 真没想到 千年齐局 竟然被你们破了 白血老者也满是不可思议 只是 你们是怎么想到 要走这一步死路 叶木熙灿惨一笑 朝皇娘娘对齐阵的造诣 已经出神入化 这十方齐阵里 蕴藏四季更替 日升月尘 到了最后一阵 已经无路可走 但 我想到朝皇娘娘之前 手闸里留下的一句话 向死而生 死就是生 很有道理 被用在齐阵上试一试 没想到成功了 向死而生 死就是生 这是哪门子道理 死不就是死吗 白血老者一脸茫然 是啊 死就是死了 但这世上多了一个变数 死了却复生 就是自己 也不知道朝皇娘娘 经历过什么事 能让她有如此感悟 这个我也说不清 老丈 现在 我可以去白草园了吧 叶木熙笑眯眯说道 白血老者笑道 这是应当 你闯过十方齐阵 朝皇陵的东西 遵照娘娘的规矩 皆可取之 我只要白草园 二人随着白血老者 进了朝皇陵的地宫 陵墓建造庞大 但是他们并没有 往主屋时走 而是绕着一条永道 到了后花园的位置 那里 就是白草园 这一片草药 生长在地底 却是格外的生机勃勃 南宫林早将 百宝剑上的草药 熟记于心 此时一辨认 那百宝剑 剩下的二十几种草药 这里都有 还有一些 百宝剑上没有 但也不被 世俗所知的草药 叶木熙和南宫林 对视一眼 隐约觉得 这里面 肯定有 百宝剑下卷的草药 不过没拿到 下卷之前 也不能乱吃药 南宫林便将 上卷所宰的草药摘去了 又和守墓人约定 若是下次 再去草药 再来 自此 叶木熙的胎儿 总算是保住了一半 陈王府 你冷静一点 我已经和叶木熙 谈妥交易 祭草药不会出卖你 怎么救他 那是祭武 救给曹新的事 跟我们无关 驱灵莎 扯着黄府尘的衣袖 脸上闪过一丝眷容 姬桃妖被抓之后 他心力交瘁 黄府尘一把甩开他 这都已经过去七天了 圣火教派去的人 去一个死一个 价格没用 明日 桃妖就要被烧死了 我不能不救 圣火教的救不了他 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这说明 暗中监视他的人 已经是大前王朝 最精锐的高手 这世上 只有一个人 能安排这样的高手 那就是皇上 驱灵莎看着黄府尘 恨铁不成钢 皇上在保护你 只要姬桃妖被烧死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 你和这件事有关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姬桃妖 真的被圣火教救走 继无救那个阴险小人 岂会犯过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日后 必然要成为 要谢你的把柄 姬桃妖被抓后 圣火教进行了数次营救 甚至连继无救亲自出手 半接败北 驱灵莎很快判断出 慎晴寺的守卫 已经严密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 只有一种可能 皇上出手了 我知道是他 五年前对子姬如此 五年后对桃妖还是如此 他杀了我一个妻子 一个孩子 还不够吗 黄斧尘脸色瞬间冰冷的可怕 当年季子金死的时候 已有三个月身孕 却是一尸两命 只剩一具尸体 五年后还是如此 可是这一次 他皇斧尘 不会再重蹈覆辙 紫金姐姐的死 我们都不想 但是 他牵连的是谋反案 他的哥哥是主谋 圣火教是逆当 他身为圣女 替既无救打掩护 择无旁贷 这世上有一种东西 比皇帝还大 那就是大前律 天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他是太子妃 就能幸免吗 这是你的心结 你被幽禁三年 都想不明白的心结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从未觉得 五年前皇上做错了 这就是一个 天子该做的事 也是你日后 要做的事 曲灵莎看着黄斧尘 一字一句 却句句如刀 黄斧尘眼中的憎恨翻涌 他也不想 他不能出卖他哥哥 又不想背叛我 他怎会告诉我的 想让我带他走 不管他哥哥 和我父皇之间的争斗 可是我出卖了他 我站在了我父皇这边 为什么父皇 就不能网开一面呢 他怎能在明知 父皇有危险的前提下 当作什么都不知道 和继子今远走高飞 他是除了继无旧之外 圣火教身份最高的人 发生了那样的事 不杀他 如何向枉死的百姓交代 再者 你身为皇储 却有一个逆党的政妻 皇上未尝不是想保护你 屈灵沙看着他 这件事 从来都没有对错 子清姐姐没做错 你也没做错 皇上 也没做错 你何必要因为以前的事 毁了现在的自己 这一段陈年旧事 是是非非 真的太难说清了 每个人都有必须 这么做的理由 五年前的事 现在争论对错 没有意义 就算是我后悔 他也活不过来 可是现在 我不会让自己 再后悔第二次 皇府尘看着去灵沙 斩钉截铁说道 这次 我要带着桃殷 远走高飞 谁都阻止不了 你若阻我 从今以后 我们便是敌人 十几年的感情 他却跟他说 我们就是敌人 五年前 他欠祭子金的 五年后 他给了祭桃殷 从头到尾 都没有他 你确定 屈灵沙的眼眶含泪 死死攥着自己的拳头 皇府尘看着他 眼神缓了缓 明天要被烧死的 是我的女人和孩子 你别跟我讲什么大局 我知道救了他 就没有回头路 你以为我付出 就是为了当皇帝吗 我是要为此今报仇 我要杀了既无旧 铲除圣火教 我要让当年 害死他的所有人 付出代价 但要做到这些 我要先得到这个天下 成为这世上 最有权势的人 我视你为亲友 不想你牵扯进我的浑水 从今以后 你还是神殿圣女 和我没关系 你若阻我 你我只能 恩断义绝 繁目成仇 曲灵莎的指甲 深深掐入肉里 那么疼 可是她的心 仿佛已经疼麻木了 你真的 喜欢寄桃妖 是 毫不犹豫 曲灵莎 她深吸了一口气 未转过身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送死吧 印王党早就等着你 结伐场 到时候 不过是搭上你这条命 陪她一起死 就算是死 我也不想后悔 二月二时 请 季桃妖被绑在柱子上 脚边摆满了枯枝 初春的阳光 温暖得正好 又让她想起了 和季吴舅出狱那日 也是如此好的天气 这一晃 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 圣火教营救过她数次 最近的一次 她亲眼看到了季吴舅 但却一门之隔 只能看着她被人追杀 皇帝铁了心要弄死她 围观的百姓指指点点 扔了一堆的烂菜叶和臭鸡蛋 骂她是个不守妇道的妇人 季桃妖脸色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看着人群中的一个身影 她贴着假胡子 伪装后的样子 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 季吴舅 她太清楚 自己对于她来说 不过是一颗重要的棋子 她还不想扔掉 所以会营救 可救不了的时候 也不会勉强 不至于为了一颗棋子 付出太多的代价 这是来送自己最后一场吗 行行 静飞扔下签令 几个侍卫举着火把 点在了枯枝上 临过油枝的柴火 一点就燃 火光通红 嗖 下一刻 无数的弩箭 向着四周的守卫射过去 法场一片慌乱 一席华府的男子 骑着骏马 率领着自己的清兵 冲了过来 皇府沉 真是个傻子 季桃妖看着她 想笑 却觉得眼眶有些发酸 竟飞脸色一变 陈王 你干什么 协法场 看不出来吗 黄府沉面色冷静 竟飞怒道 大胆 你竟敢 来人 把黄府沉抓起来 法场一片冰荒 几乎就船边勾起这么糊 还真是预料之中的痴情啊 圣火教 配合黄府沉 营救桃妖 护法问道 那 要把桃妖大人抢回来吗 抢回来干什么 本尊像那种 棒打鸳鸯的人 季吾就邪谋威眉 深沉的城府 令人看不清 他的真实打算 护法赋匪 你像 黄府沉冲上了形台 一刀砍开绑着季桃妖的绳子 你来干什么 季桃妖 看着他 真有些无法相信 黄府沉看着他 桃妖 等我走 我已经安排好后路 只要逃出京城 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许你 但你们逃不出京城 英王率兵 将黄府沉等人包围了一圈 冷冷说道 真没想到 黄兄 你竟然是这种人 如此无父无君 令人不许 叶细尾等着黄府沉来结法场 又怎么会没做准备 早就让英王暗中准备 黄府沉的清兵攻破了法场 救了季桃妖 但却被英王反包围 插翅难飞 黄府沉 桃妖腹中的孩子 是你的 对不对 叶细尾盯着他 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黄府沉当然很清楚这些算计 但是 此时此刻 面对包围他们的无数士兵和弩箭 黄府沉只是攥紧积桃妖的手 肯定说道 不错 桃妖是我的女人 我知道你们想做什么 这大前的亲王 从今天起 我不干了 他竟然承认了 当着所有人的面 破釜沉舟 陈王 你是不是傻 姬桃妖看着他 心底第一次 有了难以言说的感情 黄府沉看着他 我不会让自己做第二次 桃妖 就算抛下一切 我也绝不放弃你 姬桃妖看着他 但我真的不是姬子金啊 我不会是 也不可能是 好 既然你承认 你就是淫秽后宫的罪人 英王 不必跟他客气 叶细尾等的 就是他这句话 看向黄府衍说的 黄府衍脸色难看 黄氏出了天大的丑闻 不诛姬桃妖 不足以正朝纲 来人 给我诛杀姬桃妖 抓捕黄府沉 黄府衍盯着他们二人 气得不轻 姬桃妖生死不论 到底还是要保黄府沉一命 叶细尾听着他的话 心底暗想 这位王爷 倒是个人后之辈 这时候 要是能格杀勿论 那就真的是 永绝后患了 一旦让黄府沉离开京城 拥兵自立 又是一个麻烦 好在他早有准备 叶细尾看向左侧的高楼 那里早就埋伏好了 叶府最好的弩箭手 除掉陈王 大前的江山 舍英王欺谁 而他们叶家 坐拥从龙之功 足以一世荣华 两边打了起来 金戈铁马 血肉横飞 黄府沉牢牢攥着 记掏腰的手 清兵护送二人 杀出一条血路 但英王加上朝廷的官兵 兵力是他们的数倍 一时间死伤无数 也就是在此时 一只势如破竹的弩箭 以避无可避之事 向着黄府尘射来 直取心脉 搜 说时迟那时快 转眼已经到了眼前 哐当 但在关键时刻 却有一面银色圆盾 挡在了黄府尘面前 弩箭撞在盾牌 掉落 黄府尘诧异看向眼前的女子 一袭银甲 一手持银盾 一手握长枪 多年不见她如此盛装 屈灵沙 将门驱逝之后 满门中烈 未战殉国 只余亦遗孤 幼时 屈与数十女童 一同成为神殿继承者的候选 历代神殿圣女 都从将门孤女中选择 精于骑射 长于兵法治谋 历时五载人间历练 非天资聪颖之辈 难以胜任 屈家最著名的 就是盾腔之术 这还是黄府尘 第一次看见她一身戎装 她一介孤女 却成为天下最尊贵的 女人之一 一路走来 没人知道她吃了多少苦 可是此时成为她的盾牌 放弃了自己的一切 你怎么来了 黄府尘惊讶 屈灵沙深深看了她一眼 没再和她说一句话 转而看向自己的护卫 青鸾 所有人护送城王离京 我断后 殿下 青鸾一时迟疑 屈灵沙看向黄府尘 刷得一下扬起长枪 走吧 除了我 这里没人拦得住英王 足间一点 屈灵沙向着黄府尘冲了过去 黄府尘也是用枪 飞升而去 没想到神殿 竟然和陈王一起反了 早就听闻屈家盾枪之术 天下无双 本王正好讨教讨教 吭枪一声 两枪毫无花哨地狠狠撞在一起 两人气势恢弘 从天上打到地下 寻常人武藏不可进内 叶熙威看着这一幕 眸光微闪 神殿插手 拦不住黄府尘了 但愿 其他军队来得及赶过来 静安世子府 叶木熙半躺在榻上 翻着手中的书卷 今日注定是一个不宁之日 世子妃 陈王和神殿反了 你从法场逃脱 往城外逃去 我等是否追杀 叶小白抱拳问道 叶木熙割下手中的书卷 这次就算了 毕竟我答应过去灵沙 但从今以后 彻底两清 再见面就是敌人 能有落井下石的机会 绝不放过 是 叶木熙的手指 附在自己的腹部 这天下大事 他此时并不想多管 为愿平安生下小团子 倒是既无旧 没告诉自己的那个条件 才让他忧心 大前建安二十一年 陈王因以后妃劫法场 连同神殿圣女返出京城 英王率兵追杀三千里 重伤圣女 未得拦下陈王 陈王以昌荣王 神殿和陈王府三大势力 拥兵自立 占中原以东之地 国号东辰 大前京城 逆子 真是逆子 皇帝气得狠狠摔了桌上的奏折 一干大臣只能跪着请罪 父皇 儿臣请旨 平定叛乱 捉皇兄回来 皇府眼上前一步 请命道 皇帝冷道 从今天起 他就不是你的皇兄 朕召天下 皇府臣勾结后妃 谋反作乱 无父无君 朕耻鱼又死子 今废齐王位 逐出皇府一族 燕儿 朕命你率领十万大军 踏平他的所谓东臣 不用留活口 提头来见 显然 皇帝已经被皇府臣气疯了 最开始 他还是想保这个儿子 但如今 没必要了 皇府眼一正 抱权 儿臣 遵旨 众臣也没有权 皇府臣的所作所为 淫秽后宫 劫伐场 和官兵厮杀 自礼国号 每一桩单独拎出来 都是死罪 更何况 他还一个不落的权犯了 如今看来 这大前未来的皇帝 非英王莫属 诸位大臣 心底都有了打算 皇后呢 生了这种孽子 他愧为国母 皇帝怒道 太监将迁答道 回禀皇上 皇后连同 被圈禁的永和公主 都不见了 想必是和陈王一起逃跑了 可恨 他们竟是早有打算 皇帝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栽倒栽地 皇上 传御医 快传御医 娘娘放心 皇上只是一时怒急攻心 方才吐血昏迷 如今已经缓过来了 只需要好好调养 按时喝药 不会有什么大碍 御医恭敬说道 静妃抹了抹眼泪 忧心忡忡说道 那本宫就放心了 你快去开药方 朕 朕怎么了 皇帝慢悠悠醒来 脸色苍白 隐约有些默契沉沉 竟非连忙迎上去 皇上 您刚才昏迷了 朕是吓死臣妾了 朕想起来了 生儿如此 臣儿还是如此 一个两个都要谋反 可是偏偏他们 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个好皇帝 自立东辰 可笑 花快地就当自己是皇帝了 国有昏君 百姓之患 这等一心只为儿女私情之人 可曾想过天下苍生 皇帝脸色冰冷 伶俐的可怕 但最终也只是叹息了一声 罢了 竟非安慰说道 皇上 您还有眼儿呢 您放心 眼儿一定平了东辰 让您安心 也就只有眼儿 是个人后之辈 皇后不在 朕今日夹封你为皇贵妃 统设后宫 皇帝叹气说道 竟非连忙扶身行礼 臣谢寇谢皇恩 皇上您就放心 我们大前满朝文武 人才济济 皇父臣的东辰 存在不了多久 天下很快就会恢复安宁 皇上 您切莫太过忧心 御医说了 让您少思多休息 皇帝冲着他点点头 你们都先下去吧 将钱留下 竟非一愣 但还是扶身退下 偌大的寝殿里 顿时只剩下皇帝 和一个老太监 闭莫伺候 皇帝挣扎着爬起身 脸色疲惫 将钱不敢怠慢 连忙背上了笔墨 皇帝提起毛笔 写了一道遗诏 盖上大印 皇上 您还春秋鼎盛 何必如此 将钱泪如雨下 跪倒在地 皇帝自嘲一笑 人人都倒万岁 朕 就真的能万岁 朕的身体 朕最清楚 怕是撑不了两年了 北有豺狼 内有逆当 大前的江山 不能断在朕的手上 朕想多撑两年 凭了内忧外患 才能将这祖宗 基业传下去 但 命不待我 若朕 有个什么万一 这乱滩子 需要一个人来收拾 皇上 将钱泣不成声 悲弃 皇帝难难自语 朕以前 一心栽培尘儿 盼望他 能克成大洞 没想到 他过不了美人关 自情幽禁 和朕赌气 朕 虽立了汉儿为太子 却是在等他重新回来 只是没想到 朕再也等不回他了 老江啊 你说朕 当年做错了吗 皇上 你是天子 天子 是不会错的 江千抹着泪说道 皇帝脸色怅然 是吗 他确实是最像我的儿子 朕年轻的时候 也是这般轻狂 可是终归 生而为皇 必然有所担当 和牺牲 他既担不起大钱 万万千千百姓之命 那就罢了 请宫里渐渐渐安静下来 京城隐秘处 纪无旧看着自己面前的四卷竹简 叶木熙一卷 神殿一卷 南宫岭一卷 再加上他的一卷 集齐了 总算是可以开始了 姬吾就伸了个懒腰 邪谋威眉 休息了这么多年 月华国 也到了复国之日 黄府尘竟然返出大前 这背后 有人在推波助澜 穆北陵锋利的眼眸微眯 那个女人是既无旧的人 这就是她的本意吧 灵一卷没听懂她在说什么 一脸茫然 你说什么 英王现在去剿匪了 如果这个时候皇帝死了 朝中岂不是无人主持大局 穆北陵挑了挑眉 看来我们也要加快了 灵一贤这个倒是听懂了 暗暗交集 怎么给叶木熙送消息 穆北陵似乎一下就看穿了她的想法 一把揽住她的肩膀 似笑非笑 怎么 在本寒面前 你还想跑 那什么 好不容易来一次京城 我想吃京城的小吃 晚上我们能出去吗 灵一贤挤出一抹笑说道 穆北陵笑得极其好看 不能 灵一贤默默 这家伙看得太严实了 这可怎么办 到了晚上 一个微胖的中年人恭敬地给灵一贤行礼 见过灵姑娘 寒黄有令 让小人来给姑娘做点心 灵一贤一脸茫然 做什么点心 那中年人笑道 灵姑娘 小人是个厨子 最拿手的就是做京城小吃 冰糖葫芦 小笼包 豌豆黄 炉猪火上 只要是京城地道小吃 小人样样都拿手 您请安点 灵一贤反应过来 他想找个借口出去传消息 没想到 穆北陵直接整了一个厨子来 寒黄就是好 那您随便做一点吧 灵一贤无奈叹气 这家伙真是令人恨得牙痒痒 又莫名地觉得有点温柔 静安世子府 叶木熙和叶青瑶二人正在闲话家常 自从集齐上卷的草药后 立竿见影 叶木熙的种种不适都没了 身体倍儿好 精神异异 叶青瑶昨日又来我的郡主府 我也不好赶他走 只能撑并不见 叶青瑶微微摇头 说道 想来他以为 印王必定继承地位 那我们叶家的态度 也会发生转变 与他修好 叶木熙淡然说道 听完黄贵妃 很看重叶细位 他是想拉拢我们 巩固他的势力 姚放一夜死 印王府还是蒋蕊奇一家独大 一时半会儿 他们也找不到足够身份的人 送给印王 听完印王妃上午来过了 可是找到了药引 叶青瑶好奇问道 叶木熙点点头 嗯 蒋蕊奇是幼时受过伤 留下了公寒之症 很难受孕 若是治不好 怕是一辈子也难有身孕 赛神医开了一个偏方 缺一味药引 正巧 那药引就是 百草园里的一种草药 我便赠予了它 若是印王妃能有孕 地位巩固 那日后印王登基 叶家的地位 不动如山 叶青瑶点点头 叶家要为将来 英王登基做一些准备 正好 蒋蕊奇也求到她面下 叶木熙正好卖一个人情 凑齐了治病的药方 若是日后 蒋蕊奇能有孕 自不会忘了今日的情意 叶家不要什么从龙之功 只要不引起敌视 郡主 小小姐醒了 要见您 奶娘抱着君安姨过来 叶青瑶连忙接过她 小家伙看见叶青瑶 倒是不哭了 咯咯直笑 小安姨从小就聪明 叶木熙笑着夸了一句 伸手握着小家伙的小手 弯了眉眼 君安姨黑溜溜的眼眸 看着叶木熙笑得香甜 李姐 她冲着你笑呢 这小小年纪就会认人了 叶青瑶笑道 叶木熙晃了晃她的小手 真乖 话还没说完 腹部一阵刺痛 好疼 一姐 你怎么了 叶青瑶吓了一跳 叫御医 白裙之上 点点珠红 浸染了出来 叶木熙眼前一黑 晕了过去 半个时辰后 叶木熙昏睡在床上 赛华驼脸色严峻 狮子 出血已经止住 但毒素已经侵入胎儿 这一胎 怕是 怎会如此 今早上 她不是还好好的 南宫里面沉如水 又急又怒 赛华驼道 狮子妃 似是被五毒箱所伤 真是太奇怪了 狮子妃身边的饮食用物 一应都是经过老夫检查 若是有五毒箱 不可能不知道 五毒箱是什么 叶青瑶急了 狮子妃自从怀孕以后 再也没用过什么香料 赛华驼解释说道 五毒箱是以五种能制人流产的香料所制成 内涵舍香 但它和舍香又不同 五种香料经过中和虚味后 没有味道 它很毒辣 悄无声息的制人流产 如今这天底下 除了那位毒公子 怕是也没人能炼出此种毒药 但是老夫和伤鹿都能辨别此种毒药 不可能让这东西尽世子飞得深 南宫领死死攥紧拳头 立即查 彻查 赛华驼 无论如何 你也必须保穆姓母子平安 世子 五毒箱的毒性 乃是天底下所有堕胎药中药性最烈的 世子飞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被伤了 老夫无能 只能保世子飞胎儿一个月 一个月后 毒入胎心 必死无疑 即便这孩子能生下来 也是一个死胎 塞华驼叹气 无奈说道 他也很想保胎 但是没办法 胎儿已经被五毒箱所伤 如今用尽全力 也不过是延续胎儿一个月的命 就没有别的办法呢 无论什么办法 南宫领拳头捏得歌之响 可恶 是谁竟敢对沐西下毒手 塞华驼没敢接话 正在此时 奶娘抱着君安姨哭着走进来 救命啊 郡主 小小姐突然昏过去了 怎么叫都叫不行 安姨 叶青瑶脸色一白 连忙冲上去 小家伙脸色苍白如纸 嘴唇一片无情 赛神医 快来看看 安姨好像中毒了 叶青瑶如遭雷击 赛华驼连忙上前把脉 脸色一变 五毒箱 小小姐身体里 有五毒箱 什么 怎么可能 叶青瑶身子一晃 差点晕了过去 赛华驼又仔细拔了一次脉 脸色难看 怎会有人如此丧心病狂 对一个不足周遂的婴儿下毒 确定是五毒箱 而且这份量足有数十倍 我明白了 有人把小小姐当成药人 把五毒箱喂给她吃 她就变成了一个 装着五毒箱的炉顶 世子妃就是因为亲近小小姐 才会中毒 什么人 竟然拿一个婴孩当药炉 是谁这么丧尽天良 我可怜的安姨 叶青瑶当场情绪崩溃 赛华驼说道 五毒箱不能吃 这种用药之法 会致人神志不清 更有身者 致死 什么 那现在安姨她 叶青瑶控制不住地浑身颤抖 一片冰凉 赛华驼神色凝重说道 我先给小小姐治疗 命应该能保住 但五毒箱又行太烈 小小姐神志受到影响 恐成白痴 到底会如何 老夫也不敢保证 谢谢三神医 叶青瑶寒泪 心底恨意滔天 她一向与人为善 但是这一次 她恨不得杀了那个下毒之人 她的安姨 她的孩子 承受不住 七儿连三的打击 叶青瑶眼前一黑 晕了过去 晚秋和明化 把叶木熙的所有吃食用度 全部检查了一遍 确定没问题 世子 那阴险小人知道 世子服检查严格 所有的东西 都会被检查 这才用了 如此歹毒的法子 对君小姐下医药 晚秋泪如雨下 南宫领队 叶木熙保护周全 不管是吃食还是衣衫 都没有下手的机会 就连每天见什么人 也会排查一番 但是谁也不会 查一个婴儿 敌人尾时歹毒 立即排查 三日之内 所有接触过君安仪的人 全部抓起来 一个个审问 南宫领面无表情 语气冰冷的 没有丝毫温度 冷寻领命退下 南宫领坐在叶木熙床边 握住他的手 木熙 不管是谁伤害你 我一定亲手杀了他 为了这个孩子 他们闯过十方齐阵 好不容易得到百草原 但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木熙又出事了 狮子 叶木熙迷迷糊糊醒过来 脸色瞬间变得惊恐 孩子还在吗 还记得他昏迷之前 出血了 南宫领看着他 嗓子就跟被堵着了一样 说不出话 没了 不会的 不会的 叶木熙看着他的脸色 眼泪刷刷落下 脸色瞬间惨白 你别激动 还在 南宫领一把拥住他 木熙 你别哭 叶木熙的眼泪无法抑制 你骗人 要是孩子还在 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 我高兴 我很高兴 南宫领紧紧将他抱紧 他的眼泪 让他的心都疼得揪起来了 叶木熙听得出 他的眼不由衷 心疼得窒息 你骗我 我要孩子 木熙 你听我说 孩子真的还在 只是 你中毒了 他可能 只能活一个月 不过 你别担心 我一定会想到办法 帮你们母子平安 南宫领连忙安慰道 叶木熙抬眸看着他 水汪汪的眼眸 被泪光淹没 我中毒了 是谁 你有办法吗 什么办法 你快说呀 什么办法 他慌了神 手足无措 只想抱着一根救命稻草 救救他的孩子 南宫领看着他梨花带雨的模样 本就难过的心 更难受了 什么办法 他也不知道能有什么办法 你骗我 你又骗我 你没办法 叶木熙死死攥着床单 心疼的窒息 这个孩子 是他好不容易等来的惊喜 但自从怀孕以后 他总是保不住他 想尽办法 拼尽一切 连命都赌上了 还是要输吗 南宫领眼眶微酸 我的错 都怪我 木熙 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不要你认错 我要办法 我要救他的办法 叶木熙泪如雨下 南宫领见他如此激动 突然集中生智 有办法 那个 白宝剑下去 木熙 白宝剑一定可以 说到这里 南宫领自己都愣了一下 他只是随便找个理由 稳住叶木熙 免得他太激动 又动了胎气 但是 这似乎真的是个办法 木熙 也许别的胎儿 遇上五毒香没救 但是他不一样 他不应该怕毒 他只是太弱小了 还不足以抵挡 五毒香的毒素 只要有足够的补药 只要找到 百草间下眷的草药 一定能保住孩子 南宫领斩钉截铁说道 叶木熙眼中 也多出了一丝稀迹 真的吗 一定 南宫领认真点头 叶木熙心底稳了一分 脸色也渐渐平静下来 伸手抱住南宫领 紧紧的 有他在 好像世上 没有过不去的看 一定会没事的 孩子一定会没事 南宫领伸手擦了擦 他脸上残余的泪珠 将怀中的小人抱得更紧 百草园里应该有 百宝剑下眷的草药 但是 没找到下眷之前 不能胡乱用药 所以 我先去找 南宫领看向叶木熙 认真说道 孩子一定会没事 你也不会有事 叶木熙也看着他 认真点头 好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药茶是谁下毒 世子 你就安心去找下眷 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 百宝剑重要 你的命 更重要 他怕他又去涉险 姬无旧说过 要南宫领做一件事 才会给他下眷 南宫领不说 叶木熙也不问 当作不知道 但那担心 却是无法掩饰的 孩子的性命攸关 让他变得脆弱 但却也令他更坚强 任何人想要害死他的孩子 他都绝不会放过 南宫领的包唇 附在他的额头 轻轻易吻 时间只剩一个月 南宫领来不及陪 叶木熙太久 便出门了 叶木熙看着 他离开的背影 这个人的存在 给了他无穷无尽的 勇气和力量 醒来后 叶木熙也知道了 五毒香的来龙去脉 对那幕后黑手 深恶痛绝 害人的招数 他也算是见多识广 但对一个不足周岁的婴儿下手 人渣中的人渣 碎尸万段都不为过 赛神医 小安仪怎么样 叶木熙观心问道 小小年纪 无冤无仇 却被人当成药人来害自己 叶木熙心底很不好受 命是保住了 但五毒香药性激烈 他不过周岁 毒素已经侵入骨髓 我虽是清了余毒 但这伤害却是无法逆转 一切也只能看天意了 赛华陀叹了口气 说道 以这孩子的神智创伤 运气好是头疾 运气不好 怕是就成疯傻或弱智了 如今还不能断定 只能先看着 叶木熙拳头捏得搁之响 渐健康康一个小婴孩 却被人害成了这样 吃药有用吗 叶木熙问道 赛华陀摇摇头 他年纪太小了 很多药都用不了 而且事关神志 药实无医 等过几年 看看情况 说不定能有转机 如果小安一日后神志不清 我就是花一辈子的时间 也会想办法救他 叶木熙咬牙 赛华陀叹气说道 太狠毒了 这下毒之人 就是老夫这个老头子 都忍不了 一定要揪出来 一下就害了两条性命 我的孩子 赛神医 世子说 找起下卷的草药 就能保胎 你觉得 可行吗 叶木熙不自觉 有一丝紧张 赛华陀思存了一下 点点头 极有可能 他是世子的孩子 理应是 那什么 我觉得 这法子很有道理 世子妃 你可真是聪明 能想到这样的好办法 赛华陀差点说漏嘴 一个胡伦过去 世子的孩子 灵什么 叶木熙 狐疑看着他 赛神医 有什么瞒着自己 赛华陀打了一个 哈哈说道 没什么 我觉得 这个法子不错 五毒香 有没有解药 叶木熙见他不肯细说 也不好追问 又道 赛华陀脸色变得严肃 没有 天下有几种不可解之毒 五毒香就是其中之一 叶木熙本来还想 万一能找到毒公子 说不准能找到解药 现在看来确实不可能了 不过若是能抓到他 说不准能找到 延缓五毒香发作的办法 赛华陀又道 叶木熙点点头 脸色变得慎重 一个月的时间 太急迫了 也不知道 世子那边是否赶得急 如果能够多有一些时间 那保胎的把握 也就大了一分 不管是要查出下毒之人 还是延缓时间 都要抓到这个毒公子 冷循 这个毒公子 世子这边有情报吗 叶木熙问道 冷寻禀报 情报有限 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只能断定他的失程 他是毒王谢皇权的师弟 毒魔之徒 毒魔多年前已死 对于毒公子的年龄 大家也无法判定 毒公子 是他自己取的名号 因而推断 他可能是个年轻人 他在江湖显明 是在毒魔死后 身份隐秘 谢皇权曾经找过他 想夺他手中的配方 我们对毒公子的情报 还多是因为谢皇权 世子怀疑 毒公子才是真正得到了 毒魔全部的传唱 将来可能是比谢皇权 更可怕的天下第一毒 叶木熙怠眉青醋 他不可能不跟人接触 他炼毒需要的药草和钱呢 以前应该是毒魔 在暗中帮他 毒魔死后 他跟江湖人打交道 才有了毒公子的名声 他也从不跟人当面交易 据闻他有十二毒奴 曾是毒魔的一大杀气 叶木熙眉头皱得更深 照这么说 压根不可能抓到毒公子 也对 这么一个危险人物 如果不是有些本领 早就被人抓了 我和他无冤无仇 除非他的真实身份 是敌人 不然 他应该不至于亲自下毒 这五毒箱 有可能是他卖的 叶木熙判断了一下 脸色恢复了平静 冷循 通过九游名府 放出话 如果毒公子能告知 买五毒箱的人是谁 这事就算了 如果他不说 悬赏天下 除掉毒公子 任何关于毒公子的消息 都能获得重赏 还有 以后他和人交易 九游名府只要听闻风声 即便抓不到他的人 也一定要破坏 让他做不成买卖 这需要花费大量的钱 还需要四海商行的情报网 九游名府的杀手 也就只有叶木熙 能如此大手笔 是 冷循 叶青瑶 叶青瑶缓缓缓睁开眼睛 入眼 已经是熟悉的房间 床上 君墨尘抱着小安仪坐着 脸色难看 青瑶 你醒了 君墨尘 关切说道 叶青瑶眼眶通红 几乎是扑到君安仪面前 看着小小的人 昏睡着 死死捂着嘴 才没哭出来 夫君 安仪他 他 君墨尘伸手揽过他的肩膀 安慰说道 命保住了 这就是万幸 只要人还在 不管以后安仪有什么病症 我们都不会放弃 你也不要放弃 他心底也很难过 但是这个家 需要一个人坚强 夫君说得对 我不会放弃 不管如何 我都会治好他的 叶青瑶坚定说道 君墨尘低头 看着怀中的妻女 温润的脸上 闪过一抹杀计 不管是谁 敢害安仪 我绝对杀了他 青瑶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查出下毒的人 这个凶手 我恨不得撕碎他 阿姨还那么小 他怎么下得了手 叶青瑶抽气 君家这一夜 愁云惨淡 悲悲戚戚 成交地宫 南宫领把五毒香的事 说了一遍 白草剑上的草药 能吃好吗 能 他是你的孩子 和你一样 百毒不侵 只要有足够的朋友 五毒香 杀不死他 云书肯定说道 南宫领看向他 夏军 给我 先履行你答应我的条件 云书看着他 说道 否则 你就是杀了我 我也不可能给你夏军 南宫领眼中闪过一丝怒气 我没那么多时间 你现在 把夏军给我 我立即去办你说的事 上军我已经给你 诚意十足 你想空手拿夏军 不可能 云书顿了顿 又说道 纪乌旧 已经打算动手 如果你们够快 时间 完全来得及 我也可以告诉你 夏军的草药 白草原上 基本都有 但 你别想乱七八糟 给他吃药 只会弄巧成拙 你不用担心 找药费时间 只要你顺利办成回来 夏军 我立即给你 你的孩子 无会有事 南宫领盯着云书 他不是想耍赖 而是 一个月的时间 他怕来不及 所以想要先得到夏军 但是这么多年 南宫领也很了解云书 他已经这么说了 那就是没得商量 哪怕抓了他 他也不会交出夏军 我现在就去找纪乌旧 但如果一个月之内 我没回来 你去把夏军 送给叶木戏 否则 这笔账 我跟你算 南宫领盯着云书 语气冷烈 说完这句 转身就走 云书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气得不轻 臭小子 为了一个女人 竟敢威胁我 要不是看在这孩子 是你的血脉的份上 你当我舍得你们 这么造的百宝剑 这可是最后的 我还指望以后 那只混账玩意儿 后半夜 南宫领和纪乌旧 一起离开京城 茶几上铺开一张 清晰的鱼图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说着计划 这二人 都是智谋超群之人 旁边的两个护法 已经听蒙了 指点江山 天下大局 不过是在二人的指尖 最终谈妥了 纪乌旧心情甚好 半靠在软榻上 拿起酒壶 直接往嘴里倒 一派邪魅潇洒 南宫领扫了他一眼 说道 如果一月之内完不成 你不配跟我齐命 你 纪乌旧差点被酒呛死了 你 你发什么疯 我复活 你这么积极干什么 还计较我 本尊还需要跟你齐名 本尊不屑 南宫领英挺的眉风轻条 哦 也是 毕竟我文明天下的时候 你还是个连练功都会走火入魔的娃娃 要你跟我齐名 也算是欺负你年幼了 你 你 季乌旧冷哼一声 莫名其妙就让人怼了 这两口子 还真不愧是一家人 就怼他 南宫里没有说话 眸光忧深 他答应的条件 就是帮季吴旧复复国 季吴旧准备多年 其实也不需要他做什么 但如果他阻止 季吴旧就麻烦了 朝廷早知道圣火教的难缠 每次圣火教有什么事 都是派南宫里去解决 他要做的 就是镇压既无旧失利 名押暗邦 马车里 一时之间变得格外安静 只剩下打打的马蹄声 过了很久 天下成平多年 越华国的百姓 早已融入大前 你富国所得的百姓 也不欣向你 要之何用 南宫里冷不定问道 季吴旧提起酒壶 零零声入喉 呛得火辣 没有 天下之大 无处为家 越华的百姓 可以变成大前的百姓 但是越华的王族 只能是越华的王 或者死 圣火教呢 南宫里 狭谋微眯 圣火教在他的 复国计划中被牺牲了 护国大派 一夕变成反贼 国仇家恨 此生难忘 既无旧半靠在车壁上 那双鞋色的桃花眼微冷 纵然我负天下人 不叫天下人负我 但这世上其实还有些人 他不怨赴 比如眼前这个 又比如 他 至于其他人 牺牲就牺牲了 有本事来取他的人头 成王败寇 他死了 也不会觉得自己死的冤枉 倒是你 当初可是对大前忠心耿耿 不惜卖了我 怎么 现在又不站在大前这边 我就知道 你不是那种死忠之人 朝廷和美人之间 果断就选了后者 还真是见色忘有意 纪无旧嘲笑 南宫领轻描淡写 没有选择 只有美人 他的心里 从来就没有大前王朝 更何谈选择 纵容纪无旧复国 也不算与他背道而驰 深夜 静安世子府 小姐 三神医说 五毒香应该是三日之内喂下 不然早该发现不对劲 奴婢把三日之内 所有接触过 爱因小姐的人 全部查了一遍 红颜姐姐也通过 她的情报网排查后 得出结论 最可疑的 就是叶希薇 晚秋禀报 叶沐熙带眉一条 是她 是 这三日里 她到过君家两次 拜见郡主 但是郡主称病不见 最可疑的是 她还称肚子疼 出宫 如果她诚心下毒 借此机会 倒是能下手 晚秋说道 叶沐熙凤眸微眯 除了这个 有沐熙证人吗 这倒是没有 晚秋说道 叶沐熙沉思了片刻 没有证据 也不能直接审问 让红颜的人盯着 再去查查 君府其他丫鬟 看看有没有可疑之人 是 晚秋领命 叶沐熙问道 蓝若仙呢 她没接触过安仪 叶沐熙心底 最怀疑的就是她 她没去过君家 自从上次 假自信受伤后 她就一直没出门 在府里养伤 晚秋说道 竟然这么低调 不太像她 难道这次五毒香之事 真的和她无关 继续盯着她 叶沐薇 蓝若仙 还有二房的人 南宫廷也不想我怀孕 还有更多 隐藏的敌人 一个都不能送谢 叶沐熙说道 眉目冷漠 君安仪那边的人 再查一遍 叶熙微暴露得太明显了 不像她一贯 谨慎小心的作风 是 东辰国 屈灵沙重伤 卧病在床 要不是她拼死相抗 陈王也没那么顺利 逃出京城 如今 东辰国有三大势力 一是陈王自己的势力 包括令太师等人 在内的文武官员 二是以昌荣王为首的 昌荣州势力 三是神殿 英王率兵平叛 两军交战 死伤无数 黄斧尘对 屈灵沙的仗义元首 很感动 每过几日都要来探视 加封她为东臣圣女 以国师之礼对待 极尽荣宠 皇上驾到 黄斧尘静止走到 屈灵沙床边 她没有起身行礼 二人之间 也无需这么客套 姑明日 就要御驾亲征 你才在府中好好休息 等姑归来 黄斧尘看着她说道 屈灵沙柳眉微皱 皇上 你才刚刚占据东辰 就离开国都 万一你在战场上 有个好歹 东臣岂不是义主 还是请昌蓉王出战吧 昌蓉王自然是 跟姑一同出战 不过 姑不能把边疆 交付在她手中 黄斧尘沉声说道 屈灵沙微微一愣 随即点点头 皇上所言甚是 但是 你御驾亲征 也太危险了 可惜我受伤 不然 你已经为姑受伤 就在这好好休息 而且 你在国都 姑放心 国都 尽付交付于你 朝中大事 还有宫中 都请你召看 黄斧尘看着她 目光清澈 屈灵沙也看着她 四目相对 一切尽在不言中 好 你尽管放心走 有我在 国都不会乱 东尘 只会是你一个人的东尘 屈灵沙轻声说道 在这里 她不信昌蓉王 不信自己的文武大臣 甚至不信她的母后 她只信屈灵沙 临走之际 一切尽数托付 画家的野心 古早之后 桃妖会有危险 但我 只有一个皇后 不会飞 黄斧尘神色间 有些不放心 画家想要一个 皇后的位置 但黄斧尘 要记桃妖 做自己的期 嗯 我明白 我在 她不会有事 屈灵沙眼中 闪过一丝伤感 但语气却笃定 黄斧尘信她 笑了一下 难得如此温柔 二人又继续说起 国家大事 东尘出力 外有英王 内有乱民 若是一直僵持 搏灭 也不过旦夕间 需要准备的太多 不知不觉 一个下午就过去了 暮色似合 黄斧尘这才回宫 屈灵沙目送着 她的身影消失 清丽的脸上 闪过一次叹息般的怅然 青鸾 你立即入宫 保护记桃妖 提防画家和太后 对她下手 屈灵沙吩咐道 青鸾委屈说道 殿下 您不亲自杀她 已经是仁慈了 还要保护她 凭什么呀 让太后弄死她正好 要不是她 你也不至于跟着 陈王逃到这里 还是大前王朝 高高在上的圣女 须名有什么意义 屈灵沙 微微摇头 她不能有事 清鸾不解 当初我们 我们不是还行自她 怎么今日烦要保她 殿下 你可别被皇上 几句话就哄骗了 以前杀她 是为了保护皇上 如今在东晨 她的存在 已经不会对皇上 造成伤害 至于她背后的 纪无旧 皇上信她 已经弃暗投明 那便看着吧 屈灵沙淡淡说道 纪桃妖是她 一路走来的信念 如果她死了 她又变成五年前 那样的行尸走肉 我不想看见 她要杀纪桃妖 是为了她 如今护她 还是为了她 可是太后娘娘说 想让皇后 娶你为后 杀了几桃妖 才能让出位置 清卵忍不住说道 屈灵沙脸色冰冷 没有她的心 要她的人有什么用 太后想问 华宝鱼铺路 拉上我 这些把戏别玩了 我不想和皇上作对 更不喜欢 别人和她作对 还请太后收敛一些 太后以为 她当初杀纪桃妖 是嫉妒吗 从来都不是 这世上 真正看透了她的人 大概 也只有叶母西 下一次再见叶母西 就不再是阴谋诡计 而是真刀真枪的较量 棋缝对手的敌人 与军对谈的黄昏 替你守国的信任 无关对错 快宜恩仇 足矣 天楚郡 南宫玉霄看着手中的信间 柳梅皱成疙瘩 怎么了 楚郡王扬眉问道 南宫玉霄奇怪说道 这是京城上个月传来的信 嫂嫂在仙皇山差点出事了 还有百草园 奇怪了 从我这里走漏消息 不可能啊 百草园的事我谁都没说 总不可能是半夜说梦话吧 什么百草园 楚郡王敏锐地意识到了不对劲 南宫玉霄将信间递给他 一脸纳闷 你看 让我查一查身边的奸细 但是 我没跟别人提过百草园 难道我自己自言自语的时候 也没有吧 我有吗 楚郡王看着信 了解了来龙去脉 认真的 你确定没提过百草园 这事儿有点不对劲 我 南宫玉霄顿时有些迷糊了 我也不太记得 都过去那么久了 哪知道自己有没有偶尔随口一说 但我感觉应该没有 不要感觉 要肯定 你仔细回忆一遍 楚郡王聪明 抓住了关键 南宫玉霄给了自己一掌 懊恼说道 我这脑子 关键时刻记性就不好 让我好好想想 楚郡王不有好笑 还真是个小迷糊 不急 你慢慢想 我去把你身边的随凑 都试一遍 若是身边人意外听到 也不外乎那几个人 楚郡王笑道 京城 世子府 小姐 独公子派了一个独奴过来 冲有要事面见您 晚秋说道 夜幕膝带眉轻条 独公子比他想象中 反应得快多了 还以为对方会一直躲藏 等风波平息后再出来 没想到 他竟然派人过来了 请他进来 夜幕膝说道 一个看起来很瘦弱的中年人 走了进来 脸色不自然的苍白 行礼说道 世子妃传出去的消息 公子已经知道 公子特意派老奴相告 五毒香和他无关 他只卖药 并没有下毒 那买药的人是谁 夜幕膝又问道 那老奴说道 公子也不知道 不过 五毒香很难炼制 对方为了买五毒香 出了金银珠宝 送了一份 我们公子正需要的草药 作为礼物 说着 那老奴就将一个盒子 呈给夜幕膝 说道 这是公子让老奴拿来 请世子妃一关 还请世子妃看完 归还 夜小白警惕地拿起盒子 打开看了一眼 确定没什么机关 又递给旁边的商鹿验毒 商鹿看着盒子里 静静躺着的一朵花朵 一眼就认出来了 诧异说道 酒瓣薰命蓝 那是什么 夜幕膝问道 商鹿仔细检查了一下 这花朵无毒 方才呈到夜幕膝的面前 说道 世子妃 这是一种绝世奇珍 此花是蓝花 花生酒瓣 一珠酒朵 名为酒瓣续命蓝 它只有一个用处 给患有废疾的人续命 病情严重者 用此花入药 可言寿 寻常人用之无效 当今天下 只有一人 有这种花 谁 叶西威 商鹿说道 叶木熙看着那盒子里的 酒瓣续命蓝 又望向商鹿 除了他 别人都没有 这 商鹿迟疑了一下 还是说道 其实他的酒瓣续命蓝 还是世子所得 十年前 北边盗匪猖獗 公然掳走 突经此地的朝廷命官 及家眷 世子奉命救人 因而和叶西威结识 那时叶西威的废疾 已经是绝症 他们此去北地 便是为了寻酒瓣续命蓝 那酒瓣续命蓝 仅此一株 生在寒山悬崖之巅 叶家的人 不自量力 妄图攀风 多被冻死 那时候 南宫领还没有做官 他是靖安军的少帅 声明确起 天下虽一统 但诸国余孽未清 匪患成灾 南宫领带着他的少军 搅过匪 救过人 也杀过贪官返臣 叶家的人 判不上寒山之巅 只能无奈放弃 但叶西威却犯了傻 只身爬寒山 希望自己的诚心 能够感动上仓 让他得到续命的机会 自然 没有什么奇迹 他一个先弱幼女 不过攀了树掌 便从悬崖上坠落 叶西威以为自己死定了 但睁开眼 却发现自己 被那银发少年接住了 耳边寒风呼啸 他们一同落地 这是这辈子 他离他最近的时候 你找死 少年眸光冷傲 那时候的叶西威 不过七八岁 言语也是幼稚天真 也许神仙看见我的成心 被我感动 能让九瓣续命兰 从寒山掉下来 这世上没有神仙 你就是摔子 九瓣续命兰 也不会掉下来 南宫领看着他 语气冷冽 叶西威被他的表情吓到 泪汪汪的没敢哭出来 那我也要想办法爬上去 要不就死在这里 也免得苟延残喘 白费家里的银子 南宫领足间一点 攀上了悬崖 他被寒气所伤 脸上都结了一层冰 好在不像普通人中寒毒 足以攀上巅峰 取下了九瓣续命兰 从那以后 叶西威再也不信神仙 他只信自己 终有一天 会走到他的面前 商路和冷寻 都是从小跟着南宫岭的侍卫 那时也在寒山 这是天底下 唯一一株酒瓣续命兰 也就我们世子百毒不侵 寒毒无用 这才得以取下 商路说道 脸色不太好 叶西威也太过分了 他的命还是世子救的 怎么能恩将仇报 难怪他和南宫家 走得这么近 原来还有这么一段渊源 也难怪他对世子情根深重 有几个女子 能够抵抗那个祸胎 但喜欢他是一回事 因为自己的喜欢 就谋害他的妻儿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毒公子这么容易 就把酒瓣续命兰交出来 有什么阴谋 据我所知 你们江湖中人很讲道义 不会轻易出卖卖主 叶沐西胡怡看向那个毒奴 那毒奴说道 公子说不想和世子妃为敌 他只是个卖药的 无意掺和此事 就好比有人下皮霜 也不能怪药铺卖皮霜 所以诚心告知世子妃 还请世子妃愿有头债有主 不要牵连他 古怪 这个毒公子 明明拥有这么恐怖的毒术 他不该这么容易服软 这里面暗藏什么玄机 但这酒瓣续命兰 却是千真万确 如今 证据已经指向叶西威 叶沐西凭着酒瓣续命兰 就可以光明正大把他抓了 先审再说 只要你们说的是实话 我自然不会为难 叶沐西说道 不过这酒瓣续命兰 我还作为证据去抓人 先放在我这儿 等案子结了 再还给你 那毒奴迟疑了一下 但也知道 自己没办法抢抢回来 只得说道 老奴回去 禀报公子 那毒奴走了 叶沐西看着盒子里的 酒瓣续命兰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晚秋 还查的结果出来了吗 兰若仙当真没有去过军府 没有接触过安仪 叶沐西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晚秋服身 奴婢已经查过几遍 确定兰若仙没有去过军家 也没有见过军小小姐 世子妃 如今物证确凿 就是叶西威干的 您还怀疑什么 上路疑惑道 叶沐西十指倾扣 叶西威如此不加掩饰 毫不考虑后果 太不正常 她肯定想不到 毒公子竟然会把 酒瓣徐明兰交出来 这才大意了 要是没有这朵兰花 又哪有证据 能够证明是她所为 即便世子妃怀疑 也不能拿她怎么样 上路说道 叶沐西嗡了一声 嗯 你说得对 不管如何 酒瓣徐明兰出现在这儿 是该把她抓了 好好审问 来人 去叶府 毒弩把叶沐西的意思转达了 请罪道 老奴无能 没能把酒瓣徐明兰 拿回来 无妨 她用完了 自然会还给我 带着斗笠的年轻人 没有生气 语气平淡 那毒奴不解道 公子 我等只需前夫便可 何须向她低头 还交出了 如此珍贵的徐明兰 公子如此 更是坏了江湖道义 怕是传出去 名声不好 本公子的名声 什么时候好过 坏了道义又如何 只要我的手上 有他们要的东西 就不怕没人跟我做交易 反倒是万一 惹得南宫林动手 你们一个都活不了 更有可能 暴露我的身份 那年轻人顿了顿 语气轻松了一些 好在东南不太平静 朝廷把她派出去了 这几日 东南之地已经陆续传来 圣火教造反的消息 朝廷当即派兵镇压 南宫林便是主帅 至于这拿着 九半须命兰来的人 到底是不是叶细威 那就和她无关了 她只负责卖药 叶细威被抓进了肾行司 长公主殿下亲自审问 一时激起千层浪 叶细威可是皇帝面前的大红人 竟然被抓了 众人都觉得不敢置信 直到消息传出来 叶细威极有可能 就是谋害世子妃之人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这一次连皇帝都没有 袒护叶细威 严令没听长公主 查个水落石出 若是叶细威指使 绝不轻饶 我说过 不是我 叶细威看着面前的人 脸色有些不自然 没想到 不过短短几天 自己就成了阶下囚 还是被叶沐细亲自抓进来的 那酒瓣续命栏 又是怎么回事 我们已经去你们家检查过了 你的那株酒瓣续命栏 只剩下两朵 没听长公主冷声道 下毒之人 害得叶沐细胎儿难保 也害得君安仪差点死了 没听长公主 对此人深恶痛绝 就在前几日 叶府走水 我的庭院也受到牵连 当时睡梦中惊醒 先逃了出来 再进去救酒瓣续命栏的时候 就发现少了一朵 还以为是碰落了 被火烧了 叶细威脸色苍白 勉强说道 叶沐细只是静静坐在一边 叶细威的表情 还真看不出真伪 你的意思是 有人故意偷走一朵酒瓣续命栏 就是为了现在嫁祸你 借口倒是编得有理有据 谁知道叶府走水 是不是你故步一阵 然后再来个贼喊捉贼 没听长公主盯着叶细威 脸色严厉 还想巧言吝啬脱罪 你有何证据 证明不是你买的五毒箱 叶细威柳眉微皱 看起来似乎是被冤屈了 楚楚可怜说道 可是 我如果真的要买五毒箱 真的想下毒 又何必用酒瓣续命栏 暴露自己 这不是自己找死吗 这 没听长公主看向叶木熙 叶细威说得有道理 她拿不定主意了 叶木熙云淡风轻看着她 说道 不错 你说的正是寻常人的逻辑 按照这个逻辑 谁都认为凶手不会如此大意 留下这么关键的物证 你就偏偏反其道行之 正好成为一个矛盾的疑点 让我们觉得 你不是凶手 而是别人栽赃 如此缜密的布局 倒是颇下你的手段 叶细威 你这个狡诈的家伙 没听长公主气得不轻 你现在还在说鬼话 还不从事招来 叶细威看着叶木熙 连咳了好几声 我说的是实话 真不是我 你推断的没错 我确实可能会这么做 但我没有 还想狡辩 最近几日 就只有你去过军府 还中途借口出宫 去了后院 你就是趁机对安仪下毒 你怎么如此涉险心肠 梅庭长公主猛地一拍桌子 哼 你别以为你是陛下面前的红人 我就不敢对你动刑 本宫劝你还是老实点 赶紧招了 叶细威咬紧牙关不认 真不是我 来人 把他拖下去 打二十大板 没听长公主扔下一道手令 没有证据 不能对嫌疑人动刑 但如今物证已经有了 叶细威也完全有作案时间 也有作案动机 缺的只是事情完整的始末 倒是可以用刑 你 你滥用私刑 叶细威气得脸色惨白 一口气没提上来 晕了过去 没听长公主不为所动 晕了就把她打醒 拖下去 是 两个女士拖着昏迷的叶细威 下去行刑 不一会儿 就传来女子的哭喊声 要不是有沐溪在 我还真要被她三言两语糊弄了 没听长公主愚怒未消 叶沐溪神色平静 她说的也有可能是真话 不过 单单只凭那几句话 想洗刷嫌疑 不可能 不知为何 没有证据和兰若仙有关 但叶沐溪又想到了她 如果 这是兰若仙布局 她先弄了个简单的栽赃嫁货 看起来 确实也很像嫁货 毕竟 酒瓣续命兰太明显了 但反过来说 故意暴露自己 伪装成被嫁货 是叶细威的拿手好戏 这里面 其实也藏着真相 如果叶细威被嫁货 只是为了撇清嫌疑 那必须有一个替罪羊才对 没有替罪羊 她这被嫁货 不就是自己坑自己吗 接下来 如果叶细威能够证明 取走酒瓣续命兰的人 是别人 那她极有可能就是真凶 但若是 她无法自证清白 反而可能不是凶手 叶沐溪也不是神仙 这两个女人 没一个省油的灯 谁知道自己猜的 又会不会是 对方早就算计好的 想靠逻辑去推断 对她们两个不适用 唯有证据 只有发现新的证据才行 在没有找到兰若仙 曾经接触过君安仪的证据之前 叶沐溪只能先处理叶细威 不一会儿 被打得鲜血淋漓的叶细威 就被拖了上来 她身子本就虚弱 二十大板几乎要了她的命 奄奄一息 虚弱说道 你们驱打成招 我宁死不屈 你还嘴硬 没听长公主眼神冷酷 怒火难控 叶沐溪起身说道 长公主殿下 这里便交托给你了 我先回府休息 好 你现在是有身孕的人 是该好好养胎 不一箭血气 这里就交给我 有了进展 我会通知你 没听长公主看着她 脸色倒是和善 叶沐溪没再多看叶细威一眼 走出了慎行寺 一连三日 叶细威被逼着不能睡觉 不断被审讯 无法对她用刑 她的身体太虚弱 一不小心就真的死了 这种不让人睡觉的法子 倒是非常容易摧残人的意志 便是对那些十恶不赦的凶徒 都很有用 但没想到 叶细威的意志坚定 还是没招 不过也是 像叶细威这样的 活一天算一天的女人 都是狠茬子 君父 君安仪渐渐恢复了正常 如今她只是个婴儿 神智到底受损到了哪个程度 要等几年才知道 叶细威几乎是寸步不离地守着她 以泪洗面 直到叶细威被抓 叶细威这才稍稍振奋了一些 逞兄报仇重要 但他们一家也要过得更好 省案的事 慎刑司那边在办 她也插不上手 君墨尘除了公务 就在书房翻阅书籍 以期能找到 关于五毒箱更多的记载 叶细威心底难过 想想君墨尘 其实也很难过 不该只顾着自己难过 就连这个家都不顾了 他们都不会放弃的 不管安仪变成什么样 都一定要治好她 叶细威收拾好了情绪 让丫鬟护卫都更仔细地照顾君安仪 便去了书房 君墨尘服案翻书 连她进来的脚步声都没注意 看得入神 叶细威也没打扰 走到一边的书架前 拿起茶叶罐 准备给她泡茶 书架的格子上 搁着大大小小的茶叶罐 有一些是君墨尘喜欢喝的 还有几个用极品暖浴盒子装的 都是真品 用来代客 能让君墨尘在书房见面的客人 都是非常亲密的朋友 但此时 叶千瑶看着这一排的茶叶 却觉得有点不对 最靠里面的极品暖浴盒 位置稍稍偏移了一些 每个暖浴盒只有酒杯大小 但里面装的 都是用钱买不到的顶尖茶叶 比如这个位置不对的暖浴盒 叶千瑶记忆很好 这一盒里装的茶叶是雪翠寒烟 极其稀少 每年也就能弄来这么一小盒 平日里君墨尘都舍不得喝 只有兰若仙来了才会泡此茶 因此茶是他最喜欢的 一盒也就能泡个十次 所以他等闲不会轻易动用 叶千瑶有些奇怪 拿起暖浴盒轻巧打开 只见里面的茶叶少了些许 原本足够泡十次的 只够七八次的份了 奇怪 他从没有一个人喝过雪翠寒烟 除非是招待兰若仙 而且君墨尘 本就不太喜欢这种茶叶 自从兰若仙自杀未遂后 就一直没出过门 又怎么可能来到自己家的书房喝茶呢 叶千瑶感觉到了不对劲 很不对劲 如果不是叶千瑶和君墨尘在一起后 对他的生活起居 照顾得体贴入微 熟知他的习惯 压根不会从茶叶这细微的细节 发现不对劲 但此时他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叶千瑶本就是个聪慧的女子 只是一直被叶木熙挡住了光辉 有叶木熙在 什么问题都被解决了 轮不到他动手 但此时他开始觉得不对了 没有人比一个女主人 对这个家更熟悉 哪怕只是角落里少了些许的茶叶 他也能一眼看出差别 难道兰若仙曾经来过这里 可是他竟然不知道 君墨尘瞒着他 出事后 嫡姐再三派人过来调查 兰若仙是否来过君府 就在昨天 又派晚秋来了一趟 而现在 也许 他来过 和五毒香有关吗 叶千瑶感觉浑身一阵冰凉 手中的暖玉盒一个不稳 哐当摔在地上 好在这是极品应语 并未摔碎 盒子扣紧了 里面的茶叶也未洒出来 君墨尘被这动静惊醒了 抬头一看 走了过来 捡起暖玉盒说道 你怎么来了 最近好好休息 别泡茶伤神 兰若仙是不是来过君家 叶千瑶看着他 直接问道 君墨尘一愣 青瑶 你怎么突然说这个 雪翠寒烟变少了 你一向对他珍视 自我嫁入君府一年有余 从未见你自己喝过此茶 唯独只有 兰若先来的时候 你才会以他款待 叶千瑶看着君墨尘 死死咬唇 难道你还要骗我 君墨尘看着手中的玉盒 打开 里面的茶叶只是少了些许 寻常人压根不会注意 但他一眼就看出了差别 我不是故意骗你 仙儿确实来过两次 但都是临时有了线索 急着来找我商量 我也不瞒你 自从上次世子妃 在仙皇山出事后 我们一直都在调查那个 给姚芳怡透露消息的 黑衣女子是谁 你别误会 我可不是和她私会 不止她 还要难恭喜 我们三人一起调查 君墨尘倒是没有否认 坦荡荡说道 她 还有难恭喜 都来过我们君家 叶青阳没想到 她真的来过 君墨尘点点头 世子怀疑 仙儿是凶手 对她成见很深 我知道 你对她的成见也很深 她不想惹麻烦 就一直闭门不出 她和难恭喜来我这里 都是秘密过来的 由我打掩护 故而君府 无人得知 也不是故意瞒你 只是 怕你不高兴 也怕惹出风波 但我们三人确实都是 清清白白的调查案子 不是你想的那样 君墨尘还以为 叶青阳如此激动 是因为怀疑她和蓝若仙偷情 连忙解释 叶青阳自然相信 叶母系的判断 早认定那个黑衣女子就是蓝若仙 她跟着你们一起调查 能查出凶手 那才有鬼了 我只有一个问题 她有一次来 是不是在安依中毒的前三日 叶青阳盯着她 极其认真 你要是骗我 你就不配搭安依的爹 你告诉我实话 君墨尘没风一尘 青阳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怀疑她 仙儿不是这种人 她就是这种人 你告诉我是不是 她是不是在安依出事的前三日 来过君府 你说话 叶青阳又急又怒 君墨尘脸色也变了 青阳 你冷静一点 凶手是叶西威 慎行司已经把她抓了 证据确凿 你不要凭空一段 拉无辜的人下水 叶青阳心底一片冰凉 她没有否认 那就是说 在安依出事的前三日 兰若仙确实来过君府 她有嫌疑 我不会凭空猜测 我去告诉嫡姐 这么重要的线索 你竟然一直没告诉我 叶青阳快被她气死了 你别冲动 君墨尘一把钻住叶青阳的手腕 看着她说道 世子妃本来就对她有成见 你告诉世子妃 本来跟仙儿无关的事 也要变成有关了 叶青阳看着她怒道 本来她就有嫌疑 她来过君府 就是嫌疑 渗刑司已经证据确凿 就是叶西威干的 仙儿只是碰巧来过君府 这件事跟她无关 她不是那种人 她绝对不会对安依下手 君墨尘看着叶青阳 认真说道 青阳 你相信我 我和仙儿从小一起长大 她是什么人 我最清楚 叶青阳看着她 心底一片冰冷 你是什么意思 让我不要告诉嫡姐 懒若仙曾经来过君府 如果你现在告诉世子妃这件事 世子和世子妃 对仙儿的误会会更深 君墨尘攥住她的手 温声说道 我跟你一样 绝对不会放过 谋害安依的人 我想你保证 绝对不是仙儿 叶青阳失望极了 排查进过君府的嫌疑人 这么大的事 君墨尘不是不知道 但是她一直都没有暴露 蓝若仙的存在 直到现在被她发现 还要为蓝若仙打掩护 叶青阳知道 她很爱安依 安依出世后 她也恨不得杀了凶手 可是 她太信蓝若仙了 在她心目中 蓝若仙绝对不可能是凶手 她信任蓝若仙 就像她信任南宫领一样 毫无保留的 绝对的拥护 除非她亲眼看见 蓝若仙对安依下毒手 否则她绝对不会相信 这种信任 叶青阳也有 她对叶木曦就是如此 绝对的信任 那是一种 哪怕旁人都认为 她是凶手 但除非亲眼所见 除非她亲口承认 否则绝对不会怀疑的信任 这种信任很少 可一旦信了 就不会动摇 叶青阳早知道 他们感情深厚 她也安心地待在一旁 不争不抢 可是 现在伤到了安依 蓝若仙可能是凶手 她没法再容忍 现在确实没有任何证据 证明就是蓝若仙下毒 可是 她出现在军府 就有嫌疑 不可能 我一定会告诉迪姐 我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害安依的人 叶青阳看着她 斩钉接铁说道 君墨尘皱眉 看着她的眼神复杂 我也不会放过 伤害安依的人 但你不要牵连无辜 凶手已经被抓了 你非要多心而下水 青阳 你不是这样的人 在你心中 我现在已经是这样的人 一个因为嫉妒 因为私怨 就将无辜的蓝若仙 脱下水的人 你大可以这么想 你一心保护她 信任她 有朝一日 等到真相水落石出 如果真的是她下毒 害了安依 你有何脸面 面对你的女儿 叶青阳一把甩开她的手 心一阵颤痛 眼眶通红 君墨尘叹了口气 你说的不可能存在 你别生气 我没有怎么想你 我知道 你是太关心安依 关心则乱 沈行司 已经抓到凶手 我不想这一场 已经平息的风波 把仙儿绞进去 可我怀疑她 我不觉得她无关 沈行司抓了一个凶手 我不否认 叶细威不是凶手 但蓝若仙 就是有嫌疑 叶青阳说道 看着君墨尘 一如既往 清风济月的脸 叶青阳没再争辩了 他想通了 他们本就立场不一致 一个低方蓝若仙 一个深信不疑 又怎么可能说服对方 继续争辩下去 没有意义 我一定会告诉狄姐 不管你说什么 叶青阳一字一句 无比坚定 君墨尘眉宇间有些疲惫 非得如此 非说不可 那行 你随意 君墨尘似乎是 被她的态度伤到了 眼神中多了一丝失望 没再多说 转身走了出去 一袭白衣 渐渐消失在了她的视线 叶青阳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心也一层层凉了下去 她失望的眼神 无奈的表情 疲惫的情绪 足以把她打垮了 她是谦谦君子 向来不会轻易动怒 这般已经是 觉得厌恶她了吗 因为破坏了她保护的蓝若仙 所以被她不喜了吧 可是 就是被她不喜 她也不能容忍 蓝若仙利用君墨尘的信任 对付安宜 对付嫡姐 如果蓝若仙真的无辜 我可以向她道歉 但是 我没办法不怀疑她 你就当我急恨她好了 叶青阳正正看着门口 她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了 叶青阳深吸了一口气 走到暗桌后坐下 提笔写了一封书信 将此事叙述了一遍 封号 走出书房 魏霍在长廊外守着 叶青阳把信递给她 说道 魏霍 帮我把这封信交给嫡姐 现在 立即 很急 好 魏霍接过信封 她是武功高手 听力远胜常人 已经知道 他们在书房争吵的一切 你 还好吧 叶青阳敏纯 我没事 你去送信吧 叶青阳慢慢回到房间 小安姨在摇篮里睡得安稳 她看着这里的一切 一砖一瓦 都是那么的熟悉 这是他们的家 她以前以为 她已经选择了和她成亲 他们有了孩子 他们是一家人 以后可以安安稳稳地过下去 她不求她有多么喜欢她 但愿举暗齐眉 长伴之白手 哪怕她心头 永远都有一束明月光 那也无妨 可是如今她才知道 这也是一种奢望 从她把蓝若仙当成敌人 而君墨臣自始至终 都信任蓝若仙开始 他们已经背道而驰了 压根没办法举暗齐眉 就比如这一次 只要他们还是背道而驰 今天的事情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现在她在她心目中 形象还算是勉强 再这么继续下去 只会面目全非 连一丝美好都留不住 叶青瑶默默地收拾着行李 她是真的爱她呀 明知道她喜欢的是蓝若仙 也只求个长半左右 可是 安宜的安危 比她的喜欢重要 蓝若仙对付嫡姐 自己和安宜 都是她能轻易陷害的棋子 因为君墨臣的信任 她不能怪她的信任 只能自己默默离开 不再给蓝若仙可乘之机 正好 就在面目全非之前 自己留在她心中的印象 也不至于令她深恶痛绝 夜深 叶青瑶抱着安宜 坐着马车 搭搭出了城门 你去哪儿 魏祸追了上来 拦在她的马车前 把我只赶去送信 自己趁机就跑 叶青瑶没想到 她竟然追上来了 你 你怎么找来的 废话 你一个毫无江湖经验的弱女子 我随便打探一下 就知道你的去向 就你这样 还想跑 跑不了两天 就被逮回去了 魏祸哼了一声 看着她又是好笑又是生气 外面有多危险 你知道吗 还带着小家伙 这要是遇上一个劫匪 你们就全军覆没了 叶青瑶 叶青瑶扑施一笑 可不是 现在遇上了一个劫匪 确实是覆没了 魏祸就是根正苗红的劫匪 我跟你们一起走 魏祸扬了扬眉峰 在她旁边坐下 你去马车里 我来驾车 可是 我不想耽搁你 你也老大不小了 该成家立业 跟着我 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怎么成亲 你去找我嫡姐 让她给你某个好差事 日后富贵一世 也算是 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 叶青瑶诚恳说道 魏祸见没一条 你说的 像是一个好差事 就能打破我 当然不是 你对我的好 什么都不能报答 我永远铭记在心 叶青瑶连忙说道 魏祸嗤笑一声 拿起她手中的马鞭 知道就好 我一心纵横江湖 无心官场俗悟 你要浪迹天涯 我跟你一起正好 那个笼子一样的京城 本就不是我喜欢的 那你还待了那么久 叶青瑶怀疑地看着她 魏祸一夜 扬起马鞭 走了 想去哪 我想 去西墨吧 那里不是大钱的地盘 而且 大漠广袤无银 谁也找不到我们 叶青瑶说道 因为 那个地方 有她和君墨臣 最美好的回忆 他们在那里重逢 在那里相濡以沫 在那里有了小安宜 好啊 就去西墨 尘土飞扬 意其绝尘 叶木熙拆开信封 信上说了 兰若仙曾经去过君府 最末尾 她走了 你姐不要找我 我想和安宜 安静地过几年 他日 必有再见之时 这丫头 如此鲁莽 不知道刚才为何返回 会不会碰上她 小白 你立即率兵去追 叶木熙担心说道 叶小白领命退下 叶木熙的视线 再次落在信尖上 兰若仙 还真去过君府 安宜的毒 有可能是她下的 但是 没有证据 人证 物证 仅仅只是怀疑 还不够 相比起兰若仙 叶细微已经是 罪证确凿 叶木熙觉得脑子 有点乱 但她沉心静气 没有慌 吩咐道 晚秋 再去把君府里的 奴婢护卫审查一遍 还有小安宜的房间 再查一遍 蛛丝马迹也不要遗漏 是 一夜过去了 叶小白回来复命 没有追到叶青瑶 一起消失的 还有未祸 叶木熙心底稍安 有未祸跟她一起 那还好 她一直都很看好 君墨尘和叶青瑶 但叶青瑶的选择 叶木熙也不觉得有错 带着暗衣线避开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和兰若仙的明正暗斗里 他们母女 太容易变成牺牲品了 如果君墨尘心底 真的有青瑶 自然会去把她追回来 若是没有 也是勉强不来 感情的事 外人插不了手 不过这仇 我一定会报的 青瑶 你就安心走吧 叶木熙自语 眸光冰冷 明化拿着一封信 和一个盒子走了进来 小姐 这是天楚郡那边寄来的包裹 还有一封信 叶木熙拆开 信是南宫玉消写的 盒子里装的是 她在天楚郡找到的草药 叶木熙此时已经有了白草原 一株草药已经无关大局 但是她的心意 叶木熙心底暖暖的 信上南宫玉消说明 她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白草原 楚郡王把她身边的随从 也都查了一遍 没人知道白草原的事 看来我的判断没错 消息不是从玉消那边走漏的 叶木熙随手合上信职 明化说道 把这消息告诉君公子 她会不会也怀疑蓝若贤 不会 那种信任 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改变的 否则 青瑶也不会走了 她看清了 她和君墨尘之间 无法调和的矛盾 若不想闹得两败俱伤 只能避开 这个傻丫头啊 叶木熙叹了口气 眼神渐渐变得冰冷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继续查 先机郡主府 君大哥 你就别自责了 嫂子怀疑我 也是正常的 兰若先笑容款款 你还是回去好好安慰嫂子吧 不要因为我 让你们之间有了间隙 我倒是无所谓 深正不怕影子邪 君墨尘听她这么说 更不好受了 谢儿 青瑶她没有恶意 她只是太担心安依 我当然知道 你不会这么做的 我明白 我不会怪嫂子的 小安依被人下毒 我也很生气 更何况嫂子呢 兰若先浅浅一笑 端得是雍容大度 善良体贴 君墨尘点点头 只是又把你牵连了 还不知道 世子会怎么想 放心吧 世子妃虽然对你有成见 但她是个正直的人 不会诬陷你 一定会查明真相 喜吐你的嫌疑 我也相信 表嫂的为人 她只是对我 有一些误会罢了 不会栽赃我的 我不怕 兰若先敏春 君墨尘这才离开 兰若先亲自送她出门 再回来 却发现房间里 多了一个人 你怎么又来了 慕北凌挑了挑眉 鹰笋般锋利的眼眸里 透着一丝玩味之色 你的眼界还真是炉火春青 连本寒看了都叹为观止 真不愧是大前第一美人 善良温柔端庄贤淑的仙姬郡主 所谓的百年第一文人 脑子都被你吃了吗 他哪有那么好骗 不过是我认识他早 占了这个便宜 当年的君墨尘 在君家备受排挤 只有我和表哥对他好 你不知道 一个人在被全天下 抛弃的时候 别人就是对他好一点点 他都会铭记在心 刻在心底最深处 比如君一离 更何况我和他之间的情谊 比他们兄妹深厚多了 兰若仙轻描淡写说道 对人心的把握 他是高手 要是真的怀疑 怎么可能看不到破绽 但足够信任 就是破绽 也会被当成误会 兰若仙柳眉轻条 慕北凌责了一声 但你现在 破绽越来越多 谎话都要圆不回来了 要不是叶青瑶 坏了我的好事 叶墨西亚根不会知道 我和五毒香有什么关系 兰若仙语气里 多了一丝怒气 那个女人 真是麻烦 动了杀机 慕北凌不急不缓说道 九拜续命兰 我已经帮你取来了 你答应我的事 是不是该履行了 东晨之后 既无旧也起义 如今正好 是老皇帝死的最佳时机 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就等着好消息 听闻叶墨西的胎儿 还能活一个月 我不想再出什么变故 一旦京城乱了 你答应过我 杀了他 兰若仙盯着慕北凌 一字一顿说道 慕北凌弯了弯唇脚 放心 只要老皇帝一死 我攻下京城的第一件事 就是杀了他 那我顺便再卖你个人情 我找了一个好黑锅 到时候 皇帝一死 英王就是凶手 大前 没有可以继承皇位之人 国将无主 兰若仙盯看着慕北凌 说不准 天下 真的是你的 慕北凌一愣 一把搂住他 哈哈大笑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先机 你真不愧是我看上的女人 一连数日 叶木熙都在查五毒香一案 叶细威无法自证清白 在监狱苦熬不肯认罪 叶木熙已经越来越肯定 幕后黑手就是兰若仙 是他嫁祸叶细威 但是 没有证据 即便是他也不能妄动 一筹莫展 东南传来的消息不太好 月华复国 势如破竹 反倒是战无不胜的靖安世子 并没有押入他们的嚣张气焰 叶木熙隐约明白 这就是拿到下卷的条件 朝中议论纷纷 就连他远在西域的爹 都传了八百里加急的信 过来询问 小姐 东南那边的战况 大前一败涂地 朝中有些大臣说 世子顾念旧情 故意纵容纪无旧 和反贼勾结 按住他复国 晚秋禀报道 叶木熙带眉青醋 随即书展开 不用管 无论如何 世子选什么 我跟着走 兰若先生面的隐蔚情况 调查清楚了吗 嗯 明面上的情报都在这儿了 但暗中 不知道 晚秋地上一卷宗卷 叶木熙翻开看着 若有所思 能趁着叶家大火 拿到酒瓣絮命栏 一般的高手 可做不到 一处僻静的院落 林一贤正在做糕点 她是朝皇闺秀 女子六大义 均有涉猎 厨艺自然也不差 香酥的白云糕 是她的拿手好戏 一个个包子大小的白云糕 香喷喷的诱人 看着这些糕点 林一贤又在其中几个上面 加了黑芝麻 略略放下心 她知道 慕北陵来这里 就是为了杀皇帝 而皇帝一死 京城乱起来 慕北陵下一步 就是杀叶木熙 所以 林一贤在其中一个 黑芝麻的白云糕里 藏了一方手绢 慕北陵心思缜密 从不让她单独外出 更不给她接触 叶木熙等人的机会 预言坊 四海商行 更是连远远靠近都做不到 一定要把消息传给慕熙 好在 慕北陵对她格外纵容 并不完全限制她出门 这就是机会 林一贤看着面前的蒸笼 在剩下的白云糕上 点缀了杏仁 深吸了一口气 放入诗盒 今儿我想去听戏 能去吗 林一贤端着糕点走了进来 搁在慕北陵面前 极其乖巧 慕北陵拿起一枚杏仁 白云糕吃了一口 扯了扯唇角 怎么 故意做吃的 讨好我 本还像是那么容易被收买的人 我都快闷死了 除了十天前 你带我去听了一次戏 就再也没出过门 林一贤咬唇 委屈巴巴 和她相处有些时日 林一贤很熟悉 慕北陵的口味 她喜欢杏仁 不爱黑芝麻 故而 这黑芝麻的白云糕 她一块都不会碰 不用担心 她会吃到藏有眷布的 林一贤知道 她的口味后 每次下厨 都会单独按照她的口味 更改材料 比如这白云糕 原本的配方 白云糕蒸熟后 就是点缀炒得香喷喷的黑芝麻 但慕北陵不爱芝麻 林一贤改成了家杏仁 让慕北陵倒是有些 喜欢上她做的白云糕 尤其是看着 这一盘糕点里 大半都是为了她 专门改的杏仁白云糕 心底就莫名高兴 她也不知道 她在高兴什么 明明只是一件 很小的事 白云今日心情好 就带你去听戏 来人 去定个雅座 慕北陵漫悠悠说道 再去打探一下 今日有哪些可疑之人 会出现在黎园 说着 眼神落在 林一贤身上 似笑非笑 你自从来到京城 无时无刻 我都想着和夜幕戏 暗通虚款 今天 又想出了新招 哪有 你防守得这么严密 失败了这么多次 每次都被你识破 我已经放弃了 林一贤立即说道 慕北陵吃了一声 本寒看你就不是老实的人 不过 你尽管逃 能让你跑掉 算本寒输 说着 拿起一块杏仁白云膏 慢嚼细咽 林一贤心底欢呼一声 总算是成功了一半 催促道 太好了 走吧 我们现在就去 牧北陵 政府 孩子用膳 慕北陵 挑眉 这小丫头 不过是答应她去看戏 就把她乐成这样 哎呀 带去梨园吃嘛 一边听戏一边吃 不是更好 林一贤一把 拉住她的手腕 就往门外拖 来人 把糕点打包 牧北陵 走嘛 走嘛 牧北陵 认着她 拉着自己起身 唇边勾起一抹 似笑非笑 松手 玫瑰玫锯 林一贤没撒手 硬拖着她 走了出去 和她相处久了 也懂了 和她相处的方式 其实 她不是个 易怒的人 只不过 这世上没几个人 敢这么大胆地 和她亲近 林一贤聪明着呢 要不是料定了 她不会生气 才不敢这么 肆无忌惮 身后两个丫鬟 连忙把那盒 白云膏打包 跟着出了门 马车一路驶向梨园 去梨园的路上 前据打探消息的人 回禀 今日 梨园里并没有 叶木锡等可疑之人 穆北陵带着 林一贤进了 梨园大门 她戴着一个 黑色的面具 林一贤蒙着 一层面纱 只露出一双 水灵灵的眼眸 前后跟着一群 黑衣护卫 看起来就很不好惹 梨园的小厮 殷勤地为他们引路 一楼是大厅 摆着雕花红漆桌椅 高棚满座 这里是京城 最好的戏院 雅座包间在二楼 穆北陵和林一贤上楼 正好碰到几个 顽固子弟下楼 离着一丈远 就能闻到醉醺醺的酒气 林一贤竟然认出了 一个熟人 这几个顽固子弟中 领头的一个 穿着一袭紧袍 戴着桂鱼 一副富贵人家的模样 只是脸上醉醺醺的酒气 那副眼高鱼顶的模样 格外讨厌 叶俊杰 竟然是他 林一贤和他见过 如果这个时候 被他认出来 很容易就能猜到 自己身边这个人 就是穆北陵 毕竟 林一贤被穆北陵掳走 不算什么秘密 只要假装不动声色 然后悄悄禀报皇帝 围捕穆北陵 这可是大功一见 虽然这家伙 完全没脑子 但这种给他们 叶家正功劳的事情 就是傻子也能想明白 意外遇见叶俊杰 倒是让他 多了一个新的想法 想到这儿 林一贤几乎是毫不犹豫地 故意往前迈了一步 撞在叶俊杰身上 什么玩意儿 竟敢装本啊呀 叶俊杰带着三分醉意 怒道 林一贤连忙说道 抱歉 不好意思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 每次出门 穆北陵为了以防万一 都给他喝了令声音 沙哑的深茶 这次也不例外 但是在说话之时 林一贤趁着穆北陵 没注意 对他使了个很明显的眼色 哎呀 这是哪家小娘子啊 眼睛倒是挺美的 让本少看看 你这面纱之下 是怎样的姿色 叶俊杰身手就要摸 林一贤的脸 林一贤脸色一白 穆北陵已经伸出手 攥住叶俊杰的手腕 愣道 滚开 什么人哪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竟敢让本少滚 叶俊杰一眼扫过去 发现他戴着面具 藏头露尾 顿时就胆气失足了 京城中 他惹不起的薰贵很少 那些人都不用 故意戴一个面具 林一贤简直无语了 你就感觉不到 我看你的眼神 明显不对劲吗 这小娘子撞了本少 不让他赔本少 本少绝不把休 叶俊杰用力 想要抽出自己的手 另一只手 向着林一贤的腰摸去 当街调戏民女 对他这种顽固大少来说 不过是家常便饭 穆北陵眸光一冷 一手揽住林一贤的腰 将他抱入怀中 另一只手紧紧攥着 叶俊杰的手腕 用力一掰 一阵咔嚓声 手腕折了 林一贤猝不及防 撞入他的怀中 惊呼一声 叶俊杰惨叫 额头冷汗直冒 动动动动动 来人 快快快 打他 背上的手 断了断了 他身边的几个护卫 和狐朋狗友 一窝蜂地冲了上来 穆北陵只用一只手 一手抱着林一贤 一边将剩下那些人 三拳两脚全部收拾了 好他的胆子 你是谁 竟敢打本招 你知不知道 我爹是谁 我爹可是礼部尚书 你完了 你死定了 叶俊杰色立内忍 穆北陵吃了一声 调戏民女 你倒是告诉你爹 我也看看 皇城里面 大钱的律法 是什么玩意儿 穆北陵不屑多说 搂着林一贤 继续上楼 林一贤 只能感觉可惜 为什么遇到的是 叶俊杰 要是遇见的是沐西 哪怕是萧大少也好啊 萧大少虽然顽固 但绝对能够看得出 自己给他使得 眼色不对劲 再三两句话一暗示 就能 算了 还是按照我自己 原本的计划 传递消息吧 想传递消息 却抛媚眼给瞎子看 你很失望吗 蠢女医 穆北陵扯了扯蠢脚 勾起一抹嘲讽 林一贤立即目不挟视 正正经经说道 没有 就他的脑子 我完全不抱希望 对了 你刚才打了叶俊杰 怕是闹了事 咱们还看戏吗 说不准要经的官府了 他不敢报官 众目睽睽 调戏民女 他报官 岂不是自找罪手 最多就是 拍戏他的爪牙 要不是你要看戏 你以为 他刚才还能活命 穆北陵轻描淡写说道 林一贤瞬间明白了 感情以这位的狠力 折了手腕 都是网开一面 他刚才就想直接杀人 只是杀了叶俊杰 就没法继续听戏了 这才没有取他的性命 因为他要听戏 就饶了叶俊杰一命 林一贤心底 有种怪怪的感觉 这家伙 那么狠辣 但是让人讨厌不起来啊 二人进了雅座 随行的丫鬟 将白云糕摆在茶几上 林一贤随手拎起一枚 黑芝麻的白云糕吃着 笑道 听闻这里的龙井不错 值得一盒 再报个菜鸣 咱们添两个点心 不一会儿 黎原的管事就过来了 刚才慕北陵当众 殴打叶俊杰 黎原哪敢怠慢 立即派了一个 八面玲珑的妇人 过来接待 先来一壶龙井 听闻是你们这儿的明察 林一贤拿着点心单子 点了两个菜 突然故作诧异说道 哎 你们这儿也有白云糕 那夫人笑道 这是当然 白云糕是京城名吃 我们黎原哪能没有 不过 小姐您带来的这一盘 色香味俱全 还别出心裁的 弄出了杏仁味的 切身瞧着 倒是比我们这儿的厨子 做得还好 怕是只有朝皇书院 那些善善使的千金 可以比了 这还没吃呢 哪能说色香味俱全 最多只能说 色香俱全 林一贤打去了一句 随手拎起一枚白云糕 递给夫人 玩笑道 嗯 您吃过了 下次见我的时候 再用这次夸我吧 姑娘真是个妙人 切身谢过了 那夫人连忙捧起手帕 接过 林一贤说道 我们家爷不喜外人 麻烦你们尽快 送茶和点心过来 其他不要打扰 是 那夫人一听说 这公子不喜外人 本还要吃一口再夸两句 也不敢多说了 连忙便告退 林一贤看着他 拿着白云糕离开的背影 一直紧绷着的心 松懈下来 他没机会见到叶木熙 只能通过陌生人 传递消息 而这个人 他也不是随便选的 刚才三言两语试探 这应该是个 还算伶俐的妇人 自己在那手绢上的许诺 绝对能够打动她 但愿老天爷保佑 一定要顺利 把消息传给木熙 楼下一声鼓螺响 一场好戏 开螺了 从雅座里出来 管事夫人把刚才 林一贤点的茶点吩咐了 说道 虽然不知道他们什么来历 但这二人看起来就不普通 咱们可惹不起 大家都小心伺候了 是 丫鬟小丝们连忙称事 夫人看着手中的黑芝麻 白云糕笑道 这姑娘谈吐不凡 这白云糕也确实做得可口 说着便咬了一口尝尝 想着等会他们走的时候 自己相送 还得再夸两句 总得吃过来才知道要怎么夸 一嘴咬下去 香糯甘醇 但是再一口咬下去 却割到牙了 夫人掰开白云糕 这才发现 里面藏着一方手绢 管事夫人顿时感觉有些不对劲 四处看了看 没人注意她 这才展开手绢 手绢上绣着一幅画 画旁还有一排黑线绣的迎头小字 请把这方手绢交给静安世子妃 可得千两百银 管事夫人顿时心脏一阵砰砰乱跳 静安世子妃 那可是天上的人物 跟她这种贩夫走卒 没有交集 这上面也没什么别的东西 就是一幅她看不懂的画 然后就是一行字 这东西 真的能换千两百银 一千两可是个大数目 她要是能有这笔银子 压根不用抛头露面 辛苦操劳 可以一辈子衣食无忧了 这种事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 该不会惹来杀身之祸吧 但她翻来覆去 这手绢上也没写什么 惊世骇俗的东西 便放下心 这就是灵衣贤的聪明之处 她要是在这手绢上 说什么杀皇帝的计划 或者说穆北陵在这 一个普通的妇人 难道不怕被报复吗 压根就不敢参与这种事 而现在 只是让她送一个手绢 虽然感觉有点风险 可是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又有一千两白银的诱惑 富贵险中求 那姑娘 看起来不像普通人 应该不至于捉弄我这个普通百姓 要不 我就去试一试 万一真的有银子 那可是千两百银 管师夫人想到这儿 偷偷离开了黎原 静安世子府 叶木熙翻阅着手中的宗卷 兰若仙的计划天衣无缝 没有留下破绽 想要找到证据 不是一朝一夕 好在她有耐心 翻来覆去看枯燥的文卷 也不觉得腻 小姐 刚才有一个妇人 送来了一方手卷 晚秋拿着手卷 走进来说道 奴婢针着手卷 有些莫名其妙 还请小姐一关 叶木熙拿起手卷 随意看了一眼 眼神顿时一变 这一排字 虽然是绣出来的 但是 是灵依贤的笔迹 叶木熙一眼就认出来了 依贤传来的消息 她在哪儿 晚秋 快把送手卷的夫人 请进来 叶木熙立即道 那管氏妇人 没想到 竟然会被传说中的 静安世子妃 亲自接见 吓得整个人都紧张了 战战兢兢行礼 民女春娘 见过世子妃 春娘请起 这方手卷 是谁给你的 叶木熙关切问道 又道 晚秋 奉上谢礼 晚秋立即将两张 面额一千的银票 递给那管氏妇人 说道 感谢你送来手卷 这是双倍谢礼 春娘没想到 竟然真的能拿到钱 而且还是两倍 当下也没什么隐瞒 把刚才的事情 全部说了一遍 叶木熙一下就判断出 蒙面女子是灵依贤 她身边那个面具男子 应该就是慕北凌 小白 立即派兵 报卫黎原 叶木熙当机立断说道 怡贤既然来京城了 慕北凌也来了 趁此机会 把她救出来 把慕北凌一网打尽 离原里 戏曲依依压压压 灵依贤有一搭没一搭 吃着糕点 压根就没把心思放在戏上 莫名紧张 正在此时 突然对面栏杆处 数只弩箭齐射 直直射向 雅作几人的面门 慕北凌本能地翻空一闪 避开了射向她的弩箭 等回过神 射向灵依贤那只 已经近在咫尺 来不及避开 电光火石之间 慕北凌伸手一抓 那弩箭穿透了她的手掌 被她紧紧攥在手心 透过手背的锋利箭头 离灵依贤的眉心 只剩下薄如一张纸的距离 滴答 鲜红的鲜血 沿着箭头 滴落在灵依贤的脸上 温热 慕北凌的血 爷 你的手流血了 灵依贤惊魂未定 又惊又怒 刚才太恐怖了 没有武功的她 压根来不及反应 眨眼间 弩箭就射到眼前 属下保护不力 门外守着的随从 听闻动静进来 看见这一幕 跪地挺醉 慕北凌冷冷盯着对面 一排耻弩的黑衣人 冷道 杀了 一个不留 随从们向着那些黑衣人 追杀而去 慕北凌看着灵依贤 语气冷漠 今天的戏 没法听了 下次补上 这冷漠不是对她 而是被行刺之人 搅起怒火 你都受伤了 不听戏了 赶紧包扎一下 灵依贤看着 她被弩箭穿透的手掌 心像是被压了一块 大石头般难受 慕北凌扯了扯唇角 不急 我先去杀个人 另一边雅座里 叶俊杰正在跟刚才 那几个狐朋狗友喝酒 还没人敢这么打我 本上 让她走不出离远 叶俊杰的手腕 被包扎过了 气得不轻 对呀 一个藏头落尾的老鼠 仗着有几分武功 就敢嚣张 还真以为我们不报官 就拿她没办法了 叶俊杰冷笑一声 报官 那不是太便宜她了 一个江湖莽夫 仗着武功高就横行霸道 还跟我们讲王法 也不看看本少是谁 本少的爹是谁 只可惜啊 这一番乱射 小美人不死也惨 就他一双眼睛 肯定是个美人胚子 这么死了 还没来得及爽一爽 可惜啊 对呀 真可惜 不然咱们搁几个 都能乐呵乐呵 谁说不是呢 就是那江湖莽夫 功夫太高了 只能一番扫射 不然怕他能躲开 哎呀 小美人红颜薄命 只可惜 我没有奸施的癖 叶俊杰惋惜感慨 话音刚落 雅座的门被人一脚踹开 慕北凌的左手 被弩箭穿透 鲜血淋漓 但右手 却握着一把弯刀 眼神冰冷 跟在他身后的淋漪弦 脸色也很难看 差点被他们那番话恶心死 你 你怎么没死啊 叶俊杰看见他 脸色顿时惨白 慕北凌眸光微眯 冰冷而狠辣 本寒一点都不想跟你讲王法 只是想安安静静听个戏 但你非要破坏我听戏的性质 本寒 他用了这种自称 灵依贤瞬间明白 这些人全部都要死 是 什么 叶俊杰吓蒙了 还没弄懂慕北凌的身份 但是慕北凌不会跟他们啰嗦 手起刀落 就把旁边两个顽固子弟捅死了 救命啊 不要啊 救你饶了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叶俊杰吓得替死横流 磕头求饶 慕北凌扯了扯唇角 放心 我会让你死的比他们慢一点 话音一落 他的手快速地挥动了起来 犹如影子一般 而下一刻 他胸前的衣服一片片削成碎片 慕北凌的速度很快 快到极致 压根看不清他是怎么做到的 只能看见先是衣服 接着是血肉 一刀刀被削下来 有种刀削面的感觉 但他削的是人肉 叶俊杰一阵哀号 这里的动静 也惊动了楼下的人 不过慕北凌更快 将他的心肺削成了血花片 这才停手 灵依贤在他刚动手的时候 就背过身 差点吐出来 虽然看不见 但那股浓郁的血腥味 也让他知道 后面在发生什么 慕北凌随手拿起桌布 擦了擦刀 抱住灵依贤 足尖一点 从二楼的窗户里 飞了出去 落在马车里 那些追杀公奴手的 随从已回来了 立即撤离 扫兴痕迹 暂离京城 慕北凌冷酷说道 是 灵依贤脸色惨白 血肉横飞的画面 有点反胃 怎么 怕我了 慕北凌挑了挑眉 语气冷漠 灵依贤摇摇头 默默地拉起他受伤的手 拿起剪刀 剪断箭头 拔箭 包扎伤口 明明当初在乌幻海的时候 他对他怕得要死 深怕他一不高兴 就杀了他 但现在 看见他如此残忍的杀人 他只是对那些血肉 有点反胃 竟然不怕他 那只弩箭射来的时候 如果他没有阻拦 他已经死了 这穿透掌心的窟窿 原本 是要取他的性命 伤得那么深 指头粗的窟窿 血肉都撕裂了 浓郁的血腥味 蔓延整个车厢 不知不觉 眼眶红了 肯定很疼吧 但是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还能这样去杀人 仿佛不会疼一样 只有那种受伤 习以为常的人 才会对疼痛 如此毫不在意 他的过去 也经常受伤吧 传闻 寒黄醉喜慕玄宇 他能有今日的地位 一路都是鲜血淋漓 没有人生来绝情 狼的凶猛 是因为他要生存 破天荒的 灵衣贤竟然有点心疼他 眼泪泛滥成灾 你哭什么 受伤的是我 又不是你 慕北凌皱眉 这女人怎么又哭了 灵衣贤泪汪看着他 紧紧咬唇 说不出话 但梨花带雨的模样 却一下戳到了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本寒命令你 不准哭 我最烦女人哭了 很丑 知不知道 慕北凌眉头皱得更深了 灵衣贤就这么稀里哗啦瞪着他 反驳 我又没有哭出声 才没有吵你 慕北凌有点无奈 你哭还有理了是吧 你嫌我烦 你就别看 灵衣贤呛了一声 被转过身 不好意思看他 我才不想为你这种杀人狂魔掉眼泪 可是眼泪就是止不住 太丢脸了 你还长脾气了 敢跟本寒叫板 真当本寒不敢揍你 慕北凌眉风一条 被他气到了 你给我转过来 谁允许你背对本狠 他凶巴巴的样子 已经吓不到他了 但灵衣贤还是听话转过身 低垂着眉眼 不让他看到自己的满脸泪水 慕北凌对他无可奈何 突然一把将他揽入怀中 他的脸就贴在他的胸膛 眼泪打湿衣衫 别哭了 那个叶俊杰都被我宰了 你还被他气哭 消消气 慕北凌脸色僵硬得很不自然 有生之年 他第一次哄一个女人 不是被他 灵衣贤闷闷说道 不抗拒他的怀抱 莫名的安心 慕北凌挑眉 那就是胆子这么小 被吓哭的 手上的是我 别怕 就是因为是你才会哭 慕北凌深感头疼 怎么越哄越哭 哭得他心情乱糟糟 想杀人 但慕北凌还是克制了 自己想杀人的冲动 任由他在他怀里 哭得一塌糊涂 一个哭起来的灵衣贤 比南宫领还恐怖 慕北凌再次确定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 叶木熙第一时间 率领清兵赶到离远 但此时 慕北凌等人已经逃之夭夭 大人 这几位公子死在这里 真的不关我们的事啊 那离远的老板 一看见叶木熙 还以为是官府来抓人了 吓得声泪俱下 一番询问 才弄明白了事情始末 叶木熙深感头疼 要不是叶俊杰派人 刺杀慕北凌和灵衣贤 他们还在看戏 压根不会突然撤走 但那家伙都已经被削成了一盘菜 叶木熙也没法找他算账 只能立即封锁京城 四处搜查 结果没有查到 慕北凌在京城 那头酒瓣须命兰的人 很有可能是他 叶木熙看着手中的手卷 眉间多了一丝沉思 这幅画又是什么意思 灵衣贤绣了一网池塘 池边栽种着一簇兰草 池中一条龙正在遨游 看起来就是一幅简单的风景画 而在池塘边 有一把很突兀的菜刀 灵衣贤的画工超凡 上上等 女工也不差 绣得栩栩如生 这是告诉我 她的藏身之处 有水 有兰草 有刀 还有龙的地方 叶木熙脸眉沉思 她压根没想到 有人要刺杀皇帝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灵衣贤躲藏的地方 但如果是她的藏身之处 直接用字绣出来就好 何必非要画 平添麻烦 叶木熙看着手卷 陷入沉思 宜贤特意传递消息 不是刁难人猜谜 所以这幅画 不用想得太复杂 就按照字面上 简单的诠释 她画出来 说明这事不能直说 不能让外人得知 相比事关重大 龙 石塘 刀 兰草 水 等等 蓝草 刀 龙 难道 马车哒哒 君墨尘离开京城 已经数日 但是一直没找到 叶青瑶的踪迹 那日吵架后 叶青瑶就不见了 连同一起失踪的 还有小安仪 她就这么走了 连一句话都没有留给她 大前中原 藏匿不易 四海商行和九游名府 都在寻找 君墨尘此行去的是西墨 她先去西墨 再去西域 若是叶青瑶真的一心躲藏 中原难以藏身 墨北 东尘是敌人的地盘 又战火纷飞 故而 她最可能去的 就是西域和西墨 西域百国 形势复杂 西墨广袤 草原无银 要想在这两个地方找她 无异于大海捞针 但君墨尘只是低头 看了一眼手中的御笛 眉目坚定 叶木熙入宫面圣 自从皇府尘谋反 皇帝气得吐血后 身体大不如从前 每日早晚都要喝一碗药 皇上 臣女听闻 有人意图谋害皇上 还请皇上加强防范 叶木熙行礼说道 兰草 刀 龙 兰若仙要杀龙 谋害皇上 灵依贤要给自己传递的消息 莫不是这个 狮子妃一分忠心 朕知道了 皇帝只是笑了笑 没太在意 江谦公公笑道 世子妃 咱们皇宫的守卫 可是天底下最严密的地方 保护皇上的大内高手 是天底下最厉害的防护 敌军多年以来虎视眈眈 可没少想要皇上的性命 至今未能如愿 那如果是内奸呢 叶木熙见他们如此不以为然 慎重说道 臣女收到可靠消息 这次对皇上出手之人 深得皇上信任 怕是防不胜防 兰若仙的父亲 保护皇帝而战死 皇帝对他格外怜爱 破例册封为郡主 虽然不知道他打算怎么害死皇帝 但他手段高明 又被皇帝特殊对待 未尝没有下手的机会 是谁 皇帝昼眉问道 叶木熙没有证据 只能说道 还不知道是谁 但是他应该快要动手 或者已经动手 还请皇上加强防范 世子妃 这无凭无据的话 怎么能在皇上面前信口开河呢 江谦公公提醒说道 叶木熙从怀中拿出那一方手卷 城上说道 皇上 这是臣女收到的消息 臣女见着手卷之上 有龙 有刀 推测有人对皇上不利 他没说是灵衣闲传的消息 以免穆北陵德之后 对灵衣闲不利 将前拿起手卷 呈给皇帝 皇帝看着这一方手卷 若有所思 也许他说的跟朕无关 可能是个地方 刀龙河 也可能是一个物件 萌刀 世子妃 你的一片忠心 朕很感动 不过 皇宫里最近 确实并无异常 将前 从即日起 巡逻的御林军 增加一倍 是 将前行礼 正在此时 宫女端着热气腾腾的药碗 走过来 将前道 皇上 您该服药了 叶木熙看着药碗 心底有些不安 不过 皇上用膳 一向都有人试毒 先有御医 验毒 再有将前公公 喝了一口 确定没什么问题 这才递给皇帝 皇宫 皇宫守卫严密 皇帝吃一样东西 也有好几层验毒 即便是兰若仙 想动手 想必也没那么容易 但兰若仙那种心机深沉之辈 还是很危险 臣女先行告退 叶木熙扶身 正要离开 突然 皇帝手中的药碗 哐当一声落在地上 大半碗汤药 砸得药汁四溅 皇上 将前公公 尖着嗓子惊呼 龙椅之上的皇帝 突然喷出一口黑血 脸色惨白 纯御医 快纯御医 叶木熙连忙喊道 心底咯噔一下 兰若仙还真的动手了 养心殿里乱成一团 不一会儿 太医院的御医们 连滚带爬过来了 给皇帝把脉后 脸色当下就变了 皇上中毒了 这 这 为臣死罪 皇上 皇上 命在旦夕啊 御医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快给皇上开药啊 叶木熙催促道 那御医脸色苍白 磕头如捣蒜 为臣无能 毒性已经侵入皇上的武脏应腹 回天乏术了 皇上恕罪 为臣无能 双毒 皇帝的脸色灰白 他自己也能感觉到 他的身体不行了 但是不可以死 现在还不是时候 大前内忧外患 他必须要熬到继承人回来 当众宣布一些事情 才能放心咽气 这 喝有多少识 皇帝勉强问道 御医道 把 半个尸铲 不够 这不够 皇帝紧紧抓着那御医的手 不怒自危 叶木熙说道 有没有办法给皇上续命 这毒不是才发作吗 赶紧想办法控制病情啊 世子妃有所不知 皇上所中之毒 命为七日断命伞 实则皇上已经中毒七日 只是这毒非常古怪 前六日查不出来 等到第七日突然发作 当场毕命 无药可救 那御医的 除非能有传说中的月华国宝 刘月珠为引 在府以天山雪莲 千年人参等百种续命补药 方能延缓数日 但这刘月珠 乃是圣火轿之物 根本不可能得到 叶木熙一愣 立即说道 我有刘月珠 御医 你帮我把刘月珠取出来 什么 刘月珠在世子妃体内 御医一脸惊喜 连忙上前扎了两针 细细把脉 确定了刘月珠的存在 刘月珠是一种似要非要的奇物 若不是用特别的手法扎针 也无法感知它的存在 果然有刘月珠 太好了 御医激动道 正在此时 皇帝冷道 不行 刘月珠贸然取出 会伤你胎儿 叶木熙不解 刘月珠和孩子有什么关系 皇上 臣未曾听闻刘月珠取出 会对胎儿有害 不知这是谁说的 御医也是一脸疑惑 皇帝没有多做解释 皇上 即便会伤了世子妃的胎儿 但您的龙体更重要啊 能为您牺牲一个胎儿 那是世子妃的荣幸 叶灵伯说道 皇帝突然中毒 消息传出去 静贵妃和诸位大臣 朝中熏贵 匆匆赶来了 叶木熙脸色一冷 她愿意送刘月珠 可不愿意害了自己孩子的命 皇上 您 您怎么会中毒啊 静贵妃一看见皇帝 生泪俱下 众多大臣也都是一脸淒淒然 谁也没想到 皇帝会突然中毒 叶尚书说得对 区区一个未成形的婴儿 哪有皇上的命重要 姚丞相接过话 义正言辞说道 世子妃一心为朝廷 想必不介意为了皇上 取出刘月珠 叶瑶两派的大臣 顿时纷纷应和 战据大义 口口声声 逼叶木熙 交出刘月珠 就是叶木熙这一边的大臣 也没办法帮腔 如果反对 那就是罔顾皇帝的性命 哪怕只能给皇帝续几天命 但自古以来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就是为了皇帝多活几天 让臣子去死 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可是世子唯一的骨肉 求皇上体谅 兰若欣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求情 顿时引来了 叶玲伯和姚丞相等人的围攻 仙杰郡主这话的意思是说 世子的骨肉 比皇上的性命还重要 你这是大逆不道 仙杰郡主 臣知道你和静安世子 相交甚厚 但你岂能公私不分 叶木熙看着面前 这些人的丑陋嘴脸 仿佛在看戏 兰若欣假惺惺求情 只引来了更多的反对 让他们更支持取刘月珠 可是在他心中 皇帝的性命 真的没有他们的孩子重要 他绝对不会为了别人 牺牲自己的孩子 兰若欣眼角的余光 落在叶木熙脸上 他也没想到 七日断命伞 还有可以延缓病情的东西 这对大局来说 太不利了 就是要趁世子 陈王和两位侯爷 都不在京城 皇帝突然暴毙 京城大乱 才能给慕北陵 制造最好的机会 一旦皇帝没死 多活几天 那可就影响了他的计划 但这个时候 能够逼得叶木熙流产 却也是一个满意的结果 不管叶木熙怎么选 对兰若欣来说 都是双赢的局面 取出流月珠 叶木熙流产 不取出流月珠 皇帝立即毙命 真是老天都站在他这边 让叶木熙 有此报应 朕刚才 已经说过了 不准去除流月珠 朕以功臣之后的性命 换取几日苟延残船 岂不是成了一个昏君 皇帝怒道 叶灵伯激动说道 皇是圣名 皇上仁德 可是 做臣子的 自然不能如此不知好歹 世子妃 难道你不感动吗 叶木熙确实很感动 他没想到 皇帝竟然会坚持 不取流月珠 若不是皇帝提出 取流月珠伤胎儿 叶木熙和那些御医 都不清楚后果 他若是一心 只想自己多活几天 完全可以隐匿这个事实 宁愈一取出流月珠 这世上的皇帝 哪个不希望长命百岁 哪个不是不择手段 多活几天 但是 眼前这位皇帝不是 这一刻 叶木熙仿佛明白了 为什么爹和公公 都忠于他 都肯为他安前马后 鞠躬尽瘁 因为这个人 确实有那种 值得人追随和幸福的东西 作为一个皇帝 不能用好人坏人的标准 衡量他 但他是一个明君 历经图治 仁爱百姓 知人善任 心怀天下 这样的皇帝 叶木熙也不想他死 可是 很抱歉 他感动 却不能牺牲自己的孩子 皇上 臣女有罪 叶木熙默默行礼 皇帝呵呵一笑 这是朕的命令 何罪之有 你们无需多说 若是朕的命 要靠一个未出世的婴儿来换 朕 不若一死 皇上 您龙体为重啊 皇上三思 叶木熙 你这是无辅无君 你对大前的忠心啊 密密麻麻的大臣跪了一地 不取出刘月珠 以血为药引 也可以替代刘月珠的作用 塞化陀扬声说道 关键时刻 他赶来了 皇帝中毒 叶木熙立即让门外后者的叶小白 赶紧请塞化陀过来 叶小白不敢怠慢 一路飞出去 又拎着塞化陀一路飞过来 可以吗 叶木熙惊讶问道 塞化陀点点头 顾不上被吹得乱七八糟的胡子 说道 没错 刘月珠之药效 全在于血补 其药效已溶于你的血 更溶于胎儿的血 故而取出刘月珠 恐伤胎儿 但只取你的血 亦有血补之效 那赶紧放血吧 只要不伤胎儿 其他的都可以 叶木熙立即伸出手腕 陆清明趁此机会 抓紧时间说道 皇上 世子妃一心忠于皇上 还望皇上明鉴 切勿轻信谗言 刚才叶灵伯等人 几乎把叶木熙 说成了一个反贼 朕明白 赛神医 早闻你的大名 配药就交给你了 小心血 切勿伤了 世子妃的胎儿 皇帝脸色缓和了不少 温生说道 赛华陀行礼 草民遵旨 叶木熙放了一碗血 赛华陀又从皇宫密库里 拿出了一堆天山雪莲等物 煎了药 说道 皇上 草民已经用尽毕生所学 也仅能为皇上续命十日 十日之后 便是神仙将士 也无力回天 够了 皇帝此时倒是平静了 赛华陀对着叶木熙说道 世子妃 五日之后 还需要再用一次药盐 您可得多多保重身体 好 叶木熙点点头 皇帝看向叶木熙 吩咐道 请安世子妃 为了朕献血 忠心可嘉 朕心甚畏 大内宝库补品 但凡世子妃用得着 全部送到世子府 谢皇上恩典 皇帝喝了药后 脸色的灰败散了些许 多出了一丝威严之色 传朕执意 立即招英王 静安侯 领武侯 静安世子 等返京 皇帝念了一堆 众臣的名字 是 江谦连忙映下 确定了这一桩心事 皇帝的脸色 变得冷酷 查出是怎么中毒了吧 皇上刚才未喝完的药 草莓和诸位御医大人 已经检查过 确认无毒 不过 皇上确实已经中毒七日 若想知道怎么中毒 便是七日前 与寻常可有什么不同 赛华佗询问道 江谦是贴身伺候的 连忙翻了喜剧部说道 皇上七日前 吃食和以前都是一样的 所用汤药也没有变化 中毒不一定是吃了什么 还有可能是见了什么人 被人不知不觉下了毒 赛华佗提醒说道 江谦说道 那日皇上并未见过他人 只有 只有 靳贵妃娘娘来了 说到这儿 江谦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 难道 靳贵妃连忙跪下 皇上明见 臣妾没有对您下毒 臣妾是无辜的 朕与你相伴多年 自然知道 你素来忠厚 皇帝沉生说道 那日贵妃前来 朕也没有吃什么 不该吃的东西 贵妃一片赤诚 送了朕 一串她诵经多年的佛珠 以期朕早日痊愈 江谦 你再想想 那日 还有什么不同 江谦道 皇上 七日前和寻常一样 确无不同 皇上 可能把佛珠 给草民一关 赛华佗说道 皇帝看了靳贵妃一眼 从手上取下一串佛珠 递给赛华佗 赛华佗拿起佛珠 先是放在鼻尖 闻了一下 又细细摩梭片刻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眉头拧成了疙瘩 众人看着她如此 没人说话 空气紧张了起来 草民想明白了 皇上 这串佛珠有毒 赛华佗正色道 靳贵妃怒道 你休要污蔑我 这佛珠怎么可能有毒 赛神医 凡是皇上近身的东西 御医们都检查过了的 您说话可要慎重 江谦说道 其中一个御医说道 不错 靳贵妃的这串佛珠 我等都探查过 确认没有问题 赛神医可别胡说 赛华佗 你一个江湖郎中 会一点旁门左道的医术 竟敢污蔑贵妃娘娘 难道御医们都学艺不精 没有发现佛珠上的毒 只有你看出来了 姚丞相讽刺说道 叶灵伯接过话 赛神医和贵妃娘娘 无怨无仇 如此居心叵测的污蔑 是受何人之使 他们丝毫不放过 能拖叶沐溪下水的机会 诸位大臣和御医们 不要激动 老朽话还没有说完 这佛珠上确实有毒 不过也不算是毒 这佛珠常年在佛堂共放 受香火熏陶 有着浓郁的香灰气味 不过请几位御医 仔细品品 这香灰气味 是否和西域一种 很名贵的香料 安魂香类似 赛华陀将那一串佛珠 递给面前的几位御医 几个白胡子御医 一一品鉴后 脸色各异 佛珠上的香灰味 乃是常识 普通人都不会想到 西域的安魂香 其实也是这种味道 可是就算是安魂香 也是无毒 只不过是让人安神入眠而已 一个御医说的 塞华陀点点头 不错 安魂香确实无毒 否则以诸位的医术 早该发现不对劲 但皇上每日喝的补药里 却有一种草药和他相冲 两相一起 正好配了七日断命散 和南方身相冲 那御医终于反应过来了 脸色惨白 冷汗淋漓 卫下请罪 卫辰死罪 还请皇上饶命 静贵妃申辩道 皇上 臣妾真的不知道 什么安魂香啊 臣妾 臣妾不知道 是谁下此毒手 太医院开药方在前 静贵妃送佛珠在后 有两种可能 静贵妃知道安魂香 和南方身相克之后 故意送了佛珠 或者 就是静贵妃收买的御医 故意开的这个药方 不过不管是哪种可能 静贵妃的嫌疑都洗脱不了 贵妃娘娘 佛珠是你送的 那你倒是说说 是谁下的毒 一个中立派大臣耿直说道 静贵妃一时无语 不知该如何辩解 朕所知 这莲花佛珠 是你的钟爱 供奉在你的小佛堂 租有七八年 皇帝脸色难看 贵妃 是谁进了你的宫 下了毒 真的不知 静贵妃听见这句话 就知道不好了 急到 皇上 臣妾何必要害您呢 皇后已废 臣妾已经是后宫品阶 最高的女人 臣妾仗着您的荣宠 主持六宫 臣妾感激涕灵 怎么会咨询死路 那可说不准 皇主中唯有英王十一等亲王 若是皇上有个三长两短 没有诏书 你又是贵妃 那她就能名正言顺地登基 但若是皇上过两年 又相中了别的皇子 册封亲王或太子 岂不是动摇了你的地位 另有一个大臣说道 一时间 静贵妃被推在了封间浪口 英王党和中立党互怼 撕得不可开交 叶木曦直觉 这事不是静贵妃干的 应该和兰若仙脱不了关系 很像她的手笔 和栽赃叶细威一样的套路 非常熟悉 贵妃 朕记得 你素来喜好兰草 是吗 皇帝突然挑眉 问道 静贵妃一愣 不明所以 还是答道 臣妾素来喜来 今日世子妃 给朕送来了一个消息 朕本还以为太过荒谬 按如今看来 这手卷上的图 就是告诉朕 你要害朕 静妃 朕对你一向宠如有加 没想到你竟然如此丧心病狂 为了让炎儿登基 对朕下毒 你说 炎儿 炎儿 知不知道死事 皇帝暴怒 将暗桌上的一方手卷狠狠砸在静贵妃头上 手卷飘然落下 露出上面的画 蓝草 刀 龙 这蓝草 皇上认为 就是指凶手 静贵妃 皇上 臣妾冤枉 臣妾没有害您 炎儿更是毫不知情 她一个月前就去东城剿灭反贼 她什么都不知道 静贵妃慌了 连忙说道 皇帝冷冷盯着她 你非要说你是冤枉 那你说 谁陷害你 臣妾不知道 但臣妾真的是被人陷害 连臣妾都不知道有人要害皇上 有人却提前画了这幅画 说臣妾要害您 这陷害臣妾的人必然是提前知道此事之人 静贵妃到底是在宫斗里剩下的赢家 一下就把黑锅甩了 皇上明察 臣妾真的是被人陷害 叶墨西谋光一沉 静贵妃这话 倒是说自己害她了 这帕子是世子妃送的 你的意思是世子妃陷害 胡说 世子妃和你无怨无仇 陷害你干什么 皇帝冷道 静贵妃看了叶墨西一眼 眼神愤恨 臣妾也不知道 那时臣妾真的是被人陷害 皇上 臣相信贵妃娘娘绝对没有谋害您 这一定是小人陷害 叶灵博上前一步 维护说道 叶墨西居心叵测 一直对我等抱有敌意 先是英王的姚侧妃因她而死 接着我的小女叶西威 被她污蔑了一个罪名 关心大佬 如今连静贵妃娘娘也因她有罪 她这是要一步步谋害英王啊 叶墨西皱眉 叶尚书 我为何要谋害英王 你和反贼纪无旧 私交甚后 以为谁都不知道吗 否则 你又怎会有圣火家的圣物 刘月珠 纪无旧在东南造反 你夫君南宫里 却压不住局势 让玉华国重建 分明就是故意放水 你们夫妻俩 早就和纪无旧勾结了 如今害死皇上 嫁祸英王 乱我大前江山 为反贼纪无旧扑路 叶灵伯越说 越觉得理直气壮 怒道 皇上 叶墨西陷害贵妃娘娘 其实是要嫁祸英王 死心险恶 还望明鉴 叶尚书 皇上面前 岂能大放举此 你有何证据 证明是世子妃陷害 陆清明怒道 另有一个大臣接过话 就是 世子妃对皇上一片忠心 否则 就不会说刘月珠 在自己身上 那皇上 就没有延缓病情之法 世子妃一心救皇上 叶尚书 你却污蔑 是何举心 就是 金贵妃罪证确凿 关世子妃什么事 贵妃娘娘是污蔑的 幕后黑手就是叶墨西 两派大臣又吵了起来 皇帝被他们吵得头疼 怒道 闭嘴 当朕的皇宫是菜市场吗 世子妃忠心可嘉 叶尚书修要凭空猜测 佛珠证据确凿 还有这方手卷 也说明了此事 和静贵妃脱不了关系 来人 将静贵妃押入慎行司 梅庭 由你诛身此案 臣妹遵旨 梅庭长公主上前一步行礼 静贵妃急了 连忙喊道 皇上 臣妾真的是无辜的 臣妾是被人陷害 皇上明察 贵妃娘娘 皇兄依你所送的一串佛珠 身中七日断命散 到底是不是无辜 你都脱不了责任 有什么话 宫堂上在说 本宫绝不会轻饶行刺之人 梅庭长公主面沉如水 冷冷说道 静贵妃脸色灰败 英王党大臣 也皆是面色担忧 皇上此举 是真的怀疑静贵妃下毒 一个不好 英王也会被拖下水 虽然皇嗣众多 但被册封亲王的 只有英王 一旦皇上有个万一 他就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可是现在 他的母妃 世上谋害皇帝一案 这可就悬了 朕想一个人静静 你们都退下吧 皇帝疲倦说道 一众大臣退出养心殿 叶木兮 你为什么要害我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却如此陷害我 难道你真的和继无旧勾结 背叛大前吗 静妃看着叶木兮 悲愤说道 叶木兮道 贵妃娘娘 我没有陷害你 那你怎么会提前知道此事 叶木兮 本宫待你不薄 没想到你却是如此 不择手段之人 静贵妃恨恨瞪着叶木兮 没听长公主冷漠说道 皇贵妃 请吧 静妃被带走了 兰若仙一脸忧郁 似乎很为皇帝的伤势担心 但心却沉到谷底 这下麻烦了 皇帝不仅没有当场毙命 叶木兮也没有流产 反倒是续命时日 时日的时间 足够南宫园等人赶回来 京城没有乱 穆北陵想要出其不意 齐袭京城已经不可能了 该死的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万无一失的机会 却多了叶木兮这个变数 必须立即通知穆北陵 商量对策 好在她早就准备好了黑锅 一时半会儿 倒是不用担心拖自己下水 只是这么好的一个 除掉叶木兮的计划 就这么硬生生废了 气得她一口气 差点没提上来 叶木兮看向兰若仙 见她脸色没有丝毫变化 不动声色收回目光 蹦打得越欢 越容易露出破绽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就先从佛珠插起 兰若仙尽管轨迹多端 总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留 东南月华国 王宫 季吴旧站在宫殿里 看着这里的刁蓝玉器 一草一木 过去二十年 已经模糊不清 小时候留下许多欢声笑语 但那些美好的记忆 经过太多的蹉跎 淡漠地只剩些许影子 记忆最深刻的 倒是国破之日 熊熊烈火 到处都是哭喊声 她的母后 就在她的眼前被人杀死 而她 只能躲在草丛里 不敢出声 一定要活下去 覆灭大前王朝 光复越华 报仇 五年前她失败了一次 而如今 她终于做到了 父王 母后 你们看见了吗 我终于把咱们的越华国 重新拿回来了 但是那又有什么用呢 这宫殿 空旷地荒凉 记忆中 这里是最温暖的归途 但此时 她堂堂正正回到家 却发现 早就不暖了 五年前 南宫领问过她 清赋大前江山 光复越华 你就会高兴吗 原来 并没有高兴 心敌反而更空了 举目无亲 举世为敌 寂寞如雪 天下没有她的亲人 她亦是天下为草芥 那就以天下为棋 走到终点 南宫里 听闻大邪很多人攻击你 说你和我勾结 暗住我光复月华 不如你就干脆留下来 我方你 依字并千王 月华江山 分你一半 从此以后 你我联手 征战中原 一统天下 如何 鸡屋就转过身 看着身旁的红衣男子 唇边勾起一抹慵懒邪笑 南宫里目光冷淡 拒绝 这么干脆 你要是真的对大前王朝忠心耿耿 就不会愿意帮助我光复月华 你要是真的对皇府一族鞠躬尽脆 就不会挑起三皇之争 你要是真的是大前的忠臣 就不会给圣火教修养生息的余地 鸡屋就目光灼灼看着他 你身为大前重臣 却从未全力以赴 你忠于皇帝 本尊不信 他们是一起长大的朋友 知己 鸡屋就了解他 但却也看不懂他 你从不赶尽杀绝 又故意纵容圣火教的壮大 直到今日月华复国 虽然是那老头子胁迫你 但若是违背了你的底线 你也不会答应 所以你对大前并无忠心 大前朝神对你口诛笔伐 恨不得踩你两脚 但如果你来月华 我们共襄胜举 天下你我囊中之物 季吾舅斜眉轻条 桃花眼透着笑意 南宫领看向他 语气一如既往的淡漠疏离 从今以后 再见 你我依旧是敌 南宫领 季吾舅的眼神 顿时沉了下来 五年前 差一点覆灭大前王朝 如果不是南宫领 天下早就换了个主人了 可是他留下的只有四个字 生而为敌 如今 还是如此 你今日拒绝我 那我就心筹旧账 跟你一起算 大前赴我国家 我不会放过 你我之间的恩怨 也一并做个了结 季吾舅盯着南宫领 语气冷酷 南宫领俊眉微调 我等你 正在此时 一个影卫急匆匆走了进来 递给南宫领一封信 世子 京城八百余加急 南宫领心里一跳 难道是沐溪出事了 拆开信封 信上的内容 让南宫领眼神微微一变 皇上中毒 急诏归京 南宫领转身就走 季吾舅看着他匆匆离开的背影 若有所思 走得这么急 看来京城那边出大事了 季吾舅思索了一下 说道 来人 立即去打探消息 皇帝一封急诏 众人急匆匆返京 边疆之事 只能全部交给其他将军 倒是让月华国和东辰国 有了喘息的余地 黄庭 叶木熙看着手中的佛香 这是从靖妃宫里搜出来的 塞华佗检查过后 确定这就是安魂香 佛珠就是被安魂香熏陶 这才染上了安魂香的气味 而这佛香是从黄庭送入宫 皇宫里的一切吃穿用度 全都是黄庭丑办 夫人 佛香是上杂丝的人采买 这丝就是邱丹菊掌公主管 许杰如禀报说道 叶木熙微微汗手 传邱丹菊过来 如今她贵为朝皇夫人 黄庭里品阶最高的女官 邱丹菊自然毫无二话赶来 妾身参见朝皇夫人 邱丹菊行礼 心底坠坠不安 静妃已经被抓了 叶木熙这个时候来找她 是也要抓她吗 她和叶家是姻亲 该不会叶木熙要公报私仇吧 上杂丝是你掌管的衙门 这佛香是你进贡宫里 邱丹菊 你可认识此物 叶木熙将一支佛香递给她 邱丹菊接过佛香说道 夫人明见 这些佛香都是上等货色 我等没有一次充好 安魂香比起一般的佛香 贵了千百倍 你们不仅没有一次充好 反而是用了顶好的东西 叶木熙淡淡说道 邱丹菊一听跟安魂香有关 顿时吓了一跳 冤枉啊 佛香都是检查过的 妾身真的没有用什么安魂香 皇上病重后 静贵妃有意将她供奉多年的佛珠 送给皇上 以期菩萨保佑 孤儿 沐浴借斋 诚心礼佛 手持佛珠 诵经时日 当时所用的香 便是这一批安魂香 你还想抵赖吗 叶木熙冷道 邱丹菊急道 真的不管我的事 静贵妃要诵经祈福 我就赶紧送了一批上等的佛香 妾身真的不知道 这里面有安魂香 那这一批佛香 是什么收入皇庭仓库 又是采买的哪家商铺 叶木熙追问 邱丹菊一时支支吾吾 说不上来 你既然不说 那我就只能当成 这些安魂香 是你弄的 来人 把邱丹菊抓起来 打入天牢 叶木熙威胁道 邱丹菊脸色顿时变了 连忙说道 我说 我说 我真的不知道 什么安魂香 这个 这个就是前段时间 我在一个西域商队采买的 哪一家 叶木熙问道 邱丹菊不想坦白 但贪污 总比谋害皇上的罪名好 只得说道 他们叫做明珠商队 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底细 就是一个来京城 做生意的西域商队 主要卖香料 刚好我就采买了一批佛香 这话一出 叶木熙已经明白 是怎么回事 黄庭的采买严格 一般都在固定几家 皇商中选择 但一些小商队 为了赚钱 就会贿赂采买的女官 将自己的货物 卖给黄庭 一个不知身份 底细的商队 你就赶买他们的货 看来邱长公 所赚不少 叶木熙眼神冰冷 就是这种贪污 行贿的作风 给了敌人可乘之计 邱丹菊脸色发白 没没没 我就是看他们家 佛像不错 这才采买了一些 夫人 我没有我 来人 把她押入慎行司 交给长公主殿下 一并审查 叶木熙冷冷说道 邱丹菊慌了 我是无辜的 夫人 我真的是无辜的 不要抓我 不要啊 但她还是被两个女使 拖了出去 叶木熙 你故意冤枉我 你公报私仇 你冤枉我 我没有下毒 我真的没有下毒 叶木熙 你这个卑鄙小人 先是求饶再是谩骂 邱丹菊骂得难听 许杰如怒道 身为一介长公 竟然辱骂朝皇夫人 长嘴 一个女官冲上前 左右开弓 扇了她好几个耳光 邱丹菊这才被镇住 呜呜哭着被拖走 查一查这个明珠商队 我早有怀疑 没钱寸步难行 哪怕她手段再高明 也总该有自己的钱袋子 就比如安魂香 如此名贵 没有钱 她怎么可能买得起 叶木熙目光变得锋利 去查 许杰如扶身 是 穆北陵收到了兰若仙传来的消息 皇帝没死 十日之内 众多众臣就会赶回来 不是一个适合袭击京城的时机 但她也没打算立即退回漠北 英王已经陷入谋害皇帝一案 京城必有乱子 她伺机已带 随时准备攻城 此时天下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了皇宫 就在月华复国之后 一个陌生人 送来了一卷百宝剑夏眷 一月之期快到了 叶木熙发现 夏眷的草药都在百草原 也用不着在操心 直接去了一次朝皇陵采摘 塞化陀当即配药 给叶木熙服下 那困扰着众人的五毒香 没对胎儿造成伤害 疑似已经继承其父 百毒不侵的特殊体制 这一日南宫领归京了 世子 叶木熙站在城门前迎接 她一袭红衣 风尘仆仆 却难掩风华 从人群中走来 便让她挪不开目光 眼神上上下下在她身上打量 确定她完好无损 叶木熙才放下心 月华复国 东南战士起 总是令人担心 身体怎么样 最近还好吗 南宫领看着她 深邃的眸光卷宠 满满都是溢出来的温柔 南宫领本来要先去拿夏眷 不过收到赛华陀传来的消息 也就了却一桩心病了 叶木熙抬眸看她 浅笑倩息 自从夏眷的药都配起后 身体很好 一点怀孕不适的反应都没有 世子 现在朝中都在诟病你的所为 抱歉 我又给你添麻烦了 这是我的孩子 是我应该做的 南宫领伸手揽住她的细腰 将她抱得紧紧的 安慰说道 而且 五年前 我本就欠她一次 这次 也算两清 你别太自责 夫妻俩久别重逢 京城又发生了这么多事 自是有说不尽的悄悄话 不过 当天下午 叶灵霄和南宫颜 一前一后归京 倒是让小夫妻 没了叙旧的时间 一家人齐聚书房 共伤大事 皇帝得知众人归来后 宣布明日召开大朝会 不同于早朝 大朝会除了文武百官 皇庭 朝皇书院 皇储宗室 都要派几位代表参与 一般只有公布重大事情 才会如此 而众人也都知道 皇上命不久矣 怕是要在明日大朝会上 策立储君 如此重大之事 不止叶家和南宫家 殷王党 其他一些重臣 也都连夜召集了心腹 商讨 如何应对明日的大朝会 两位老爷子 一个在漠北打仗 一个在西域坐镇 并不清楚 最近发生的事 倒是叶木曦全城参与 便将来龙去脉 都说了一遍 金贵妃竟然如此大胆 对皇上下毒 叶灵消气得脸色铁青 叶木曦微微摇头 爹 现在还不能如此武断 不过 佛珠经过邱丹菊的手入宫 邱丹菊又是金贵妃的心腹 在没有新的证据之前 确实只能归罪金贵妃 西丫头觉得 下毒之事另有吉人 南宫远沉声问道 还不能断定 此案是长公主殿下审查 长公主最是公正言明 也只能等结案 叶木曦说道 她知道 静安侯对先机 也是信任有加 此时说出自己的猜测 没用 不过她已经把一切 跟世子说了 就算所有人都不信 但南宫领站在她身边 够了 这可就麻烦了 南宫远皱眉 严肃的脸上 难掩忧国忧民之色 至此内忧外患之际 我大前江山 风雨飘摇 本还有个英王 能当大人 但此事一出 他是没法当储君了 皇上又命在旦夕 一旦皇上驾崩 大前无主 岂不是要乱了 叶凌霄叹气 今上虽然子嗣众多 但除了三王 皆是庸禄之辈 如今就胜个英王 又牵扯进了弑君一案 难道皇上明日 要立其他皇子为储君 若是太平盛世 一个平庸君王 倒也不至于 动摇国之根本 可是如今天下 漠北 东晨 月华 皆是狼子野心之辈 乱象一线 大前若没有 雄才伟劣的君王 怕是无法力挽狂澜 统一中原 两个老爷子 愁容满面 虽然我看好英王 但是皇贵妃一案 不清不楚 万一真是静妃 谋害皇帝 岂能立他当皇帝 可若是不支持他 明日又该支持何人 叶凌霄忧虑 南宫远说道 皇上既然召集我等 明日参加大朝会 想必 心中自有决断 无论皇上 选谁为储君 我等 接奉诏 老哥说得对 不过 不过想想千疮百孔的大前 我就愁啊 中原这才成平多少年 又乱了起来 牺牲的都是将士 祸害的都是百姓 叶凌霄应道 南宫远看向南宫连 突然严肃说道 岳华 岳华是怎么回事 你竟然压不住 季无旧 季无旧 不输墓北令 一个墨北 已经让大前头疼 再来个岳华 你可只给大前 制造了多少麻烦 叶木熙正要说 南宫连是被威胁 但南宫连拉住他的手 没让他说话 说道 儿子输了 便是输了 你若是真的想赢 岂会输得这么容易 南宫远严厉说道 只子莫若妇 南宫连是什么样的 他最清楚 叶凌霄见此 连忙打圆场说道 老哥别气 胜败 兵家常事 哪有百战百胜之兵 这次输了 下次赢回来 我相信 林儿一定能打下于华国 哼 真是无法无天了 南宫远还是气得不轻 叶木熙连忙插开话题 公公 您日夜兼程 周车劳顿 可别生气 放宽心 好好休息 夫君说 要公公 给孩子取名呢 这臭小子 也就这一桩事 能算办得像话 南宫远一听到孙子 脸色就阴转情 多出一丝笑容 叶老弟 这也是你第一个外孙 你有颗高见呢 叶凌霄没想到 这事落到自己身上 惊喜说道 取名啊 这个 我不太擅长 叶木熙顿时一脸僵笑 爹 您何止不太擅长 您取的名 简直是一股泥石流 想想叶大叶石 还有差点变成叶小白的叶萧白 叶木熙就有种不好的预感 也就是在这一晚 英王府众人齐聚一堂 皇府也没想到 自己在前线打仗 回来 自己母妃就下狱了 心底的愤怒 何想而知 本王为了大钱 征战多年 但父皇 既然丝毫不顾多年刑犯 就把我母妃抓下来了 皇府也怒波南平 蒋瑞奇劝道 王爷 您先冷静一下 咱们要想办法 为母妃洗刷冤情 还怎么洗刷 叶木熙就是摆明了陷害 从我姚家开始 姚芳怡 再到叶家的叶席威 现在连贵妃娘娘也入狱 听闻邱家的邱丹菊夫人 也被抓了 但凡支持王爷的世家 他可是一个都没放过 姚丞相阴沉着脸说道 蒋瑞奇道 承化这项太武断了 此事只怕有误会 也就你们蒋家没出事 你才觉得是误会 叶灵伯音策策说道 叶木熙 这么容易陷害我们 不知道是不是有内奸 王妃似乎和叶木熙 走得很近呢 蒋瑞奇怒道 你是说我是内奸 简直是在胡扯 行了 都闭嘴 别瞅了 皇府眼沉下脸 现在父皇时日无多 只要我登基 一定放出母妃 也一定洗刷我母妃的冤屈 若是父皇 旋令其他储君 那些皇子 为了自己的地位有故 自然要想方设法 污蔑我母妃 能不能救出母妃 最关键的 就是明日的大朝会 皇贵妃身份尊贵 想必其他皇子 都不希望皇帝死后 宫里还有个 位高权重的皇太妃 王爷所言甚是 本来王爷贵为一等亲王 是储君最合适的人选 只不过 贵妃娘娘 试涉谋害皇上 那些中立党大臣 怕是不会拥护您 叶灵伯担忧说道 姚丞相道 其他大臣的拥护 也不重要 最关键的 还是皇上的打算 明日大朝会 若是皇上坚持 立王爷为太子 一切好说 若是皇上另立新军 我等绝不奉诏 以死相逼 往皇上收回成命 诸位以为呢 不错不错 这是一个好办法 所谓法不择重 难道皇上还能把 大家的头都砍了 到时候 诸位以死相逼 就是皇上 也不能一意孤行 叶灵伯连忙赞同说道 蒋蕊奇也摒弃刚才的恩怨 点头赞同说道 两位大人说得不错 蒋家誓死拥护英王 其他大臣纷纷附和 本王在这里 就先谢过诸位大人 本王绝不会忘了今日真 他日必有后报 皇府眼对着众人 鞠了一躬 能否救出母妃 能否均临天下 就看明日一搏 大前京城 大朝会 清早 诸位大臣沿着长长的公道 鱼冠而入 面色皆是沉重 四月初的天气 乍暖还寒 正是适宜 但许多人的心情 都如冬雪附上了一层寒霜 咚咚咚 三声钟响 众臣依次战烈 江千公公畅诺道 皇上驾到 众臣齐齐行礼参拜 皇帝的身体 已经到了油尽灯窟的地步 不过此时 却勉强撑着一口气 看着满朝文武 人才济济 苍白的脸色 恢复了一丝红润 正在此时 突然有一个大臣 足坚一点 轻功运气 眨眼就已经到了皇帝面前 樊入皇宫 皆是要检查 他倒是无法夹带刀剑 但那手指 已经掐住了皇帝脖梗 狠狠地向着一旁的圆柱上撞去 就这么一撞 足以让皇帝投破血流 当场毙命 这突如其来的刺杀 等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吐起胡落 皇上 众文臣武将不约而同冲了上去 叶灵霄和南宫远皆是面色大变 怒不可遏 英王也是第一时间赶过去 但是谁都比不上南宫里的轻功身法 就在皇帝的头撞向圆柱的时候 南宫林仿佛瞬移一般 挡在了圆柱前 一手接过皇帝 当场和那大臣打了起来 救驾 快救驾 江谦尖着嗓子喊道 众大臣拥了上去 御医 快传御医 南宫远怒吓 他和叶灵霄 英王将皇帝为的严氏 其他御医军则纷纷冲上去围剿 这 没事 皇帝喘着气 脸色更白了两分 看着那场中 龙争虎斗的二人 此时才看清了那大臣的面目 惊讶说道 你是云鬼 那大臣冷冷一笑 皇甫狗贼好迹象 大胆 皇甫也怒吓 来人 射杀这个刺客 差点下晕过去的太后怒道 大朝会竟然混入刺客 礼部尚书 你是怎么清查核对身份的 太后恕罪 叶灵伯脸色白了一分 上前请罪 这个刺客 身份乃是皇甫宗师的祖劳 是从封地赶来的 微臣从前也没见过 只核查了他的身份令牌和画像 确实无误 太后仲美 这不可能 身份令牌和画像 无法造假 但皇族宗师有这一位祖劳 哀家怎么不知 母后 这是儿臣以前给他办的一个身份 皇帝脸色一时变得格外复杂 场中 南宫领和云鬼依旧打得火光四射 第一眼 南宫领就认出了他的身份 正是云书 南宫领 你真要跟这个狗贼同流合污 竟敢阻我 云鬼怒不可遏 南宫领脸色倒是平静 他已经是耻目之人 即便你不来 也活不了几天 何必非要多此一举 让他自己死了 那我九幽谷的血海身手怎么办 这个狗贼 只有死在我的手上 才能告慰九幽谷的亡魂 云鬼狠立说道 我才不会让他寿终正寝 就是要他不得好死 死不瞑目 九幽谷这个词 大多数的朝臣都是茫然的 但是太后和南宫领 却都瞬间变了脸色 九幽谷竟然还有活人 南宫领不可置信 难道他是 二人又交手输回合 南宫领一掌将云鬼打飞 愣道 我不会让你杀了他 下一刻 无数的弩箭 齐齐向着云鬼射去 手持弓弩的御林军 早就虎视眈眈 一看见云鬼和南宫领分开 顿时就要将云鬼万箭穿心 也就在此时 南宫领却飞到了云鬼身边 替他挡掉了大半的弩箭 南宫领你干什么 你竟然帮助刺客 皇甫也怒道 南宫领没有解释 他不会让云鬼杀了皇帝 但同样 不会坐视云鬼死在这里 不管怎么说 这个人教了他一身本事